如林外史第二部《无镜子》,第二十章于诗会名士斜框二访朋友书店,话说匡抄人那晚吃了酒,回来御处睡下。 此日清晨,文汉楼店主人走上楼来,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伤。 匡抄人问,是何事? 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药客一部烤卷卖。 药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得好,又要批得快。 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 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 若出的池,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 这书各出来,封面上旧客先生的名号,天二平,旧客占封面了,还多挂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与先生。 不知先生可赶得来。 匡抄人道,大约是几多日子批出来方不误事? 主人道,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觉得日子宽限。 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罢了。 匡抄人心里算计,半个月料想还做得来。 当面应成了。 黄平,并不知如何选法,但继日子应成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 五间又备了饲养菜,请先生做做,说,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 平常,每日就是小来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鸡肉。 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 匡抄人大喜,七平,由小儿得饼之乐当晚点起灯来,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片。 天二平,其粗福可知,听听那桥楼上才交四谷,黄平,神速,批语可想匡抄人喜道,像这样,那里要半个月。 吹灯睡下,次早起来又批。 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片。 到第四日,正在楼上批文章,呼听的楼下叫一声道,匡先生在家吗? 匡抄人道,是那一位。 忙走下楼来,见是锦兰江,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见了作一道,后痴有罪。 匡抄人把他让上楼去。 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说道,这就是前日宴极限楼自运的。 同仁已经写起斗方来。 赵雪兄看见,因为德语,不胜畅畅,因赵运也做了一声。 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齐平,不敢见续也。 天二平,五体投地。 黄平,写在前面,总不脱高句诗谈四字,只得又个人写了一回。 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 匡抄人间题上写着木春齐亭小吉,同线楼字。 每人一首诗,后面排着四个名字是赵杰雪斋手稿,景本慧兰江手稿,知恶见风手稿,蒲玉芳莫青手稿。 看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黄平,八字锁以赞斗方,而诗不语燕真觉可爱,就拿来贴在楼上壁肩,然后坐下。 匡抄人道,那日多扰大醉,回来晚了。 景兰江道,这几日不曾出门。 匡抄人道,因主人家拖着选几篇文章,要替他赶出来发课,所以有识问候。 景兰江道,这选文章的事也好。 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 匡抄人道,是那一位。 景兰江道,你不要管,快换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 黄平,又见一番地狱,匡儿所以日坏也当下换了衣服,锁了楼门,同下来走到街上。 匡抄人道,如今往那里去。 景兰江道,是我们这里坐过种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里聚会,我也要去祝寿,故来拉了你去。 到那里,可以会的好些人。 黄平,好些人者,明是地狱之鬼也方才斗方上几位都在那里。 匡抄人道,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可要带个帖子去。 景兰江道,这是要的。 一同走到香蜡店,买了个帖子,在柜台上借笔写,卷碗声匡窘拜。 写完,聋着又走。 景兰江走着告诉匡抄人道,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 先年种宰宫去世之后,他关着门,总不敢见一个人,动不动就被人骗一头,说也没出说。 落后这几年,权亏结交了我们,黄平,结交你们,是乎。 利乎,相遇起来,替他帮门户才热闹起来,没有人敢欺他。 欺平,这是诗人作用。 天二平,斗方明是威风匡抄人道,他一个种宰公子,怎地有人敢欺? 景兰江道,种宰嘛,是过去的事了。 他眼下又没人在嘲,自己不过是个诸生。 苏语说得好,四只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天二平,然则均被明示都是活老鼠。 黄平,好比方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力的。 倒是我这雪斋先生失明大,七平,好亲热称呼府,私,愿,到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 黄平,依然归众赵雪斋人只看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地不怕。 七平,原来失明是要人怕。 天二平,景兰将所仰望而终身者在此,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一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 就是三公子那门守住房子的,房钱也给得爽利些。 胡三公子也还只敢。 黄平,笑道,可知种宰公子并不及遗诏爷,遵之至此。 正说的热闹,街上又遇着两个方金阔福的人。 景兰将迎着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寿去的,却还要约那位。 向那头走,那两人道,就是来约长兄,寄遇着,一同行罢。 因问,此位是谁? 景兰将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这位是金东牙先生,这位是严志忠先生。 天二平,严大先生忽然出见。 黄平,二人此处急剑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这是匡超人先生。 四人骑坐了一个一,一起同走。 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知道是种宰地了。 把帖子交予看门的,看门的说,请在厅上坐。 匡超人举眼看见,中间御书匾额中朝住十四个字,两边南木椅子。 四人坐下。 少请胡三公子出来,头戴方巾,身穿降色星号段直多,粉底造靴,三柳自虚,约有四十多岁光景。 三公子着实千光,当下同诸位坐了一。 诸位祝寿,三公子断不敢当,又谢了诸位,奉坐。 黄平,乙种宰公子,乐与一般酸鬼相遇者,酸色之气为相近尔金东崖首座,研制中二座,匡超人三座。 锦兰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 金东崖向三公子谢了前日的扰。 三公子向炎制中道,一向驾在京师,几十道的。 炎制中道,前日才道。 一向在都门碧庆家国子四叶州老先生家坐居亭,齐平,庆家居然认定。 凡是在于自己立志,无不可成,也因与通正范公日与相聚。 金通正公告贾省牧,约帝同行,黄平,大老官久违了,却仍是谎经顺便反射走走。 天二平,依然是如此口气。 据赵雪斋言,通正公告贾省牧则已数日由逗留在此夜。 胡三公子道,通正公寓在那里。 严贡声道,通正公在船上不曾进城,不过三四日即行。 丁前日进城会见雪凶,说道三哥今日寿日,所以来奉住,续续阔怀。 三公子道,匡先生几时道行。 贵处那里,欲在何处? 景兰江代达道,贵处越青。 道省也不久是和小弟一传来的。 现今欲在文汉楼选立刻口卷。 三公子道,久仰。 久仰。 说着,家人捧茶上来吃了。 三公子立起身来,让诸位到书房里坐。 四位走进书房,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方金白须,大模大样。 见四位进来,慢慢立起身。 黄平,也是梅三向身份严共生认的,便上前道。 魏先生,隋先生都在这里,我们公医。 当下坐过了医,请诸位坐。 那位先生,隋先生也不谦让,仍旧上席坐了。 家人来禀,三公子又有客道,三公子出去了。 这里坐下,景兰江请教二位先生跪乡,言共生代达道。 此位是见得未体善先生,乃见得相绑。 此位是石门隋岑安先生,是老明经。 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选的文章,一批海内的。 景兰江着实打工,黄平,打工而约着实,心悦成福之至到其仰慕之意。 那两个先生也不问诸人的姓名。 七平,大有无佛处称尊之意随岑安却认得金东牙,是那年初贡进京,到兼时相会的。 因和他攀华道,东翁,在京一别,又是数年,因甚回府来走走。 想是年满寿职,也该荣选了。 金东牙道,不是。 近来不理来投冲的人也甚杂,又因司官王会出去做官,降了宁王。 天二平,王会酒寂寞,与此一线,后来朝礼又拿问了刘太监,黄平。 待晚钱文,刘锦士陪比长道部里搜体卷案。 我怕在那里酒,惹是非,黄平,必是惹了是非出来的,所以就告假出了惊来。 天二平,上二世语不半合肝,明明知事另有站不住的案件也说着,捧出面来吃了。 吃过,那魏先生,隋先生闲坐着,谈起闻来。 魏先生道,近来的选事,一发坏了。 隋先生道,正是,前科我两人该选一步,振作一番。 魏先生孤着眼黄平,三字如见道,前科没有文章。 七平,牲口大吉框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末卷到处都有课本的,怎地没有文章。 魏先生道,此位长兄尊姓,天二平,是从何来,取己于此? 黄平,此时方问姓,其林傲之态如在墓前锦兰将道,这是乐清匡先生。 魏先生道,所以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 框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事之外,又另有个法则? 魏先生道,长兄,你原来不知。 文章是戴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懒,可以随手乱做的。 黄平,杂懒究竟是何物,可以随手乱做。 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责,并看出国运的盛衰。 红,永有红,永的法则,成,红有成,红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圆灯。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闻了。 若是这一棵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 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忠,只是中了出来,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 不然只算做侥幸,一生爆溃。 七平,只怕你就要爆溃,也轮不着。 天二平,谁教你做来见不得人。 黄平,恐怕中了欲要爆溃,又为何不做不爆溃之文,仍是老明经。 又问魏先生道,近来那马竞选的三颗沉默,可曾看见。 魏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选是坏了。 他在嘉兴曲坦安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 听见他杂揽道是好的,黄平,冤在。 于文章的礼法,他全然不知。 天二平,所言是与马二先生相反。 此为瞿公孙所累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 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毒。 齐平,杜心大作。 黄平,马二先生个批语,要做三更半夜,却涂掉了毒。 罪过罪过说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建峰,朴墨卿进来摆桌子,同吃了饭。 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赵雪斋。 等到一更天,赵先生抬着一层轿子,又两个教夫跟着,前后打着四只火把,飞跑了来。 黄平,写十一便是十一身分下的教,同众人作一,倒极,得罪。 有泪诸位先生九号,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本家将两席改作三席,天二平,孙丰一路。 黄平,两席改三席,酸涩可笑,一般酸鬼何故赤他大家,围着坐了。 席散,各自归家。 框超人到寓所,还批了些文章财税,趋至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 就把在胡家厅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做了个续文在上。 天二平,框二此时却藐视马二先生了。 黄平,聪明敏捷,不愧选家,又还偷着功夫去拜了同期吃酒的这几位朋友。 悬本已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向日马二先生在家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 不想先生批的嫩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 齐平,雍耳俗目不过如此。 黄平,又快又细,而不说好这是极好的了。 先生住着,将来个书房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礼。 阴风出二两选金送来,说道,课完的时候还送先生五十个样书,又备了酒在楼上吃。 吃着,外边一个小厮送将一个传单来。 匡超人接着开看,是一张松江间折坐一个全铁的样式,上写道, 谨则本月十五日西湖燕吉,分运复世。 每位各出帐投资二星。 天二平,三丰仆人今将在会诸卫先生台前开列于后, 卫体善先生,隋岑安先生,赵雪斋先生,严志忠先生, 朴墨清先生,知见风先生,匡超人先生,胡秘之先生, 景兰江先生,共九位。 下写同人工具。 又一行写道,尊分约齐,送之御书堂胡三老爷收。 匡超人看见各位名下都画了之字,他也画了。 随即将选金内称了二钱银子,连传单交语那小使拿去了。 道晚无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需要作诗,我若不会,不好看相。 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诗法入门》,点起灯来看。 他是绝顶的聪明,看了一页,早已会了。 次日又看了一日一页,拿起笔来就做,做了出来,觉得笔笔上贴得还好些。 天二平,真正反观诸名士之恶劣。 黄平,真是绝顶聪明,而诸人之师可想当日又看,要以惊而意求其惊。 到十五日早上,达选衣帽,正要出门,早见景兰将同知见风来约。 三人同出了清波门,只见诸位都坐在一只小船上后。 上船一看,赵雪斋还不曾到,内中却不见颜共生。 阴问胡三公子道,颜先生怎地不见? 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正昨日要开船,他把分子送来。 天二平,毕竟颜老大大方。 是怕要做师出丑,已经回广东去了。 黄平,了却颜共生当下一上了船,在西湖里摇着。 蒲莫清问三公子道,颜大先生,我听见他家维利四,有什么家难官室,所以到处乱跑。 而今不知怎样了? 三公子道,我昨日问他的,那是已经平复。 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妻分开,他令地的妾自分了三谷家四过日子。 这个道也罢了。 天二平,须劫前岸。 黄平,直就闲谈,见了前岸。 一刻到了花岗,众人都以着胡公子。 天二平,还是明示以着公子走上去见花园吃酒。 胡三公子走去见,那里竟关着门不啃。 胡三公子发了急,那人也不理。 黄平,堂堂公子借不动一个花园,何以对一般酸鬼井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 那人道,胡三爷是出名的亲历,他一年有几席酒照顾我,我奉承他。 况且,他去年借到这里摆了两席酒,一个钱也没有。 去的时候,他也不叫人扫扫,还说煮饭的米剩下两声,叫小丝备了回去。 天二平,至此胡三公子才出谷。 黄平,胡话出千令人行为,这样大老官相身,我不奉承他。 一席话,说得没法,众人只得一起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 和尚烹出茶来,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 三公子便拉了井兰江出去买东西。 框抄人道,我也跟去玩玩。 当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鸭子店,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把夏尔挖来戳戳,铺子上肉后,方才叫井兰江奖价钱买了。 黄平,千令人写得如画阴人多,多买了几斤肉,又买了两只鸡,一尾鱼和些蔬菜,叫根的小丝先拿了去。 还要买些肉馒头,种上当点心。 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看了三十个馒头。 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就从那馒头店里炒起来。 黄平,更像更像井兰江在旁劝闹。 劝了一回,不买馒头了,买了些锁面去下了吃。 天二平,明是风流,如是如是就是井兰江拿着。 又去买了些笋干,盐蛋,熟栗子,瓜子之类,以为下酒之物。 框抄人也帮着拿谢。 黄平,两人出钱做灭片来到庙里,交与和尚收拾。 知见风道,三老爷,你何不叫个厨艺伺候,为什么自己忙? 三公子吐舌道,厨艺就废了。 七平,可见上次两席酒,一本戏真是喊事,乃是发财心切之故,此时还懊悔不迭。 黄平,既如此,何必不做哑人,且分金亦不多,依旧要你包园,又乘了一块银,叫小厮去买米。 忙到下午,赵雪斋轿子才到了,下轿就叫取香来。 教夫把箱子捧到,他开箱取出一个要风来,二钱四分。 黄平,到底是第一个名士,多出了四分银子,递与三公子收了。 除下酒菜一旗,天二平,席面干净捧上来众尾吃了。 吃过饭,拿上酒来。 赵雪斋道,吾备近日雅吉,不可无师。 天二平,雅吉只是做多些,当下年就分运。 赵先生捏的是四支,魏先生捏的是八旗,蒲先生捏的是一东,胡先生捏的是二东,景先生捏的是十四汗,隋先生捏的是五威,匡先生捏的是十五山,支先生捏的是三江。 分运已定,又吃了几杯酒,隔散进城。 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十盒,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和些果子装在里面,果然又问和尚查剩下的米供几生,也装起来。 天二平,此人只一红酣仙来片银子。 可惜不承送了和尚五分银子的箱子。 鸭家人调着,也进城去。 匡超人与之见风,朴莫清,景兰江同路。 四人高兴,一路说笑,勾留玩耍,进城迟了,已经昏黑。 景兰江道,天已黑了,我们快些走。 知见风已是大罪,口发狂言道,何妨。 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 天二平,西湖会气旷且李太白穿着宫锦袍,夜里还走,何况才晚? 放心走,谁敢来? 正在守五足道高兴。 天二平,乐不可及,忽然前面一对高灯,又是一对提灯,上面写的字是严补分府。 那分府坐在轿里一眼看见,认的是知恶,叫人踩过他来,问道。 知恶? 你是本分府言误李的寻商,天二平,偏偏分府记性心号好,怎么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闹? 知见风醉了,把脚不稳,前爹后撞,口里还说,李太白恭锦也行。 那分府看见他戴了方巾,说道,衙门寻商,从来没有生,奸宠当的。 你怎么戴这个帽子,左右的,卧去了,一条链子锁起来。 黄平,吩咐杀风景,明是何可所业。 蒲莫青走上去帮了几句,吩咐怒道,你既是声援,如何黑夜酗酒? 带着送在如学去。 锦兰江见不适适,悄悄在黑营里,把匡超人拉了一把。 黄平,老明是见识,到底与人不同,往小巷内两人溜了。 转到下处,打开了门,上楼去睡。 次日出去访访,两人也不曾大受累,依旧把分运的诗都做了来。 匡超人也做了。 急看那位先生,隋先生的诗,且夫,常位都写在内。 黄平,一笔骂尽名是,其余也就是文章辟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 拿自己的诗笔笔,也不见得不如他。 黄平,不写诸人之诗如何不通,只从匡超人看出,且曾表明匡超人聪明。 故自决诸人诗不如他众人把这诗写在一张纸上,共写了七八张。 匡超人也贴在壁上。 又过了半个多月,书店考卷课程,请先生那碗吃得大醉。 次早睡在床上,只听下面喊道,匡先生有课来拜。 只因会着这个人,有份教,婚姻旧处,之为素氏之音,名誉龙石,不比石流之辈。 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黄平,锦兰江只知祖斗一照雪斋,盖不斥七十子之福孔子,其十件卑鄙如此。 顺手带出金东牙,盐智中两人,将上文未了之案,至此一节是何等比例。 天二平,虽见。 第二十一章,不过略带其人,而本师则在下文,此处并非结案。 未提善,虽岑安老着脸皮讲八谷,一望而知气不通,却自以为一佛出世,真可发一笑。 马纯上生平罪恶杂揽,不料味,随即以杂揽冤至。 文章交互回还,极尽罗洛勒之妙。 胡三先生素有浅脾,兴而不畏憨险撞骗,却又喜结交斗方明事。 胡上一会,酸气逼人,至今毒之油,令人呕出酸腺也。 黄平,锦湖不幸。 天一平,由西湖之酸,正与鹰豆湖之好,遥遥相对。 第二十二章,匡超人,幸得梁鹏攀字也衡,遭祸。 黄平,攀三不良,然于匡二则,梁鹏也黄平,自作孽也,凡读书,俱要如此。 奇特,西游,一记一夜。 话说,匡超人睡在楼上,听见有客来拜,慌忙穿衣起来下楼。 见一个人坐在楼下,头戴立金,身穿圆断直多,脚下虾磨头厚底造靴,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 天二平,如画。黄平,直眼二字,画出一个不安本分人那人见匡超人下来,便问道,此位是匡二相公吗? 匡超人道,见姓匡,请问尊克贵姓。 那人道,在下姓潘。 前日看见家兄姝子,说你二相公来上。 匡超人道,原来就是潘三哥。 慌忙坐一行礼,请到楼上坐下。 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赐故,我不在家。 前日反社,看见家兄的书信,即在二相公为人聪明,又行过多少好事。 天二平,口角婉然。 黄平,不曰行孝,而曰行好事,此辈岂之孝未何物,着实可敬。 匡超人道,小弟来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攻出。 今日会见,欢喜之极。 说吧,自己下去拿茶,又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拿上楼来。 潘三正在那里看斗方,看见点心道了,说道,哎呀,这做甚吗? 揭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语做甚吗? 七平,劈头一棒,匡超人问,是怎的? 潘三道,这一般人是有名的呆子。 黄平,一般名是指呆子二字抹杀这刑警的,开头金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金光。 天二平,自然穷而后宫。 黄平,可谓失穷,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个刷子刷头金,口里还哼得是清明时节语纷纷,把那买头金的何电铃,看了都笑。 无名是,时使,平,归安前沦先太史矿佩翁向国女,酷是勇施,太史呼之为锦兰江,枉然不知何时任。 乃问之持仙之父,亦不知。 以问持仙,持仙与外始,乃恍然。 阔伦仙自外至,指之曰鲁小姐。 伦仙之其已见外始矣,孝曰。 无安得及鲁小姐,特遂曾安亦留人儿。 人皆为伦仙狂。 今如此言,则自知甚明。 归房雅穴,足为但外始者曾一笑,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作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 七评,此与怕赵雪斋,又不同那一个性知的,是阎雾里一个寻伤。 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不多几日,他吃醉了,在街上淫尸,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寻伤都急了。 天二平,不比将来只好穷的唐室。 二相公,你在课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 黄平,想自要改杀自这样人,同他混缠作甚吗? 当下,吃了两个点心便丢下,说道,这点心吃他作甚吗? 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 黄平,是慷慨人行径叫,匡超人锁了门,同道街上私门口一个饭店里。 攀三叫切一只整鸭,快一卖海参杂块,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 饭店里见是攀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减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块加味用佐料。 天二平,此又针对上文油西湖之酸,两人先针两壶酒,酒吧用饭。 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 出来也不算账,只吩咐的一声,是我的。 那店主人盲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 黄平,写潘三名声之大,直辞可见。 走出店门,攀三道,二相公,你儿今往那去。 匡抄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 攀三道,也罢,到我家去坐坐。 同着一只走到一个巷内,一带青墙,两扇半截板门,又是两扇重门。 黄平,是书半家进到厅上,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 潘三骂道,你这一般狗才,无事便在我这里胡闹。 黄平,平日常读可知众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几日了,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封。 潘三道,我那里要你什么钱接封。 又道,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 匡超人要同他施礼,他拦住道,方才见过,罢了,又作一攒带。 你一切坐着。 天二平,潘三爽快却亦可爱,当下走了进去,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 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于你们。 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一个管子。 这管子满了,你就到处来收了,让他们再丢。 黄平,只将匡二看作小儿一般,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旁边看。 看了一会,外边走近一个人,来请潘三爷说话。 潘三出去看时,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 潘三道,老六,久不见你,寻我怎待。 老六道,请三爷在外边说话。 潘三同他走了出来,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 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发个小财,移进来和三爷赏饮。 潘三问是何事? 老六道,昨日前唐县衙门里,快手拿着一班光棍在毛家铺轮间, 见的是月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叫做荷花。 这班光棍正见得好,被快手拾着了,来报了官。 县里王太爷把光棍每人打几十板子放了,天二平,轮间何岁, 只打几十板子放了,真是慈祥父母。 出了差,将这荷花姐回乐清去。 我这乡下有个财主,姓胡,她看上了这个丫头。 商量若想个方法,瞒得下这个丫头来, 情愿出几百银子买她。 这事可有个主意。 潘三道,差人是那个。 王老六道,是黄秋。 潘三道,黄秋可曾自己解去。 王老六道,不曾去,是两个富财去的。 潘三道,几时去的。 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 潘三道,黄秋可知道胡家这事。 王老六道,怎么不知道。 他也想在这里面发几个钱的财,只是没有方法。 潘三道,这也不难。 你去约黄秋来当面商议。 那人应诺取了。 潘三独自坐着吃茶,只见又是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说道,三老爹,我那里不寻你,原来独自坐在这里吃茶。 潘三道,你寻我坐身吗? 那人道,这离城四十里外,有个乡里人施美青,卖地媳妇与黄祥福。 银子都对了,地媳妇要守节,不肯嫁。 施美青同媒人商议着要抢。 媒人说,我不认得你家地媳妇,你须是说出个继任。 是美青说,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妇出来屋后报柴。 你明日众人浮在那里,遇着就抢罢了,众人一计而行,到第二日抢了家去。 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妇不曾出来,是他乃眷报柴,众人就抢了去。 天二平,妙灾,天网灰灰。 当福一大白,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 黄平,天报天报施美青来要讨她的老婆,这里不肯。 施美青告了状,如今那边要诉,却因蒋亲的时节不曾写个婚书,没有凭据。 而今要写一个,乡里人不在行,来同老爹商议。 还有这衙门里是兜托老爹料理。 有几两银子送作使费。 攀三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 也这般大惊小怪。 天二平,看他目无难题。 黄平,明节是同儿戏,你且坐着,我等黄头说话里。 须于,王老六同黄球来道。 黄球见了那人道,原来好老二也在这里。 攀三道,不相干,他是说别的话。 因同黄球另在一张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好老二又在一桌。 黄球道,方才这件事,三老爹是怎个失为? 攀三道,他出多少银子? 黄球道,胡家说,只要得这丫头合花,她连使费一总干净,处二百两银子。 攀三道,你想赚他多少? 黄球道,只要三老爹把这事办得妥当,我是好处多寡分几两银子罢了。 难道我还捅你老人家争? 攀三道,既如此,罢了。 我家县住着一位月清县的相公,黄平,巧他和月清县的太爷最好。 我托他去人情上弄一张回批来,天二平,成竹在胸,且不说真话,只说荷花已经解到,叫于本人领去了。 我这里,再托人向本县弄出一个朱迁来,到路上将荷花赶回,拔与胡家。 天二平,五文弄法,坐监放科,在攀三只是行所无事,不需用心,这个方法何如? 黄球道,这好得很了,只是事不宜迟,老爹就要去办。 攀三道,今日就有朱迁,你叫他把银子坐宿取来。 黄球应诺,同往老六去了。 攀三叫好老二,跟我家去。 当下两人来家,赌钱的还不曾散。 攀三看着赌完了,送了众人出去,留下匡抄人来道, 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说话。 当下留在后面楼上,起了一个昏书稿,叫《匡抄人写了》, 把与好老二看,叫他明日拿银子来取。 打发好二去了,吃了晚饭,点起灯来,念着回批,叫《匡抄人写了》。 家里有的是豆腐干渴的假印,取来用上。 黄平,色星号色星号县城,可见席为惯常,又取出朱笔, 叫匡抄人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 半壁,拿出酒来对饮,向匡抄人道, 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 和那些呆温禅甚吗? 齐平,匡抄人此时又学了乖。 黄平,所以想字,要改杀字。 和呆温禅,或者不致杀头,是夜留他睡下。 次早两处都送了银子来,潘三收进去, 随即拿二十两银子递与匡抄人, 叫他带在御处做盘费。 匡抄人欢喜皆了, 御辩人也带些家去与割天本钱。 书方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 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 身上渐渐光鲜。 果然听了潘三的话,和那边的名士来往西上。 不觉住了将棋两年。 天二平,曾否回去看看老娘? 黄平,其母久,不闻患娘生已一日, 潘三走来道, 二相公好几日不会同你往街上吃三杯。 匡抄人锁了楼门, 同走上街。 踩走的几步, 只见潘家一个小私寻来了, 说, 有客在家里等三爷说话。 潘三道, 二相公, 你就同我家去。 当下同他到家, 请匡抄人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 潘三同那人在外边, 潘三道, 李四哥许久不见。 一向在那里, 李四道, 我一向在学到衙门前。 今有一件事回来商议, 怕三爷不在家。 而今会着三爷, 这是不愁不妥了。 潘三道, 你又什么是捣鬼话? 同你共事, 你是马蹄刀瓢里切菜, 滴水也不漏, 七平, 世上此等人最多总不肯放出钱来。 李四道, 这事是有钱的。 潘三道, 你且说是齐吗是? 李四道, 穆金宗师按林绍兴了。 有个金东牙, 在部里坐了几年衙门。 黄平, 借金东牙联络钱门, 挣起几个钱来, 而仅向儿子进学。 他儿子叫做金月, 却是一字不通的。 考七在即, 要寻一个替身。 这位学道的官房幼颜, 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 七平, 嫩你官房颜, 又有新法子这时, 所以要和三爷商议。 潘三道, 他愿出多少银子。 李四道, 绍兴的秀才, 足足值一千两一个。 黄平, 秀才有价钱, 却是何人平定? 他如今走小路, 一半也要他五百两。 只是眼下且难得 这一个替考的人, 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 何等样的人进去。 那替考的笔资多少? 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 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 潘三道, 通共五百两银子, 你还想在这里投分一个分子, 这事就不必讲了。 你只好在他那分厚些谢礼, 这里你不必想。 李四道, 三爷就依你说也罢了, 天二平, 盖院出不止于五百, 故意说便合口到底是怎个做法。 潘兰道, 你总不要管, 替考的人也在我, 天二平, 成竹在胸。 黄平, 又巧合衙门里打点也在我, 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 封在当铺里, 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 我总包他一个秀才。 若不得进学, 五百两一丝也不动, 可妥当吗? 李四道, 这没得说了。 当下说定, 约着日子来封银子。 潘三送了李四出去, 回来向匡超人说道, 二相公, 这个是用得真你了。 匡超人道, 我方才听见的, 用着我, 只好替考, 但是我还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传递, 还是静静去替他考, 若要进去替他考, 我竟没有这样的胆子。 潘三道, 不妨, 有我理, 我怎肯害你。 黄平, 的却害了他, 且等他封了银子来, 我少不得同你往绍兴去。 当晚别了回遇。 过了几日, 潘三果然来搬了行李同行。 过了前塘江, 一直来到绍兴府, 在穴道门口, 寻了一个僻静巷子御所住下。 次日, 李四带了那童生来会一会。 潘三打听的宗师挂牌考会机了, 三更十分, 带了匡超人, 悄悄同到班房门口, 拿出一顶高黑帽, 一件青布衣服, 一条红大包来, 叫他除了方巾, 黄平。 方杰尔高帽已脱了衣裳, 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 富尔低言, 如此如此, 不可有误。 把他送在班房, 潘三拿着衣帽去了。 交过五谷, 学到三炮生堂。 超人手直水火棍, 黄平, 秀才手直水火棍, 跟了一班军劳业役, 吆喝了进去, 排班站在二门口。 齐平, 好孝子好名士, 竟会如此, 真是同才学到, 出来点名, 点到同声金月, 框超人递个眼色, 星号于他。 那同声是照会定了的, 便不归号, 悄悄站在黑影里。 框超人就退下几步, 到那同声跟前, 躲在人背后, 把帽子除下来, 与同声戴着。 黄平, 同声而高帽以衣服 也彼此换过来。 天二平, 框耳乖巧, 居然老练那同声直了 水火棍站在那里, 框超人捧卷归号, 黄平, 秀才又变为 同声已做了文章, 放到三四排才交卷出去。 回到下处, 神鬼也不知觉。 发案时候, 这金月高高尽了。 潘三同他回家, 拿二百两银子 以为笔资。 潘三道, 二相公, 你如今得了这一柱横财, 这就不要花费了, 做些正经事。 框超人道, 什么正经事? 潘三道, 你现金服也满了, 还不曾娶个亲事。 黄平, 娶亲事乃富一言, 久已忘之矣, 游问人做什么正经事, 我有一个朋友, 姓郑, 在府院大人衙门里。 这郑老爹 是个忠厚不过的人, 父子都当衙门。 他有第三个女儿, 托我替他做个媒。 我一向也想着你, 年貌也相当。 一向因你没钱, 我就不曾认真的替你说。 如今只要你情愿, 我一说就是妥的。 你且落得招在他家。 一切行财下里的费用, 我还另外帮你卸。 匡超人道, 这是三哥及相爱的事, 我有什么不愿。 天二平, 也不必告评老娘了。 黄平, 并不问其为辅差矣, 只是现有这银子在此, 未甚又要你费钱。 黄平, 天梁尚未全民潘三道, 你不晓得你这丈人家, 浅房窄屋的, 招进去, 料想也不久。 要留些银子, 自己寻两间房子。 将来天一个人吃饭, 又要生男育女, 却比不得在客边了。 我和你是一个人, 在帮你几两银子, 分什么彼此。 你将来发达了, 愁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 齐平, 反照厚文。 黄平, 可谓爱子之甚矣, 且以将来之报德望之, 是由以人带匡二, 也匡超人着实感激。 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说, 取了耕铁来。 质问匡超人, 要了十二两银子, 去换几件首饰, 做四件衣服, 过了礼去。 则定十月十五日入坠。 到了那日, 潘三备了几碗菜, 请他来吃早饭。 吃着, 向他说道, 二相公, 我是霉人, 我今日送你过去, 这一席子酒, 就算你请霉的了。 匡超人听了也笑。 吃过, 叫匡超人洗了澡, 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 头上新方巾, 脚下新靴。 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宝蓝段, 直多与他穿上。 黄平, 不斥父母之爱子, 必如此血欲见, 匡二之飞人及时已到, 叫两成轿子, 两人坐了。 轿前一对灯笼, 敬来入坠。 郑老爹家住在巡抚衙门旁一个小巷内, 一间门面, 到底三间。 那日新郎到门, 那里把门关了。 潘三拿出二百钱来坐开门前, 然后开了门。 郑老爹迎了出来。 翁婿一见, 才晓得就是那年回去同传之人。 黄平, 又借此联络前文这一番结亲, 真是素音。 当下匡抄人拜了丈人, 又进去拜了丈母。 阿舅都平磕了头。 郑家设席管带, 潘三吃了一会, 辞别去了。 郑家把匡抄人请进新房, 见新娘端端正正, 好个相貌, 满心欢喜。 黄平, 此间乐, 不闻患娘生已何谨成亲, 不必细说。 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喜酒来与他写亲。 郑家请了潘三来陪, 吃了一日。 仍然满月, 郑家屋小, 不便居住。 潘三替他在书店上进点了四间屋, 价银四十两, 又买了些桌椅家伙之类, 搬了进去。 请请邻居, 买两十米, 所存的这项银子已是已空。 还亏事事都是潘三帮衬, 办得便宜, 又还亏书店, 寻着选了两部文章, 有几两选金, 又有样书, 卖了些将就度日。 到的一年有余, 生了一个女儿, 夫妻相得。 黄平, 夫妻相得, 母子不相见。 一日, 正在门首闲站, 呼见一个轻衣小貌的人, 一路问来。 问到跟前, 说道, 这里可是月清匡香公家。 匡超人道, 正是, 台价那里来的。 那人道, 我是给市中李老爷拆往浙江, 有书带于匡香公。 匡超人听见这话, 忙请那人进到客尾坐下。 曲书出来看了, 才知就是, 他老是因被参发审, 审的餐款都是虚情, 依旧妇人, 未及数月, 行曲进京, 受了给市中。 天二平, 补须这番寄书来, 约这门生进京, 要照看他。 黄平, 他偏有许多愈合, 而爱之士, 所以害之匡超人流来人酒饭, 写了饼起, 说, 蒙老师呼唤, 不日整理行装, 急来去叫。 打发去了, 随即借了他割框大的书子, 说宗师按您温州, 齐急地排一道, 叫他回来应考。 匡超人不敢怠慢, 向魂家说了, 一面接丈母来作伴, 他便收拾行装, 去英岁考。 考过, 宗师着实称赞, 取在一等第一, 又把他提了幽行, 黄平, 高黑帽提幽行, 已供入太学一夜。 他欢喜谢了宗师。 宗师骑马, 送过, 依旧回醒。 黄平, 并不回家, 可恶和潘三上议, 要回了清香里去挂贬, 属其干。 到织锦殿里, 织了三件补符, 黄平, 补符, 揪戏和观叶。 以湘西成风, 无人见怪以自己一见, 母亲一见, 妻子一见。 天二平, 太早否至被停党, 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 每店三两。 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正要择日回家, 黄平, 要回家者, 不过魏勋下乡里起见, 并非有私钦之念, 那日锦兰江走来厚厚, 就要在酒店里吃酒。 吃酒中间, 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 锦兰江这实现了一回。 落后讲到潘三身上来, 锦兰江道, 你不晓得吗? 匡超人道, 什么事? 我不晓得。 锦兰江道, 潘三昨晚拿了, 已是下在监里。 七平, 劈头一磅与钱相应, 匡超人大惊道, 那有此事? 我昨日五间才会着他, 怎么就拿了? 锦兰江道, 千真万确的事。 不然,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涉亲在县里当刑房, 今早是舍亲小生日, 我在那里祝寿, 满座的人都讲这话, 我所以听见。 竟是府台访牌下来, 县尊客不敢缓, 三更天出差去拿, 还恐怕他走了。 将前后门都围起来, 灯石拿到。 县尊也不曾问什么, 只把访的款单灌了下来, 把与他看。 他看了也没得变, 只朝上磕了几个头, 就送在监里去了。 踩走的几步, 到了堂口, 县尊叫差人回来, 吩咐纪内号同大道在一处。 这人此后苦了, 你若不信, 我同你到舍庆家去看看款单。 框抄人道, 这个好急, 费先生的心, 引我去看一看访的是些什么事。 七平, 心虚之急, 当下两人会了仗出酒店, 一直走到刑房家。 那刑房姓蒋, 家里还有些客坐着。 见两人来, 请在书房坐下, 问起来意。 景兰江说, 这必有要界限里, 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单看看。 刑房拿出款单来, 这单就粘在访牌上, 那访牌上写道, 访得潘字业, 即潘三, 本市井监棍, 借藩斯衙门引战身体, 把持官府, 包揽辞词诵, 广放私债, 毒害良民, 无所不为。 如此恶棍, 岂可一刻溶流于光天化日之下。 为此, 排养该县, 即将本饭拿货, 严审纠报, 以便暗律治罪。 无为。 祸作, 祸作。 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 一, 包揽七饮钱粮若干粮, 一, 私核人命几案, 一, 短节本线印文, 及私栋朱笔一案, 一, 假雕印信若干科, 一, 拐带人口几案, 一, 重力拨民, 威逼平人身死几案, 一, 勾串提学衙门, 买主枪手代考几案, 不能细数。 黄平, 访案虚实, 奸写框超人不看便罢, 看了这款单, 不绝搜的一生, 魂从顶门出去了。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师生有情义, 在地丝罗, 朋友各分章, 难言蓝秀, 毕竟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此篇专为写攀三而设, 赴攀三不过一世景之徒, 其行事本不必深则, 然于独赏其爽快流量, 敢作敢为, 教之子约行中彼所粘质之辈, 相去不斥天壤。 独静不绝为之三探月, 皆乎作者之命义至深原矣。 黄平, 以下所言不切攀三, 凭者往往由此败彼夫造物之声人, 各父以耳目手足, 狗妃完然不灵, 蜀肯束缚枯稿, 而甘手饥寒, 已转死于勾贺在。 故先王之用人也, 上而轻大夫, 下而府立虚途, 虽一才一意, 皆得有以自孝, 而不仁使之见弃于世。 自科举之法行, 非三场得手两榜出身者, 盖魏之约着流意图, 乃其人自顾, 亦不敢与清流正途者相赐比, 而其中一二狡狭者, 既写其聪明才智, 自分无可为出头之地, 遂不得不干犯当时之文网, 巧取人间之父后。 黄平, 此不过探科长五遍儿, 攀三五遍, 其指此一事? 文前后不合, 此书评者妙处固多, 然谬意不免, 不知何故法令滋章, 而奸道不惜, 其尽人之字丧其添良于, 意义上之人, 有以屈之使然也。 呜呼, 可胜叹载。 第二十三章, 狂超人高兴长安道牛不一客死。 话说狂超人看了款单, 灯石面如土色星号, 真是分开两扇顶门谷, 无数良兵交下来。 口里说不出, 自心下想到, 这些事, 也有两件事我在里面的, 倘若审了, 跟就起来, 如何了得? 齐平, 真是绞天之幸。 黄平, 后来攀三竟不共出, 当如何感激, 全然望之, 尚得为人否。 当下同锦兰将别了刑房, 回到街上。 锦兰将作别去了。 匡超人到家, 愁愁了一夜, 不曾睡觉。 娘子问她怎的, 她不好真说, 只说, 我如今供了, 要到京里去做官, 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 只好把你送到月清家里去。 你在我母亲跟前, 我便往京里去做官, 做得兴透, 再来接你上任。 娘子道, 你去做官罢了, 我自在这里, 借了我妈来作伴。 你叫我到乡里去, 我那里住得惯? 这是不能的。 匡超人道, 你有所不知。 我在家里, 日主有几个活钱, 我去之后, 你日食从何而来? 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 他那有闲钱养活女儿, 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 那里房子窄。 我而今是要做官的, 你就是告命夫人。 齐平, 满腔心事, 牲口仍然如此。 诈尾无别。 天二平, 宽二口口作官, 与颜大口口相声相对。 以福再取之根。 黄平, 告命在何处? 不叫他住在那里, 已有鄙气之意, 住在那地方不成体面, 不如还是家去好。 现今这房子赚得出四十两银子, 我拿几两天这进京, 剩下的你带去, 放在我歌殿里, 你每日之用。 我家那里东西又贱, 鸡、鱼、肉、 鸭、 日日有的, 有什么不快活? 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乡, 她终日来逼, 逼得急了, 哭喊吵闹了几次。 她不管娘子肯与不肯, 竟托书店里人把房子转了, 拿了银子回来。 娘子到底不肯去? 她请了丈人, 丈母来劝。 丈母也不肯, 那丈人正老爹, 见女婿就要做官, 责备女儿不知好歹, 黄平, 是差异见识, 着实教训了一顿。 女儿拗不过, 方才远了。 叫一只船, 把些家伙食物都搬在上。 匡抄人托阿舅送妹子到家, 写字与她歌, 说将本钱填在店里, 逐日之销。 泽个日子动身, 娘子哭哭啼啼, 拜别父母, 上船去了。 黄平, 自己仍不回家。 匡抄人也收拾行李, 来到京师见礼给见。 给见大喜, 问着他又补了脸, 以悠行供入太学, 一发喜极, 向他说道, 嫌弃, 募金朝廷考取教习, 学生料理, 包管嫌弃可以取重。 你且将行李搬在我御处来盘缓几日。 匡抄人应诺, 搬了行李来。 又过了几时, 给见问匡抄人可曾荤取, 匡抄人暗想, 老师是位大人, 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府院的差, 黄平, 不托府差, 亦可顾知此事托辞, 已有一期之意恐惹他看清了笑, 只得答道, 还不曾。 给见到, 嫩大年纪, 尚不曾娶, 也是男子汉表霉之后了。 但这事也在我身上。 黄平, 如此成全, 却是害他, 然其给见之过。 此晚, 遣一个老城管家来到书房里, 向匡抄人说道, 家老爷拜赏匡爷, 因昨日, 谈及匡爷还不曾恭喜娶过夫人, 家老爷有一外生女, 是家老爷夫人自小抚养大的, 今年十九岁, 财貌出众, 现在属中, 家老爷一语招匡爷为生婿, 一切恭喜费用, 据是家老爷备办, 不消匡爷费心。 所以这小的来向匡爷扣喜。 匡抄人听见这话, 吓了一跳, 思量要回他说已经娶过的, 前日却说过不曾, 但要允他, 又孔里上有爱。 右转一念道, 黄平, 天下是无不坏于转念, 何况匡二一相民, 全无学问在戏文上说的菜状远, 招坠牛相府, 传为佳话, 这又何妨? 齐平, 此人何所不可? 替匡二兄中如此, 即便应允了。 给剑大喜, 进去和夫人说下。 择了几日, 张灯结彩, 倒赔数百金装帘, 把外甥女嫁与匡抄人。 到那一日, 大吹大雷, 匡抄人沙帽远领, 金带造靴, 先败了给剑公夫妇, 一派戏乐, 引进洞房。 揭去方金, 见那新娘子新小姐, 真是沉于落雁之戎, 碧月修花之莽。 人物又标志, 天二平, 马二先生所谓书中自有言如欲了。 黄平, 极不标志, 亦是若仙子嫦娥, 也嫁妆有其整。 匡抄人此时, 恍若亲见姚公仙子, 月下嫦娥, 那魂灵都飘在九霄云外去了。 自此, 诸围脆绕, 燕耳新婚, 想了几个月的天福。 黄平, 杀猪莫豆腐, 穷骨头何以消瘦, 真天福矣。 不想叫西考取, 要回本省地方取节。 匡抄人没奈何, 含着一包眼泪, 只得别过了新小姐, 回浙江来。 一进杭州城, 先到他原旧丈人郑老爹家来。 进了郑家门, 这已经非同小可。 齐平, 一经之后不觉大喜, 可谓天从人愿, 只见郑老爹两眼哭得通红。 黄平, 闻笔不平之至对面客位上一人, 便是他令胸框大, 里边丈母豪天喊地地哭。 匡抄人吓吃了, 向丈人做了衣, 便问, 哥几时来的? 老爹家为甚是这样哭。 框大道, 你且搬进行李来, 洗脸吃茶, 慢慢和你说。 天二平, 他哥忽然又镇静匡抄人洗了脸, 走进去见丈母, 被丈母敲桌子, 打板凳, 哭着一场鼠说, 总是你这天灾人祸的, 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 生生地送死了。 匡抄人此时才晓得, 正是娘子已是死了。 七平, 好个凑去的娘子。 黄平, 正和笔翼盲走出来问他哥。 匡大道, 自你去后, 弟父到了家里, 为人最好, 母亲也甚欢喜。 那想他省里人, 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 况且, 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 弟父是一样, 也做不来。 又没有个白白坐着, 反叫婆婆和嫂子服侍她的道理, 因此心里着急, 吐起血来。 靠大娘的身子还好, 倒反照顾她, 她更不过意。 一日两, 两日三, 乡里又没个好医生, 病了不到一百天, 就不在了。 我也是猜到, 所以郑老爹, 郑太太听见了哭。 框超人听见了这些话, 指不住落下几点泪来, 天耳平, 应酬。 黄平, 假野假野, 哪来眼泪? 便问, 后事是怎样办的? 框大道, 地父一到了头, 家用一个钱也没有。 我店里是腾不出来, 就算腾出些虚来, 也不计事。 无计奈何, 只得把预备着娘的衣青棺木, 都把与她用了。 黄平, 匡儿中不归, 则娘之死后, 更不可问以匡超人道, 这也罢了。 七平, 孝子口气乃如此匡大道, 装炼了, 家里又没处停, 只得全错在庙后, 等你回来下土。 你如今来得正好, 坐宿收拾收拾, 同我回去。 黄平, 他不回去了, 匡超人道, 还不是下土的势力。 我想, 如今我还有几两银子, 大哥拿回去, 在你弟副作机上, 替他多添两层厚砖, 砌得坚固些, 也还过得几年。 方才老爹说的, 他是个告命夫人, 到家请会画的, 替他追个像, 把凤冠补幅画起来。 逢时欲劫, 供在家里, 叫小女儿烧香, 他的魂灵也欢喜。 黄平, 他更不欢喜, 就是那年我坐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 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 叫娘也穿起来, 显得与众人不同。 黄平, 肉麻死矣, 究竟是何官职, 耶哥将来在家, 也要叫人称呼老爷。 凡是力气提筒来, 不可自己倒了架子。 气平, 居然有架子以我将来有了地方, 少不得连歌嫂都接到任上, 同享荣华的。 天二平, 此集孝京所谓险亲扬名, 匡大, 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眼花缭乱, 浑身嘟酥了, 一总都依他说。 晚间郑家备了个酒, 吃过, 同在郑家住下。 次日上街买些东西, 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割。 又过了三四日, 景兰将同这刑房的讲书 伴找了来说话, 见郑家房子前, 要邀到茶室里去坐。 匡超人近日口气不同, 虽不说, 意思不肯到茶室。 黄平, 肉麻肉麻, 亏作者写得出景兰将揣之奇异, 说道, 匡先生在此取杰赋任, 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 小地儿今正要替先生接风, 我们儿今进到酒楼上去作罢, 还冠冕些。 当下邀二人上了酒楼, 真上酒来, 景兰将问道, 先生, 你这教习的官可是就有得选的吗? 匡超人道, 怎么不选? 像我们这正途出身, 考的是内庭教习, 每日教的多事熏奇人家子弟。 黄平, 不配, 然刻意欺锦兰将, 盖贤安公教习必尽是, 也锦兰将道, 也和平常教书一般的吗? 匡超人道, 不然, 不然, 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 工作, 朱墨笔厌摆的停荡, 我早上进去, 升了工作, 那学生们送书上来, 我只把那日子用朱笔一点, 他就下去了。 天二平, 火仪, 摄之为王神神者。 施史平, 初始继陈舍世家学生, 都是殷习的三平以上的大人, 出来就是都, 府, 提, 镇, 都在我跟前磕头。 向着国子健的祭九, 是我的老师, 他就是现任中堂的儿子, 中堂是太老师。 前日太老师有病, 满朝问安的官都不见, 单只请我进去, 坐在床檐上, 谈了一会出来。 齐平, 竟是严共生口气, 和天下之秀才都会说谎。 何地无才, 黄平, 何所爱与君业。 蒋行房等他说完了, 慢慢提起来, 天二平, 蒋行房已听得咽了。 约等他说完, 约慢慢提起来, 冷急。 补西游, 于向宇说平化之际, 甲鱼鸡请吃些绿豆汤, 更妙说, 潘三哥在肩里, 前日再三和我说, 听见尊驾回来了, 意思要会一会, 叙叙苦情。 不知先生, 你以下何如? 框抄人道, 潘三哥是个豪杰, 他不曾预示时, 会着我们, 到酒店里坐坐, 鸭子是一定两只, 还有许多羊肉, 猪肉, 鸡, 鱼。 像这店里前述一卖的菜, 他都是不吃的。 七平, 你吃了他许多东西, 不知感念, 还要嘲笑别人。 此人真不可相语的。 黄平, 只讲吃喝, 一门不替代他好处, 其无耻媚良, 一致于是可惜而今受了泪。 本该进到监里, 去看他一看, 只是小店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 既替朝廷办事, 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 黄平, 现在即不算诸生了, 不知替朝廷所办何事, 又赏罚何事, 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 便是赏罚不明了。 天二平, 又是一个替朝廷办事的人, 蒋刑房道, 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坐着, 你只算去看看朋友, 有什么赏罚不明。 匡朝人道, 二位先生, 这话我不该说, 黄平, 谁说该的? 因是知己面前不防。 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 便是我做地方官, 我也是要仿拿他的。 七平, 还该先仿拿自己。 黄平, 丧心魅良, 一致于此。 虽小说所托接王氏公, 燃天下此等人正负不少, 悦之不禁气涌如山, 恨不取框二杀之搁置。 如今道凡走进监去看他, 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 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 况且, 我在这里取节, 院里, 私里都知道的。 如今赦若走一走, 传的上面知道, 就是小弟一生官场支店。 这个如何行的? 七平, 好祸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 多拜上潘三哥, 凡事心照。 若小弟侥幸, 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 道任一年半载, 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 黄平, 道任一年半载, 便有银子帮衬人, 只怕也要仿拿到不直慎吗? 天二平, 如此赏罚不明, 不像替朝廷办事的人了两人见地说得如此, 大约没得变他。 吃完酒, 各自散气。 蒋行房自到监里回赴攀三去了。 匡超人取定了结, 也便收拾行李上船。 那时先包了一只唐板船的头舱, 包到扬州, 在断河头上船。 黄平, 仍不回家上的船来, 中舱先坐着两个人, 一个老年的, 简筹直多, 四套朱旅, 一个中年的, 宝兰直多, 坟底造靴, 都带着方巾。 匡超人见是衣冠人物, 便同他拱手坐下, 问起姓名。 那老年的道, 贱姓牛, 草字不一。 匡超人听见景兰江说过的, 黄平, 借景兰江便醒, 却血牛不一便道, 久仰。 又问那一位, 牛不一带答道, 此位冯先生, 尊子卓安, 乃此刻新贵, 往京师会市去的。 匡超人道, 牛先生也进京吗? 牛不一道, 小弟不去, 要到江上边吴湖县地方, 寻访几个朋友。 因与冯先生相好, 偶尔同传。 直到扬州, 帝就告别, 令上南京船走长江去了。 先生先相贵姓, 今往那里去, 匡超人说了姓名。 冯卓安道, 先生是浙江选家, 尊选有好几步地都是见过的。 匡超人道, 我的文明也够了。 齐平还记得册字名其佛? 黄平无知畜生, 遗忘至此, 自从那年到杭州, 至今五六年, 考卷、墨卷、房书、行书、 宁家的稿子, 还有四书讲书、 五经讲书、 古文选本, 家里有个账, 共是九十五本。 帝选的文章, 每一回出, 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 黄平, 幸口夸张, 不治一孝不止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 只愁买不到手。 还有个桌稿, 是前年课的, 而今已经翻课过三副版。 不瞒二位先生说, 此无省读书的人, 家家隆重的是小弟, 都在书案上, 香火蜡烛, 供着先如筐子之神位。 黄平, 得不喷饭否, 而先生忍心写出, 天二平, 至今独如林外使者, 有仰慕先如筐子。 潘氏恩平, 定守存异常如此说, 其人好心斋, 其八股刻本甚多。 伯音纪牛不一笑道, 先生, 你此言勿矣, 所谓先如者, 乃已经去世之如者。 金先生尚在, 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道, 黄平, 尚之红脸也不然。 所谓先如者, 乃先生之位也。 牛不一见他如此说, 也不和他辩。 冯卓安又问道, 操选正的, 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 匡超人道, 这也是弟的好友。 这马纯兄礼法有余, 财气不足。 七平, 又从未, 随二公于拓中化出, 所以他的选本也不慎行。 选本总以行为主, 若是不行, 书店就要赔本。 唯有小弟的选本, 外国都有的。 黄平, 先生鄂子等人置于此籍, 不怕任长子, 孝断耶彼此谈着, 过了数日, 不觉已到扬州。 冯卓安, 匡超人, 换了淮安船, 到王家营起早, 进京去了。 牛不依独自搭江船过了南京, 来到吴湖, 寻在福桥口一个小庵内坐域。 这庵叫做甘露安, 门面三间, 中间供着一尊围陀菩萨, 左边一间锁着, 堆些柴草, 右边一间坐走路。 进去一个大院落, 大殿三间。 殿后两间房, 一间是本安一个老和尚自己住着, 一间便是牛不依住的客房。 牛不依日间出去寻访朋友, 晚间点了一盏灯, 银额歇什么诗词之类。 老和尚见他孤宗, 时常喂了茶送在他房里, 陪着说话道一, 二更天。 若遇清风明月的时节, 便同他在前面天井里, 谈说古今的事物, 甚是相得。 齐平, 客中情况。 天二平, 可知此僧不俗, 不是开口闭口阿弥陀佛的。 不想一日牛不依病到了, 请医生来, 一连吃了几十铁药, 总不见效。 那日, 牛不依请老和尚进房来, 坐在床檐上, 说道, 我离家一千余里, 客居在此, 多蒙老师傅照顾。 不想而今得了这个捉病, 眼见得不济世了。 黄平, 由牧者看榜样, 不知中岁奔波就为何是家中并无儿女, 只有一个妻子, 年纪还不上四十岁。 前日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 又进京会失去了。 而今, 老师傅就是至亲骨肉一般。 我这床头箱内有六两银子, 我若死去, 急烦老师傅替我买具棺木。 还有几件粗布衣服, 拿去变卖了, 请几众师傅替我念一卷经, 超度我升天。 天二平, 可知此功兄中不过如此, 官就便寻那里一块空地把我寄放着。 黄平, 福笔财头上写大名不依牛先生之旧, 不要把我烧化了。 唐德玉这个故乡亲戚, 把我的丧带回去, 我在九泉之下, 也是感激老师傅的。 老和尚听了这话, 那眼泪止不住纷纷地落了下来, 说道, 居士, 你但放心, 说凶得急, 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 这是都在我老僧身上。 七平, 和尚真有好心, 由不一又正起来, 朝着床里面席子下拿出两本书来, 地狱老和尚道, 这两本是我生平所作的诗, 虽没有什么好, 却是一生相遇的人都在上面。 我舍不得淹没了, 天而平, 淡明, 原来作诗是寄他人名姓。 黄平, 所谓相遇者, 不过大老, 舍不得淹没者, 不过相遇大老, 此作诗之一也。 而其读乃忠于小牛, 也交于老师傅。 有幸遇这个后来的才人, 替我流传了, 我死也瞑目。 七平, 人死流明, 暴死流皮, 古今来谁能打破此官老和尚双手接了, 见他一丝两气, 甚不过意, 连忙到自己房里, 煎了些龙眼莲子汤, 拿到床前, 扶起来与他吃。 已是不能吃了, 勉强下了两口汤, 仍旧面朝床里睡下。 挨到晚上, 弹响了一阵, 喘息一回, 呜呼哀哉, 断气身亡。 老和尚大哭了一场, 此时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 天气上热。 老和尚忙取银子, 去买了一具棺木来, 拿衣服替他换上, 秧了几个安铃, 七手八脚, 在房里入殓。 摆忙里, 老和尚还走到自己房里, 披了袈裟, 拿了手机子, 到他就前来念, 往生咒。 装链停荡, 老和尚想, 那里去寻空地, 不如就把这间堆柴的屋藤出来, 与他停救。 黄平, 摇应后世和邻居说了, 脱去袈裟, 同邻居把柴搬到大天井里堆着, 将这屋安放了灵救。 取一张桌子, 供奉香炉, 竹台, 魂帆, 黄平, 桌子, 魂帆巨式伏笔, 巨个停荡。 老和尚扶着灵桌, 又哭了一场, 将众人安在大天井里坐着, 烹起几壶来吃着。 老和尚煮了一顿粥, 打了一二十斤酒, 买些面筋, 豆腐干, 青菜之类倒安, 殃及一个邻居烧锅。 老和尚自己安排停荡, 先捧到牛布依旧前淀了酒, 败了几败, 便拿到后边与众人打散。 天二平, 又慈悲又周到, 好老和尚老和尚道, 牛先生是个一乡人, 今日回首在这里, 一些什么也没有。 贫僧一个人支持不来, 阿弥陀佛却是启动众位施主来忙了嫩一天, 出家人又不能背个什么摇转, 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与列位做作。 列位只当是做好事罢了, 休闲怠慢。 黄平, 此一段虽无关正文, 然亦可感发人之善心众人道, 我们都是烟火邻居, 遇着这样大事, 理该效劳, 却又还破费老师父不当人子。 我们众人心里都不安, 老师父怎的反说这话? 当下众人把那韭菜和粥都吃完了, 各自散气。 过了几日, 老和尚果然请了吉祥寺八众僧人来, 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黄颤。 自此之后, 老和尚每日早晚客颂, 开门关门, 一定到牛布依旧前天蝎香, 撒几点眼泪。 七平, 出家人多情如此。 天二平, 有情人才能成佛, 此所谓慈悲那日定更是分, 老和尚网客已毕, 正要关门, 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司, 右手拿着一本经舍, 左手拿着一本书, 进门来, 坐在围驼脚下, 应着琉璃灯便念。 天二平, 一僧寺, 坐佛西, 应常明灯读书, 意见王缅传, 此借用其事。 平不清平同老和尚不好问他, 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 老和尚关门睡下, 次日这时候, 他又来念。 一连念了四五日, 老和尚忍不住了, 见他进了门, 上前问道, 小檀月, 你是谁家子弟? 阴慎没晚到贫僧这安礼来读书, 这是什么缘故? 那小司做了一个一, 教生老师傅, 插手不离方寸, 说出姓名来。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立心做明事, 有智者是竞成, 无意整家园, 创业者成难守。 毕竟这小司兴慎名谁, 且听下回分解。 我平。 此写匡超人辅得幽贡, 即改变出智, 弃晓一营, 种种恶赖。 与太公临死一言, 一一反对。 黄平, 小孝变为大孝。 潘三之该杀该歌, 朝廷得而杀歌之, 士师得而杀歌之, 匡超人不得而杀歌之也。 匪为不得而杀歌之, 士师为超人者, 必将为之送茶饭焉, 求救援焉, 那赎还焉, 以报平生厚我之意, 然后可耳。 乃居然借口魅心, 以为待朝廷行赏罚, 且甚而约使我当此一须访拿。 此真狼子野心, 蛇虫嗜毒未有过于此人者。 天二平, 此过亦忍心作此言, 以明不能尽见探望之故, 其是为出脱身体, 唯恐累积耳。 平者切齿谩骂, 权威中款惜蔡博皆辅董卓之事而哭之, 而君子不以为非者, 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 使天下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 而朋友之道苦矣。 黄平, 此平却当。 齐平, 牛不依在甘露安并未分腹之语, 独之不胜楷叹。 没事求明, 谁能以此, 见令人欺然有做客之感。 天二平, 江宁府至, 朱惠, 自草医, 吾湖人。 依吉祥四僧为童子师, 姓姓好喜银勇, 犹他郡, 仿朱名宿, 与之蒋妾, 遂攻荆体。 中岁桥菊上缘, 吾子, 依依女已终, 自营省旷清凉山下。 安园捡斋己有, 提出草医客女, 施云, 草医山人四壁空, 绕西银鹅为义女。 及此所谓牛不一也。 第二十四章, 茂姓子小子, 求明念亲戚老夫。 话说牛蒲郎在甘露安里读书, 老和尚问他姓名, 他上前坐了一个医, 说道, 老师父, 我姓牛, 摄下就在这前街上住。 因当初在蒲口外婆家长的, 虽小名就叫做蒲郎。 不幸父母都去世了, 只有个家族年纪七十多岁, 开个小乡辣店, 胡乱度日。 每日叫我拿着惊蛇去讨些奢账。 我打从学堂门一过, 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 天二平, 此意借用王敏氏因在店里偷了钱, 天二平, 偷知识买这本书来念。 黄平, 此等人亦有素会耶, 从此偷起, 却是吵闹老师父了。 老和尚道, 我方才不是说的, 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 还不肯读。 像你小谭月偷钱买书念, 这是极上进的事。 七平, 粗看了似乎极好, 熟知后来大事不然, 作者用笔都是如此, 可谓取尽事情。 天二平, 却是极下流的人。 黄平, 那只极不上进, 但这里地下冷, 又玻璃灯不甚明亮。 我这店上有张桌子, 又有个灯罐, 你何不就着那里去念, 也觉得爽快些。 黄平, 引贼入门, 普郎谢了老和尚, 跟了进来。 果然一张方桌, 上面一个油灯挂, 甚是油井。 普郎在这边乡读书, 老和尚在那边打坐, 每晚要到三更天。 一日, 老和尚听见他念书, 走过来问道, 小檀月, 我只道你是想应考要上进的念头, 顾买这本文章来念。 而今听见你念的是诗, 这个却念他责甚。 黄平, 诗之中有老爷焉, 有名士焉, 何必读文, 然后为学谱狼道, 我们经济人家, 那里还想什么应考上进? 只是念两句诗, 破破俗罢了。 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 七平, 然而俗不俗, 岂在说话上见得哉。 黄平, 果是不俗便问道, 你看这诗, 讲得来吗? 蒲郎道, 讲不来的也多, 若有一两句讲得来, 不由的心里觉得欢喜。 天二平, 小牛智性, 星浩亦稍能领悟, 非顽顿不堪, 但心术坏儿。 黄平, 真有素慧耶老和尚道, 你既然欢喜, 再念几诗, 我把两本诗与你看, 黄平, 坏了坏了, 包你更欢喜里。 天二平, 此英牛不依临眉遗言, 将为知音者可以托付流传, 不亦人之无良, 乃由此川于匪类普郎道, 老师父有什么事? 何不与我看? 老和尚笑道, 且慢, 等你再想几时看。 又过了些时, 老和尚下乡到人家去念经, 有几日不回来, 把房门锁了, 垫上托了普郎。 普郎自心里一猜, 老师父有什么事, 却不肯与我看。 哄我想得慌, 仔细算来, 三讨不如一偷。 七平, 好主意趁老和尚不在家, 到晚把房门多开, 走了进去。 黄平, 贼以焉, 得不以偷围事件桌上摆着一座香炉, 一个灯盏, 一串念珠, 桌上放着些废惨的经典。 翻了一跤, 那有个什么事? 普郎疑惑道, 难道老师父哄我? 又寻到床上, 寻着一个枕箱, 一把铜锁锁着。 普郎把锁舔开, 天二平, 敬会多门称锁, 贼制剧全剑里面重重包裹, 两本紧面现装的书, 黄平, 紧装包裹, 以中有老爷在野上血牛不一试稿。 普郎喜道, 这个事了, 黄芒拿了出来, 把枕箱锁好, 走出房来, 房门依旧关上。 黄平, 无非贼行将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 不觉梅花眼笑, 手舞足蹈的起来。 事何缘故? 他平日读的诗, 是唐诗, 文理深奥, 他不甚懂, 这个是诗人的诗, 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来, 故此欢喜。 又见那题目上都写着, 丞相国某大人, 怀都学周大人, 楼公子写由鹰豆湖分运, 兼成令兄通正。 天二平, 鹰豆之会未闻作诗, 此牛不依拟补, 以成墨卷丁臣一案。 黄平, 由鹰豆湖并未分运复诗, 不过借诗写出楼公子楼通正儿, 与鲁太史化别, 即怀王观察, 天二平, 与此意见牛不依为人, 其余某太守, 某司马, 某明府, 某少尹, 不义而足。 普郎自想, 这项国, 都学, 太史, 通正, 以及太守, 司马, 明府, 黄平, 偏偏懂得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 黄平, 落想便是老爷可见, 只要会作两句诗, 并不要进学, 终局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 何等荣耀? 七平, 所谓从下下城中立足, 也音响, 他这个人姓牛, 我也姓牛。 他诗上只写了牛不依, 并不曾有个名字。 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 刻起两方图书来印在上面, 这两本诗可不算了我的了。 黄平, 姓名与诗巨偷中来我从今, 就好作牛不依。 天二平, 胡经便人行, 尚需带读楼, 夜夜拜月, 此乃只需刻两方图书, 岂非捷径。 霍云牛浦因看了此事已知变坏, 不知本具贼性的星号, 急不见此稿一臂坐穿鱼档满, 回家盘算, 洗了一夜。 此日, 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 黄平又偷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书的锅铁笔店里柜外, 和锅铁笔拱一拱手, 坐下说道, 要费先生的心刻两方图书。 锅铁笔递过一张纸来道, 请写遵险。 普郎把自己小名, 去了一个郎字, 写道, 一方因文图书, 刻牛浦之印, 一方阳文, 刻不一二字。 锅铁笔接在手内, 将眼上下把普郎一看, 说道, 先生便是牛不一吗? 天二平, 盖一一只普郎答道, 不一是贱字。 锅铁笔慌忙爬出柜台来, 黄平, 吉祥寺山门下, 开小铺面, 大半用柜台自圈在内, 房人走入切勿, 故约爬出来, 非错字也重新坐一请坐, 奉过茶来, 说道, 久已闻得有位牛不一住在甘露安, 荣义不肯会人, 相交的都是柜官长者, 施敬。 施敬, 尊章笔协上献丑, 笔子也不敢领。 此处也有几位朋友仰慕先生, 改日同道跪欲拜访。 普郎恐他走到安里, 看出摇像, 只得顺口答道, 急成先生见爱。 但穆金也因林郡一位当事约去坐师, 还有几十单格, 只在明早就行。 先生且不必枉架, 索性星号回来相聚罢。 图书也是小弟明早来领, 锅铁笔硬诺了。 普郎次日讨了图书, 印在上面, 藏得好好的。 每晚仍在安里念试, 他祖父牛老儿坐在店里。 那日午后没有生意, 见碧开米店的一位捕老爹走了过来, 坐着说闲话。 牛老爹店里卖的有现成的百亿酒, 烫了一壶, 拨出两块豆腐乳, 喝些笋干, 大头菜, 黄瓶, 是无壶风味摆在柜台上, 两人吃着。 不老爹道, 你老人家而今也罢了。 生意这几年也还行, 你令孙长成星好人了, 着实灵力去得。 你老人家有了接代, 将来就是福人了。 牛老道, 老哥, 告诉你不得。 我老年不幸, 把儿子, 媳妇都亡了, 丢下这个孽障种子, 还不曾娶得一个孙媳妇, 今年已十八岁了。 每日叫他出门讨奢账, 讨到三更半夜不来家。 说着也不信, 不是一日了。 恐怕这次知识开了, 在外没几股钻狗洞, 逃路坏了身子。 七平, 父母之心谁不如此。 天二平, 此一想所必至, 而熟之不然。 若依牛老所猜, 则普郎又要算好的。 黄平, 莫冤他, 其实用功将来 我这几根老骨头 却是叫何人送终? 说着, 不觉七皇起来。 不老道, 这也不是甚难百华的事。 假如你教他没有房屋, 何不替他娶上一个孙媳妇, 一嫁一季过日子。 这也前后免不得要做的事。 牛老道, 老哥, 我这小生意日用还糊不过来, 那得这一项银子做这一件事。 不老陈吟道, 如今倒有一头亲事, 不知你可情愿。 若情愿时, 一个钱也不消费得。 牛老道, 却是那里有这一头亲事。 不老道, 我先前有一个小女, 嫁在运草甲家。 不幸我小女病故了, 女婿又出外经商, 一下一个外甥女, 是我领来养在家里, 到大领孙一岁, 今年十九岁了。 你若不弃嫌, 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 你我爱亲做亲, 我不征你的彩礼, 你也不征我的妆帘, 只要做几件不草衣服。 况且一墙之隔, 打开一个门就掺了过来, 行人钱都可以省得的。 牛老听罢, 大喜道, 集成老哥相爱, 明日就央梅道府上来求。 不老道, 这个又不是了。 又不是我的孙女, 我和你这些客套做甚嘛。 如今主亲也是我, 没人也是我, 只费的你两个帖子。 我那里把耕帖送过来, 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 就把这事完成了。 齐平, 简静之至, 难逢难遇的事。 天二平, 梁老真诚直爽, 快人牛老听罢, 忙针了一杯酒送过来, 出席做了一个衣。 当下说定了, 不老过去。 到晚, 牛蒲回来, 祖父把不老爹这些好意告诉了一番。 牛蒲不敢为牛, 黄平, 可见并不愿意, 不过不敢为牛, 耳赐早写了两副红拳帖, 一副败不老为媒, 一副败姓甲的小庆甲。 那边收了, 发过耕帖来。 牛老请, 因杨徐先生, 则定10月27日, 及其过门。 天二平, 南海县有个张诗路先生, 吴湖县也有个, 因杨徐先生, 牛老把囤下来的几袋粮食变卖了, 做了一件绿布棉袄, 红布棉裙子, 青布上盖, 紫布裤子, 共是四件暖衣, 又换了四样首饰, 三日前送了过去。 到了27日, 牛老清晨起来, 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柜台上去睡。 他家只得一间半房子, 半间安着柜台, 一间做客座, 客座后半间就是新房。 天二平, 细写牛浦成婚, 乃祖一番心力, 为后文重婚罪案。 与匡超人传两两相对, 当日牛老让出床来, 就同牛浦把新做的杖子, 被褥铺叠起来。 又云出一张小桌子, 端了进来, 放在后颜下有天窗的所在, 好趁着亮放镜子梳头。 黄平, 戏机房里停荡, 把后面天井内搭了个 卢席的沙子做厨房。 忙了一早晨, 交了钱与牛浦出去买东西。 只见那边补老爹 已是料理了些镜子, 灯台, 茶壶和一套盆筒, 两个枕头, 叫他大儿子补成座一旦挑了来。 挑进门放下, 和牛老坐了一。 牛老心里着实不安, 请他坐下。 忙走到柜里面, 一个罐内倒出两块菊饼和些蜜饯天茄, 斟了一杯茶, 双手递于补成, 说道, 却是有劳得紧了, 使我老汉坐立不安。 补成道, 老伯快不要如此,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说吧, 坐下吃茶。 只见牛蒲戴了新瓦棱帽, 身穿轻补新纸多, 新鞋镜袜, 从外面走了进来。 后边跟着一个人, 手里提着几大块肉, 两个鸡, 一大鲑鱼, 和些民损, 芹菜之类。 他自己手里捧着油盐佐料, 走了进来。 牛老道, 这是你旧丈人, 快过来见你。 牛蒲丢下手里东西, 向补成座衣下跪, 起来鼠钱打发, 那拿东西的人, 自捧着佐料, 送到厨下去了。 随后, 补家第二个儿子补信, 端了一个箱子, 那里成的是新娘子的针线斜面, 又一个大捧盘, 十杯高果子茶, 送了过来, 以为明早拜堂之用。 黄平, 是五湖风俗, 牛老留着吃茶, 牛蒲也拜见过了。 补家弟兄两个坐了一回, 拜祠去了。 牛老自到厨下收拾酒席, 足忙了一天。 到晚上, 店里拿了一对长枝的红辣竹点在房里, 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 黄平, 细身央请了邻居家两位奶奶, 把新娘子掺了过来。 天二平, 往血墙上打动开门, 一笔在房里拜了花烛。 牛老安排一袭酒菜在新人房里, 与新人和摻新人的奶奶坐。 自己在客座内摆了一张桌子, 点起蜡烛来。 背住安排停荡, 请得补家, 父子三位来到。 牛老先蘸了一杯酒垫了天地, 再满满针上一杯捧在手里, 请不老转上, 说道, 这一门亲, 蒙老哥亲家相爱, 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 却是穷人家, 不能备个好席面, 只得这一杯水酒, 又还要去了二位旧爷的坐。 凡事总是海寒了吧。 说着, 深深坐下一去, 补老还了礼。 牛老又要奉不成, 补信的习, 两人再三辞了, 坐一坐下。 牛老道, 时事不成个酒转, 至亲面上, 休要笑话。 只是还有一说, 我家别的没有, 茶叶和炭还有些虚。 如今为一壶好茶, 刘庆家坐着谈谈, 到五更天, 让两口出来磕个头, 也尽我兄弟一点穷心。 补老道, 亲家, 外甥女年纪幼, 不知个离体, 他父亲又不在跟前, 一些陪嫁的东西也没有, 把我修得要不担。 若说坐到天亮, 我滋嫩要和你老人家谈谈理, 为什么要去? 七评, 都是本色星号人口气当下补成, 补信吃了酒先回家去, 补老坐到五更天。 两口打扮出来, 先请牛老在上磕下头去。 牛老道, 孙儿, 我不容易看养你到而今, 而今多亏了你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亲事, 你已是有了房屋了, 我从今日起, 就把店里的事即交付于你, 一切买卖, 涉欠, 存留, 都是你自己主张。 我也老了, 累不起了, 只好坐在店里帮你照顾, 你只当寻个老伙计罢了。 七评, 出语欺然, 普天下为儿孙的都来听着孙媳妇是好的, 只愿你们夫妻百年偕老, 多子多孙。 磕了头起来, 请不老爹转上寿礼, 两人磕下头去, 不老道, 我外孙女有甚不到处, 姑爷你指点她。 敬重上人, 不要为妞夫主的言语, 家下没有多人, 凡事勤慎些, 嗅惹老人家着急。 两礼罢, 说着服了起来, 牛老又留亲家吃早饭, 不老不肯, 辞别去了。 黄平, 二老诚实可敬自此, 牛家嫡亲三口度日, 牛普自从娶亲, 好些时不曾到安里去。 那日出讨奢账, 顺路往安里走走。 才到福桥口, 看见安门外拴着五六匹马, 马上都有行李, 马牌子跟着。 走进前去, 看围驼垫西边凳上坐着三四个人, 头戴大毡帽, 身穿绸券衣服, 左手拿着马鞭子, 右手粘着须子, 脚下肩头粉底造靴, 翘得高高地坐在那里。 天二平, 如画牛普不敢进去。 老和尚在里面一眼张剑, 慌忙招手道, 小檀月, 你怎么这些时不来? 我正要等你说话里, 快些进来。 牛普见他叫, 大着胆走了进去。 黄平, 贼行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停荡, 恰待起身, 阴斥了已经道, 老师傅, 你收拾了行李, 要往那里去。 老和尚道, 这外面坐的几个人, 是经理九门提督其大人那里拆来的。 其大人当时在京, 曾败在我名下, 而今他升作大官, 特地打发人来, 请我到经理报国寺去做方丈。 我本不愿去, 因前日有个朋友死在我这里, 他却有个朋友到京会市去了。 我今见这个便, 道经寻着他这个朋友, 把他的丧奔了回去。 天二平, 一案引起董英冯卓安一段, 也了我这一番心愿。 七平, 后来此愿竟不能长, 何也。 替老和尚存心如此, 并非外母繁华势力, 故道经不久, 便退院如川。 黄平, 老和尚义诚实可敬我前日说, 有两本诗要与你看, 就是他的, 在我枕箱内。 我此时也不得功夫了, 你自开箱拿了去看。 天二平, 早已拜领, 还有一床褥子不好带去。 黄平, 于无意中留下褥子, 恰作厚文牛蒲堵, 气宿在安中之用, 戏机还有些零碎气用, 痘霸于小弹月。 你替我照应着, 等我回来。 牛蒲正要问话, 那几个人走进来说道, 今日天色星号甚早, 还赶得几十里路, 请老师父快上马, 修悟了我们走道。 说着, 将行李搬出, 把老和尚簇拥上马。 那几个人都上了牲口, 牛蒲送了出来, 只向老和尚说的一声, 前途保重。 那一群马波辣辣的, 如飞一般也死去了。 牛蒲望不见老和尚, 方才回来。 自己查点一查点东西, 把老和尚锁房门的锁开了, 取了下来, 出门反锁了安门, 回家歇宿。 次日又到安里走走, 自想, 老和尚已去, 无人对证, 何不就认作牛不一? 七评, 好主意。 天二评, 牛不一有失为证, 不怕郭铁比来访了, 阴取了一张白纸, 写下五个大字道, 牛不一御内。 黄平, 可恶, 只算谋杀此老, 后闻不一之妻告知, 飞渊也自此每日来走走。 又过了一个月, 他祖父牛老, 坐在店里闲着, 把账盘一盘, 见欠账上人欠得也有限了, 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 又都是柴米上直销去了。 何共算起, 本钱已是失去其妻。 黄平, 明是于老爷, 可以害的人家败人亡, 这店渐渐地撑不住了, 气得眼睁睁说不出话来。 到晚牛蒲回家, 问着他, 总归不出一个轻障, 口里只管知乎者也, 胡知扯夜。 牛老气成一病, 七十岁的人, 元气衰了, 又没有药物补养, 病不过十日, 寿数已尽, 归天去了。 牛蒲夫妻两口, 放声大哭起来。 不老听了, 慌忙走过来, 见尸手停在门上, 叫着, 老哥。 眼泪如雨地哭了一场。 哭吧, 见牛蒲在旁, 哭得言不得语不得, 说道, 这十节不是你哭的事。 天二平, 张昭劝孙全羽翼。 平不清平, 本吴智吩咐外甥女儿看好了老爹, 你同我出去料理关亲。 牛蒲开泪谢了不老, 当下同到不老相熟的店里设了一具棺材, 又拿了许多的布, 叫裁缝赶着做起衣上来。 当晚入殓, 赐早雇了八个饺子台王祖坟安葬。 不老又还替他请了阴杨徐先生自己骑驴子, 同阴杨下去点了穴。 看着亲家入土, 又哭了一场。 同阴杨生回来, 留着牛蒲在坟上过了三日。 不老一到家, 就有各项的人来要钱, 不老都许着。 直到牛蒲回家, 归一归店里本钱, 直底的棺材店无两银子。 其余布店, 裁缝, 饺子的钱都没处处。 无计奈何, 只得把自己住的兼办房子, 点与福桥上抽闸板的闸牌子, 得点价十五两。 除还清了账, 还剩四两多银子。 不老叫他留着歇, 到开年清明, 替老爹成坟。 牛蒲两口子没处住, 不老把自己家里出了一间房子, 叫他两口搬来往下, 把那房子交与炸牌子去了。 黄平, 无存身之地已, 如此而不感激, 反其武其子, 其人野灾那日搬来, 不老还办了几碗菜替他暖房, 不老也到他房里坐了一会。 只是想着死的亲家, 就要耿耿业业地哭。 七平, 不老多情不义甘露僧, 真乃老成本色星好人也。 不觉已是除夕, 不老一家过年。 儿子, 媳妇房中都有酒席, 炭火。 不老先送了几斤炭, 叫牛蒲在房里升起火来, 又送了一桌韭菜, 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 新年初一日, 叫他到坟上烧纸前去, 又说道, 你到坟上去向老爹说, 我年纪老了, 这天气冷, 我不能亲自来替亲家拜年。 说着又哭了。 黄平, 血不老成实, 令月者亦为生感, 故其子于呈信, 而牛蒲相行, 竟非人类以牛蒲硬诺了去。 不老知道初三才出来喝解, 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些菜。 打从福桥口过, 见那闸牌子家换了新春帘, 贴得花花碌碌的, 不由的一阵心酸, 流出许多眼泪来。 要家去, 忽然遇着侄女婿一把拉的家去。 侄女儿打扮着出来拜年, 败过了, 留在房里吃酒, 捧上糯米做的粘团子来。 黄平, 也是无乎风俗, 吃了两个已经不吃了, 侄女儿苦劝着, 又吃了两个。 七平, 此等处大事害事。 天二平, 侄女歪缠, 往往不顾死活回来, 一路迎着风, 就觉得有些不好。 到晚头腾发热就睡倒了。 天二平, 一半伤心, 一半时候受风。 黄平, 写得病之犹, 一入情入礼, 请了医生来看, 有说是着了气, 气过了痰的, 也有说该发散的, 也有说该用温中的, 也有说老年人该用补药的, 分分不一。 补成, 补性慌了, 终日看着, 牛蒲一早一晚地进房来问安。 黄平, 假也, 那日天色星号晚了, 补老爹睡在床上, 见窗眼里钻进两个人来, 走到床前, 手里拿了一张纸递与他看, 问别人, 都说不曾看见有什么人。 天二平, 此随手点缀, 游戏成文, 无甚深意补老爹揭纸在手, 看见一张花边披文, 上写着许多人的名字, 都用猪笔点了, 一单共有三十四五个人。 头一名牛行, 他知道是他亲家的名字, 黄平, 顺手带出名字末了一名, 便是他自己名字补虫里。 再要问那人时, 把眼一眨, 人和票子都不见了。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结交官府, 致令亲戚难医, 偶游仕途, 性欲综艺可靠, 不知补老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牛蒲想学诗, 只从相与老爷上起见, 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 天二平, 世上此等世人不少, 马起偶然种辈业, 真乃自己没有功名富贵, 而牧人之功名富贵者。 无如所谓巧言吝啬星号, 并于下棋, 大雄所谓咬人使诀, 不是豪狗也。 牛, 不二老者, 乃不识字之穷人也, 其为人之恳致, 交友之尊诚, 返出识字有钱者之上。 作者于此等处所, 加以描写, 其寄托良身矣, 且财物者为之贼, 且生名者亦为之贼。 牛仆既切老不一之师, 又切老僧之脑庆等剑, 居然亦贼矣。 故其开口便是贼谈, 举步便是贼士, 是书中低等下流人物。 作者之所痛恶者也。 天二平, 写过匡超人, 接手便写牛普郎, 比人之事上下流日出不穷, 依于何底。 前书写, 匡超人拥恶漏猎即矣, 却接手又写一牛普郎, 其拥恶漏猎更出其上。 是即评价所谓, 无道子化牛头马面之说也。 料在只用一牛不一为关键, 片番非度, 绝无千和之计。 结亲成婚一段, 写牛, 不二老言此理结成条无华, 却又不识之也, 大有鼓风。 第二十五章任祖孙玉浦 连宗外交由雪斋。 话说不老爹睡在床上, 亲自看见地府勾牌, 知道要去世了。 急把两个儿子, 媳妇叫到跟前, 都吩咐了几句遗言, 又把方才看见勾批的话说了, 道, 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 我立刻就要去了。 两个儿子哭哭啼啼, 忙取衣服来穿上。 穿着衣服, 她口里自言自语道, 且惜我和我亲家是一票, 她是头一个, 我是墨一个。 她已是去得远了, 我要赶上她去。 天耳平, 虽游戏之笔, 一已见两老相气之身说着, 把身子一正, 一头倒在枕头上。 两个儿子都扯不住, 忙看时, 已没了气了。 后事都是现成的, 少不得修斋礼期, 宝丧开吊, 都是牛浦陪客。 这牛浦, 也就有几个念书的人和他相遇, 黄平, 都是生意人气不好, 自认的读书人, 而牛浦欲坏矣。 书害之夜, 读书人害之夜, 乘着人乱, 也加七加八的来往。 天耳平, 笔不停机, 宣传陆路路不足为欲出时, 补家也还觉得新色新好, 后来见来的回数多了, 一个生意人家只见这些知乎折野的人来讲呆话, 觉得可厌, 七平, 真正可厌非止一日。 那日牛浦走到安里, 安门锁着, 开了门只见一张铁钓在地下, 上面许多字, 是从门缝里送进来的。 诗书一看, 上面写道, 小弟董英, 在京师会士, 于冯卓安年兄处得独大作, 可遇遗物, 以得识经。 天耳平, 有等人只知识文至义, 不知诗为何物, 有等人却又拂目作诗, 开口乱教。 不知二者熟的熟诗, 奉访遵遇不值, 不胜畅畅。 明早性价少留片刻, 以便屈教。 知道, 知道。 看笔, 知道是访内的牛不一的。 单见帖子上有可遇识经的话, 黄平, 偏偏懂得识经二字, 是不曾会过。 何不就认作牛不一, 和他相会。 又想到, 他说在京会士, 定然是一位老爷。 且叫他进到补家来会我, 吓他一下补家弟兄两个, 有何不可。 齐平, 兄中才略从此得斩矣。 天二平, 补家弟兄何复于耳? 下流媚良可恨。 黄平, 是和肺腑, 出生不如主义已定, 即在安理区之笔写了一个帖子, 说道, 牛不一近日管于赦金补宅。 尊客过问, 可至福交南首大街补家米店便是。 血壁, 带了出来, 锁好了门, 贴在门上。 回家向补城, 补信说道, 明日有一位董老爷来拜, 他就是要做官的人, 我们不好轻慢。 如今要借重大爷, 明日早晨把客座里收拾干净了, 还要借重二爷, 捧出两杯茶来。 这都是大家脸上有光辉的事, 须帮衬以帮衬。 补家弟兄两个听见有官来拜, 也觉得喜出望外, 以其阴诺了。 天二平, 几乎交坏二补, 性拆开得早, 寿病不慎。 甚以, 势力之害人, 无一扬眉窗, 一相皆便沾染也。 黄平, 虽诚信人, 一以官为喜, 总无非写富贵功名之害人儿。 第二日清早, 补承起来, 扫了客堂里的地, 把臀米的折子搬在窗外狼檐下, 取六张椅子, 对面放着, 叫魂家升起炭炉子, 围出一壶茶来, 寻了一个捧盘, 两个茶杯, 两张茶匙, 又包了四个圆眼, 一杯里放两个, 伺候亭党。 直到早饭时候, 一个轻衣人手持红铁, 一路问了来, 道, 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 董老爷来拜, 补承道, 在这里, 接了铁, 飞跑进来说, 牛蒲迎了出去, 见轿子已落在门手, 董孝莲下轿进来, 头戴纱帽, 身穿浅蓝色星号断圆领, 脚下坟底造靴, 三柳须, 白镜面皮, 约有三十多岁光景, 进来行了礼, 分宾主坐下。 董孝莲先开口道, 久仰大名, 又读佳作, 享母知己。 指一先生老师速学, 原来还这般青年, 更加可敬。 七平, 难道也不向冯卓安问问背戏, 就来定交, 可见一派浮沐之情牛浦道, 晚生山笔之人, 胡乱笔墨, 蒙老先生同冯卓翁过奖, 宝愧时多。 董孝莲道, 不敢。 不信捧出两杯茶, 从上面走下来, 送于董孝莲。 董孝莲接了茶, 牛蒲也接了。 不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间。 天二平, 朝十六年, 左转, 尽寒起聘证, 立于课间。 执政欲知, 是课后, 又欲知, 是现间。 客从而笑之, 有位于朝者且然, 旷乡人祸。 牛蒲打了弓, 向董孝莲道, 小家村野之人, 黄庭, 只以蒲氏之, 可恶至此不知离体, 老先生修要见笑。 董孝莲笑道, 先生世外高人, 何必如此计论。 不幸听见这话, 颈脖子都飞红了, 借了茶盘鼓, 兜着嘴进去。 黄平, 谁叫你喜老爷, 正是求荣反辱牛蒲又问道, 老先生此番驾往何处? 董孝莲道, 弟已受职献令, 金发来应天后缺, 行礼尚在周中。 因可遇遗物, 故此两次奉访。 金记已接叫过, 今晚即要开船赴苏州去矣。 牛蒲道, 晚生的蒙清墓, 一日地主之意也不曾尽得, 如何便要去? 董孝莲道, 先生, 我们文章弃矣, 何必居这些俗情? 递此去, 若早得一地方, 便可奉迎先生道鼠, 早晚请教。 说吧, 起身要去。 牛蒲攀留不住, 说道, 晚生即刻就来船上奉送。 董孝莲道, 这道也不敢劳了, 只怕第一出去船就要开, 不得奉厚。 当下打工作别, 牛蒲送到门外, 上轿去了。 牛蒲送了回来, 不信气得脸通红, 迎着他一顿数说道, 牛姑爷, 我知不计也是你旧丈人, 长亲。 你叫我捧茶去, 这是没奈何也罢了, 怎么当着董老爷造我? 这是那里来的话。 牛蒲道, 但凡官府来拜, 规矩是该换三遍茶。 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见了。 我不说你也罢了, 你还来问我这些话, 这也可笑。 天二平, 下流无耻补成道, 姑爷, 不是这样说。 虽则我家老二捧茶不该从上头往下走, 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洒出来。 不惹得董老爷笑。 牛蒲道, 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灰扑扑的人, 也就够笑的了, 黄婷, 可杀。 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错了才笑? 不信道, 我们生意人家, 也不要这老爷们来走动。 没有多借了光, 黄婷, 谁叫你要借光, 反惹他笑了去。 牛蒲道, 不是我说一个大胆的话, 若不是我在你家, 你家就一二百年, 也不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 黄婷, 得意在此补成道, 没得扯淡。 就算你相遇老爷, 你到底不是个老爷。 牛蒲道, 凭你向那个说去。 还是坐着同老爷打工作医的好, 黄婷, 出事为人, 得意更在此, 还是捧茶给老爷吃, 走错路, 惹老爷笑的好。 齐婷, 连用老爷二字, 如火如解。 天二婷, 恶烂至此, 却不知作者胸中那能发挥尽之不信道, 不要恶心。 我家也不惜喊这样老爷。 牛蒲道, 不惜喊吗? 明日向董老爷说, 拿帖子送到吴湖县, 先打一顿板子。 黄婷, 杨全反噬, 急应打死, 况其人行耶两个人一起叫道, 反了。 反了, 外甥女婿要送就丈人去打板子, 是我家养活你这年把的不是了, 就和她到县里去讲讲, 看是打那个的板子。 牛蒲道, 那个怕你, 就和你去。 当下两人把牛蒲扯着, 扯到县门口, 知县才发二邦, 不曾坐堂。 三人站在影壁前, 恰好遇着锅铁笔走来, 黄婷, 急用锅铁笔解分, 便为牛不依妻子巡夫张本问起所以。 补称道, 郭先生, 自古一斗米养个恩人, 一旦米养个仇人, 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 郭铁笔也着实说牛蒲的不是, 道, 尊卑长幼, 自然之礼。 这话却行不得。 天二平, 郭铁笔尚能说公话, 以二不理直气壮顾, 也但指亲间见官, 也不雅相。 当下扯到茶馆里, 叫牛蒲真了杯茶坐下。 补称道, 牛姑爷, 道也不是这样说。 如今我家老爹去世, 家里人口多, 我弟兄两个招揽不来。 难得当着姑先生在此, 我们把这话说一说, 外甥女少不得是我们养着, 牛姑爷也该自己做出一个主意来, 只管不干不干住着, 也不试试。 黄平, 凡以正语劝之牛蒲道, 你为这话吗? 这话倒容易。 我从今日就搬了行李出来自己过日, 不缠绕你们就是了。 当下吃完茶, 劝开这一场闹, 三人又卸锅铁笔, 锅铁笔别过去了。 补成, 补姓回家。 牛蒲赌气, 来家拿了一床备, 搬在庵里来住。 黄平, 本有入子了眉的吃用, 把老和尚的脑、 脖、 叮当都当了。 天二平, 莫等下流, 我亦不负能骂之以, 闲着无事, 去望望锅铁笔。 黄平, 锅铁笔有许多用处, 铁笔不在店里, 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近身卖。 牛蒲揭开一看, 看见淮安府安东县新补的支县董英, 自艳方浙江人和人。 说道, 是了, 我何不寻他去? 忙走到安里卷了被褥, 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 一架庆, 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 黄平, 吴网而非偷银, 也不到补家告说, 竟搭了江船。 天二平, 人之无情, 一致于此。 禽兽游炼齐匹, 小牛则禽兽之不如以, 恰好欲顺风, 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鸡。 要搭扬舟, 来到一个饭店里, 店主人说道, 今日头船已经开了, 没有船, 只好住一夜, 明日午后上船。 牛蒲放下行李, 走出店门, 见江沿上系着一只大船, 问店主人道, 这只船可开的。 店主人笑道, 这只船你怎伤得起? 要等个大老官来包了菜走理。 说吧, 走了进来。 走堂的拿了一双筷子, 两个小菜碟, 又是一碟腊猪头肉, 一碟子卢薅炒豆腐干, 一碗汤, 一大碗饭一起搬上来。 牛蒲问, 这菜和饭是怎算? 走堂的道, 饭是二厘一碗, 荤菜一分, 素的一半。 黄平, 当日食物之间, 如此牛蒲把这菜和饭都吃了, 又走出店门。 只见江沿上歇着一城窖, 三淡行李, 四个长随。 那窖里走出一个人来, 头戴方巾, 身穿沉香色星号, 家愁直多, 粉底造靴, 手拿白纸扇, 花白胡须, 约有五十多岁光景, 一双刺猬眼, 两个灌骨塞。 天二平, 颇似严老大行径。 黄平, 好尊荣, 一定是个宝货那人走出窖来, 吩咐传家道, 我要到严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 你们小心伺候。 我到扬州另外赏你。 若有一些怠慢, 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 黄平, 又是严大老关口声船家微微连声, 大扶手请上了船。 船家都帮着搬行李, 正搬的热闹, 店主人向牛蒲道, 你快些搭去。 牛蒲前着行李, 走到船尾上。 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 黄平, 此一拉, 断送刺猬衍生意, 摇手叫他不要择声, 把他安在烟棚底下坐。 牛蒲见他们众人把行李搬上了船, 长随在舱里拿出两怀公物的灯笼来挂在舱口。 叫船家把炉吊拿出来, 在船头上升起火来, 喂了一壶茶, 送进舱去。 天色星号已黑, 点起灯笼来。 四个长随都到后船来办盘子, 炉子上炖酒。 料理停荡, 都捧到中舱里, 点起一只红蜡烛来。 牛蒲偷掩在板凤里张纳人时, 黄平, 贼行对了蜡烛, 桌上百看四盘菜, 左手拿着酒杯, 右手按着一本书, 在那里点头细看。 黄平, 一本书, 碧斗方明氏之作, 如牛不一等人士也看了一回, 拿进饭去吃了。 少请吹灯睡了。 牛蒲也悄悄睡下。 是夜东北风景, 三更时分, 萧萧萨萨岭地下起细雨。 那烟棚炉席上漏下水来, 牛蒲翻身打滚地睡不着。 到五更天, 只听得苍里叫道, 船家, 为什么不开船? 船家道, 这大呆的顶头风, 黄平, 大呆二字图语, 也前头就是黄天荡。 昨晚一号几十只船都弯在这里, 那一个赶开。 少停, 天色星号大亮, 船家烧起连水送进舱去。 掌随们都到后舱来洗脸。 后者他们洗完, 也递过一盆水与牛蒲洗了。 只见两个长随打伞上岸去了, 一个长随取了一只金华火腿, 在船边上向着港里洗。 洗了一会, 那两个长随买了一尾食鱼, 一只烧鸭, 一方肉和些鲜笋, 芹菜一起拿上船来。 船家两米煮饭, 几个长随过来收拾这几样摇转。 整只停荡, 装作四大盘, 又烫了一壶酒, 捧进舱去与那人吃早饭。 吃过剩下的, 四个长随拿到船后板上, 骑坐着吃了一会。 黄平, 以上情景都从牛蒲贼眼看出, 验线久已吃壁, 打抹船板干净, 才是船家在烟棚底下取出一碟萝卜干和一碗饭与牛蒲吃。 牛蒲也吃了, 那雨虽虽略指了些, 风却不曾住。 到晌午时分, 那人把舱后开了一扇板, 一眼看见牛蒲, 问道, 这是什么人? 船家陪着笑脸说道, 这是小的闷带的一分酒资。 黄平, 人而为之久资, 见之至也那人道, 你这位少年, 何不敬何苍来坐坐? 天二平, 老牛时有用小牛之处, 所以一见如故牛蒲巴不得这一声, 连忙从后面钻进苍来, 便向那人作一下跪。 七平, 写出卑鄙情形。 天二平, 下坐。 黄平, 一见便下跪, 下流五尺, 即以那人举手道, 船仓礼窄, 不必行这个礼。 你且坐下。 牛蒲道, 不敢, 拜问老先生遵性。 那人道, 我妈, 黄平, 我们二字, 自父即以姓牛, 名谣, 草字叫做玉蒲, 我本是晖州人。 你姓甚吗? 牛蒲道, 晚生也姓牛, 祖籍本来也是心安。 牛玉蒲不等他说完, 黄平, 妙在不等他说完, 而牛蒲一听便, 甘心叫书工, 一句以悲, 好看沙便接着道, 你既然姓牛, 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和你祖孙相称罢, 我们晖州人称书祖是书工, 你从今只教我做书工罢了。 牛蒲听了这话, 也绝恶然, 因见他如此体面, 不敢为虞, 因问道, 书工此番道扬, 有什么公事? 牛玉蒲道, 我不瞒你说, 我八教的官也不知相遇过多少。 黄平, 各把老爷建之, 当何如, 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 我是揽出门, 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他图我相遇的官府多, 黄平, 论官府, 也该称书工有些声势, 每年请我在这里, 送我几百两银, 留我代笔。 代笔也只是个名色信号, 我也不耐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 天二平, 老牛鱼不过秋风煮过耳, 顾不请他住在家中。 黄平, 自命为哑我自在子武公主, 你如今继任了我, 我自有用的这你处。 黄平, 用的这者, 赔钱上当, 也当下向传家说, 把他的行李拿进仓来, 传钱也在我这里算。 传家道, 老爷又认了一个本家, 要多赏小的们几个酒钱礼。 天二平, 晚事传家牲口。 黄平, 认着本家, 就是老爷岛运了, 还要洗钱这日晚饭, 就在舱里陪着牛鱼蒲吃。 到夜风筑, 天已晴了, 五耕鼓已到一征。 进了黄泥滩, 牛鱼蒲起来洗了脸, 斜着牛蒲上岸走走。 走上岸, 向牛蒲道, 他们在船上收拾饭费事。 这里有个大棺楼, 素材甚好。 我和你去吃素饭吧。 天二平, 带来陆菜只够一日, 却被大风阻隔, 只好大棺楼吃素菜了。 黄平, 想吃食鱼, 火腿吃腻了肠子, 要吃素饭。 起食素饭吃出丑来了, 回头吩咐传上道, 你们自料里吃早饭, 我们往大棺楼吃饭就来, 不要人跟随了。 说着, 到了大棺楼, 上的楼梯, 只见楼上先坐着一个带方金的人。 那人见牛玉蒲, 吓了一跳, 说道, 原来是老弟。 牛玉蒲道, 原来是老哥。 两个平磕了头, 那人问, 此位是谁? 牛玉蒲道, 这是摄侄孙。 向牛蒲道, 你快过来叩剑。 这是我二十年拜蒙的老弟兄, 常在大雅门里共事的齐平, 此事口头长语, 与厚文对照王毅安老先生。 快来叩剑。 黄平, 又叩剑归族牛蒲行过了礼。 分宾主坐下, 牛蒲坐在横头, 走堂的搬上饭来, 一碗炒面筋, 一碗块腐皮, 三人吃着。 天二平, 如此剪薄牛玉蒲道, 我和你还是那年在齐大老爷衙门里相别, 直到而今。 王毅安道, 那个齐大老爷。 黄平, 蠢乌龟不解牛义牛玉蒲道, 便是做九门提督的了。 王毅安道, 齐大老爷带我两个人, 是没得说的了。 正说得稠密, 忽见楼梯上, 又走上两个带方巾的袖才来, 前面一个穿一件, 剪筹直多, 胸前游了一块, 后面一个穿一件, 原色星号直多, 两个袖子破得晃晃荡荡的, 走了上来。 天二平, 老牛要吃素饭, 偏欲着吃荤饭的秀才, 两个秀才, 一眼看见王毅安, 那穿简愁得道, 这不是我们这里封家像婊子家堂贵的乌龟王毅安。 齐平, 原来如此, 好个大来头。 黄平, 齐, 文笔灰鞋, 不平如是那穿原色星号的道, 怎么不是他? 他怎么敢带了方巾, 在这里胡闹。 黄平, 宽二方巾变为高黑帽, 王毅安律头巾, 又变为方巾一顶, 和神话不测, 如是不由分说, 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 披脸就是一个大嘴巴, 打得乌龟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天二平, 雷锋塔, 金山一折, 由此奇观, 两个秀才越发威风。 牛玉璞走上去扯劝, 被两个秀才催了一口, 说道, 你一个衣冠中人, 同这乌龟坐着一桌子吃饭。 天二平, 两个秀才一位牛玉普欧与王爷安搭桌吃饭儿, 不知却是二十年拜蒙弟兄。 然普兰乖乖, 于是以窥破一二一, 你不知道罢了, 既知道还要来替他劝闹, 连你也该死了。 还不快走, 在这里讨没脸。 黄平,骂得痛快,于是牛祖变为归弟,为归孙所笑以牛玉璞见这是不好,悄悄拉了牛璞走下楼来,毁了仗,急急走回去了。 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店里人坐好坐歹,叫他认不是,两个秀才总不肯住,要送他到关。 落后打得乌龟急了,在腰间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黄平,乌龟身价值三两七钱,比酒资叫贵才罢了,放他下去。 齐平,原来如此,这个来头更大。 天二平,放生归,后有用处。 牛玉璞同牛璞上了船,开到扬州,一直拢了子武功下处。 倒是出来接着,安放行礼,当晚睡下。 次日早晨,拿出一顶旧方金和一件蓝筹直舵来,黄平,少带方金霸地与牛璞,道, 今日要同往东家万雪斋先生家,你穿了这个衣帽去。 天二平,牛璞带方金当下叫了两成轿子,两人坐了。 两个长嘴跟着,一个抱着沾包,一直来到河下。 建一个大高门楼,有七八个嘲讽坐在板凳上,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 黄平,血炎商家便是炎商家气象轿子到了门手,两人下轿走了进去。 那嘲讽都是认得的,说道,牛老爷回来了,请在书房坐。 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 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扁,金字是慎四堂三字,旁边一行两怀盐运使司盐运使寻梅书。 黄平,借晚寻梅两边金尖对联,写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城难,知难不难。 七平,言商家必须描摹一范。 天二平,此联颇有意思。 黄平,偏是此等人家有此等对联中间挂着一轴泥云林的画。 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啄过的蒲,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 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寻着唐岩走,一路的珠红栏杆。 走了进去,三间花厅格子中间悬着扳竹帘。 有两个小门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 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刻花摘具四个字。 黄平,以上,仍从牛浦穷眼看出。 两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万雪摘方从里面走了出来。 头戴方巾,天二平,万雪摘带方巾。 黄平,又是一个方巾,而身价不止三两七钱一手摇金扇,身穿城乡剪愁直多,脚下珠缕,出来同牛浴浦作衣。 牛浴浦叫过牛浦来见,说道,这是摄之孙。 见过了老先生,三人分宾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来吃了。 万雪摘道,玉翁为什么在京耽搁这许多时? 牛浴浦道,只为我的名声太大了,一道经,住在承恩寺,就有许多人来求, 也有宋斗方来的,也有宋扇子来的,也有宋侧业来的,都要我写字,做诗。 还有份了提线了运来求教的。 黄平,又是匡抄人牲口,昼日昼夜打发不清。 才打发清了,国公府李徐二公子,不知怎样就知道小弟到了,天二平,斗徐二公子。 黄平,此处先饮国公府一回两回打发管家来请,他那管家都是锦衣卫指挥,无品的前程。 黄平,薰人宇,与匡儿同道,我下处来了几次,我只得到他家盘还了几天。 临行再三不肯放,我说是雪翁有锦氏等着,才勉强辞了来。 二公子也仰慕雪翁,遵作试稿,是他亲笔看的。 阴在袖口里拿出两本诗来递语万雪斋。 万雪斋皆师在手,便问,这一位令侄孙一向不曾会过多少尊庚了? 大号是甚吗? 牛普答应不出来。 七平,描写绝妙,真已下婚意。 天二平,平生未见如此排场,眼花缭乱,促蒙渐问,岁不能出口。 黄平,吓呆了。 大号不敢说者,以牛不一相于老爷多,恐路破湛耳牛玉普道,他今年才二十岁。 年幼,还不曾有号。 万雪斋正要揭开试本来看,只见一个小司妃跑进来禀道,宋爷请到了。 万雪斋起身道,御翁,本该奉陪。 因第七个小妾有病,请一家宋人老来看,地要去同他斟酌,暂且告过。 你敬请在我这里宽坐,用了饭坐到晚去。 说罢去了。 管家捧出四个小菜碟,两双碗筷夹,抬桌子摆饭。 天二平,一身淡泊牛玉普向牛普道,他们摆饭还有一会功夫,我和你且在那边走走。 那边还有许多起整房子好看。 当下领着牛普,走过了一个小桥,寻着唐岩走,望见那边高高低低许多楼阁。 那唐岩略窄,一路栽着十几棵柳树。 牛玉普走着,回头过来向他说道,方才主人向着你话,你怎么不答应? 牛普眼瞪瞪的望着牛玉普的脸说,黄平,仍是吓昏了不觉,一脚搓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膛去。 天二平,平生未见如此排场,眼花缭乱,簇蒙见问,遂觉茫然牛玉普慌忙来福,亏有柳树拦着,拉了起来。 鞋袜都湿透了,衣服上淋淋淋淋淋的半截水。 牛玉普脑了,沉着脸道,你原来是上部的抬盘的人。 七平,那只他颇会作弄你也。 黄平,谁叫你带他来盲叫小四毡包里拿出一件衣裳来与他换了,先送他回下处。 只因这一番,有份叫,旁人闲话,说破财主行踪,小子无良,弄得老生扫兴。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不是兄弟,虽做小生意之蠢人,其带牛蒲颇不薄,何苦定要生事以武弄之? 该牛蒲出切得易懂老爷,本无处可以卖弄,不得不想到不是弟兄。 天下时有此等恶物,一容他进门,他便做出许多可恶勾当,真无可奈何也。 老爷二字,平淡无奇之文也,补信捧插以后,三人搅口,乃有无数老爷字,如火如花,欲语欲其。 正如平原君毛遂传,有无数先生字,删取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简色兴好则矣。 牛蒲乃势力熏心卑鄙不堪之人,一出门集,欲见牛玉蒲,长随之圣,食品之风,体统之阔,撕心艳羡,游夫狗偷热游,又爱又怕。 黄平,比你绝妙认为书公,顾其情愿,关于板凤里偷章时,早已醉心欲死矣。 牛玉蒲虽笔漏不足道之徒,然义何至与乌龟拜盟?此其中必有缘故,福时事千流,今非昔比。 纪纪约二十年前拜盟,则二十年前之王义安,尚未作乌龟可知。 或者义安亦是一个不安分之人,江湖福荡,当时曾与玉蒲定交,彼此兄弟相称, 其事已久,仅促然见面,未及深谈,而握手道顾,义人情也。 玉蒲云,亦会晤在其大老爷处,而亦安愕然,是玉蒲图欲说大话以下牛蒲,非真记得别是情事又可知也。 天二平,蒲郎欲以懂老爷下二捕,不亦遇这牛玉蒲,真是小乌见大乌。 牛玉蒲自述两断,乃其生平得意之笔,到处以之笼络人者。 而不知已为牛蒲窥破,他日虽无道士之闲谈,无知牛蒲亦必有以出玉蒲。 何也?天下为之柔能至至刚,老小二牛时有刚柔之别也。 或为王义安无故带方金上饭馆,何为爷者? 曰此无足怪也。 杨俊风俗,寄院之掌柜者,非以妻妾为生意者也,总持其事而已。 往往驻华居,赤杰纳,混迹衣冠队中,是其常事。 不知其底离者,无从而择之也。 两袖才必戚吃荤饭的学霸,王义安诉所未复,固受其打,而不敢便说耳。 天二平,此回从方金上声色星号,而以大观楼一闹为主。 盖方金之不足为轻重久矣。 第二十六章发阴丝诗人,被打探劳井寡妇。 话说牛玉璞看见牛璞爹在水里不成模样,叫小司教教子先送他回去。 牛璞到了下处,惹了一肚子气,把嘴骨兜着坐在那里。 天二平,自己不当心出了丑,骨兜着嘴,恨谁坐了一会,寻了一双干鞋袜换了。 倒是来问可曾吃饭,又不好说是没有,只得说吃了,足足地饿了半天。 牛玉璞在万家吃酒,直到更把天才回来,上楼又把牛璞鼠说了一顿。 牛璞不敢回言,彼此住下。 次日,一天无事。 第三日,万家又有人来请。 牛玉璞吩咐牛璞看着下处,自己坐轿子去了。 牛璞同道士吃了早饭。 道是道,我要到旧城里木兰苑一个师兄家走走。 牛相公,你在家里坐着吧。 牛璞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玩玩。 当下走了门,同道士一直进了旧城,一个茶馆内坐下。 茶馆里送上一壶干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来。 吃着,道士问道,牛相公,你这位令书族可是亲房的。 一向他老人家在这里,不见你相公来。 牛璞道,也是路上遇着续起来连踪的。 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 天二平,谁问你来,那董老爷好不好客。 记得我一出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叫。 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 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 走到暖阁上,走得地板咯噔咯噔的一路响。 齐平,真是形容必效。 天二平,要命。 黄平,亏他凭空说谎,描写得逼真。 以此作诗诗毕家以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自己赢了出来。 同我手掺着手走了进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 我要赐他回来,他送我十七两四前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 口里说道,你此去若是得意就罢了,若不得意,再来寻我,这样人真是难得。 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 黄平,做贼人黄也不会说,意欲下道士而所言,皆不足以下之,不如乃祖多以道士道, 这位老爷果然就难得了。 牛仆道,我这东家万雪斋老爷,他是什么虔诚,将来几时有官做。 道士鼻子里笑了一声,道,万家,只好你令书祖敬重他罢了。 若说做官,只怕沙帽满天飞,飞到他头上,还有人值了他的距离。 天二平,如王义安方金牛仆道,这有奇了。 他又不是昌幽立足,为什么那沙帽飞到他头上,还有人窝了去? 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吗? 我说与你,你却不可说出来。 七平,此语最是好笑,燃天下人都犯此病万家, 他自小是我们这河下万有其成家的书童,自小跟在书房半读。 他主子成明清,见他聪明,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 牛仆道,怎么样叫做小司客? 道士道,我们这里严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寺上行走,替他回官,拜客,每年几百银子新奉,这叫做大司客。 若是私上有些零碎事情,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这就叫做小司客了。 他做小司客的时候极其停荡,每年聚集两银子,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 不想他失运好,那几年窝架斗涨,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 自己行严,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 万有其成家已经舍了本钱回徽州去了,所以没人说他这件事。 去年万家娶媳妇,他媳妇也是个汉林女儿,黄庭,好汉林万家费了几千两银子娶进来。 那日大吹大打,直视灯笼就摆了半阶,好不热闹。 到第三日,亲家要上门做巢,家里就唱戏,白酒。 不想他主子成明清,清早上就一成轿子抬了来,坐在他那厅房里。 万家走了出来,就不由地自己跪着,坐了几个衣,当时对了一万两银子出来,才胡得去了,不曾破下。 正说着,木兰院里走出两个道士来,把这道士约了去吃斋,道士告别去了。 牛蒲自己吃了几杯茶,走回下出来。 进了紫武宫,只见牛玉蒲已经回来,坐在楼底下。 桌上摆着几封大银子,楼门还锁着。 牛玉蒲见牛蒲进来,叫他快开了楼门,把银子搬上楼去,抱怨牛蒲道, 是才我叫看着下处,你为什么接上去胡撞? 牛蒲道,是才我站在门口,遇见碧县的二公在门口过。 黄平,空中楼阁,随嘴流出谎来他,见我就下了轿子,说道, 许久不见,要拉到船上谈谈,故此去了一会。 牛玉蒲见他会官,就不说他不是了。 七平,自是如此因问道,你这位二公姓慎吗? 天二平,八教的官也不知相遇过多少,不惜喊一个二公牛蒲道, 他姓李,是北之人。 便是这里二公,也知道书公。 天二平,此句田掩门,要紧牛玉蒲道, 他们在官场中,自然是闻我的名的。 牛蒲道,他说,也认得万雪斋先生。 牛玉蒲道,雪斋也是浇满天下的。 因指着这个银子道,这就是雪斋家拿来的。 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医生说是寒症, 药理要用一个雪蛤马,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 听见说苏州还寻得出来,他拿三百两银子托我去买。 我没的功夫,已在他跟前举荐了你。 你如今去走一走吧,还可以赚得几两银子。 牛蒲不敢为妙。 当夜牛玉蒲买了一只鸡和些酒,替他践行,在楼上吃着。 牛蒲道,方才有一句话,正要向书公说,是碧县李二公说的。 天二平,老牛收着一小牛,将为己用,顾全用薰庞使之卫服。 即大官楼一闹,略以窥见底里。 即至万家又因出丑,被斥忍恶一日,心怀愤愤。 而老牛所满口公为之万雪斋,又为道士说破。 虽有心细弄老牛,以暴肃恨。 老牛不知,入其构中。 风拆有毒,可不甚猪牛玉蒲道,什么话。 牛蒲道,万雪斋先生算同书公是极好的了,但只是笔墨相语,他家银钱大事还不肯相托。 李二公说,他生平方一个心腹的朋友,书公如今只要说同这个人相好, 他就诸实放心,一切都托书公。 不但书公发财,连我做侄孙的将来都有日子过。 黄平,动之以利,使之闭上此当牛玉蒲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个。 牛蒲道,是辉州成明清先生。 牛玉蒲笑道,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天儿平,又是二十年拜盟朋友。 此与老牛平时说惯,黄平,墨幼是乌龟我怎么不认的? 我知道了。 黄平,你正好不知道吃完了酒各自睡下。 此日,牛蒲带着银子告辞书公,上船往苏州去了。 此日,万家又来请酒,牛玉蒲坐轿子去。 到了万家,先有两位盐商坐在那里,一个姓顾,一个姓汪。 相见坐过了衣。 那两个盐商说都是亲戚,不肯见牛玉蒲的坐,让牛玉蒲坐在首席。 吃过了茶,先讲了些窝子长爹的话。 台上袭来,两位一桌。 风过酒,头一晚上的冬虫下草。 齐平,这是药料,却当菜吃。 严带好奇之过。 黄平,吃新奇药,用新奇菜,言商恶俗万雪斋,请诸位吃着。 说道,像这样东西也是外方来的,我们扬州城里偏生多,一个雪蛤马就偏生寻不出来。 顾言商道,还不曾寻着吗? 万雪斋道,正是。 扬州没有,昨日才托育翁令侄孙到苏州寻去了。 汪言商道,这样稀奇东西,苏州也未必有。 只怕还要到我们徽州旧家人家寻去或者寻出来。 万雪斋道,这话不错。 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 齐平,宛然徽州朝凤口气鼓言商道,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 天二平,刚凑上去牛玉谱忽然想起。 齐平,导运了问道,雪翁,徽州有一位成明清先生是相好的吗? 万雪斋听了,脸就飞红,一句也答不出来。 牛玉谱道,这是我拜蒙的好弟兄,前日还有梳子于我。 天二平,还要足两句说,不日就要到扬州,少不得要与雪翁续一续。 万雪斋气得两手冰冷,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齐平,老牛尚不觉得,何其笨也。 黄平,决倒,小牛恶甚,老牛笨甚故言商道,御翁,自古相交满天下,知心能挤人,我们今日且吃酒,那些旧话也不必谈塌罢了。 当晚勉强中习,各自散去。 牛玉谱回到夏处,几天不见万家来请。 那日在楼上睡中觉,黄平,真在梦中一觉醒来,常随拿封梳子上来说道,这是河下万老爷家送来的,不等回书去了。 牛玉谱拆开来看,客下宜征王汉策射亲令唐太亲母七十大寿,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并求大笔书写,忘记命驾往一处。 制住,制住,牛玉谱看了这话,便叫常随,叫了一只草上飞,往一征去。 当晚上传,刺早到丑坝上岸,在米殿内问王汉策老爷家。 米殿人说道,是坐不头的王汉家。 黄平,坐不头,当是小斯克亲戚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门楼子里面住。 牛玉谱走到王家,一直进去。 见三间厂厅,厅中间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寿文。 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一个袖踩低着头在那里写。 见牛玉谱进厅,丢下笔走了过来。 牛玉谱见他穿着剪愁直多,胸前游了一块,就吃了一惊。 黄平,冤家洛窄纳秀才认的牛玉谱,说道,你就是大观楼同乌龟一桌吃饭的。 七平,岛运之时无处不遇冤家,近日又来这里坐身吗? 牛玉谱上前同他吵闹,王汉策从里面走出来,向纳秀才道,先生请坐,这个不与你相干。 那秀才自在那边坐了。 王汉策同牛玉谱拱一拱手,也不作一,彼此坐下,问道,尊驾就是好玉谱的吗? 牛玉谱道,正是。 王汉策道,我这里就是万府下殿。 雪翁昨日有书子来,说,尊驾为人不慎端方,又好结交匪类。 天二平,同乌龟一桌吃饭。 黄平,结交匪类却有凭据,自今以后不敢劳尊了。 音像帐房里撑出一两银子来,帝宇他说道,我也不留了,你请尊便吧。 牛玉谱大怒,说道,我那稀罕这一两银子。 我自去和万雪翟说,把银子灌在椅子上。 王汉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强。 我道劝你不要到雪翟家去,雪翟也不能会。 牛玉谱气愤愤地走了出去,王汉策道,树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进去。 牛玉谱只得带着长隋,在丑霸寻一个饭店住下,口口声声执念着,万雪翟这狗头,如此可恶。 走堂的笑道,万雪翟老爷是极肯相语人的,除非你说出他成家那话头来,才不尴尬。 说罢走过去了,牛玉谱听在耳朵里,忙叫长隋去问那走堂的。 走堂的方如此这般说出,他是成名倾家的管家,最怕人接条他这个事。 你必定说出来,他才恼的。 长隋把这个话回复了牛玉谱,牛玉谱才醒悟道,罢了,我上了这小畜生的当了。 黄平,大处上了小处,当当下住了一夜。 次日,叫船到苏州去寻牛蒲。 上船之后,盘战不足,长隋又辞去了两个,只剩两个粗夯汉子跟着,一直来到苏州找在虎丘药材行内。 牛蒲正坐在那里,齐平,牛蒲既作弄了豫翁,如何还到苏州? 亦是笨贼,然意不料其即日穿破而见牛玉谱道,迎了出来。 黄平,或问,小牛拿着三百两头,何以不走? 约,不敢也,目睹万家之父,老牛之阔,不虑追捕乎。 特是哄得老牛上了当如何甘心,以后何以见面,全不虑计。 此则贼智之书也说道,书工来了。 牛玉谱道,雪虾嘛可曾有。 牛蒲道,还不曾有。 牛玉谱道,近日镇江有一个人家有了,快把银子拿来捅着买去。 我的船就在昌门外。 当下压着他,拿了银子捅上了船,一路不说出。 走了几天,到了龙袍州地方,是个没人烟的所在。 时日,吃了早饭,牛玉谱远睁两眼,大怒道,你可晓得我要打你脸。 天二平,发端奇妙牛蒲下慌了道,做孙子的,又不曾得罪书工,为什么要打我呢? 牛玉谱道,放你的狗屁,你弄得好乾坤礼。 黄平,小处拿着银子不敢走,大处看不出万颜商神器,真是两条蠢牛。 然大处尚有银子。 潘氏恩平,姓有此牛蒲郎,得见颜商,局面当下不由分说,叫两个夯旱把牛蒲衣裳包进了,帽子鞋袜都不留,拿绳子捆起来,臭打了一顿,抬着往岸上一贯。 他那一只船就扯起棚来去了,牛蒲被他灌得发昏,又灌到在一个粪轿子跟前,滚一滚就要滚到粪轿子里面去,只得忍气吞声,动也不敢动。 黄平,问你,可没良心了过了半日,只见江里又来了一只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个客人走上来,粪轿子里面出宫,牛蒲喊他救命。 天二平,牛蒲曰,若比其浊浊也,刻意曰,若比其浊浊也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样人?被圣人包了衣裳,捆倒在此。 牛蒲道,老爹,我是吴湖县的一个秀才。七平,从此就做定秀才矣。 天二平,在奋教子边还能说谎,言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坐管,路上遇见强盗。 黄平,幸兴耗命在虚余,仍要说谎,把我的衣裳行礼都打劫去了,只饶得一命在此。 我是落难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 那客人惊道,你果然是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去的吗? 我就是安东县人。 黄平,巧,省闻爷我如今替你解了绳子。 看见他矜持迢迢不像模样,因说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好上船走。 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双鞋,一顶瓦棱帽,与他穿戴起来。 说道,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全戴着,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吧。 黄平,正是他带的牛蒲穿了衣服,下跪些那客人。 扶了起来,同到船里。 满船客人听了这话,都吃一惊,问,这位相公尊姓。 牛蒲道,我姓牛。 阴拜问,这位恩人尊姓。 那客人道,在下姓黄,就是安东县人。 家里做个小生意,是戏字行头经济。 黄平,江初报文清,先录一具戏班天行头,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们班里人买些天的行头,从这里过,不想无意中救了这一位相公。 你既是到董老爷衙门里去的,且同我到安东,在社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门里去。 牛蒲身陷了,从这日,就吃着客人的饭。 黄平,偏有如此奇遇。 此时,天气甚热。 牛蒲被包了衣服,在日头下捆了半日,又受了奋教子李熏征的热气,一到船上就害起利己来。 那利己又是进口利,利己厚重,一天到晚都利不清。 只得坐在船尾上,两手抓着船板由他讹。 讹到三四天,就像一个活鬼。 身上打得又发疼,大腿在船沿做成两条钩。 天二平,此一族烧成其妄本之罪。 黄平,无良之报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 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若死了就费力了。 那位黄客人不肯。 他饿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 天二平,命不该绝。 人就知,天气之向传家道,我想口绿豆汤吃,满船人都不肯。 他说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无怨。 众人没奈何,只得拢了岸买些绿豆来,煮了一碗汤与他吃过。 都里响了一阵,饿出一泡大食,灯食就好了。 黄平,偏偏不死扒进苍来,谢了众人,睡下安息。 养了两天,渐渐复原。 到了安东,先住在黄客人家。 黄客人替他买了一顶方巾,添了剑把衣服,一双靴穿着去拜董之县。 董之县果然欢喜,当下留了酒饭,要留在衙门里面住。 牛普道,晚生有个亲戚在贵子,还是住在他那里便一些。 天二平,不肯住属者,恐露出马脚尔。 亲戚二字,以斗招亲消息董之县道,这也罢了。 先生住在令庆家,早晚常进来走走,我好请教。 牛普辞了出来。 黄客人见他果然同老爷相遇,十分敬重。 牛普三日两日进衙门去走走,天二平,三日两日进衙门,不知如何敷衍,竟无破绽。 盖董之县,依不过锦兰将被一流人借着讲师为名,顺便撞两处墓中,弄起几个钱来。 黄平,贼姓星号不改,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在安东快活过日子。 黄平,又一个停妻再娶的,与匡超人同一可恶。 地道向顶,不想董之县就升任去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也是浙江人。 交代时候,向知县问董之县可有什么事拖他,董之县道,道没有什么事。 只有个作诗的朋友住在贵制,叫做牛不一,老阴台轻木一二,足感盛情。 向知县应诺了,董之县上京去,牛蒲送在一百里外,道。 第二十七章架,浑家告诉他道, 昨日有个人来,说是你五湖掌房舅舅,黄平,五湖人最怕母舅,而掌房舅舅由众,故以此下牛蒲路过在这里看你。 我留他吃了个饭去了,他说下半年回来,再来看你。 牛蒲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舅舅。 天二平,要疑心到补家两个舅舅,不知是那一个,且等他下半年来再处。 董之县一路到了京师,在吏部投了文,次日过堂撤迁。 这时,冯卓安已中了进士,散了部署,玉处就在吏部门口不远。 董之县先到他玉处来拜,冯主是迎着坐下,许了寒温。 董之县只说的一句贵有牛不一,在吴湖甘露安里,不曾说这一番交情,也不曾说到安东县增会着的一番话,只见长班进来跪着禀道,不理大人声唐了。 七平,京师人海扰扰之中,往往有此等事。 天二平,又用范进,张景斋,严老大,在高耀关帝庙笔法董之县连忙辞别了去,道部就撤了一个贵州支州的签,匆匆竖庄妆夫人去了,不曾再回冯主是。 冯主是过了几时,打发一个家人寄家书回去,又拿出十两银子来问那家人道,你可认得那牛不一牛想公价。 家人道,小得认得。 冯主是道,这是十两银子,你带回去送与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说她的丈夫现在吴湖甘露安里,济各地信与她。 黄平,得是的了,不可有误。 这银子说是我带与牛奶奶盘缠的。 天二平,冯卓安有意不薄,管家领了主命,回家见了主母。 办理家务势必,便走到一个屁巷内,一扇礼把门关着。 管家走到门口,只见一个小儿开门出来,手里拿了一个烧机出去买米。 管家向他说是经理冯老爷拆来的,小儿领他进去,站在客座内,小儿就走进去了,又走了出来问道,你有甚说话? 管家问那小儿道,牛奶奶是你什么人? 那小儿道,是大姑娘。 管家把这十两银子递在他手里,说道,这银子是我家老爷带与牛奶奶盘缠的,说你家牛相公陷在吴湖甘露安内,济各地信与你,免得玄望。 小儿请他坐着,把银子接了进去。 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六张破丢不落的主意。 黄平,写平是人家,一丝不错,天井里一个土台子,台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边就是篱板门。 天二平,写出韩世家荒凉之状做了一会,只见那小儿捧出一杯茶来,手里又拿了一个包子,包了二钱银子,地语他道,我家大姑说,有劳你,这个送给你买茶吃。 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爷,多谢。 说的话我知道了,管家承谢过去了。 牛奶奶接着这个银子,心里气黄起来,说,他嫩大年纪,只管在外头,黄平,只管在外,不过未结交老爷又没个儿女,怎生是好。 我不如趁着这几两银子,走到吴湖去寻他回来,也是一场事。 主意已定,把这两间破房子锁了,叫与邻居看守。 自己带了侄子,搭船一路来到吴湖,找到福桥口甘露庵,两扇门掩着。 推开进去,围托菩萨面前香炉,烛台都没有了。 又走进去,大殿上格子道的七横八竖,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着缝衣裳,问着他,只打手势,原来又雅又聋。 问他这里面可有一个牛不一,他拿手指着前头一间屋里,牛奶奶带着侄子附身走出来,见围托菩萨旁边一间屋,又没有门,走了进去。 屋里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张三只腿的桌子,歪在半边。 黄平,写来何其逼似棺材上头的魂帆也不见了,只剩了一根棍。 天二平,鬼气逼人棺材贴头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没有瓦,雨淋下来,把字迹都剥落了,只有大名两字,第三字只得一横。 黄平,更妙妞奶奶走到这里,不觉心惊肉颤,那寒毛根根都竖起来。 齐平,骨肉惊心,真是如此。 黄平,却又此理此景,又走进去问那导人道,牛不依莫不是死了? 道人把手摇两摇,指着门外。 他侄子道,他说,姑也不曾死,又到别处去了。 黄平,侄子已一睹之,熟知大悟牛奶奶又走到庵外, 沿街细闻,人都说不听见他死。 天耳平,牛不依致死邻居帮同成恋,何以无人知? 盖邻居出,不知牛不依姓名,其后牛浦,时有贴条貌刃,则未闻其死也。 一只问道吉祥寺锅铁笔店里。 黄平,仍用锅铁笔做引线锅铁笔道, 他吗?而今到安东董老爷认上去了。 天耳平,偏偏有个活对正牛奶奶此番的这实信, 立往安东去寻。 只因这一番,有份叫,错中有错,无端更起波澜, 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结。 不知牛奶奶曾到安东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我平,牛浦未尝不同安东董老爷相遇, 后来至安东时,董公未尝不应之致敬已有礼, 然在子武功会道士时,则未尝依至安东与董公相近皆也。 呱呱而谈,周出许多话说。 书中之道士,不知是谎,书外之悦者,深知其谎。 行文之妙,真理龙眠白描手也。 想万雪斋亦无甚不失道是处,而牛玉浦时时喝凤, 道时又艳听久矣。 茶社中一席之谈,故事多嘴,亦是不平之名。 牛浦之才十倍玉浦。 如说会见本县二公,可谓斩酌尽善之至。 若说会见献尊,则玉浦必不见信,只牛浦断乎无此脸面也,唯有二公,在不及不离之间。 真舌上生连之笔。 打牛浦时,只说的一句你弄得好乾坤。 更不必多话,此又是玉浦急在刑处。 假使细细数说,牛浦必有此以对约,书公曾亲口说,与明清先生是二十年拜蒙弟兄。 而玉浦反无说以字解矣。 黄平,岂不逃走,亦未尝不是此,然老牛遂无他计以处之业。 吴故约,小牛小偷也,飞大片也。 岂平,牛不一克死之后,牛浦冒名,已至牛奶奶寻夫,曲折甚多,却用董燕芳与冯着安匆匆扮语,未及细数,以致误会。 虽于情势欠缘,而闻笔却轻辩之至。 特不知老和尚道经,何以竟寻不着逢公也。 百官家虚虚实实,信笔游行,未可恪舟求见尔。 天二平,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师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师未尝非好学。 匡超人一遇锦兰江,便溺于势力,牛浦一读牛不一诗,便想相与老爷。 匡超人停妻再娶,牛浦亦停妻再娶。 而匡超人,因搭政老爹传,而后为其续,牛浦亦衬皇客人传,而后为其续,但亦为前婚,亦为后婚,同而不同。 如董英者,亦可谓好风雅众思文矣,而与牛浦相聚多时,曾不变其为离秋之鬼,可知其胸中眼中全无黑白。 黄平,官老小二牛严栋,十戏场中,一出大小片。 第二十八章,牛浦郎千连多诵事,报文清整。 话说牛浦昭坠在安东黄姓人家,黄家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 他就把门口贴了一个帖,上写道,牛不一带做诗文。 天二平,亏他大胆。 时事平,所谓大言不惭那日早上,正在家里闲坐,只听得有人敲门。 天二平,以为是要带坐诗文者来了,开门让了进来,原来是吴湖县的一个旧邻居。 这人叫做石老鼠,是个有名的无赖,而金却也老了。 牛不见是他,吓了一跳,黄平,心虚只得同他坐一坐下,自己走进去取茶。 混家在屏风后张剑迎着他告诉道,这就是去年来的你掌房舅舅,今日又来了。 牛蒲道,他那里是我什么舅舅。 借了茶出来,地语石老鼠吃。 石老鼠道,相公,我听见你恭喜又招了亲在这里,甚是得意。 天二平,开口就到破牛蒲道,好几年不曾会见老爹,而尽在那里发财。 黄平,开口就提招亲,来意在此。 妙在小牛所达飞所问。 天二平,言之爱口,故所达飞所问石老鼠道, 我也只在淮北、山东各处走走。 而今打从你这里过,路上盘缠用完了,特来拜望你,借几两银子用用。 你千万帮我一个衬。 天二平,一句道题。 黄平,帮一个衬是无虎与牛蒲道, 我虽则同老爹是个旧邻居,却从来不曾通过财博。 况且,我又是刻边,借着亲家住着那里来的几两银子与老爹。 石老鼠冷笑道,你这小孩子就没良心了。 想着我当初挥金如土的时节,你用了我不知多少。 黄平,逼真无赖生口而今,看见你在人家招了亲,留你个脸面, 不好就说,你倒回出这样话来。 牛蒲发了急道,这是那里来的话。 你就挥金如土,我几时看见你金子。 几时看见你的图。 七平,妙语。 黄平,总不打招亲语,你一个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 只要在光水头上钻眼骗人。 天二平,饿食老鼠道,牛蒲朗你不要说嘴。 想着你小时做的些丑事,瞒得别人,可瞒得过我。 天二平,丑事两字包含甚多,恰对着有病的人,况见你亭气取妻,在那里骗了补家女儿,在这里又骗了皇家女儿,该当何罪。 黄平,自家有病,不善遣之,致令说出你不乖乖地拿出几两银子来,我就同你到安东县去讲。 天二平,老鼠误矣,他不怕安东县。 黄平,正和牛义牛蒲跳起来道,那个怕你,就同你到安东县去。 黄平,借此,地道报文清,当下两人揪扭出了皇家门,一直来到县门口。 遇着县里两个头义,认得牛蒲,慌忙上前劝住,问是什么事。 石老鼠就把他小时,不成心好人的事说,骗了补家女儿,到这里又骗了皇家女儿,天二平。 补家女儿并非骗来,及皇家女儿亦非骗来,只听妻再娶,时非冤枉,又冒名顶替多少混账事。 牛蒲道,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 而今越发老而无耻,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里,他贸认是我舅舅,骗饭吃。 今年又凭空走来,问我要银子。 那有这样无情无理的事? 几个头一道,也罢。 刘相公,他这人年纪老了,虽不是亲戚,到底是你的一个就邻居。 相识真正没有盘废了,自古道,家贫不是贫,陆贫贫杀人,七贫。 子二语甚觉你此时有钱也不服气拿出来给他,我们众人替你垫几百文送他去罢。 石老鼠还要争,重头一道,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刘相公就同我老爷相语最好。 你一个尊年人,不要讨没脸面,吃了苦去。 天二评,二番说话一善一恶,真道的老牙医,善于解围石老鼠听见这话,方才不敢多言了,接着几百钱谢了众人自去。 牛蒲也谢了众人回家。 踩走的几步,只见家门口一个邻居迎着来道,牛相公,你到这里说话。 当下拉到一个僻镜巷内告诉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朝礼。 天二评,突接,却是从石老鼠之言顺手联络。 全书美用词法牛普道,铜水炒。 邻居道,你刚才出门,随即一成轿子,一旦行礼,一个堂客来道。 你家娘子接了进去。 这堂客说她就是你的前妻,黄婷,来得巧,但恨是老鼠已去,便宜小牛。 恨其不做太妙之鼠要你见面,在那里同你家皇室娘子吵得很。 娘子托我带信,叫你快些家去。 牛普听了这话,就像提在冷水盆里一般,齐平,戒损极巧。 天二评,不由不经自信里明白,自然是石老鼠这老奴才,把补家的前妥娘子假设搓弄得来闹了。 黄婷,悦者一如此想,也没奈何,只得硬着胆走了来家。 到家门口,站住脚听一听,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声音,是个浙江人,便敲门进去,和那妇人对了面,彼此不认的。 黄氏道,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牛奶奶问道,你这位怎叫做牛不一? 牛普道,我怎的不是牛不一? 天二评,实非牛不一,但是我认不得你这位奶奶。 牛奶奶道,我便是牛不一的妻子。 你这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挂招牌。 黄婷,果是冒名,不为冤屈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谋害死了。 天二评,此一题中应有之意,但冒名事实,谋害事须我怎肯同你开交。 牛普道,天下同名同姓最多,其评,若得如此说,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 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么不是? 我从吴湖县问到甘露安,一路问来,说在安东,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需要还我丈夫。 当下哭喊起来,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普扭着。 天二评,牛普今日第二次被扭了。 据钱回,则其侄子尚是小儿,此何以能与牛普相扭? 该牛普有安东县靠山,听其牛也牛奶奶上的叫,一直喊到县前去了。 正直向知县出门,就喊了冤。 知县叫不辞来。 当下补了词,出插鞠奇人,挂牌,第三日武堂听审。 这一天,知县座堂,审的是三件。 第一件,为活杀父命士。 黄平,好大题目告状的是个和尚。 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 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把两眼睁睁地指望着他。 和尚觉得心动,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两眼抛缩地躺下泪来。 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天二平,何以就跪下。 牛伸出舌头来舔他的头,舔着,那眼泪越发多了。 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亲转世。 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舍在安里供养着。 黄平,孝沙不想,被安里邻居迁去杀了。 所以来告状,就带尸牛的这个人做肝证。 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邻居来问。 邻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于小的, 小的买到手就杀了。 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这牛是他父亲变的,要多卖几两银子。 天二平,既是父亲变的,却又云多卖几两银子。 阿弥陀佛! 黄平,父亲,当值多少银子,前日银子卖少了,要来找价。 小的不肯,他就捅小的吵起来。 小的听见人说,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 这和尚几年剃了光头,把盐插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 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头来舔他的头。 牛但凡舔着盐,就要淌出盐水来。 他就说是他父亲,天二平。 和尚的父亲却也不少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 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 这回又拿这是告晓的,求老爷做主。 向知县叫那施牛的人问道, 这牛果然是你施与他家的,不曾要钱。 施牛的道,小的白送与他,不曾要一个钱。 向知县道,轮回知事本属渺茫,那有这个道理。 矿机说父亲转世,不该又卖钱用。 这秃奴可恶极了。 极丢下签来,种子二十,赶了出去。 第二件,未毒杀凶命事。 黄平,题目也不小,告状人叫胡赖,告的是医生陈安。 向知县叫上原告的来问道,他怎样毒杀你鸽子? 胡赖道,小的鸽子害病,请了医生陈安来看。 他用了一剂药,小的鸽子次日就发了跑灶,跳在水里淹死了。 这分明是他毒死的。 向知县道,平日有仇无仇。 胡赖道,没有仇。 向知县叫上陈安来问道,你替胡赖的鸽子治病,用的是什么汤头? 陈安道,他本来是个寒症,小的用的是精防发散药,药内放了八分细心。 天二平,细心成不宜轻用。 我见经用小青龙,而坏事者多疑,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是个团联矮子,在旁多嘴,说是细心用到三分,就要吃死了人。 本草上,那有这句话,落后他鸽过了三四日,才跳在水里死了,与晓得什么相干。 青天老爷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药药性星号都查遍了,也没见那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 天二平,此言虽便跳河之故,然服药发狂盖一有之,这是那里说起。 医生行着道,怎当的他这样诬陷?求老爷做主。 向知县道,这果然也胡说极了。 医家有哥谷之心,况且你家有病人,原该看守好了,为什么放他出去跳河? 与医生合肝。 七平,更为明快这样是也来告状,一起赶了出去。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状,黄平,文罪既旨,已上二事,不过令官者一笑,借以行文少取而为谋杀夫命事。 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牛奶奶昔把如此这般,从浙江寻到吴湖,从吴湖寻到安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问他要,问谁要? 向知县道,这也怎么见得? 向知县问牛蒲道,牛生元,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 黄平,果然认不得,却认得失本子牛蒲道,生元岂但认不得这夫人,并认不得她丈夫。 天二平,她丈夫的失稿是认得的她,忽然走到生元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 天二平,是老和尚枕香中来,并非天上飞来,向知县向牛奶奶道,眼见的这牛生元叫做牛不一,你丈夫也叫做牛不一,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罢。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县替她伸冤,馋得向知县急了,说道,也罢,我这里拆两个衙役,把这夫人借回绍兴。 你到本地告状去,我那里管这样无头官室。 天二平,推到绍兴便算了事,却叫绍兴官如何审。 今知所谓能源,深得向公三媚牛生元,你也请回去罢。 说罢,便退了堂。 两个解义,把牛奶奶借往绍兴去了。 黄平,冷牛婆,只因这一件事,传得上司知道,说向知县相语做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要把向知县访文参处。 七平,官场无风起波,都是如此。 天二平,凡谣言必非无音,如此两劫起尽脱空,却不知非但人命是假,连相语的诗人亦不真也。 黄平,非向知县不能断此案也,要由牛蒲地道报文清,只好如此了结。 然此案无凭无正,本系难办,按查司去接导院。 这按查司姓崔,是太监的侦儿,因袭出身,做到按查司。 这日叫木克续了接铁稿,取来登下自己戏看,为特三昏庸不知知县令以宿官方式,内开安东县知县向顶许多事故。 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 登竹营里,只见一个人双膝跪下,黄平,齐催暗查举眼一看,原来是他门下的一个戏子,叫做报文清。 黄平,从牛蒲地道报文清暗查司道,你有什么话,起来说。 报文清道,方才晓得看见大老爷要参处的这位,是安东县向老爷。 这位老爷晓得也不曾认得,但自从七八岁学习,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 天二平,金人从七八岁读书至老,未必念及作者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明氏,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的一个支县,好不可怜。 如今又要因这事参处了。 况他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罢。 安查司道,不想你这一个人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 黄平,此暗查一解怜才你倒有这个意思,难道我倒不肯? 七平,想此暗查本有犹疑未定之意,于文清之言得入耳,只是如今免了他这一格职,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 我如今将这些缘故写一个书子,天二平,此书如何写? 所靠是太监者,把你送到他衙门里去,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回家做个本钱。 黄平,此却不必报文清磕头谢了。 安查司吩咐书房小司去向穆宾说,这安东县不要参了。 黄平,视同儿戏,所以表明是太监者。 过了几日,果然拆一个牙医,拿着书子把报文清送到安东县。 天二平,报文清既不涂现,却何以往安东? 盖音自幼仰慕,欲一见其人耳向知县把书子拆开一看,大惊,蒙叫快开宅门,请这位报相公进来,向知县便迎了出去。 报文清轻衣小茂,走进宅门,双膝跪下,便扣老爷的头,跪在地下,请老爷的安。 向知县双手来扶,要同他蓄礼,他道,小的何等人,敢与老爷施礼。 向知县道,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与我有恩,怎么拘这个礼? 快惊起来,好让我败谢。 他再三不肯。 向知县拉他坐,他断然不敢坐。 向知县急了,说,崔大老爷送了你来,我若这般待你,崔大老爷知道不便。 报文清道,虽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的,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小得断然不敢。 齐平,大有见识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退到廊下去了。 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也断不敢当。 落后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 次日,向知县背了席,摆在书房里,自己出来陪,断酒来奉。 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 向知县没奈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还上来谢上。 向知县写了谢案查丝的丙帖,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一礼也不敢受。 黄庭,特写报文清,所以魁氏大夫也说道,这是朝廷搬于老爷们的凤银,小得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 齐平,一栽此人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舍死小的。 大老爷天恩,留小的一条狗命。 向知县见他说道这田地,不好抢他。 因把他这些话,又写了一个饼帖,并按查丝。 又留他住了几天,差人送他回京。 按查丝听见这些话,说他是个呆子,黄平,却是呆子,然没处去寻也就罢了。 又过了几时,按查丝生了京堂,把他带进京去。 不想一进了京,按查丝就病故了。 报文清,在京没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 黄平便递到南京,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川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 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 水满的时候,话传销谷,昼夜不绝。 城里城外,临宫范雨,碧瓦诸蒙。 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四,到如今,河止四千八百四。 齐平,总是曾华,时是如此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九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 黄平,加倍写出,是小说家术,不论你走到一个屁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登陆卖茶,插着石仙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 到晚来,两边酒楼上鸣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 黄平,此拥前之南京,嘉庆时便不能如此,修论如今那情怀到了有月色星号的时候, 越是夜色星号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传来,七情委婉,动人心魄。 黄平,南京乃作者所爱,古细细写出,而大忌收杰出意归到南京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 穿了青纱衣服,头上沾了茉莉花,一起卷起香莲,平澜静听。 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连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贤、尘、宿、香雾一起喷出来, 和河里的月色星号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狼院仙人,摇躬仙女。 还有那十六楼关系,新装炫浮,召接四方游客。 真乃朝朝寒时,夜夜元宵。 七平,二语言朝则冷静,夜则闹热也,用之计家即和。 天二平,写情怀风景,百事之下游令人神网。 黄平,特意装点,还他小说家术。 这鲍文青住在水溪门,水溪门与聚宝门相见。 这聚宝门,当年说每日近来有百牛千猪万蛋粮,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 鲍文青进了水溪门,到家和妻子见了。 他家本是几代的细形,如今仍旧做这细形营业。 他这细形里,怀青桥是三个总域,一个老狼庵。 水溪门是一个总域,一个老狼庵。 总域内都挂着一般一般的细子牌,凡要定细,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 鲍文青却是水溪门总域挂牌。 他细形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是, 一起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域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熬的。 黄平,人家能如是乎还有红武年间棋手的班子,一班十几人, 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狼庵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 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子孙出来学系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几岁年纪就称为老道长。 樊玉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 鲍文青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 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里生销馆笛,三咸琵琶都查点了出来,也有断了咸,也有坏了皮的一种陈灰寸庸。 他查出来放在那里,到总域旁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 才走进茶馆,只见一个人坐在那里,头戴高帽,身穿宝兰段直多,脚下坟底造靴,独自坐在那里吃茶。 鲍文青进前一看,原是他同班畅老生的钱麻子。 钱麻子见了他来,说道,文青,你从几时回来的?请坐吃茶。 鲍文青道,我方才远远看见你,只疑惑是那一位汉林,柯,道老爷,错走到我这里来吃茶,原来就是你这老皮鲸,当下做了吃茶。 钱麻子道,文青,你在经里走了一回,见过几个做官的,回家就拿汉林,柯,道来吓我了。 鲍文青道,兄弟,不是这样说,像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 你穿这样衣裳,叫那读书的人穿肾吗? 天二平,今世读书人与戏子意义不慎相悬。 黄平,不亦赐予出诸戏子之口钱麻子道,而今世,那是二十年前的讲究了。 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淡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这一桌吃饭。 凭他这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 若与同习有几个学理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理。 黄平,凡此不怪戏子,怪乡绅而戏子者,报文青道,兄弟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 岂但来生还做戏子,连便驴便马都是该的。 七平,真便莫俗,真是致眼前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 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吃着,只见外面又走近一个人来。 头戴浩然金,身穿降色星号愁直多,脚下坟底造靴,手指龙头拐杖走了进来。 前麻子道,黄老爹,到这里来吃茶。 黄老爹道,我倒是谁,原来是你们二位,到跟前才认的。 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岁了,眼睛盖花了。 文青,你几时来的? 报文青道,到家不多几日,还不曾来看老爹,日子好过得快,相别已十四年。 记得我出门那日,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看着老爹装了一出茶博室才走的。 天二平,故意说出他原形,草舌挥羡,又斗国公府。 黄平,又带出国公府,为杰处伏笔老爹,尽可在班里了。 黄老爹摇手道,黄平,摇手者会言戏字爷,我久已不做戏字了。 坐下天点心来吃,向前麻子道,前日南门外张举人家请我同你去下棋,你怎么不到? 前麻子道,那日我班里有生意。 明日是古楼外薛香参小生日,订了我徒弟的戏。 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兽。 鲍文清道,那个薛香参。 黄老爹道,他是坐过福建厅州之府,和我同年,今年八十二岁,朝廷请他做香饮大宾了。 黄平,好香饮大宾鲍文清道,向老爹拄着拐杖,缓不细摇,依我说, 这香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 又道,前兄弟,你看老爹这个体统,岂只向知府告老回家,就是上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 天二平,雅薛那老畜生不小的这话是笑他,黄平,非骂戏子,悦者须知反心心得意。 齐平,取尽人情,当下吃完了茶,个子散了。 鲍文清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黄平,天下事,叫戏子看不上眼, 尚有何说自己却还要寻几个孩子,几个小班子。 因在城里到处寻人说话。 那日走到古楼坡上,遇着一个人,有份叫,邂逅相逢,就交更添气色星号,婚姻有份,子弟亦北恩光。 毕竟,不知鲍文清虽的是个什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此篇前半截过牛普郎,递入鲍文清传。 命案三件,其情节荒唐略同,两须一时,衬托妙无痕迹。 写相知献是个通才,却不费笔墨,只用一二句点斗大略,又从鲍文清口中传述,行闻深得必是积虚之妙。 报文清之作戏子,乃其祖父相传之事业,文清混迹戏行中,而佼佼自豪,不愧其为端人正事,虽作戏子,拥和尚。 天下何尝不有世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明如而实戏也。 黄平,平得好今文清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世大夫之列,则明戏而实如也。 南华云,吴将为明乎,明者,实至宾也,吴将为宾乎。 书中如扬州,如西湖,如南京,尽明胜之罪,黄平,扬州何族称明胜? 定当用特笔提出描写。 作者用意,以南阔,京畜碎史,东京梦华,朱笔法,顾令乐者独知,飘然神网,不知其何以以我情也。 幽灵见辈,不敢等于世大夫,分仪而也。 乃小禁知事大夫,往往于歌酒场中,折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去也,脱俗也。 天二平,士大夫何莫非戏子。 自达者言之,则以为大快一戏场,古今一戏局,而此辈久而习惯,静以为分内事。 有不如是者,吉木以为不在行,亦尔寒是在座,不惜多方以也于之。 比富贵中人,方且相视而笑,恬然不怪。 无辜,其实践真出文清下也。 黄平,此等世大夫来世,一定是戏子,从其愿也。 第二十九章,鲍文清南京欲救泥亭喜安静。 话说鲍文清到城北,去寻人,你孩子学习。 走到鼓楼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个人下坡。 鲍文清看那人时,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直多,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 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着一条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道,修补乐器。 鲍文清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吗? 那人道,正是。 鲍文清道,如此,去老爹在茶馆坐坐。 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拿了一壶茶来吃着。 鲍文清道,老爹尊姓。 那人道,贱姓尼。 鲍文清道,尊府在那里。 那人道,园里设下在三排楼。 鲍文清道,你老爹,你这修补乐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的吗? 你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 鲍文清道,在下姓鲍,设下住在水溪门,原是梨园行业。 银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 如今,不知是去老爹到舍下去修好,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 你老爹道,掌兄,你共有几件乐器。 鲍文清道,只怕也有七八件。 你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还是我到泥府上来修吧,也不过一两日功夫。 我只饶你一顿早饭,碗里还回来家。 鲍文清道,这就好了。 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修要剑怪。 又道,几时可以去老爹去。 你老爹道,明日不得闲,后日来罢。 当下说定了,门口挑了一袋芙苓膏来。 黄平,南京风景鲍文清买了半斤,同你老爹吃了,彼此告别。 鲍文清道,后日清晨专后老爹。 你老爹应诺去了。 鲍文清回来和浑家说下,把乐器都开抹净了,搬出来摆在客座里。 到那日清晨,你老爹来了,吃过茶点心,拿着乐器修补。 修了一回,家里两个学习的孩子捧出一顿素饭来,鲍文清陪着你老爹吃了。 到下午时后,鲍文清出门,回来向你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紧,家里没个好菜书,不公。 我儿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这乐器丢着明日在补吧。 你老爹道,为什么又要取扰? 当下两人走出来,到一个酒楼上,捡了一个僻静坐头坐下。 唐官过来问,可还有客? 你老爹道,没有客了。 你这里有些什么菜? 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焖鱼、醉白鱼、杂块、胆鸡、白切肚子、生炒肉、 精炒肉、炒肉片、煎肉圆、焖青鱼、煮连头、还有变蝶白切肉。 你老爹道,掌兄,我们自己人,吃个变蝶吧。 鲍文清道,变蝶不公。 因叫唐官先拿卖鸭子来吃酒,再炒肉片带饭来。 唐官硬下去了。 须语,捧着一卖鸭子两壶酒上来。 鲍文清起身针你老爹一杯,坐下吃酒。 因为你老爹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阴慎做着修补乐器的事。 天二平,有心人那你老爹叹一口气道,掌兄,告诉不得你。 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 黄平,秀才而会修乐器,可想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齐平,一语伤心。 黄平,书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干死于书下,不得怪书。 天二平,张静斋云里有精有全,乃是活书拿不得清,腹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着手一糊口。 原是没奈何的事。 鲍文青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大胆的狠了。 黄平,文青可爱,请问老爹几位相公。 老太太可是奇梅。 你老爹道,老气还在。 从前倒有六个小儿,而今说不得了。 鲍文青道,这是什么缘故? 你老爹说到此处,不觉欺然垂下泪来。 七平,悦者以为欺然下泪,鲍文青又真一杯酒,递于你老爹,说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说。 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 天二平,热尝你老爹道,这话不说罢,说了反要惹你长凶效。 鲍文青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 黄平,时时自以为何等之人,人能自知为何等人,何的作非分事,老爹只管说。 你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是六个儿子。 死了一个,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 那四个,说着,又忍着不说了。 鲍文青道,那四个怎的? 你老爹被他问极了,说道,长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 我不瞒你说,那四个儿子,我都因没有的吃用,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 鲍文青听见这句话,忍不住地眼里流下泪来。 天而平,郝文青说道,这四个可怜了。 你老爹垂泪道,岂但那四个卖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与人去。 鲍文青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的? 你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鲍文青着实伤感了一会,说道,这件事我倒有个伤意,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 你老爹道,长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有何妨? 鲍文青正待要说,又忍住道,不说罢。 这话说了,恐怕惹老爹怪。 天二平,你老爹云说了,反要惹你长兄孝,鲍文青云说了,恐怕惹老爹怪,前后相对你老爹道,岂有此理? 任凭你说什么,我怎肯怪你?鲍文青道,我大胆说了吧。 黄平,要说不敢说,斟酌在三游碗转言之,生怕唐突,以其不忘身为戏字也。 写鲍文青不惜笔墨,所以生窥视大夫,而为戏字之所为者,省事之心起寻常小说所能梦见你老爹道,你说,你说。 七平,神气逼真鲍文青道,老爹,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若得卖到他周别府,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 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生平只得一个女儿,并不曾有个儿子。 天二平,福安尼老人家若肯不弃践行,把这小令郎过继于我,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于老爹。 我抚养他诚心好人,平日逢时欲节,可以到老爹家里来。 后来老爹试题好了,依旧把他送还老爹。 这可以使得的吗? 你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儿子恩兴照命,我有什么不肯。 但是寄过寄予你,累你抚养,我那里还收得你的银子。 鲍文青道,说那里话,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来。 说吧,彼此又吃了一回。 会了账,出得殿门。 趁天色星号未黑,你老爹回家去了。 鲍文青回来,把这话向奶眷说了一遍,奶眷也欢喜。 天二平,此时是欢喜。 黄平,此喜非真,观后文字之次日,你老爹清早来补乐器,会着鲍文青,说, 昨日商议的话,我回去和老七说,老七也甚是感激。 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就带小儿来过祭便了。 鲍文青大喜,自此两人呼为亲家。 过了几日,报家备了一喜酒,请你老爹。 你老爹带了儿子来,写利过纪文书,凭着左邻开荣县店张国仲,又邻开香辣店王宇秋。 黄平,二人后文有用处,两个邻居都到了。 那文书上写道,历过纪文书泥双丰,今将第六子泥亭喜,年方一十六岁,因日识无措,夫妻尚义,情愿出继与鲍文青名下为义子,改名鲍亭喜。 此后成兴浩人婚曲,巨细鲍文青抚养,历似成挑,两无一说。 如有天年不测,各听天命。 金玉有平,历此过纪文书,永远存照。 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历过纪文书泥双丰,平中林,张国仲,王宇秋,都化了呀。 鲍文青拿出二十两银子来赋予你老爹去了。 鲍文青又谢了众人,自此两家来往不绝。 这泥亭喜,改名鲍亭喜,甚是聪明伶俐。 鲍文青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教他学习,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 到十八岁上,你老爹去世了,鲍文青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带笑,送你老爹入土。 天二平,文青真不可及。 黄平,士大夫肯否自此以后,报庭喜,着实得力。 他娘说他是明灵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儿,女婿。 天二平,使出欢喜,此时又不疼他,写婆子心性信号如此,隐隐写出女儿女婿之故。 黄平,其夫如此,其妻仍是细子老婆鲍文青说她是正经人家儿女,比亲生的还疼些。 每日吃茶吃酒都带着她,在外揽生意都捅着她。 让她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又心里算计要替她娶个媳妇。 那日早上,正要带着报庭喜出门,只见门口一个人,骑了一匹骡子,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 鲍文青认得是天长县度老爷的管家,姓邵的。 黄平,伏笔遥遥地道两度便道,邵大爷,你几时过将来的。 邵管家道,特过将来寻报师父。 鲍文青同他做了医,叫儿子也做了医。 请他坐下,拿水来洗脸,拿茶来吃。 吃着,问道,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想是过来订戏的。 你家大老爷在府安。 邵管家笑道,正是为此。 老爷吩咐要订二十本戏。 报师父,你家可有班子。 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 鲍文青道,我家现有一个小班,自然该去伺候。 知不知要几时动身。 邵管家道,就在初月动身。 说吧,邵管家叫跟罗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罗子打发回去。 邵管家在被套内取出一封银子来,地语报文青道, 这是五十两定银,报师父,你且收了。 其余的,领班子过去再付。 文青收了银子。 当晚整治酒席,大盘大碗,刘少管家吃了半夜。 次日,少管家上街去买东西。 买了四五天,故头口掀过江去了。 报文青也就收拾,带着报庭席,领了班子,到天长杜府去做戏。 做了四十多天回来,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 父子两个,一路赶杜府的恩德不尽。 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她一件棉袄,一双鞋袜。 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实感恩,又来谢了报文青。 报文青仍旧领了班子,在南京城里做戏。 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散了戏,戏子和乡都先进城来了。 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子里洗了一个澡,吃了些茶点心,慢慢走回来。 到了家门口,报文青道,我们不必拢家了。 那桥有个人家,订了明日的戏。 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银子称来。 天二平,已可递入杜少青蚁,偏不入脉,但做一幅笔,留之数回以后。 盖全书总不肯使,一直比也当下报厅喜跟着,两个人走到方口。 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两对红黑帽,一柄遮阳,一顶大轿,知道是外府光过。 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让那伞和红黑帽过去了。 遮阳到了跟前,上写着安庆府正堂。 报文青正仰脸,看着遮阳,黄平,仰脸,所以轿子里看得真,极细轿子,一道。 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报文青,吃了一惊。 报文青回过脸来看那官时,原来便是安东县向老爷,他原来生了。 轿子踩过去,那官叫跟叫的轻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那轻衣人飞跑到报文青跟前,问道, 太老爷问你,可是报师父吗? 报文青道,我便是。 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生了来的。 那人道,是,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和房里,请报师父在那里去相会。 说吧,飞跑赶着轿子去了。 报文青领着儿子走到贡院前香蜡店里,买了一个手本,上写门下报文青扣。 走到张家和房门口,直到向太爷已经回育了,把手本递于管门的,说道,有劳大爷秉升,我是报文青,来叩见太老爷。 门上接了手本,说道,你且伺候着。 报文青同儿子坐在板凳上。 坐了一会,里面打发小丝出来问道, 黄平,先出来问,岂不忘文青,刻想门上的,太爷问有个报文青可曾来。 岂平,写出可念情形。 天二平,孔门上,不知儿祖阁也门上人道,来了,有手本在这里。 慌忙传进手本去,只听得里面道,快请。 黄平,快请二字,可见念念不忘报文青叫儿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门的进去。 进到河房来,向知府已是沙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我的老友到了。 岂平,写出喜味情形。 黄平,竟称老友报文青,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若只管这样距离,我们就难相遇了。 再三再四拉他坐。 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 黄平,先不敢坐,今却敢坐者,已见次熟悉,且知向知府一片实心,必有话问,不得不赞坐,以便对达向知府坐下,说道,文青,自同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 我如今老了,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 天二平,真是老友相逢的说话,报文青立起来道,太老爷高升,小得多不知道,不曾扣得大喜。 向知府道,请坐下,我告诉你。 我在安东坐了两年,又到四川坐了一任之舟,赚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 你自从崔大人死后,回家来做些什么事? 天二平,可知用心报文青道,小得本是戏子出身,黄平,口口不忘戏子回家没有甚事,依旧交一小班子过日。 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谁? 天二平,可知用心报文青道,那就是小的儿子,待在公馆门口,不敢进来。 向知府道,为什么不进来?叫人快出去请报相公进来。 当下一个小司令了报庭喜进来,他父亲叫他磕太老爷的头。 向知府亲手扶起,问,你今年十几岁了? 报庭喜道,小得今年十七岁了。 向知府道,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 叫他坐在他父亲旁边。 向知府道,文青,你这令郎也学戏行的营业吗? 报文青道,小得不曾教他学戏。 他念了两年书,而今跟在班里记账。 向知府道,这个也好。 我如今还要到葛上斯牙门走走。 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这里吃饭,我回来还有话替你说。 说吧,换了衣服,起身上叫去了。 报文青同儿子走到管家们房里,管宅门的王老爹本来认得彼此坐了衣,叫儿子也坐了衣。 看见王老爹的儿子小王已经长到三十多岁,满嘴有胡子了。 王老爹极其欢喜报庭喜,拿出一个大红段子定金线的抄袋来,里头装着一定银子送予他。 天二平,为结亲张本。 黄平,扶后文报庭喜作一谢了。 坐着说些闲话,吃过了饭。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来,换取了衣服,仍旧坐在河房里,请报文青父子两个进来坐下,说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不得和你细谈。 音教小司在房里取出一封银子来递语他道,这是二十两银子,你且收着。 我去之后,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托语人领着,你在半个月内,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我还有话和你说。 报文青接着银子,谢了太老爷的赏,黄平,钱子不受,今为数无多,且不敢再赴向知府之意,既有斟酌说道,小的总在半个月内,领了儿子到太老爷衙门里来请安。 当下又留他吃了酒,报文青同儿子回家歇息。 天二平,今日内敲人家,定得戏不曾照看,银子意味网乘。 不知是报家父子忘记,不知是作者诗笔。 次早又到公馆里,送了向太爷的行。 回家同婚家商议,把班子赞托,与他女婿归姑业同教师金赐福领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头绳,肥皂之类,待与衙门里各位管家。 又过了几日,在水溪门搭船,到了池口,只见又有两个人搭船,舱内坐着。 彼此谈及,报文青说要到向太爷衙门里去的。 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一路就奉承报家父子两个,买酒买肉,请他吃着。 晚上后别的客人睡着了,脸悄悄向报文青说,有一件事,只求太爷批一个准子,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 又有一件事,县里降上来,只求太爷批下去,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两。 天二平,此被御事生风,无所不致你报太爷在我们太老爷跟前啃个情罢。 报文青道,不瞒二位老爹说,我是戏子,乃下贱之人,黄平,自知戏子,自知下贱,自知不配说情蒙太老爷抬去,叫到衙门里来。 我等之人,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那两个书办道,报太爷,你疑惑我这话时说谎吗?只要你肯说这情,上岸先对五百两银子与你。 黄平,断想不到真不要银子,报文青笑道,我若是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 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的肉。 七平,予于本分,如此之人真不多得。 天二平,郝文青,此事天地间治理,但人不肯想到此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 况且他若有礼,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情。 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应得。 天二平,灌说人情者念之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 天二平,必须如此透过一层,方便歪缠不清自古道,宫门里好修行,你们服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明,也要个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心耗命。 七平,言辉至而弥广,说至此,竟是警示名言。 天二平,真语者,诗语者,妙语者,然而此被闻之则不入耳之言。 黄平,面面想道,且未向大手惜名声,天下有如此细子乎。 几句说的两个书办毛骨悚然,一场没趣,扯了一个蛋,罢了。 次日早晨,到了安庆,宅门上投进手本去,向知府叫将他父子两人行礼搬在书房里面住,每日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又拿出许多绸合不来,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 一日,向知府走来书房坐着,问道,文青,你令郎可曾做过亲事吗? 天二平,直接上文,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报文青道,小的是穷人,这件事还做不起。 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话,若说出来,恐怕得罪你。 黄平,恐怕得罪,众文青一致于是这是你若肯相救,道了我一个心愿。 报文青道,太老爷有什么话吩咐,小得怎敢不一。 向知府道,就是我家总管姓王的,他有一个小女儿,生得甚是乖巧。 老七着实疼爱他,戴在房里,书头,裹脚,都是老七亲手打扮。 今年十七岁了,和你令郎是童年。 这姓王的,在我家已经三代,我把头身纸都查了赏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 黄平,恐嫌他出身不好,并忘记报文青是戏子一,仲文青一致于是他儿子小王,我又替他买了一个不理书办名字,五年考满,便选个典史杂志。 你若不弃嫌,便把你令郎招给他做个女婿,将来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 这个你可恳吗? 黄平,唯恐他不肯报文青道,太老爷莫大之恩,小得知感不尽。 只是小的儿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 向知府道,我替他说了,他极欢喜你令郎的。 这是不要你费一个钱,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 一切床障,被褥、衣服、首饰、酒席之费都是我背班其了。 替他两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个县城公公罢了。 郎文青跪下谢太老爷,向知府双手扶起来,说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将来我还要为你的情礼。 黄平,苏云报答不尽,向太守真有此心,两人实事难得。 此日,郎文青拿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 到晚上三更十分,忽然府院一个差官,一匹马,同了一位二府,抬了轿子,一直走上堂来,叫请向太爷出来。 满衙门的人都慌了,说道,不好了,来摘印了。 偏二平,故作惊人之笔,此文家较快伎俩,然而郑宇前文催暗查题,参事向照,则向知府感恩报得意其疑也只因这一番,有份教,荣华富贵,享受不过片时,潦倒催颓,波澜又兴多少。 不知这来的官果然摘印于否,且听下回分解。 我平,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知,其得守者不过一二人。 天二平,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闻,一起能人人得意不得守者,不郎不友,既不能力田,又不能伤骨,做事伤空,不至于脉儿欲女者几西矣,泥霜风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 天二平,书故不死,读者自死之死书二字,其妙得未曾有,不但可谓旧食之良药,亦可谓省事之沉中也。 向太守之千光,报文青之碑下,可谓贤主嘉宾矣。 写太守之爱文青父子,处于忠心之城,而文青父子一种感激不忘报之心,有历历如见。 诗云,忠心藏之,何日忘之。 太守有焉,亦云,谦谦君子,卑以字幕。 文青有焉,黄平,批得恰称。 第三十章,向观察升官,哭有报庭喜丧妇。 话说向知府听见摘印官来,芒将行名,前古相公都请到跟前,说道, 诸位先生将房里各样稿案查点查点,务必要查细些,不可遗漏了事。 天二平,处之坦然,可知平素未做坏事说罢开了宅门匆匆出去了。 出去会见那二府,拿出一张牌票来看了,傅儿低言了几句。 二府上轿去了,差官还在外候着,向太守进来,亲戚和鲍文青一起都迎着问,向知府道,没甚事,不相担。 是宁国府知府坏了,唯我去摘印。 当下料理马夫连夜同差官往宁国去了。 衙门里打首室,缝衣服,做床杖被褥,胡房,打点王家女儿招女婿。 忙了几日,向知府回来了,则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 衙门外传了一班鼓手,两个宾向进来。 报厅喜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绸缎衣服,脚下坟底造靴,先拜了父亲。 吹打着迎过那边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补服,出来陪媚婿。 吃过三遍茶,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何景,不必细说。 此日清早,出来拜见老爷,夫人。 夫人另外赏了八件首饰,两套衣服。 衙里摆了三天喜酒,无一个人不吃到。 满月之后,小王又要进京去选官,报文清备酒替小庆家践行, 报厅喜亲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鹿才回来。 自此以后,报厅喜在衙门里,知如在云端里过日子。 黄平,折了福了,所以后面有许多疙瘩事。 看看过了新年,开了印,各县送童生来服考。 向知府要下茶院考童生,向报文清父子两个道, 我要下茶院去考童生。 这些小私们若带去巡视,他们就要作弊。 你父子两个是我新妇人,替我去照顾几天。 黄平,姓文清一致于此,报文清领了命, 父子两个在茶院里寻场茶号。 安庆期学共考三场。 见那些同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 天二平,安庆文风甚坏, 只有矫眷时,家片求恩及前宿者,至今犹然大家丢纸团,掠砖头, 挤眉弄眼,无所不为。 到了墙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成一团,跌成一块。 天二平,滔滔皆是, 企图安庆报庭喜,看不上眼。 黄平,戏子都看不上眼, 骂沙有一个童生推着出宫, 走到茶院土墙跟前, 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 被暴庭喜看见,要踩他过来见太爷。 包文青拦住道, 这是我小儿不知事事。 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 快归号里去做文章。 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变了。 忙使起些土来, 把那洞不好, 把那个童生送进号去。 天二平,胜得是也。 黄平,不敢多事, 留其廉耻, 是君子且难能知。 考试已毕, 发出案来, 怀宁县的案手叫做纪环。 天二平, 纪环是后书要用之人, 与此出现他父亲是个五粮榜, 同向知府是文武童年, 在家候选守辈。 发案过了几日, 纪守辈进来拜谢, 向知府设席相留。 习摆在书房里, 叫鲍文青同着出来坐坐。 当下纪守辈首席, 向知府主位鲍文青坐在横头。 纪守辈道, 老公主这一番考试, 至公至名, 何府无人不服? 向知府道, 年先生, 这看文字的事, 我也慌疏了。 倒是前日考场里, 亏我这抱朋友在比寻场, 还不曾有什么弊斗。 天二平, 不没人擅此实际守辈才晓得, 这人姓抱。 黄平, 妙在同袭不问姓, 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黎原角色星号, 纪守辈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像。 天二平, 纪守辈致以黎原同袭为非, 上非随波逐流者, 但不可概论而向知府道, 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 这些中尽是, 做汉林的和他说道传道穷经, 他便说欲而无当。 和他说道通金博古, 他便说杂而不惊。 究竟弑君交友的所在, 全然看不得。 七平, 说尽仕途弊病, 食之莫留, 与其反谱还原, 岂可得哉。 替传道穷经是八股, 通金博古是八股, 士君交友是八股中虚字眼。 黄平, 举世同之不如我这报朋友, 他虽生意是健业到颇多君子之行, 因将他生平的好处说了一番, 既守辈也就肃然起敬, 酒吧辞了出来。 过三四日, 岛把鲍文青请到他家里, 吃了一餐酒, 考案首的儿子季桓也出来陪坐。 鲍文青见他是一个美貌少年, 便问, 少爷尊号? 季守背道, 他号叫做伟霄。 当下吃完了酒, 鲍文青辞了回来, 象象之府着实称赞这季少爷好个相貌, 将来不可限量。 黄平, 既为萧音相貌而得名士之称, 故须鲜血一笔。 又过了几个月, 那王家女儿怀着身子要分娩, 不想养不下来, 死了。 天二平, 亭喜福伯, 此女命短, 文青时运已完, 鲍文青父子两个痛哭。 向太守道反劝道, 也罢, 这是他个人的寿数, 你们不必悲伤了。 你小小年纪, 我将来少不得再替你娶个媳妇。 你们若只管哭时, 惹得夫人心里越发不好过了。 鲍文青也吩咐儿子, 叫不要只管哭。 但他自己也添了个弹火急, 不失举动, 动不动就要咳嗽半夜。 意思要辞了, 向太爷回家去, 又不敢说出来。 恰好向太爷生了福建听章道。 天二平, 明时不正思有左右参政, 左右参议, 暗查私有父使, 千世, 借吉金之道远。 既托明明官, 不当竞称金智, 此亦疏忽之过。 平不清平, 此等皆拜官加固谬其词, 使人之为非明氏。 亦如西游掩唐氏, 托明元人, 而有鸾遗未明戴官至, 红楼梦掩国朝事, 而有兰台四大夫, 九省总治节度使, 锦衣未也。 江秋山杂技, 贤其无杂, 意味识此。 此平可山鲍文青向向太守道, 太老爷又恭喜高升。 小的本该跟随太老爷去, 怎奈小的老了, 又得了病在身上。 小的儿今扣辞了太老爷回南京去, 丢下儿子跟着太老爷服侍吧。 向太守道, 老友, 这样远路, 路上又不好走, 你年纪老了, 我也不肯拉你去。 你的儿子, 你留在身边奉侍你, 我带他去做甚吗? 我如今就要尽精必见, 我先送你回南京去, 我自有道理。 此日, 封出一千两银子, 叫小丝捧着, 拿到书房里来, 说道, 文青, 你在我这里一年多, 并不曾见你说过半个字的人情。 七平, 可见前次如说人情, 极要被人看不起的。 天二平, 暗角上闻。 黄平, 此曾最难得我替你娶个媳妇, 又没命死了。 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而今这一千两银子送于你, 你拿回家去治些产业, 娶一房媳妇, 养老送中。 我若做官再到南京来, 再接你相会。 鲍文青又不肯受, 向道台道, 而今不比当初了, 我做辅道的人, 不穷在这一千两银子。 你若不受, 把我当作什么人? 天二平, 文青不得不受了鲍文青, 不敢为虞, 方才磕头谢了。 黄平, 仍不受是正理, 此而后受义是正理, 凡以准乎人情, 而已向道台吩咐叫了一只大船, 备酒替他践行, 自己送出宅门。 鲍文青同儿子跪在地下, 撒泪告辞, 向道台也挥泪和他分手。 黄平, 竟不亦道义之交, 何必以贵贱盼然? 金之士大夫如此哲有知乎。 鲍文青父子两个, 带着银子, 一路来到南京, 到家告诉浑家像太老爷这些恩德, 举家感激。 鲍文青扶着病出去寻人, 把这银子买了一所房子, 两副行头, 租于两个戏班子穿着剩下的家里盘缠。 又过了几个月, 鲍文青的病渐渐重了, 卧床不起。 自己知道不好了, 那日把浑家, 儿子, 女儿, 女婿都叫在跟前, 吩咐他们, 同心同意, 好好过日子。 不必等我满福, 就娶一方媳妇进来要紧。 说吧, 明目而逝。 何家痛哭, 料理后事。 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间, 开了几日丧。 四个总域的戏子都来调校, 报厅喜又寻因杨先生寻了一块地, 择个日子出殡, 只是没人提明经。 黄平, 戏子而有明经业, 然以鲍文青之为人论, 竟不防用之。 向太守提约, 老友, 不愧也正在愁愁, 只见一个轻衣人飞跑来了, 问道, 这里可是报老爹家。 报厅喜道, 便是, 你是那里来的。 那人道, 福建听张道, 向太老爷来了, 轿子已到了门前。 报厅喜慌忙换了校服, 穿上轻衣, 到大门外去跪街。 向道台下了轿, 看见门上贴着白, 问道, 你父亲已是死了? 报厅喜哭着应道, 小的父亲死了。 向道台道, 没了几时了? 报厅喜道, 明日就是四七。 向道台道, 我必见回来, 从这里过, 正要会会你父亲, 不想已做故人。 气平, 所谓一切有违法, 如梦欢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是官, 也你引我道就前去。 报厅喜哭着贵词, 向道台不肯, 一直走到旧前, 叫着, 老有文青。 黄平, 四个字有无限深情, 我悦知抑郁痛哭。 文章之感人如是, 唯真也痛哭了一场, 上了一炷香, 做了四个衣。 报厅喜的母亲, 也出来败谢了。 向道台出道厅上, 问道, 你父亲几时出遍? 报厅喜道, 则在初月初八日。 向道台道, 谁人提的明经? 报厅里道, 小的何人商议, 说明经上不好写。 向道台道, 有什么不好写? 取纸笔过来。 当下报厅喜送上纸笔, 向道台取笔在手, 写道, 黄明一民报文青, 享年五十有九之旧。 天二平, 何不敬提老友某人之旧? 一民未甚妥。 黄平, 义自足以该知赐近世出身中现代夫, 福建听张道老友, 向顶顿手败体。 黄平, 斟酌至当, 真是同才。 今知大人先生, 感为知乎。 写完地语他道, 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殿内去坐。 又说道, 我明早就要开船了, 还有些少铸丧之费, 今晚送来与你。 说吧, 吃了一杯茶, 上轿去了。 报庭席随即跟到船上, 寇谢过了太老爷回来。 晚上, 向道台又打发一个管家, 拿着一百两银子送到报家。 黄平, 情之意尽, 那管家茶也不曾吃, 匆匆回船去了。 这里道出月初八日, 做了明经。 吹首, 亭彩, 和尚, 道士, 歌郎, 替报老爹出殡, 天二平, 细写者所以荣报文青, 也一直出到南门外。 同行的人都出来送殡, 在南门外酒楼上, 摆了几十座窄。 丧事已毙。 过了半年有余, 一日, 金赐福走来请报老太说话。 报庭席就请了, 在堂屋里坐着, 进去和母亲说了。 道老太走了出来说道, 金师傅许久不见, 今日什么风吹到此? 金赐福道, 正是, 好久不曾来看老太, 老太在家享福。 你那行头儿今 换了班子穿着了。 老大道, 因为班子在城里做戏, 生意行的戏。 如今换了一个文员班, 那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 在须以天长这一带走。 他那里乡身财主多, 还赚的几个大钱。 金赐福道, 这样你老人家更要发财了。 当下吃了一杯茶, 金赐福道, 我今日有一头亲事 来做成你家庭席, 取过来, 倒又可以发个大财。 齐平, 此语最足动听。 黄平, 取亲先讲发财, 不知正是道运报老太道, 是那一家的女儿。 金赐福道, 这人是内乔胡家的女儿。 胡家是不正史司的衙门, 起初把他嫁了安丰点馆当的王三胖, 不到一年光景, 王三胖就死了。 这唐克才得二十一岁, 出奇的人才, 就上话也是话不就的。 因他年纪小, 又没儿女, 所以娘家主张着嫁人。 这王三胖丢给他足有上千的东西, 大床一张, 两床一张, 四箱四处。 箱子里的衣裳盛得满满的, 手也插不下去。 黄平, 戏子口角, 逼针金手镯, 有两三腹, 赤金关子两顶, 珍珠, 宝石不计其数。 还有两个丫头, 一个叫做荷花, 一个叫做彩莲, 都跟着嫁了来。 你若娶了她与庭喜, 她两人年貌也还相和, 这是极好的事。 天耳平, 说得如火如荼, 老太婆已麻到一番话, 说得老太满心欢喜, 向她说道, 金师傅, 废你的心。 我还要托我家姑爷出去访访, 访的确了, 来寻你老人家作媒, 金字符道, 这是不要访的。 也罢, 访访也好, 我再来讨回信。 说罢去了, 报庭喜送她出去, 到晚, 她家姓龟的姑爷走来, 老太一五一十把这些话告诉她, 托她出去访。 龟姑爷又问老太, 要了几十个钱带着, 明日早上去吃茶。 此日, 走到一个作媒的沈天福家。 沈天福的老婆, 也是一个媒婆, 有名的沈大脚。 龟姑爷到沈天福家, 拉出沈天福来, 在茶馆里吃茶, 就问起这头亲事。 沈天福道, 你问的是胡七喇子吗? 黄平, 以幼字变庙, 加以喇子之称, 便知有许多庙文在内, 她的故事长着理。 你买几个烧饼来, 等我吃饱了, 和你说。 龟姑爷走到隔壁, 买了八个烧饼, 拿进茶馆来同她吃着, 说道, 你说这故事吧。 沈天福道, 慢些, 带我吃完了说。 当下把烧饼吃完了, 说道, 你问这个人怎的? 莫不是那家要娶他? 这个唐克是娶不得的。 若娶进门, 就要一把天火。 天二平, 先排场一番, 已见此事, 只为龟姑爷所悟。 黄平, 其谈, 然不起也, 败家与天火何以龟姑爷道, 这是怎的? 沈天福道, 他原是跟不正使私狐偏头的女儿。 偏头死了, 他跟着哥们过日子。 他哥不成星号人, 赌钱吃酒, 把不正使的缺都卖掉了。 因他有几分颜色的星号, 从十七岁上就卖于北门桥来家作小。 他作小不安本分, 人叫他新娘, 他就要骂, 要人称呼他是太太。 七平, 此富力志颇高, 后闻也算有才不遇。 黄平, 做小商要称太太, 何况做大被大娘子知道, 一顿嘴巴子赶了出来。 父后嫁了王三胖, 王三胖是一个候选周童, 他真正是太太了。 黄平, 从此一直太太了, 他做太太又做得过了, 把大呆的儿子、 媳妇一天要骂三场, 家人、婆娘两天要打八顿, 这些人都恨如投措。 不想不到一年, 三胖死了。 儿子疑惑, 三胖的东西都在他手里, 那日进房来搜, 家人、婆娘又帮着, 突出气。 这堂客有见识, 欲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 一总倒在马桶里。 那些人在房里搜了一遍, 搜不出来, 又搜太太身上, 也搜不出银钱来。 他借此就大哭大喊, 喊到上元县堂上去了, 出手儿子。 上元县传起了审, 把儿子责罚了一顿, 又劝他道, 你也是嫁过了两个丈夫的了, 还守什么劫? 看这光景, 儿子也不能和你一处同住, 不如叫他分个产业给你另在一处。 你守着也有你, 你在嫁也有你。 天二平, 善知事当下处断出来, 他另分几间房子在胭脂巷住。 天二平, 胭脂巷一有虎就为这胡七拉子的名声, 没有人敢惹他。 真是有七八年了, 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岁。 天二平, 于亭喜十年以偿他对人自说二十一岁。 闺谷也道, 他手头有千把银子的花, 可是有的。 沈天福道, 大约这几年也花费了。 他的金珠首饰, 紧断衣服, 也还值五六百银子, 这是有的。 鬼谷也心里想到, 果然有五六百银子, 我丈母心里也欢喜了。 若说女人会撒泼, 我那怕磨死你一家这小孩子。 黄平, 大有吞加斯之意, 因向沈天福道, 天福, 这要娶他的人, 就是我丈人抱养这个小孩子。 这亲事, 是他家教师金赐福来说的。 你如今不管他拉子不拉子, 替他撮合成了, 自然重重地得他几个没钱。 你为什么不做? 沈天福道, 这有何难? 我到家, 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说, 管包成就。 只是谢没钱在你。 闺姑也道, 这个自然。 我且去罢, 再来讨你的回信。 当下付了茶钱, 出门来彼此散了。 沈天福回家来和沈大脚说, 沈大脚摇着头道, 天老爷。 黄平, 又是天老爷, 与钱欧自合起来, 此人娶得娶不得。 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 天二平, 你既晓得, 何故惹他他, 又要是个官, 又要有钱, 又要人物齐整, 又要上吴公婆, 下吴小叔, 姑子。 七平, 一层深一层, 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来, 横草不拿, 树草不粘, 每日要吃八分银子药。 黄平, 南京时有此等婆娘, 他又不吃大婚, 头一日要鸭子, 第二日要鱼, 第三日要娇儿菜鲜笋做汤。 闲着没事, 还要举饼, 圆眼, 连米搭嘴。 酒量又大, 每晚要炸麻雀, 盐水虾, 吃三斤百花酒。 黄平, 静够静够, 底的天火已上床睡下, 两个丫头轮流着垂腿, 垂到四根骨尽才谢。 我方才听见你说是个戏子家, 戏子家有多大汤水, 弄这位奶奶家去。 沈天福道, 你替他架些空罢了。 沈大脚商议道, 我如今把这座戏子的话藏起不要说, 也并不必说他家弄行头。 只说他是个举人, 天二平, 举人一戏子耳不日就要做官, 家里又开着字号店, 广有田地。 这个说法好吗? 沈天福道, 最好, 最好, 你就这么说去。 当下沈大脚吃了饭, 一直走到烟纸巷, 敲开了门, 丫头荷花迎着出来问, 你是那里来的? 沈大脚道, 这里可是王太太家。 荷花道, 便是, 你有什么话说? 沈大脚道, 我是替王太太讲喜事的。 黄平, 太太而讲喜事荷花道, 请在堂屋里坐。 太太踩起来, 还不曾停荡。 沈大脚说道, 我在堂屋里坐怎的? 我就进房里去见太太。 当下揭开门帘进房, 只见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脚, 采连在旁边捧着房盒子。 王太太见她进来, 晓得她为媒婆, 就叫她坐下, 叫拿茶与她吃。 看着太太两只脚, 足足裹了有三顿饭, 食材裹完了, 又慢慢梳头, 洗脸, 穿衣服, 直弄到日头缩膝才清白。 天二平, 沈大脚早已饿了, 因问道, 你贵姓? 有什么话来说? 沈大脚道, 我姓沈, 因有一头亲事来效劳, 将来好吃太太喜酒。 王太太道, 是个什么人家? 沈大脚道, 是我们这水溪门大街上报府上, 人都叫她报举人家。 家里广有田地, 又开字号店, 足足有千万管家私。 黄平, 意在必成, 不妨任意夸张本人二十三岁, 尚无父母, 下无兄弟, 儿女, 要娶一个贤贿太太当家, 就已说在我肚里了。 我想这个人家, 除非是你这位太太才去的, 所以大胆来说。 王太太道, 这举人是她家什么人? 沈大脚道, 就是这要娶亲的姥爷了。 她家那还有第二个。 王太太道, 是文举, 吴举。 沈大脚道, 她是个吴举。 天耳平, 天说吴举, 斟酌尽善扯的洞, 十个利器的弓, 端得起三百斤的质子, 好不有利器。 七评, 王太太颇有见解其耐, 沈大脚会说何? 说文举不像取在教之人, 不如说无举的像, 又添有利器一句话, 遂觉活灵活现, 如见其人。 行文有旁观一句, 十分得力者, 所谓假赏三好也。 黄平, 笑道王太太道, 沈妈, 你料想也知道, 我是见过大事的, 不比别人。 想着一出到王府上, 才满了月, 就替大女儿送亲, 送到孙香身家。 那孙香身家三间大厂厅, 点了百师之大蜡烛, 摆着唐斗, 唐仙, 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 戏子戏吹戏打, 把我迎了进去。 孙香老太太, 带着凤冠, 穿着霞配, 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 脸朝下坐了。 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 把脸都遮满了。 黄瓶, 得不喷饭, 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 才露出嘴来, 吃她的蜜饯茶。 黄瓶, 月者长子要笑断佛。 我福先生写得出, 天二瓶, 还要两个丫头来, 一个捧头, 一个捧科唱了一页戏, 吃了一页酒。 第三十一张家, 跟了去的四个家人婆娘, 把我白铃之金裙子上弄了一点灰, 我要把她一个个都处死了。 她四个一起走进来, 跪在房里, 把头在地板上磕得扑通扑通的响, 天二瓶, 与安东县里暖隔板上驴子走的 咯噔噔噔声相应, 我还不开恩绕她里。 沈妈, 你替我说这事, 需要十分的事。 若有半些插尺, 我手里不能轻轻地放过了你。 七瓶, 暴老太要归家姑爷去访, 而王太太竟不易房者, 一则妇女眉脚械, 二则七喇子名声, 眉人如空谷足音, 已等待七八年, 一遇沈大脚生花之口, 遂满心快活, 不暇细响矣。 天二瓶, 若没人说谎, 其死必以沈大脚道, 这个何消说? 我从来是一点水一个泡的人, 比不得没人嘴。 黄平, 料再自说比不得没人嘴, 若扯了一次谎, 明日太太仿出来, 我自己把这两个脸八子送来给太太长嘴。 天二瓶, 依稀脸八子威矣, 该先挂一号。 黄平, 虽拉子亦不得不信王太太道, 果然如此, 好了, 你到那人家说去, 我等你回信。 当下包了几十个钱, 又包了些黑枣, 清饼之类, 叫他带回去与娃娃吃。 黄平, 娃娃是南京土语,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忠厚子弟成就了恶姻缘, 骨肉纷张, 又遇着亲兄弟。 不知这亲事说成否,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前半写向观察枯有, 堂皇郑重, 黄平, 堂皇两字, 郑重两字, 不配。 此一评者之谬, 可歌可泣, 乃言鲁公作书, 比例直欲透过纸备。 今次浮出来说亲, 其余王太太, 盖略得其盖, 故但能言其莲姿之后, 相拢之多, 盖此事已七八年, 而赐福新晋始之之, 其亦不过怂恿成局, 以图九十而已, 本无他想。 审天福即能知其根底, 是以历历言之, 然由是外想三摇, 至审大脚, 然后时其信心好情举动, 合盘托出。 左三段描写, 有前有后, 有想有略, 用意之心影, 措辞之俏把, 非为拜官中无此笔, 福求之古名人记载文字, 亦无此奇妙也。 天二平, 福化。 沈大脚生花之口, 不由太太不夺述众, 观后闻杜慎将军纳吉, 而沈大脚又换一番词语, 令沈青不得不夺述众, 如读长短书, 那得不拍案叫绝。 王太太未常见, 而已将她知性心好情举动, 一一描摹尽致, 视思如此一个人, 而抱庭喜竟娶她来家, 将何以处之。 悦者且眼眷细思, 此后当用何等笔墨, 不几何思路皆穷, 观后闻取进门来许多疙瘩事, 真非锦绣之心不能布置, 然后叹服作者财力之大。 天二平, 抱庭喜作亲写得如此热闹何也, 所以众闻轻也, 所以这向知府之所以抱闻轻也, 而又有一焉。 闻庭父子此番遭忌可谓吉胜, 乃庭喜不久丧妻, 闻庭哀伤发病, 向知府生任必见, 从此永别, 待至庭喜再娶, 终身受累。 天下是圣衰兴沸迁便无常, 此日花团锦簇, 他时不堪回首。 吉血热闹正为后日销锁张本, 所以唤醒世间云端里过日子者, 须知不是立脚处也。 回莫吉血王太太一番说谎, 正可与匡超人, 牛普郎顶足而三, 岂非女中丈夫? 黄平! 向太守感激文卿出于智诚, 故事难得, 然究蜀思恩, 且读书成近世者也。 写文卿之首本分, 约义, 约连, 兼而有之, 求知读书成近世者, 曾见几人, 而乃出于细子乎, 此先生即逝之身心, 积而为此, 以愧天下之读书成近世。 无辜, 与其著无用之书, 无宁作词等小说, 然而杰者先矣, 上何言在。 第32章, 王太太夫七反目倪庭诸兄弟。 话说沈大脚问定了王太太的话, 回家向丈夫说了。 次日, 瑰姑夜来讨信, 沈天福如此这般告诉她说, 我家唐克过去, 着实讲了一番。 这唐克已是千恳万恳, 但我说明了她家是没有公婆的, 不要叫抱老太自己来下插定。 到明日, 拿四样首饰来, 仍旧叫我家唐克送予她, 择个日子就台人变了。 瑰姑夜听了这话, 回家去告诉丈母说, 这唐克手里有几百两银子的话是真的。 只是信心耗子不好些, 会欺负丈夫。 这是她两口子的事, 我们管她怎的? 抱老太道, 这管她怎的? 现今这小丝傲头傲脑, 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妇来治着她才好。 七平, 活写出于夫人不疼过继儿子, 心情老太, 主张着要娶这唐克, 随即叫了抱庭喜来, 叫她去请沈天福, 金字福两个人来为媒。 抱庭喜道, 我们小户人家, 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好。 这样唐克要了家来, 恐怕淘气, 被他妈一顿臭骂到, 倒运的奴才。 黄平, 不娶他, 倒不得倒运没福气的奴才。 你到底是那穷人家的根子? 天二平, 观后抱庭喜之为人, 已远不及文青, 然上之本分, 耐取此娜子, 以致半生颠倒。 文青虽有不必等满夫之说, 然此时去文青之丧, 只半年于, 庭喜自渴以此为此, 而无如忽妄之意。 顾高穆大叔抱庭喜丧妇娶妻开口就说要穷, 将来少不得要穷断你的金。 向他有许多相拢, 娶进来摆摆房也是热闹的。 你这奴才知道什么? 骂得抱庭喜不敢回言, 只得殃及瑰姑也同着去拜没人, 瑰姑也道, 像娘这样费心, 还不讨他说个事。 只要减精减肥, 我也犯不着要小他这个牢。 老太又把姑也说了一番, 道, 他不知道好歹, 姐夫不必计较他。 姑也方才肯同他去, 拜了两个媒人。 次日备了一席酒请媒, 报庭喜有生意, 领着班子出去做戏了, 就是姑也做陪客。 老太家里拿出饲养金首饰, 饲养银首饰来, 还是他前头王室娘子的, 天二平不是老太提及交与沈天福去下插定。 沈天福又赚了他饲养, 只拿饲养首饰叫沈大脚去下插定。 那里接了, 则定十月十三日过门。 到十二日, 把那四箱, 四橱和盆筒, 袭器, 两张大床先搬了来。 两个丫头坐轿子跟着, 到了报家, 看见老太也不晓得是他家什么人, 又不好问, 只得在房里铺设齐整, 就在房里坐着。 宁早, 归家大姑娘坐轿子来, 这里请了金次福的老婆和前麻子的老婆两个禅亲。 到晚, 一乘轿子, 四对灯笼火把, 取进门来。 进房撒帐, 天二平, 第三次驾, 由红金碧面呼说四言八句, 拜花竹, 吃交杯展, 不必细说。 五更谷出来拜堂, 听见说有婆婆, 就惹了一肚气。 七平, 第一期出来, 史性星号灌气磕了几个头, 也没有茶, 也没有鞋, 拜币, 就往房里去了。 丫头一会出来要雨水微茶与太太磕, 一会出来叫拿炭烧着了, 进去与太太添着烧素香, 一会出来到厨下叫厨子蒸点心, 做汤, 拿进房来与太太吃。 两个丫头川流不息地在家前屋后地走, 叫得太太一片声响。 天耳平, 接连几个太太, 天摇地动, 日月结婚。 黄平, 做足太太, 悦者长子问能不孝断否, 抱老太听见到, 在我这里叫什么太太? 连奶奶也叫不得, 只好叫个像公娘罢了。 丫头走进房去, 把这话对太太说了, 太太就气了个发昏。 齐平, 第二期, 到第三日, 报家请了许多的戏子的老婆来作巢。 天耳平, 只算演戏南京的风俗, 但凡新媳妇进门, 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 发个历史。 这菜一定是鱼, 取富贵有鱼的意思。 当下报家买了一尾鱼, 烧起锅, 请向姑娘上锅。 王太太不踩, 坐着不动。 钱麻子的老婆走进房来道, 这使不得, 你而今到她家做媳妇, 这些规矩是要还她的。 太太忍气吞声, 齐平, 此气上可脱了紧断衣服, 系上围裙, 走到厨下, 把鱼接在手内, 拿刀刮了三四刮, 拎着尾巴望滚汤锅里一罐。 钱麻子老婆正站在锅台旁边, 看她收拾鱼, 被她这一罐便溅了一脸的热水, 连一件二色星浩金的断衫子都弄湿了, 吓了一跳, 走过来道, 这是怎说? 王取出一个汗金子来开脸。 黄平, 真描写地向王太太丢了刀, 鼓兜着嘴往房里去了。 当晚堂课上席, 她也不曾出来坐。 到第四日, 报庭席领班子出去做戏, 进房来穿衣服。 天二平, 同窗一夜竟为交遍炎夜王太太看见她这几日都戴的是瓦笼帽子, 并无纱帽。 天二平, 为之拜堂时戴何帽子心里疑惑, 她不像个举人。 这日见她戴帽子出去, 问道, 这晚间你往那里去。 报庭喜道, 我做生意去。 说着就去了。 太太心里越发疑惑, 她做什么生意? 又想到, 想是在字号店里算账, 一直等到五根谷天亮, 她才回来。 太太问道, 你在字号店里算账, 为什么算了这一夜? 报庭喜道, 什么字号店? 我是戏班子里馆班的, 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回来。 太太不听见这一句话罢了, 听了这一句话, 怒气宫心, 大叫一声, 望后便道, 牙关咬紧, 不省人事。 七平, 此气不同小可以。 天二平, 周静之跌倒已怨, 犯见母子之跌倒已喜, 王太太之跌倒已怒, 何而言之曰谈。 黄平, 直欲笑杀暴庭喜荒了, 忙叫两个丫头, 拿姜汤灌了半日。 惯醒过来, 黄平, 比前文王老太太好就大哭大喊, 满地乱滚, 滚散头发。 一会又要扒到床顶上去, 大声哭着, 唱起曲子来。 黄平, 悦至此, 认识深幽鸡们, 一应喷饭, 原来气成了一个石心风。 七平, 如此转笔, 据是出人意外, 又在仁义中, 吓得抱老太同大姑娘都跑进来看, 看了这般模样, 又好恼又好笑。 正闹着, 沈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 走到房里喝喜。 黄平, 来得正好。 天二平, 吃喜酒的来了才走进房, 太太一眼看见, 上前就一把揪住, 把她揪到马子跟前, 揭开马子。 天二平, 将为马桶里道出金珠首饰, 来谢她抓了一把尿屎, 抹了她一脸一嘴。 七平, 文笔之妙一致于此。 天二平, 生花之口, 灌之以尿沈大脚满鼻子都塞满了臭气。 众人来扯开了。 天二平, 脸巴子放生了, 沈大脚走出堂屋里, 又被抱老太指着脸骂了一顿。 天二平, 请她说亲, 何能骂她, 沈大脚没情没趣, 只得讨些水洗了脸, 悄悄地出了门, 回去了。 黄平, 没钱一个也得不成。 这里请了医生来。 医生说, 这是一肚子的痰, 正气又虚, 要用人参, 琥珀, 每季药要五千银子。 自此以后, 一连害了两年, 把些衣服, 首饰都花费完了, 两个丫头也卖了。 黄平, 与天火无意归谷也同大姑娘和老太商一等, 她本是明灵之子。 天二平, 人家以女婿为政者未有不如此, 亲生犹不免, 旷明灵乎又没中用。 而今又弄了这个疯女人来, 黄平, 反说她弄来的, 在家闹到这个田地。 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 还不够她吃人参, 琥珀, 吃光了, 这个如何来的? 不如趁此时将她赶出去, 离门离户, 我们才得干净, 一家一寄过日子。 报老太听信了女儿, 女婿的话, 要把她两口子赶出去。 报庭喜慌了, 去求邻居王雨秋, 张国重来说。 张国重, 王雨秋走过来说道, 老太, 这使不得, 她是你老爹在世抱养她的。 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些年生意, 如何赶得她出去? 老太把她怎样不孝, 媳妇怎样不闲, 着实属说了一遍, 说道, 我是断断不能要她的了。 她若要在这里, 我只好带着女儿, 女婿搬出去让她。 天二平, 夫人只恋着女儿女婿, 天下同病, 千古一辙, 当下两人讲不过老太, 只得说道, 就是老太要赶她出去, 也分些本钱与她做生意, 叫她两口子光光地, 怎样出去过日子。 老太道, 她当日来的时候, 只得头上几斤黄毛, 身上还是光光的。 而今我养活得她嫩大, 又替她娶过两回亲。 况且, 她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 她不能补报我罢了, 我还有什么贴她。 那两人道, 虽如此说, 恩从上流, 还是你老人家照顾她些。 说来说去, 说得老太转了口, 需给她二十两银子, 自己去住。 天二平, 两中人还算是硬的, 此件文清平日则交报庭喜街的银子, 哭哭啼啼, 不日搬了出来, 在往雨秋殿后, 借一间屋居住。 只得这二十两银了, 要团班子, 弄行头是弄不起, 要想做个别的小生意, 又不在行, 只好坐吃山空。 把这二十两银子吃得浆光, 太太的人参, 琥珀药也没得吃了, 病也不大发了。 黄平, 病随才去, 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骂, 七平, 天下人往往如此非止一日。 那一日, 报庭喜街上走走回来, 王雨秋迎着问道, 你当初有个令兄在苏州吗? 报庭喜道, 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儿子, 并没有哥哥。 王雨秋道, 不是报家的, 是你那三排楼倪家的。 报庭喜道, 倪家虽有几个哥, 听见说, 都是我老爹子小麦出去了, 后来一总都不知下落, 却也不曾听见是在苏州。 王雨秋道, 方才有个人, 一路找来, 找在隔壁报老太家, 说, 你大太爷找你六太爷的。 报老太不招应, 那人就问在我这里, 我就想到你身上, 你当初在倪家, 可是第六。 报庭喜道, 我正是第六。 王雨秋道, 那人找不到, 又到那边找去了。 他少不得还找了回来, 你在我店里坐了候着。 少请, 只见那人又来找问, 王雨秋道, 这便是倪六爷, 你找他怎的。 报庭喜道, 你是那里来的, 是那个要找我。 那人在腰里拿出一个红纸帖子来, 地语报庭喜看。 报庭喜接着, 纸件上写道, 水西门鲍文清老爹家过季的儿子报庭喜, 本名倪庭喜, 乃父亲倪双丰第六子, 是我的同胞的兄弟。 我叫做倪庭珠, 找着是我的兄弟, 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 要紧, 要紧。 报庭喜道, 这是了, 一点也不错, 你是奇梦人。 那人道, 我是跟大太爷的, 叫做阿三。 报庭喜道, 大太爷在那里。 阿三道, 大太爷现在苏州府院衙门里做相公, 每年一千两银子。 而今现在大老爷公馆里, 既是六太爷, 就请童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 报庭喜喜从天降, 黄平, 慢喜。 天二平, 读者一不绝眉飞色星号五, 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青桥府院公馆前。 阿三道, 六太爷, 请到河底下茶馆里坐着, 我去请大太爷来会。 一直去了。 报庭喜自己坐着, 坐了一会, 只见阿三跟了一个人进来, 头戴方巾, 身穿降色星号段直多, 脚下坟底造靴, 三柳自须, 有五十岁光景。 那人走进茶馆, 阿三指道, 便是六太爷了。 报庭喜忙走上前, 那人一把拉住道, 你便是我六兄弟了。 七平, 可悲可泣报庭喜道, 你便是我大哥哥。 两人抱头大哭。 黄平, 好文章, 能令乐者不能不感动堕泪, 而前文又能令人笑得长断, 从来小说有词否。 哭了一场坐下, 你停住道, 兄弟, 自从你过季在报老爹家, 我在京里全然不知道。 我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学会了这个木道, 在个崖里作馆, 在各省找寻那几个弟兄, 都不曾找得着。 五年前, 我同一位支县到广东夫人去, 在三排楼找着一个旧式老邻居问, 才晓得你过季在报家了, 父母拒已去世了。 说着, 又哭起来。 黄平, 可商, 可商抱庭喜道, 我而今报门的是, 倪庭诸道, 兄弟, 你且等我说完了。 七平, 入神。 天二平, 庭喜正要说自己的事, 却因乃兄要紧说打断, 婉然弟兄相聚, 告诉不尽情景我这几年, 亏造计了这位姬大人, 宾主向德, 每年送我述修一千两银子, 那几年在山东, 今年吊在苏州来做巡抚, 这是故乡了, 我所以这紧来找贤弟。 找着贤弟时, 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拿出来, 弄一所房子, 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 和兄弟一家一寄地过日子。 兄弟, 黄平, 几生兄弟叫得亲热之至, 智性信号感人。 非有智性, 信号者不能写出你, 自然是娶过弟习的了。 天二平, 几生兄弟如听春尽提捐, 独之而不下泪者, 牧师也暴听习道, 大哥在上, 便戏把怎样过忌到报家, 怎样蒙报老爹恩养, 怎样再向太爷衙门里招亲, 怎样前妻王室死了, 又娶了这个女人, 而今怎样怎样被报老太赶出来了, 都说了一遍。 天二平, 此处自当阔其大略, 不必罗驴取艳倪庭诸道, 这个不妨。 而金弟父现在那里? 报厅喜道, 现在报老爹隔壁一个人家借着住。 倪庭诸道, 我且和你同到家里去看看, 我在做道理。 当下会了茶钱, 一同走到王宇秋店里。 王宇秋也见了礼。 报厅喜请她在后面, 王太太拜见大伯。 此时衣服, 首饰都没有了, 天二平, 王太太落难, 黄豆大的珍珠脱卦, 不知落在谁家, 只穿着家常打扮。 倪庭珠荷包里, 拿出四两银子来, 送与帝父作拜见礼。 王太太看见有这一个体面大伯, 不觉忧愁捡了一半, 自己捧茶上来。 报厅喜接着, 送与大哥。 倪庭珠吃了一杯茶, 说道, 兄弟, 我且暂回公馆里去。 我就回来和你说话, 你在家等着我。 说吧去了。 报厅喜在家和太太商议, 少客大哥来, 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 如今买一只板鸭天二瓶, 南京人是板鸭上前喝几斤肉, 再买一尾鱼来, 托王宇秋老爹来收拾, 做个饲养才好。 王太太说, 呸, 你这死不见十面地祸。 天二瓶, 此一马可盖, 平时他一个府院衙门里住着的人, 他没有见过板鸭和肉。 他自然是吃了饭才来, 他稀罕你这样东西吃。 七瓶, 太太毕竟见过世面, 如今快乘三千六分银子, 到国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微碟子来, 打几斤沉百花酒厚着她, 才是个道理。 天二瓶, 此时王太太是大伯, 不斥天上人已然一切懂事大方, 却是献过世面的人, 以其夫之诺诺称, 太太也暴停喜道, 太太说的是, 黄平, 妙在也称太太, 且到底太太懂事大方, 不比穷骨头当下秤了银子, 把酒和碟子都被齐捧了来家。 到晚, 果然一成轿子, 两个巡抚不愿地登陆, 阿三跟着, 他哥来了。 倪庭朱下了叫, 近来说道, 兄弟, 我这狱处没有什么, 只带的七十多两银子。 教阿三在教柜里拿出来, 一包一包教语报庭席, 道, 这个你且收着, 我明日就要同吉大人往苏州去, 你坐宿看下一所房子, 价银或是二百两, 三百两都可以, 你同地府搬进去住着, 你就收拾到苏州衙门里来。 我和吉大人说, 把今年述修一千两银子都置了于你, 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 或是买些房产过日。 黄平, 做足时分, 趁一岁心, 当下报庭里收了银子, 留着他哥吃酒。 吃着, 说一家父母兄弟分离苦楚的话, 说着又哭, 哭着又说。 直吃到二更多天, 方才去了。 报庭喜次日同忙与秋商议, 叫了房衙子来, 要当房子。 自此, 家门口人都晓得你大老爷来找兄弟, 现在府院大老爷衙门里, 都称呼报庭喜是你六老爷, 太太是不消说。 黄平, 太太又急真了。 天二平, 当改称你六太太又过了半个月, 房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 在夏福桥施家巷, 三间门面, 一路四近, 是施玉使家的。 黄平, 扶施玉使施玉使不在家, 折点宇人住, 价银二百二十两。 成了一约, 付鸭一银二十两, 择了日子, 搬进去再兑银子。 搬家那日, 两边邻居都送看河, 归姑爷爷来行人情, 出份子。 天二平, 毕竟已请抱老太来安详几日, 亭喜望之夜, 坐书人望之夜。 黄平, 不托归姑爷抱亭洗珠了两日酒, 又替太太熟了些头面, 衣服。 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咎咎唧唧的起来, 黄平, 病随才来, 妙妙, 将人笑杀。 然是有此等人隔几日要请个医生, 要吃八分银子的药。 那几十两银子渐渐要完了。 报厅喜收拾, 要到苏州寻他大哥去, 上了苏州船。 那日风不顺, 船家荡在江北, 走了一夜, 到了一征, 船住在黄泥滩, 风更大, 过不得江。 报厅喜走上岸, 要买个茶点新吃, 忽然遇见一个少年人, 头戴方巾, 身穿玉色星号愁直多, 脚下大红鞋。 那少年把报厅喜上上下下看了一遍, 问道, 你不是报姑老爷吗? 天二平, 又突然, 现在此一辙, 一便通道下文报厅喜经道, 在下信报。 相公尊姓大名, 怎样这样称呼? 那少年道, 你可是安庆府 向太爷衙门里 王老爹的女婿? 报厅喜道, 我便是。 相公怎的知道? 那少年道, 我便是王老爹的孙女婿, 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孤障人吗? 报厅喜笑道, 这是怎么说? 且请相公到茶馆坐坐。 当下两人走进茶馆, 拿上茶来。 遗争有的是肉包子, 装上一盘来吃着。 报厅喜问道, 相公尊姓。 那少年道, 我姓姬, 姑老爷你认不得我。 我在府里考童生, 看见你寻常, 我就认得了。 后来你家老爹 还在我家吃过了酒, 这些事, 你难道都记不得了? 报厅喜道, 你原来是继老太爷府里的继少爷, 你却因甚么做了这门亲。 继尾萧道, 自从向太爷升任去后, 王老爹不曾跟了去, 就在安庆住着。 后来, 我家月选了典史, 安庆的乡绅人家, 因他老人家为人圣德, 所以同他来往起来, 我家就结了这门亲。 报厅喜道, 这也极好, 你们太老爷在家好吗? 继尾萧道, 先君见辈已三年多了。 报厅喜道, 姑爷, 你却为什么在这里? 继尾萧道, 我因言韵思寻大人, 是先君文武童年, 我顾此来看看年博。 天二平, 然则向知府与寻媒, 亦是童年孤老爷你, 却往那里去。 报厅喜道, 我到苏州去看一个亲戚。 继尾萧道, 几时才得回来。 报厅喜道, 大约也得二十多日。 继尾萧道, 若回来无事, 到扬州玩玩。 若到扬州, 只在道门口门薄上一茶, 便知道我的下处。 我那时坐东请姑老爷。 报厅喜道, 这个一定来奉厚, 说把彼此分别走了。 报厅喜上了船, 一直来到苏州, 踩到昌门上岸, 披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四阿三。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荣华富贵, 依然一旦成空, 奔走到图, 又得无端聚会。 毕竟阿三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王太太进门, 断无安然, 无事之礼。 然毕竟从何处写起, 直视难以错笔, 却于心腹礼节上声波, 乃觉尽情着礼, 不知不慢。 正闹着, 呼见沈大脚来, 涂以一脸臭屎, 令闻者绝倒。 使捉笔为之, 必无此生龙活虎之妙。 古人云, 眼前有警道不出, 正此未也。 太太穷了, 身子便觉康健, 病也不大发, 才遇见体面大伯, 得饮七十两, 身子又觉得咎咎咎咎, 每日要吃八分银子的药。 天下妇人, 大约如此。 老太与龟姑爷, 是抱挺喜, 毫沫不关痛痒, 字字写入骨髓。 倪庭珠忽然从天掉下, 叨叨叙叙, 叙说父子兄弟别离之苦。 智姓星好感人, 沁辱心肺, 此事极有功是道文字。 以下便要丢却抱挺喜, 换一副笔墨去写二度, 其线索全在纪尾萧, 金吉于江岸上偶然遇见, 吐起胡落, 真有成轴在胸。 第三十三章纪尾, 萧扬周, 入赘, 萧金炫白下。 话说抱挺喜走到昌门, 遇见跟他哥的小四阿三。 阿三前走, 后面跟了一个贤汉, 挑了一袋东西, 是些三生, 和些银钉, 纸马之类。 抱挺喜道, 阿三, 你大太爷在衙门里吗? 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 同他到那里去。 阿三道, 六太爷来了。 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 进了大老爷衙门, 打发人上京街太太去。 去的人回说, 太太已于前月去世, 大太爷着了这一急, 得了重病, 不多几日就归天了。 天二平, 天下有如此不如意事, 令人折换奈何。 黄平, 文章其便莫测, 大太爷的灵鹫现在城外挫着, 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 今日是大太爷头七, 小的送这三生, 纸马到坟上烧纸去。 抱挺喜听了这话, 两眼大睁着, 话也说不出来, 慌问道, 怎么说? 大太爷死了。 阿三道, 是, 大太爷去世了。 抱挺喜哭倒在地, 阿三扶了起来, 当下不进城了, 就同阿三道他哥哥错鸡的所在, 摆下生理, 交电了酒, 焚起纸钱, 哭道, 哥哥因魂不远, 你兄弟来吃一步, 其瓶, 你大太爷忽然而来, 忽然而去, 行文笔笔出人一表, 又吐起胡萝卜之事, 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 说罢, 又痛哭了一场。 阿三劝了回来, 在饭店里住下。 此日, 抱挺喜将自己盘颤, 又买了一副生理, 之前, 去上了哥哥坟回来。 连连在饭店里往了几天, 盘颤也用尽了, 阿三也辞了, 他往别处去了。 思量没有主意, 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建府院的仇值多当了两把银子, 且到扬州寻寻, 济姑也在处。 当下搭船, 一直来到扬州, 往到门口去问济尾萧的下处。 门部上写着欲载兴教寺, 忙找到兴教寺, 和尚道, 济相公吗? 他今日在五丞相隐形宫殿隔壁游家招亲, 你到那里去寻。 报厅喜一直找到游家, 见那家门口挂着才子, 三间厂厅, 做了一场厅的课。 郑中书岸上点着两只通红的蜡烛, 中间悬着一轴白子图的画, 两边贴着朱尖纸的对联, 上写道, 清风明月长如此, 才子家人信有志。 纪尾萧带着新方巾, 穿着银红绸值多, 在那里陪课。 见了报厅喜进来, 吓了一跳, 黄平, 与牛蒲见食老鼠相似。 天二平, 并非食老鼠, 河下之友同他坐了衣, 请他坐下。 说道, 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 报厅喜道, 正是, 恰又遇着姑爷恭喜, 黄平, 莫做食老鼠否? 我来吃喜酒。 座上的客问, 此为尊姓。 纪尾萧带答追, 这舍亲信报, 是我的剑内的姑爷, 黄平, 哪一个剑内爷? 是小弟的姑丈人。 众人道, 原来是姑太爷。 黄平, 太爷是南京长称师敬。 世界, 报厅喜问, 各位太爷尊姓。 纪尾萧纸柱上首席坐的两位道, 这位是新东之先生, 这位是金玉刘先生。 二位是扬州大名士, 作诗的丛古也没有这好的, 又且书法绝妙, 天下没有第三个。 七评, 齐聚, 天二评, 福化。 伟宵之为人可知说罢, 摆上饭来。 二位先生首席, 报厅喜三席, 还有几个人, 都是尤家亲戚, 坐了一桌子。 吃过了饭, 这些亲戚们同纪伟宵里面料理室去了, 报厅喜坐着, 同那两位先生攀谈。 新先生道, 扬州这些有钱的严呆子, 岂是可恶。 齐平, 开门见山, 就如河下兴盛其冯家, 他有十几万银子, 他从晖州请了我出来, 住了半年。 我说, 你要为我的情, 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 他竟一毛不拔。 我后来向人说, 冯家他这银子盖给我的, 他将来死的时候, 这十几万银子, 一个钱也带不去, 到阴厮里, 是个穷鬼。 阎王要盖森罗宝殿, 这四个字的贬, 少不得是请我写, 黄平, 不请你写如何, 恐怕也穷鬼了, 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 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 也不可知。 何必如此计较? 齐平, 庙坛说罢, 笑了。 金先生道, 这话一丝也不错。 前日不多时, 和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幅对联, 共是二十二个字, 他叫小四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 我叫他小四到跟前, 吩咐他道, 你拜上你家老爷, 说今老爷的字, 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 齐平, 齐语。 黄平, 品当独作去生, 俗作上升独小字是一两一个, 大字十两一个。 我这二十二个字, 平买平卖, 实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 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 也不必来去对联, 那小四回家去说了, 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 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出来, 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 我把对联递与他, 他, 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 齐平, 快觉我登师大怒, 把这银子打开, 一总都灌在街上, 给那些挑言的, 十分的去了。 黄平, 以为要脸, 不知正是丢脸, 且一定无此事列位, 你说这样小人, 岂不可恶。 正说着, 纪尾萧走了出来, 笑说道, 你们在这里, 讲颜呆子的故事。 我近日听见说, 扬州是六经, 新东知道, 是五经罢了, 那里六经。 纪尾萧道, 是六经的狠。 我说与你听, 他教里是做的债经, 台教的是牛经, 根教的是辟经, 看门的是黄经, 家里藏着的是妖精, 正是五经了。 而今十作, 这些严商头上戴的是方巾, 中间定是一个水经截子, 黄平, 其实是水经顶帽, 托之明代, 故约截子。 然此戏八, 九十年以前是, 后来无不拦顶矣。 七平, 从前五品, 水经顶绝的尊贵之志, 得知良非一也。 天一平, 此时则水经截子不足言矣, 而今虚用雄经和起来是六经。 说吧, 义其笑了, 捧上面来赤。 四人吃着, 报听喜问道, 我听见说, 盐雾里这些有钱的, 盗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 只瞎一口汤, 就拿下去赏语教夫吃。 这话可是有的吗? 新先生道, 怎么不是有的? 金先生道, 他那里当真吃不下, 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八吃了。 黄平, 炮当书做三炮, 见吉韵, 剥胶切, 自也才盗面店去的。 七平, 柯博宇当下说着笑话, 天色星号晚了下来, 里面吹打着, 引纪尾消尽了洞房。 众人上席吃酒, 吃罢个赞。 报听喜仍就到超官饭店里住了一夜, 次日来贺喜看新人。 看吧出来, 坐在厅上, 报听喜悄悄问纪尾消道, 姑爷, 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听见怎的, 你怎么又做这件事? 纪尾消指着对联与他看到, 你不见才子家人信有之。 我们风流人物, 黄平, 自命风流才子, 其实是无耻小儿, 只要才子家人会合, 一房两房合足为奇。 天二平, 最可厌最可笑, 是此等言语, 而福众人游津津乐道之, 令人育偶抱挺喜道, 这也罢了, 你这些费用是那里来的。 纪尾消道, 我一到扬州, 寻年博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 又把我在瓜州管关税, 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 所以又娶一个亲。 黄平, 谎爷谎爷姑老爷, 你几时回南京去? 报厅喜道, 姑爷, 不瞒你说, 我在苏州去, 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 来到这里。 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 继尾消道, 这个容易。 我如今送几千银子, 与姑老爷做盘费, 还要偷姑老爷带一个叔子到南京去。 天二平, 宋姑老爷只积钱银子, 而于祭田一纸一含空姓。 写继尾消亦是空心大老官。 正说着, 只见那新先生、 金先生和一个道士, 又有一个人一起来炒房。 继尾消让了进去, 新房里炒了一会, 出来坐下。 新先生指着这两位向继尾消道, 这位道友尊姓来, 好侠士, 天二平, 出来侠士, 也是我们扬州诗人。 这位是吴湖郭铁笔先生, 卷得图书最妙。 天二平, 借闹新房出来, 郭两人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 黄平, 树人具由扬州到南京, 为大忌用也。 来到是用不着, 便留作到吴湖, 引渡少卿建为寺太爷纪委, 萧问了二位的下厨, 说道, 即日来打败。 新先生和金先生道, 这位令亲报老爹, 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 却几十回南京去。 继尾消道, 也就在这一两日间。 那两位先生道, 这等我们不能同行了。 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 人不知道敬重, 齐平, 只怕他处一俗。 黄平, 只怕雅地方更不知敬重, 将来也要到南京去。 说了一会话, 四人作别去了。 报厅喜问道, 姑爷, 你带叔子到南京, 与那一位朋友。 继尾消道, 他也是我们安庆人, 也姓继, 叫做纪田义和我同性不踪, 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 我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 他是没用的人, 齐平, 岂知没用的人, 亦有交运之时乎记个字叫他回家。 报厅喜道, 姑爷, 你这字可曾写下。 继尾消道, 不曾写下。 我今晚写了, 姑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 后日起身去罢。 报厅喜应落去了。 当晚继尾消写了字, 封下五千银子, 天二平, 大人请等报厅喜次日来拿。 次日早晨, 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 传进帖子, 上写年节圈童学弟, 宗姬顿首拜。 继尾消迎了出去, 见那人方金阔福, 古冒古心。 进来坐下, 继尾消动问, 先向尊字。 那人道, 剑字木庵, 碧处湖广。 一向在京, 同谢茂秦先生管于赵王家里, 因反射走走, 在这里路过, 文之大名, 特来敬业。 有一个小赵行乐, 求大笔一帖。 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 便请朱明公提勇。 继尾消道, 先生大名如雷贯儿。 小弟献丑, 真是弄府搬门了。 说吧, 吃了茶, 打工上轿而去。 黄平, 也是大计中人, 故于此处先带出, 恰好报庭席走来, 取了梳子和盘颤, 谢了继尾消。 继尾消向他说, 孤老爷到南京, 千万寻到状元净, 劝我那朋友祭田一回去。 南京这地方, 是可以饿得死人的, 其平, 颇有阅历之言。 黄平, 灌厚文, 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万不可久住。 说必, 送了出来。 报庭席拿着这几千银子, 搭了船, 回到南京。 进了家门, 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 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 天二平, 此骂出于何点? 施玉使又来催他对房价, 他没银子兑, 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加。 这二十两压抑的银子, 做了干法。 天二平, 又一言共生没处存身, 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 胡姓借了一间房子。 搬进去住着, 住了几日, 报庭席拿着书子, 寻到状元镜, 寻找了季田义。 季田义接书看了, 请他吃了一壶茶, 说道, 有劳报老爹。 这些话我都知道了。 报庭席别过自去了。 这季田义因缺少盘缠, 没处寻遇所住, 每日里拿着八个钱, 买四个吊筒底, 做两顿吃。 黄平, 吊筒底是南京叫门卖的, 吴湘一友游宾尔碗里, 在客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 天二平, 出力之才竟同离早这日见了书子, 知道纪尾消不来, 越发慌了, 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 终日吃了饼, 坐在客字店里出神。 那一日早上, 连饼也没得吃, 只见外面走近一个人来, 天二平, 救星道也。 黄平, 恶鬼欲着诗诗地来了, 头戴方巾, 身穿原色星号直多, 走了进来, 和他拱一拱手。 冀田一拉他在板凳上坐下, 那人道, 先生尊姓, 冀田一道, 见姓记, 那人道, 请问先生, 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吗? 黄平, 满街寻名士, 奇迹田一道, 多得很。 魏体善, 随岑安, 马纯煞, 屈身夫, 匡超人, 黄平, 借此又联络前文我都认他, 还有前日捅我在这里的纪尾销, 这都是大名士。 你要那一个? 那人道, 不拘那一位。 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 黄平, 有二三百银子, 何事不可为, 却拿来作假名士, 名士又不会做, 却满街寻人相帮, 要选一部文章。 樊先生替我寻一位来, 我同他好和选。 寄田一道, 你先生尊姓贵处, 也说与我, 我好去寻人。 那人道, 我父姓诸葛, 虚已现任。 说起来, 人也还知道的。 先生竟去寻一位来变了, 寄田一请他坐在那里, 自己走上街来。 心里想到, 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 却是散在各处。 这一会, 没头没脑, 往那里去捉。 可惜纪尾肖又不在这里, 又想到, 不必管他。 我如今只望着水溪门一路大街走, 遇着那个就捉了来。 七平, 如请仙一般, 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在处。 黄平, 又满街捉名士。 天二平, 可怜, 可怜主意已定, 一直走到水溪门口, 只见一个人压着一旦行李进城。 他举眼看着, 认得是安庆的肖金炫。 他喜出望外, 道, 好了。 上前一把拉着, 黄平该应不饿死说道, 金兄, 你几时来的? 肖金炫道, 原来是田兄, 你可同伟肖在一处。 季田一道, 伟肖九已到扬州去了。 我如今在一个地方, 你来得恰好, 如今有一桩大生意做成你。 黄平, 只以为生意尿你, 却不可望了我。 天二平, 笔记肖金炫道, 什么大生意。 季田一道, 你不要管, 你只同着我走, 抱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 黄平, 得意吉矣, 此恶鬼道中明示, 也肖金炫听了, 同他一起来到状元进客资殿。 只见那姓诸葛的, 正在那里探头探脑地望。 七平, 乡下人行警机田一高声道, 诸葛先生, 我替你约了一位大名士来。 那人走了出来, 迎进客资殿里, 坐了一, 把肖金炫的行李寄放在客资殿内。 三人同到茶馆里, 序里坐下, 彼此各道姓名。 那人道, 小弟父姓诸葛, 明佑, 子天申。 肖金炫道, 小弟姓肖, 明顶, 子金炫。 祭天义就把方才诸葛天申有几百银子要选文章的话说了。 诸葛天申道, 这选事, 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 阴道大邦, 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赴继位。 今得见肖先生, 如鱼得水了。 肖金炫道, 只恐小弟匪裁, 不堪圣任。 祭天义道, 两位都不必迁, 彼此久仰, 今日一见如故。 诸葛先生且坐个东, 请肖先生吃个下马饭。 七平, 想现老回已发迹多时了。 天二平, 先是奉陪之人, 以耐不得了。 今日既田义为吃掉桶底, 遇见诸葛天申后, 才从上圆境走出水溪门, 与肖金炫重回来上圆境, 再到三山街吃饭, 亏得蛔虫瘦长, 尚未饿死, 侥幸, 侥幸, 黄庭, 吃饭要紧把这话细细商议。 诸葛天申道, 这话有理, 课编只好甲管做作。 当下三人会了茶钱, 一同出来, 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 肖金炫首席, 祭天义对坐, 诸葛天申主位。 唐官上来问菜, 祭天义点了一麦肘子, 一麦板鸭, 一麦醉白鱼。 黄平, 不问主人硬点菜, 看定诸葛是乡下人, 可期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 留着肘子, 再做三分银子汤, 带饭上来。 唐官送上酒来, 真了吃酒。 祭天义道, 先生这件事, 我们先要寻一个辟静些的去处, 又要宽大些。 选定了文章, 好把客字将叫齐在狱处来看着他客。 肖金炫道, 要辟地方, 只有南门外报恩寺里好, 又不吵闹, 房子又宽, 房钱又不十分贵。 我们尔金吃了饭, 进到那里寻狱所。 当下吃完几壶酒, 唐官拿上肘子, 汤和饭来。 黄平一一写出, 为祭田义也祭田义, 尽力吃了一饱。 齐平可趁乐事, 天二平几乎连碗吃下去。 黄平莫要过多, 孔武脏神祟下楼会账, 又走到客字殿托他看了行李。 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门, 那南门热闹哄哄, 真是车如游笼, 马如流水。 三人挤了半日, 才挤了出来, 望着报恩寺走了进去。 祭田义道, 我们就在这门口寻下处吧。 肖金炫道, 不好, 还要再向里面歇去, 人才僻静。 当下又走了许多路, 走过老退居, 到一个和尚家, 敲门进去。 小和尚开了门, 问做什么事, 说是来寻下处的。 小和尚引了进去, 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 头戴玄色星号断僧帽, 身穿剪绸僧衣, 手里拿着树珠, 扑眉猛眼地走了出来。 黄平, 扑眉猛眼, 写出一个势力和尚打个问讯, 请诸位坐下, 问了姓名, 地方。 三人说, 要寻一个寓所, 和尚道, 小房甚多, 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坐狱的。 启平, 口气便不对路, 三位施主请自看, 听评简那一处。 三人走进里面, 看了三间房子, 又出来同和尚坐着, 请教每月房钱多少。 和尚一口价, 定要三两一月, 讲了半天, 一礼也不肯让。 诸葛天身, 已是出二两四了, 和尚只是不点头, 一会又骂小和尚, 不扫地。 明日下福桥施玉使老爷来这里白酒, 天二平, 施玉使回家。 黄平, 凡施力总在此等处, 令人难受, 看见成什么模样。 萧金炫见他可厌, 向冀田一说道, 下处是好, 只是买东西远些。 老和尚呆着脸道, 在小房住的客, 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 就住不得了。 需要厨子是一个人, 在厨下收拾着, 买办又是一个人, 事后着买东西, 才赶得来。 萧金炫笑道, 将来我们在这里住, 期待买办, 厨子是用两个人, 还要牵一头秃驴, 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 黄平, 骂得好, 更走得快。 把那和尚骂得白瞪着眼, 三人便起身道, 我们且告辞, 再来伤一把。 和尚送出来, 又走了二里路, 到一个僧官家敲门。 僧官迎了出来, 一脸都是笑。 天二平, 阿弥陀佛, 此其所以为僧官请三位听上座, 便喂出新鲜茶来, 摆上九个茶盘, 上好的蜜橙糕和桃酥, 凤过来与三位吃。 三位讲到租玉处的话, 僧官笑道, 这个何妨。 听凭三位老爷喜欢那里, 就请了行李来。 天二平, 善知是三人, 请问房钱。 僧官说, 这个何必计较。 三位老爷来往, 请也请不至, 随便见会些须相资, 僧人那里好争论。 肖金炫见他出语不俗, 便道, 在老师傅这里打搅, 每月送银二斤, 休闲轻易。 僧官连忙应成了。 当下两位就坐在僧官家, 祭田义进城去发行李。 天二平, 祭田义足利不捡, 突驴僧官叫到人打扫房, 铺设床铺, 捉一家伙, 又换了茶来陪二位谈。 到晚行李发了来, 僧官告别进去了。 肖金炫叫诸葛天身先秤出二两银子来, 用风带风了, 贴了签子送与僧官。 僧官又出来谢过。 三人点起灯来, 打点夜宵。 诸葛天身撑出钱把银子, 突几田义出去买酒菜。 几田义出去了一会, 带着一个走堂的捧着四壶酒, 四个碟子来, 一碟香肠, 一碟盐水虾, 一碟水鸡腿, 一碟海褶摆在桌上。 诸葛天身是乡里人, 认不得香肠, 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猪鸟。 黄平, 如此相逢, 二人焉得不吃之, 骗之萧金炫道, 你只吃罢了, 不要问他。 诸葛天身吃着, 说道, 这就是腊肉。 萧金炫道, 你又来了, 腊肉有皮长在一转的, 这是猪肚内的小肠。 诸葛天身又不认得海哲, 说道, 这碰碎的是什么东西? 倒好吃, 再买些碰碎的来吃吃。 萧, 接二位又吃了一回, 当晚吃完了酒, 打点各自歇息。 季天一没有行李, 萧金炫云出一条褥子来, 给他在脚头盖着睡。 此日清早, 僧官走进来说道, 昨日三位老爷驾到, 贫僧今日备个腐饭, 驱三位坐坐, 就在我们寺里各处玩玩。 三人说了, 不当。 僧官邀请到那边, 楼底下坐着, 办出四大盘来吃早饭。 黄萍, 季天一如登天已吃过, 同三位出来闲步, 说道, 我们就到三藏禅林里玩玩吧。 当下走进三藏禅林, 头一进是极高的大殿, 垫上金字匾额, 天下低俗亭。 一直走过两间房子, 又曲曲折折的阶级栏杆走上一个楼去。 直到是没有地方了, 僧官又把楼背后开了两扇门, 叫三人进去看, 哪知还有一片平地在极高的所在, 四处都望着。 内中又有参天的大幕, 几万杆竹子, 那风吹得到处嗖嗖的响, 中间便是唐玄藏法师的伊波塔。 完了一会, 僧官又邀到家里, 晚上九个盘子吃酒。 吃酒中间, 僧官说道, 贫僧到了僧官人, 还不曾请客。 后日家里摆酒唱戏, 请三位老爷看戏, 不要出份子。 三位道, 我们一定奉贺。 当夜吃完了酒。 到第三日, 僧官家请的客, 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门的人, 约有五六十。 客还未到, 厨子, 看茶得老早的来了, 戏子也发了香来了。 僧官正在三人房里闲谈, 忽见到人走来说, 师公, 那人又来了。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平地风波, 天女下为魔之事, 空堂宴吉, 鸡群来搅鹤之祥。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八分一碗的面, 只瞎一口汤, 便拿与教夫吃, 其实家里只瞎的一碗锅巴汤, 形容伤呆子, 可谓无微不照。 扬州月府云, 东风二月吹黄哀, 多子街上飞叫来。 后云, 道旁一老翁, 嘖嘖快翁, 而翁荡日好兼备, 东门丹水西门脉。 亦是此意。 黄平, 尹沈君, 邪夺雨, 可笑。 邪恶图可恶, 真令人发指。 黄平, 也不致发指, 太于骂小和尚, 明示自台身价, 说买办, 却又奚落三人。 后又写一元荣之僧官, 以衬爹之, 比情栩栩欲活。 第三十四章, 诸葛又僧聊育友, 杜慎清将军。 话说僧官正在肖金炫三人房里闲坐, 道人慌忙来报, 那个人又来了。 僧官就别了三位, 同道人出去, 问道人, 可又是龙三那奴才。 天二平, 可见来之妃一二次以道人道, 怎么不是? 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 七平, 提笔开出妙闻。 天二平, 可见吕变奇数老爷, 你自去看。 僧官走到楼底下, 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 僧官走进去, 只见椅上坐着一个人, 一副乌黑的脸, 两只黄眼睛珠, 一嘴胡子, 头戴一顶指剪的凤冠, 黄平, 胡子下接着头戴凤冠几个字, 真是奇纹身穿蓝布女挂, 白布单裙, 脚底下大脚花鞋坐在那里。 两个教夫站在天井里要钱。 那人见了僧官, 笑容可拘, 说道, 老爷, 你今日喜事, 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 天二平, 大齐你且把叫钱替我打发去着。 僧官愁着眉道, 龙老三, 你又来坐身吗? 这是个什么样子? 慌忙, 把叫钱打发了去, 又道, 龙老三, 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 人看着怪母怪养。 龙三道, 老爷你好没良心, 你做官道任, 除了不打金凤官与我戴, 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 我做太太的人, 黄平, 一个太太才了, 又是一个太太, 欲出欲奇, 真令人应接不暇, 自己带了一个指缝官, 不怕人笑也罢了, 你叫我去掉了是怎的? 天二平, 大齐大齐僧官道, 龙老三, 玩是玩, 笑是笑。 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 你要上门怪我, 也只该好好走来, 为什么装这个样子? 龙三道, 老爷, 你又说错了, 夫妻无格宿之仇, 我怪你怎的? 天二平, 王太大无此完免森官道, 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 是我不曾请你, 得罪了你, 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 坐着吃酒, 不要装疯坐吃, 惹人家笑话。 黄平, 说不出来的苦, 又不敢说硬话, 炯壮如剑龙三道, 这果然是我不是, 我做太太的人, 只该坐在房里, 替你装围蝶, 包裹子, 当家料理。 天二平, 欲出欲奇, 读者虽茫然不解, 然而一猜着两三分那, 有个坐在厅上的, 惹的人说你家没内外, 说着就往房里走, 僧官拉不住, 竟走到房里去了。 僧官跟到房里说道, 龙老三, 这拉火的是黄平, 拉火及光棍之位, 而金行不得。 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 大家都不便。 龙三道, 老爷你放心。 自古道, 清官难断家务事, 七平, 欲说玉妙僧官急的乱跳。 他在房里, 坐得安安稳稳, 吩咐小和尚, 叫茶上拿茶来与太太吃。 天二平, 前文写王太太, 已令人大笑不止, 忽悠表出, 此僧官太太, 真非私意所及。 僧官急的走进走出, 恰走出房门, 欲着肖金炫三位走来, 僧官拦不住, 三人走进房。 祭田一道, 一, 那里来的这位太太。 那太太站起来, 说道, 三位老爷请坐。 僧官急的话都说不出来, 三个人忍不住地笑。 道人飞跑进来说道, 府里犹太爷到了。 僧官只得出去陪课, 那姓游, 姓郭的两个书半进来作一, 坐下吃茶。 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话, 就要走进去。 僧官又拦不住。 黄平, 急杀急杀二人走进房, 见了这个人, 吓了一跳, 道, 这是怎的? 止不住就要笑。 当下四五个人一起笑起来。 僧官急得没法, 说道, 诸位太爷, 他是个狼子, 他屡次来骗我。 游书半笑道, 他姓甚吗? 僧官道, 他叫做龙老三。 郭叔半道, 龙老三, 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 你怎么到这里胡闹? 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 到别处去。 老三道, 太爷, 这是我们私情事, 不要你管。 游书半道, 这又胡说了, 你不过是想骗他, 也不是这个骗法。 黄平, 正是这个骗法, 萧金炫道, 我们大家拿出几千银子, 来舍了这畜生去罢, 免得在这里闹得不成模样。 那龙三那里肯去, 大家正讲着, 道人又走进来说道, 私里董太爷同一位金太爷已经进来了。 说着, 董叔半童金东亚走进房来, 东亚任的龙三一见就问道, 你是龙三? 你这狗头, 在京里拐了我几十两银子走了, 天二平, 不知怎样拐得怎么, 今日又在这里装这个模样。 分明是骗人, 其实可恶。 脚跟的小子, 把他的凤冠抓掉了, 衣服扯掉了, 赶了出去。 龙三见是金东亚, 方才慌了, 自己去了凤冠, 脱了衣服。 天二平, 僧官太太还俗了说道, 小的在这里伺候。 金东亚道, 那个要你伺候, 你不过是骗这里老爷, 改日我劝他赏你些银子, 做个小本钱倒可以。 你若是这样胡闹, 我即刻送到县里处你。 龙三见了这一番, 才不敢闹, 谢了金东亚, 出去了。 天二平, 龙三去后, 自应稍叙来历, 孔诗作者嫌吴会比莫顾略知, 或当十诸人聪明如读者一会, 不负所问邪僧官才把众位拉到楼底下, 从心作一奉作, 向金东亚谢了又谢。 看茶的捧上茶来吃了。 郭叔半岛, 金太爷一向在府上, 几十到江南来的。 金东亚道, 我因进来陪磊的是不成话说, 所以决意反射。 到家, 小儿侥幸进了一个穴, 不想反惹上一场是非, 虽然真的假不得, 却也丢了几两银子。 天二平, 暗角上闻在家无聊, 因运思寻老先生是京师旧交, 黄平, 又晚寻美, 恰是京师丁优时认识的, 又借了寻美特到扬州来望他遗忘, 成他情剑在车上, 送了几百两银子。 董叔半岛, 金太爷, 你可知道寻大人的事。 天二平, 宇匡二文锦兰江沿潘三辈哪一样笔法金东亚道? 不知道。 寻大人怎的? 董叔半岛, 寻大人因贪赃拿问了, 黄平, 可见你说谎了寻美就是这三四日的事。 金东亚道, 原来如此, 可见旦夕祸福。 七平, 天下事都是料不出的郭叔半岛, 尊玉而今在那里。 董叔半岛, 太爷已是买了房子, 在立社桥河房。 黄平, 福后闻众人道, 改日再来拜访。 金东亚又问了三位先生姓名, 三位聚个说了。 金东亚道, 都是明夏先生, 小弟也著有些经书, 荣日请教。 当下陆陆续续道了几十位客, 落后来了三个戴方金的和一个道士, 走了进来, 众人都不认得。 那中一个戴方金的道, 那位是纪田义先生。 纪田义道, 小弟便是, 先生有何事见教。 那人袖子里拿出一封梳子来, 说道, 纪伟兄多质疑。 纪田义接着, 拆开铜销金炫, 诸葛天身看了, 才晓得是新东之, 金玉柳, 锅铁笔, 来辖士。 黄平, 钱文曾说, 要到南京便道, 请坐。 四人见这里有事, 就要告辞, 僧官拉着他道, 四位远来, 请也请不至, 便捉坐坐。 断然不放了去, 四人只得坐下。 金东牙就问起寻大人的事来, 可是真的? 锅铁笔道, 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 乐寻梅当下唱戏, 吃酒。 吃到天色星号将晚, 新东之铜金玉流感进城, 黄平, 诸人皆为后文记太博慈, 而设在东花园安里歇去。 这做客都散了。 郭铁笔同来道士, 在诸葛天身下处住了一夜。 次日, 来道士到神乐观寻他的师兄去了, 黄平, 神乐观一幅笔郭铁笔, 在报恩寺门口租了一间房, 开图书店。 祭田义这三个人, 在寺门口巨升楼起了一个惊折, 每日奢迷买菜和酒吃, 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 文章已经选定, 叫了七八个克字匠来克, 又设了百诗筒纸来, 准备刷印。 到四五个月后, 诸葛天身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有限了, 每日仍旧在店里设着吃。 那日仍旧田义和肖金炫在寺里闲走, 旧田义道, 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了, 道欠下这些债。 将来这个书不知行语不行, 黄平, 恐怕又要挨饿, 这是怎处? 肖金炫道, 这原是他情愿的事, 又没有那个强塔。 黄平, 也要你两个少吃些, 他用完了银子, 他自然家去再讨, 管他怎的。 正说着, 诸葛天身也走来了, 两人不言语了。 三个同步了一会, 一起回育, 却迎着一城轿子, 黄平, 从三人递到杜慎清两担行礼, 三个人跟着晋寺里来, 纳教揭开帘子, 教里坐着一个带方金的少年, 诸葛天身依稀有些认的, 纳教来得快, 如飞地就过去了。 诸葛天身道, 这轿子里的人, 我有些认得他。 因赶上几步, 扯着他跟的人, 问道, 你们是那里来的? 那人道, 是天长度时期老爷。 诸葛天身回来, 同两人缩着那轿和行礼, 一直进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 诸葛天身向两人道, 方才这进去的是天长杜宗伯的令孙。 我认得他, 是我们那边的名士, 不知他来做甚吗? 我明日去会他。 次日, 诸葛天身去拜, 那里回不再家。 一直到三日, 才见到杜公孙来回拜, 三人迎了出去。 那正是春暮下出, 天气渐暖。 都公孙穿着是英背色星号的袈裟直多, 手摇失扇, 脚踏思旅, 走了进来。 三人进前一看, 面如腹粉, 眼若点漆, 温恭尔雅, 飘然有神仙之感。 黄平, 对三人自视神仙, 这人是有子贱之才, 潘安之貌, 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 天二平, 叙事中呼下赞语, 前所未有进来, 与三人相见, 坐一让坐。 都公孙问了两位的姓名, 籍贯自己又说道, 黄平, 又自道姓名, 文章记犯父爷小弟贱明倩, 贱子甚轻。 说过, 又向诸葛天身道, 天身兄, 还是去年考教士相会, 又早半载有余了。 诸葛天身下二位道, 去岁申学台, 在壁府合考二十七周县师父, 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 杜慎清笑道, 这是一时应酬之作, 何足挂齿。 况且那日小弟小样, 尽常以药物自随, 草草色泽而已。 天二平, 坐坐张志, 一位略不经意, 已是二十七周县师父首卷了也。 黄平, 不狂之狂, 萧金炫道, 先生尊府, 江南王谢风流, 各郡无不亲养。 先生大才, 又是尊府白美, 今日幸会, 一切要求指教。 都慎清道, 各位先生一时明诉, 小弟正要请教, 何得如此道说? 当下坐着, 吃了一杯茶, 一同进到房里。 剑满桌堆着都是选的课本文章, 黄平, 臭不可耐, 神仙能耐否红比对的样, 花里胡哨的。 杜慎清看了, 放在一边。 忽然翻出一首诗来, 便是萧金炫前日在乌龙潭春游之作。 杜慎清看了, 点一点头道, 诗句是清新的。 天二平, 一剑便加平质, 是公子脾气便问道, 这是萧先生大笔。 萧金炫道, 是小弟捉作, 要求先生指教。 都慎清道, 如不见怪, 小弟也有一句芒谷之言, 是以气体为主。 如遵作这两句, 为花何苦红如此? 杨柳忽然轻可怜, 黄平, 全书写陡方明氏不写诗句, 仅此两言便令人喷饭, 岂非嘉义做出来的。 但上一句诗, 只要添一个字, 问桃花何苦红如此, 便是贺心良中间一句好词。 如今先生把它做了诗, 下面又强对了一句, 便觉所然了。 七平, 绝妙谈吐, 此真身于诗词者, 比窦方诸公和足以知智。 踢着几句话, 把肖金炫说得透身冰冷, 寄田一道, 先生如此谈诗, 若与我家伟肖相见, 黄平, 借看诗带出寄伟肖, 无寄一定相和。 杜慎清道, 伟肖是同宗吗? 我也曾见过他的诗, 才情是有些的。 天二平, 一位申许坐了一会, 杜慎清辞别了去。 次日, 杜慎清写个说帖来道, 小玉牡丹盛开, 博智悲鸣, 屈三兄到玉一谈。 三人忙换了衣裳到那里去, 只见玉处先坐这一个人, 三人进来, 同那人坐一让坐。 杜慎清道, 这位抱朋友是我们自己人, 他不见诸位先生的坐。 杰田一方才想起是前日带信来的抱老爹, 音向二位先生道, 这位老爹就是伟肖的姑月。 音问, 老爹在这里位甚吗? 抱听喜大笑道, 纪相公, 你原来不晓得, 我是杜甫太老爷累带的门下。 天二平, 身份身口却全部向文清了我父子两个, 受太老爷多少恩惠, 如今十七老爷到了, 我怎敢不来问安。 杜慎清道, 不必说这闲话, 且叫人拿上酒来。 当下抱听喜同小子抬桌子。 杜慎清道, 我今日把这些俗品都捐了, 只是江南十余, 应损下酒之物, 黄平, 三人小得十余, 应损为何物。 只知吃猪鸟, 与先生们挥煮清谈。 天二平, 妙人, 可惜那三个俗物无可谈。 然则王太太到永明市风味当下摆上来, 果然是清清淑淑的几个盘子。 买的是永明方上好的菊酒, 真上酒来。 都慎清极大的酒量, 不慎吃菜。 当下举注让众人吃菜, 他只捡了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 天二平, 金贵。 黄平, 写清品便是清品船杯换盏吃到午后。 都慎清叫取点心来, 便是猪油嚼尔, 鸭子肉包的烧卖, 鹅油酥, 软香膏, 每样一盘拿上来。 众人吃了, 又是雨水微的鹿鞍毛尖条, 每人一碗。 都慎清自己只吃了一片软香膏和一碗茶, 便叫收下去了, 在针上酒来。 萧金炫道, 今日对明花, 聚粮棚, 不可无失。 我们极其纷运, 何如? 黄平, 仍要作诗, 可谓无耻杜慎清孝道, 先生, 这是尔金诗舍里的故套。 小弟看来, 觉得雅得这样俗, 齐平, 扫去斗方明是习气, 慎清的是妙人。 天二平, 扫去西湖上许多恶习。 黄平, 五字去语, 今之所谓雅极, 既然也还是清淡为妙。 说着, 把眼看了暴婷喜一眼, 暴婷喜笑道, 还是门下笑老, 便走进房去, 拿出一只笛子来, 去了锦套, 坐在席上, 呜呜员员将笛子吹着。 一个小小子走到暴婷喜身边站着, 拍着手, 唱礼太白, 清平调。 黄平, 是公子, 是玩家, 诸人, 何之烟真乃穿云烈石之声, 饮伤客雨之奏。 妙人, 妙人, 三人停杯细听, 杜慎清又自饮了几杯。 吃到月上十分, 照耀的牡丹花色, 星号越发精神, 又有一束大绣球, 好像一堆白雪。 三个人不觉得手武足倒起来, 天二平, 比二楼渠公孙在阳直中家如何。 黄平, 解得要否, 石头记中所谓百兽帅乌尔都慎清, 也颓然醉了。 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 打开来, 里面拿出一串奇门小炮杖。 黄平, 爆炸二字有初点, 仗不当书作火章, 口里说道, 贫僧来替老爷行酒。 天二平, 何处得此雅僧? 断飞前日所建府眉蒙眼的那一个, 就在席上点着, 避避破破响起来。 都慎清坐在椅子上大笑, 和尚去了, 那消黄的烟气还缭绕九席左右。 黄平, 是报恩寺和尚, 贯能凑取三人也醉了, 站起来拔脚不住, 告辞要去。 都慎清笑道, 小弟醉了, 恕不能奉送。 报师府, 你替我送三位老爷出去。 天二平, 悟空仪式你回来在我这里住。 黄平, 狂太路以报庭喜拿着竹台送了三位出来, 关门进去。 三人回到下处, 恍惚如在梦中。 次日, 卖纸的客人来要钱, 这里没有, 吵闹了一回。 随即就是巨升楼来讨酒账, 诸葛天身称了两把银子, 给他收着再算。 三人商议要回杜慎清的席, 算计御处不能备办, 只得拉他到巨升楼坐坐。 又过了一两日, 天气甚好, 三人在御处吃了早点心, 走到杜慎清那里去。 走进门, 只见一个大脚婆娘, 同他家一个大小子坐在一个板凳上说话。 那小子见识三位便站起来。 祭田义拉着他问道, 这是什么人? 那小子道, 做梅的沈大脚。 祭田义道, 他来做甚吗? 那小子道, 有些别的事。 三人心里就明白, 想是要他取晓, 就不再问。 走进去, 只见杜慎清正在廊下闲步。 黄庭, 无聊已急, 不然何以请诸葛三人吃酒, 捡三人来, 请进坐下, 小小子拿茶来吃了。 诸葛天身道, 今日天气甚好, 我们来约先生四外玩玩。 杜慎清带着这小小子, 同三人不出来, 被他三人拉到巨声楼酒馆里。 杜慎清不能推辞, 只得坐下。 积田义见他不吃大荤, 点了一麦板鸭, 一麦鱼, 一麦猪肚, 一麦杂块, 天二平, 王太太献着又要骂不见世面的货了, 拿上酒来。 吃了两杯酒, 众人奉他吃菜。 杜慎清勉强吃了一块板鸭, 灯石就呕吐起来。 天二平, 慎清此番落难。 黄平, 虽非做身份, 然和遗处示众人不好意思, 因天气上早, 不大用酒, 搬上饭来。 杜慎清拿茶来泡了一碗饭, 吃了一会, 还吃不完, 地狱小子拿下去吃了。 当下三人把那酒喝饭都吃完了, 黄平, 吃一块板鸭便呕吐, 三人却吃完了, 人有一呼, 菜有一呼, 下楼会账。 肖金炫道, 慎清兄, 我们还到雨花台杆上走走。 杜慎清道, 这最有趣。 一同步上岗子, 在个庙宇里, 建方, 井珠宫的词, 甚是巍峨。 又走到山顶上, 望着城内万家烟火, 那长江如一条白链, 琉璃塔金碧辉煌, 照人眼目。 杜慎清到了亭子跟前, 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徘徊了大半日。 黄平, 惯作顾影自怜。 铁真有顾影自怜, 风流独赏之志, 大家几草就坐在地下。 诸葛天身见远远的一座小碑, 跑去看, 看了回来坐下说道, 那碑上课的是仪十足。 都慎清道, 列位先生, 这仪十足的话是没有的。 汉法最重, 仪三足是富党, 母党, 七党。 这方正学所说的九足, 乃是高, 曾, 祖, 考, 子, 孙, 曾, 元, 黄平, 此诸查翁之论只是一族, 母党, 七党还不曾急, 那里诛得到门声上。 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 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 黄平, 与二楼见解相反信者见闻软弱, 就已弄成个棋, 梁事件了。 天二平, 未尝不是消金炫道, 先生, 据你说, 方先生何如? 杜慎清道, 方先生遇而无当, 天下多少大事, 讲那高门, 至门怎么? 黄平, 何人不知, 然何忍出诸口这人, 朝府斩于事, 不为冤枉的。 天二平, 此则太过了, 坐了半日, 日色星号已经吸血, 只见两个挑粪桶的, 挑了两弹空桶, 卸在山上。 这一个拍那一个尖头道, 兄弟, 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 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 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罩。 杜慎清笑道, 真乃菜庸九宝都有六朝烟水器, 黄平, 东坡诗云, 雍奴贩妇皆兵玉。 时有此景, 天二平, 却自有天去, 比三人恐未必解此, 一点也不差。 当下下了岗子回来, 进了四门, 诸葛天身道, 且到我们下处坐坐。 杜慎清道, 也好, 一同来到下处, 才进了门, 只见纪尾萧坐在里面。 纪天一一见了, 欢喜道, 伟兄, 你来了。 黄平, 他没有犯镇纪孤魂纪尾萧道, 田一兄, 我在客资殿里找问, 知道你搬在这里。 便问, 此三先生尊姓。 纪天一道, 此位是须宜诸葛天身先生。 此位就是我同乡萧金炫先生, 你难道不认的? 纪尾萧道, 先生是住在北门的。 萧金炫道, 正是。 纪尾萧道, 此位先生。 纪天一道, 这位先生, 说出来你更欢喜理。 七平, 摇曳而出之他是天长杜宗伯公公孙杜时期先生, 会欠字甚清的, 你可知道他吗? 纪尾萧经道, 就是去岁宗师考取贵府二十七周县的师父守眷杜先生。 七平, 长句写出九目之神。 天二平, 既为萧之之慎清, 亦不过因其考试而知之。 黄平, 时事乖人, 小弟可想久了, 今日才得见面。 道身败下去, 杜宗卿陪他磕了头起来。 众位多见过了礼。 正待坐下, 只听得一个人笑着吆喝了进来, 说道, 各位老爷, 今日吃酒过夜。 天二平, 亭喜身份牲口, 全部自闻清了, 静四季家帮忙集豪门拉马申口纪委萧局眼看, 原来就是他姑丈人, 忙问道, 姑老爷, 你怎么也来在这里? 报亭喜道, 这是我家十七老爷, 我是他门下人, 怎么不来? 姑爷, 你原来也是好相遇? 萧金炫道, 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 不是区区陌路人。 一起坐下。 即位萧道, 小弟虽年少, 浪游江湖, 悦人多矣, 从不曾见先生诸灰玉婴, 真乃天上仙伴。 金对着先生, 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 齐平, 笔墨淋漓。 黄平, 却不说自残行贿, 自命意不凡杜慎, 清道, 小弟的惠先生, 也如成林先生刺传海上, 令我遗情。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风流高惠, 江南又见其宗, 着落英姿, 海内都传雅运。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以小度之风流, 行三人之龌龊。 九楼再惠, 慎清之自命何如, 乃记田一开口, 由云杜宗伯公公孙, 其心口中只有此二字也。 慎经连日对此等人, 可谓不得意至极, 得记伪肖术语, 不禁谓之色心浩武。 天二平, 然而记伪肖胸中, 一直有二十七周献师父首卷九字也。 写语花台, 正是写杜慎清。 而许风光, 必不从斧头金胸中流出。 慎经生平一段辟性信号, 以从方正学一段议论中露出归角。 第三十五章, 爱少科有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 话说杜慎清同纪尾肖相交起来, 及其投合。 天二平, 见慎清是有心的人, 与少卿相反。 伪肖一俗乌尔, 然狡黠灵动胜于诛人, 慎清入其构中, 当晚纪伪肖因在城里承恩寺作语, 看天黑赶进城去了。 报厅喜跟着杜慎清回狱, 杜慎清买酒与他吃, 就问他, 这纪委兄为人何如? 报厅喜喜把他小时在向太爷手里烤暗手, 后来就娶了向太爷家王总管的孙女, 便是小的内侄女儿, 今年又是盐运寺寻大老爷, 照顾了他几百两银子, 他又在扬州游家招了女婿,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杜慎清听了, 笑了一笑, 记在肚里, 天耳平, 慎清是有身心者, 与少卿不同, 就留他在狱处些。 夜里又告诉向太爷带他家这一番恩情, 杜慎清不胜叹息, 又说到他娶了王太太的这些疙瘩时, 杜慎清大笑了一番, 歇过了一夜。 次早, 继位萧桐这王府里那一位宗先生来拜, 进来坐一坐下, 宗先生说起在京师赵王府里, 童王, 李七子畅鹤, 杜慎清道, 凤州, 榆林, 都是碧氏书。 又说到宗子相, 杜慎清道, 宗考公便是先君童年。 那宗先生便说, 同宗考公是一家, 还是弟兄辈。 天耳平, 亦或有之, 然轻重不在此, 杜慎清不答应。 小四捧出插来吃了, 宗先生别了去, 刘继伟消在御处谈谈。 杜慎清道, 伟兄, 小弟最厌的人, 开口就是沙帽。 七平, 实在可厌之至, 方才这一位宗先生, 说到碧年伯, 他便说同他是弟兄, 只怕而今碧年伯也不要这一个潦倒的兄弟。 黄平, 如果是兄弟, 却不能不要, 特恐冒任儿。 天耳平, 兄弟一不论潦倒不潦倒说着, 就捧上饭来。 正带吃饭, 小四来禀道, 沈媒婆在外回老爷话。 沈清道, 你叫他进来何妨? 小四出去, 领了沈大脚进来。 都沈清叫端一张凳子, 与他在底下坐着。 沈大脚问, 这位老爷。 都沈清道, 这是安庆纪老爷。 阴问道, 我托你的怎样了? 沈大脚道, 正是。 十七老爷把这件事托了我, 我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 天耳平, 然则还有小半个位走道, 因老爷人物生的太齐整了。 黄平, 此语便令此君入耳料想, 那将旧歇的姑娘配不上, 不敢来说。 七平, 真是会说予予中款如今亏我留审打听, 黄平, 自云亏我, 现鞠躬也打听的这位姑娘, 在花牌楼住, 家里开着机房, 黄平, 机房自南京姓王。 姑娘十二分的人, 才还多着半分, 黄平, 若云二十四分便不妙。 天耳平, 何妨凑齐十三分, 今年十七岁。 不要说姑娘标志, 这姑娘有个兄弟, 黄平, 又投机小他一岁, 若是装扮起来, 怀青桥有石斑的小蛋, 也没有一个赛得过他。 黄平, 一张图示臭口, 能描摹粉香娃, 也会唱之把曲子, 也会串个戏。 这姑娘再没有说的, 就请老爷去看。 都神清道, 既然如此, 也罢, 你叫他收拾, 我明日去看。 黄平, 不由他不去看 沈大脚印诺去了。 继尾萧道, 东西纳宠。 都神清愁着梅道, 先生, 这也为四续大计, 无可奈何。 不然, 我做这样是怎的? 继尾萧道, 财子家人, 正宜及时行乐。 天二平, 开口便是财子家人, 比以为雅, 我燕齐俗先生, 怎反如此说? 都神清道, 伟兄, 这话可谓不知我了。 我太祖高皇帝云, 黄平, 黄皇圣玉, 我若不是妇人生, 天下妇人都杀尽, 妇人那有一个好的。 小弟姓姓好情, 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 就闻见她的臭气。 七平, 然则你又要那宠坐身吗? 写出杜慎清一片假怯。 天二平, 男使, 梁肖妾恶见妇人, 相去树部摇闻其袖。 慎清乃又过之。 平不清平, 用男使肖妾事。 继尾萧又要问, 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帖子走了进来, 说道, 外面有个姓郭的吴湖人来拜。 黄平, 郭帖笔到南京, 为祭太博瓷用也, 亦须略加描写杜慎清道, 我那里认得这个姓郭的。 继尾萧接过帖子来看了, 道, 这就是私门口图书店的郭帖笔。 想他是刻了两方图书来拜, 先生叫他进来坐坐, 都神清叫大小厮请他进来。 郭帖笔走进来坐一, 道了许多仰慕的话, 说道, 尊府是一门三顶甲, 四代六尚书, 门声顾吏, 天下都散满了。 读, 府, 司, 道, 在外头坐, 不计其数。 管家们出去, 坐的是九品杂志观。 黄平, 铁笔之外, 只奉承是本氏。 然也自居明氏, 想别无他能及先生, 我们自小听见说的, 天长度夫老太太生这位太老爷, 是天下第一个才子, 转眼就是一个状元。 齐平, 法从口角, 何地无知。 天二平, 口纹婉然说罢, 袖子里拿出一个锦盒子, 里面盛着两方图书, 上写着台印, 双手抵将过来。 杜慎清接了, 又说了些闲话, 起身送了出去。 杜慎清回来, 向纪尾销道, 他一见我, 偏生有这些恶谈, 却亏他访得的确。 纪尾销道, 尊府之事, 何人不知。 当下收拾酒, 刘纪尾销作, 摆上酒来, 两人谈心。 纪尾销道, 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吗? 齐平, 慢慢引入, 最是清谈妙趣。 天二平, 以言舔之杜慎清道, 小弟无忌胜之据, 就登山临水, 也是勉强。 纪尾销道, 私主之好友的。 杜慎清道, 偶一听之可也, 听久了, 也觉草草杂杂杂, 锅耳得紧。 又吃了几杯酒, 杜慎清微醉上来, 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 伟兄, 自古极今, 人都打不破的是个情字。 纪尾销道, 人情无过男女, 方才吴兄说, 非是所好。 杜慎清笑道, 长兄, 难道人情只有男女吗? 朋友之情, 更胜于男女。 天二平, 魔头道了, 黄平, 京师所谓小朋友, 而你不看别的, 只说恶君秀辈的故事。 据小弟看来, 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 要缠天下与董贤, 这个独得情之政, 七平, 独创其论。 天二平, 其匹至此。 黄平, 闻所未闻, 一迷至此, 便遥, 顺一让, 也不过如此。 可惜无人能解。 继尾肖道, 是了, 吴兄生平, 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吗? 黄平, 是了, 已知其入迷, 也度甚清道, 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 又与我同生同死, 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 七平, 此事甚清肺腑食言, 非比一切假器, 也只为缘间分浅, 遇不着一个知己, 所以堆越伤怀, 临风洒泪。 继尾肖道, 要这一个, 还当黎原中求之。 杜慎清道, 伟兄, 你这话更外行了。 比如要在黎原中求, 便是爱女色星号的, 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 岂不大错? 这是要相遇于心腹之间, 相敢于行骸之外, 方是天下第一等人。 黄平, 又欲笑鸳鸯种故事而又, 派西皆探道, 天下终无此一人。 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清万胡愁肠, 一身霞骨。 七平, 所以顾影自连也。 黄平, 骨魏碧霞说着, 掉下泪来。 继尾肖暗道, 他已经着了魔了, 待我且耍他一耍。 天二平, 按道, 以下十四字太拙, 你一云, 继尾肖沈淫了一回笑道云云, 含蓄下文, 似圣原本。 黄平, 乖人音说道, 先生, 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 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 不是黎原, 也不是我辈, 是一个皇冠。 这人生的飘逸风流, 却又是个南美, 黄平, 南京道是无意忧凌固, 也不是像个妇人。 七平, 伟霄妙人妙语。 天二平, 贼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 动不动说像个女人, 这最可笑。 如果要像女人, 不如去看女人了。 天下缘另有一种南美, 黄平, 乖吉, 聪明吉指示, 人不知道。 都神清拍着暗道, 只一句话该圈了。 天二平, 上都你, 且说这人怎的。 继位肖道, 他如此妙品, 有多少人想物色性好他的, 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 却又爱才得紧。 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 在他面前自觉行贿, 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遇他。 长兄, 你会会这个人, 看是如何。 杜慎清道, 你几时去捅他来。 继位肖道, 我若叫的他来, 又不作为其了。 七平, 越说越像须是长兄自己去仿着他。 杜慎清道, 他住在那里。 继位肖道, 他在神乐观。 黄平, 吉金之朝天宫也杜慎清道, 他姓甚吗? 继位肖道, 姓名此时还说不得。 若泄露了机关, 传得他知道, 躲开了, 你还是会不着。 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 包在一个纸包子里, 外面封好, 交于你。 你到了神乐观门口, 才许拆开来看, 看过就进去找, 一找就找着的。 杜慎清笑道, 这也罢了。 当下继位肖走进房里, 把房门关上了, 写了半日, 封得结结实实, 封面上草个赤令二字, 黄平, 赤令二字一合, 倒是家树拿出来地语他, 说道, 我且别过罢, 似明日会过了妙人, 我再来贺你。 说罢去了。 杜慎清送了回来, 向大小思道, 你明日早去回一声沈大脚, 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 去看那家女儿, 要到后日才去。 明早叫教夫, 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 黄平, 此风不敌雄风已吩咐已毙, 当晚无事。 刺造起来, 洗脸, 擦肥皂, 换了一套新衣服, 变身多熏了香, 天儿平, 可笑。 黄平, 一颗丑, 也将纪尾消邪的纸包子放在袖里, 坐轿子一直来到神乐观。 将轿子落在门口, 自己步进山门, 袖里取金纸包来拆开一看, 上写道, 致北郎尽头一家桂花道院, 问扬州新来到有来侠士便, 天儿平, 读者已笑不可意, 而杜慎清上未知。 黄平, 此时乐者已知其戏, 然不关后文上, 不知喷饭杜慎清教教夫伺候着, 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 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 就在前面一个斗母阁。 那阁门大开, 里面三间厂厅, 中间坐着一个看灵的太监穿着蟒袍, 左边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唱声弹的戏子, 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 正在那里吹唱曲乐。 杜慎清心里疑惑, 莫不是来侠氏也在这里面。 齐平, 入京入京, 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 不见一个出色星号的, 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 也平常。 又自心里想到, 来侠氏, 他既是自己爱惜, 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 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 来到桂花道院, 敲开了门, 道人请在楼下坐着。 杜慎清道, 我是来拜扬州新道来老爷的。 道人道, 来爷在楼上。 老爷请坐, 我去请他下来。 天二平, 此时, 不知慎清心上如何乐道人去了一会, 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 黄庭, 肥胖二字, 以祖姐一头带道官, 身穿沉香色星号直多, 一副油晃晃的黑脸, 两道重眉, 一个大鼻子, 满腮胡须, 黄庭。 此术语, 悦者已不禁大笑, 在悦之后闻, 以幼字, 更当笑不可一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 天二平, 来侠侍身行流在杜慎清眼中, 看出已坐一笑, 那倒是下来作一奉作, 请问, 老爷尊姓贵楚? 杜慎清道, 必处天长, 见性度。 那倒是道, 我们桃圆祈岭的天长度府的本钱, 就是老爷尊府。 杜慎清道, 便是。 道士满脸堆下笑来, 连忙足公道, 小道不知老爷道行, 就该先来拜业, 如何返劳老爷降临。 忙叫道人, 快喂新鲜茶来, 捧出果碟来。 杜慎清心里想, 这自然是来侠士的师父。 阴问道, 有未来侠士是令途。 并孙, 那道士道, 小道就是来侠士。 杜慎清吃了一惊, 说道, 齐平, 妙诀。 黄平, 此恶字与前文沈天福之恶字各有妙处, 你就是来侠士。 自己心里忍不住, 拿衣袖掩着口笑, 道士不知道其么意思, 摆上果碟来, 殷勤奉茶, 又在秀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 神经没奈何, 只得勉强看了一看, 吃了两杯茶, 起身辞别。 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门, 天耳平, 此一拉, 慎经回去要洗手几十次。 黄平, 拉着手, 反被他得了便宜, 闻了许多香气去已问明了, 老爷下处在报恩寺, 小到明日要到尊玉, 着实盘缓几日。 送到门外, 看着上了轿子, 方才进去了。 都慎清上了轿, 一路忍笑不住, 心里想, 即尾消这狗头, 如此胡说。 回到夏处, 只见夏处小丝说, 有几位刻在里面。 都身轻走进去, 却是肖金炫同新东支, 金玉流, 金东亚来拜。 新东支送了一副大字, 金玉流送了一副对子, 金东亚把自己攒的四书讲章, 送来请教。 坐一坐下, 个人续了来历, 吃过茶, 告别去了。 杜申清鼻子里冷笑了一声, 向大小丝说道, 一个当书办的人都跑了回来讲究四书。 天而平, 四书, 何人不可讲究, 但金东亚非其人而胜贤, 可是这样人讲的。 正说着, 宗老爷家一个小丝, 拿着一封书子, 送一幅行乐图来求提。 黄平, 作恶之甚, 杜申清只觉得可厌, 也只得收下, 写回书打发那小丝去了。 此日便去看定了妾, 下了插定, 则三日内过门, 便忙着班和房里娶妾去了。 七平, 纪云不爱女色星号, 何乃娶妾如此极极, 慎清之言行不服大帅类似。 此日纪尾萧来贺, 杜慎清出来会。 他说道, 昨晚如夫人进门, 小弟不曾来闹房, 近日贺痴有罪。 杜慎清道, 昨晚我也不曾背习, 不曾奉请。 纪尾萧笑道, 前日你得见妙人吗? 杜慎清道, 你这狗头该记着一顿肥打, 但是你的事还做得不俗, 所以饶你。 黄平, 也知不俗, 是聪明人继尾萧道, 怎的该打? 我原说是美男, 原不是像个女人, 你难道看的不是? 杜慎清道, 这就真正该打了。 正笑着, 只见来道士同报停息, 一起走进来贺喜, 两人越发忍不住笑。 黄平, 我若在座, 断忍不住杜慎清摇手叫纪尾萧不要笑了, 四人坐一坐下, 杜慎清留着吃饭。 吃过了饭, 杜慎清说起, 那日在神乐观, 看见斗姆阁一个太监, 左边坐着戏子, 右边坐着道士, 在那里吹唱作乐。 纪尾萧道, 这样快活的事, 偏与这样人受用, 好不可恨。 天二平, 尾萧以神往期间杜慎清道, 尾萧兄, 我倒要做一件稀奇的事, 和你赏意。 纪尾萧道, 什么稀奇事? 杜慎清问报停息道, 你这门上和桥上共有多少洗班子? 报停息道, 一百三十多半。 黄平, 可谓圣级杜慎清道, 我心里想做一个圣会, 齐平, 去人去世, 落想妙抉择一个日子, 捡一个极大的地方, 把这一百几十班做蛋脚的都叫了来, 一个人做一出戏。 我和尾萧兄在旁边看着, 记轻了他们身段, 模样, 做个暗号。 过几日评, 踏个高下, 出一个榜, 把那色星号一双绝地取在前列, 贴在通渠。 但这些人不好白传他, 每人愁他五千银子, 荷包一对, 施扇一把。 这玩法好吗? 纪尾萧跳起来道, 有这样妙事, 何不早说? 可不要把我乐死了。 天二平, 便宜这狗头。 黄平, 谢继尾萧放淡不羁, 与他人两样暴停喜笑道, 这些人让门下去传。 他每人又得五千银子, 将来老爷们替他取了出来, 写在榜上, 他又出了名。 门下不好说, 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语大老官, 也多相语出几个钱来。 他们听见这话, 那一个不管来作戏, 来道士拍着手道, 妙,妙, 道士也好见个十面, 不知老爷们那日可许道士来看。 黄平, 想是要比并尊荣度甚轻道, 怎么不许? 但凡朋友相知, 都要请了道席。 继尾萧道, 我们而今仙商议是个什么地方? 报厅喜道, 门下在水溪门柱, 水溪门外最熟, 门下去见莫愁湖的湖亭, 那里又宽敞, 又凉快。 伟肖道, 这些人是报姑老爷去传, 不肖说了, 我们也要出一个支单, 定在渗日子。 道士道, 而今是四月二十头, 报老爹去传几日, 急到传奇了也得十来天功夫。 竟是五月初三罢, 杜慎清道, 伟兄, 取过一个红拳贴来, 我念着你写。 纪伟肖取过贴来, 拿笔在手。 慎清念道, 齐平, 真是圣事, 不可多得, 安庆纪伟肖, 天长杜慎清, 则于五月初三日, 莫愁湖, 胡亭大会。 通省天二平, 当云通省城黎原子弟各班院语者, 书名画之, 借其奇及胡亭, 隔眼杂具。 每位待叫马五星, 荷包, 诗善, 汗金三剑。 如果色星好意双绝, 另有表里奖赏。 风雨无阻, 特此欲传, 写壁, 教育暴亭洗收了, 又叫小四道殿里, 取了百十把扇子来。 纪伟肖, 杜慎清, 来到市, 每人分了几十把去写, 便商量请这些客, 纪伟肖拿一张红纸铺在面前, 开道, 宗先生, 新先生, 金东牙先生, 金玉刘先生, 肖金炫先生, 诸葛先生, 纪先生, 郭铁笔, 僧官老爷, 来到市老爷, 抱老爷, 连两位主人, 共十三位。 黄平, 此处一小聚会, 为大计用人也, 不善为文者以为赘笔, 就用这两位名字, 写起十一副帖子来, 料理了半日。 只见娘子的兄弟王刘哥, 带了一个人, 挑着一袋东西, 两只鸭, 两只鸡, 一只鹅, 一方肉, 八色星号点心, 一瓶酒, 来看姐姐。 杜慎清道, 来得正好。 他向杜慎清见利, 杜慎清拉住了戏看他时, 果然标志, 他姐姐着实不如他, 叫他进去, 见了姐姐就出来坐, 吩咐把方才送来的鸡, 鸭收拾出来吃酒。 他见过姐姐, 出来坐着, 杜慎清就把胡亭坐会的话告诉了他。 刘哥道, 有趣, 那日我也串一出。 继尾肖道, 启但, 今日就要请教一支曲子, 我们听听。 天二平, 贼王刘哥笑了一笑, 天二平, 令我神网到晚, 捧上酒来, 吃了一会。 报厅喜吹笛子, 来到市打板, 王刘哥唱了一支碧云天, 长亭见别。 天二平, 慎清北行一去不来, 得无成衬。 长亭鉴别四字, 可省音韵悠扬, 足唱了三顿饭时候才完。 众人吃得大醉, 然后散了。 到初三那日, 发了两班戏香, 再莫愁忽。 即, 多二位主人先道, 众客也渐渐地来了。 报厅喜领了六七十个唱诞的戏子, 都是单上画了枝字的, 来叩见杜少爷。 天二平, 只叩见杜少爷杜慎清教, 他们先吃了饭, 都装扮起来, 一个个都在亭子前走过, 戏看一番, 然后登场作戏。 众戏则应诺去了。 朱明氏看着湖亭时, 宣装四起, 一转都是湖水围绕, 微微有点熏风, 吹得波纹如湖。 七平, 幽静之静如画。 天二平, 天生一个好地方, 可惜而今已已。 黄平, 生地便写的好亭子外一条板桥, 戏子装扮了进来, 都从这桥上过。 都神清教眼上的中门, 让戏子走过桥来, 一路从回阔内转去, 进东边的阁子, 一直从亭子中间, 走出西边的阁子去, 好细细看他们鸟挪形容。 当下戏子吃了饭, 一个个装扮起来, 都是促心的包头, 极新鲜的褶子。 一个个过了桥来, 天二平, 然则仍是男子, 向妇人之说, 打从亭子中间走去。 都神清同纪委, 萧二人, 手内暗藏纸笔, 做了继任。 扫课, 摆上酒席, 打动锣鼓, 一个人上来做一出戏, 也有做请宴的, 也有做亏罪的, 也有做戒茶的, 也有做赐虎的, 纷纷不一。 后来王刘哥做了一出私反, 到晚上, 点起几百盏鸣角灯来, 高高下下, 照耀如同白日, 歌声飘渺, 直入云霄, 城里那些坐衙门的, 开行的, 开自浩电的有钱的人, 听见莫愁湖大会, 都来雇了湖中打鱼的船, 搭了凉棚, 挂了灯, 都撑到湖中左右来看, 看到高兴的时候, 一个个齐声喝彩, 直闹到天明才散。 那时城门已开, 各自进城去了。 过了一日, 水溪门口挂出一张榜来, 上写, 第一名, 方林班小旦正魁官, 第二名, 灵河班小旦葛来官, 第三名, 王刘歌。 其余共和六十多人, 都取在上面。 报庭喜拉了正魁官到, 杜慎清御处来见, 当面叩谢。 杜慎清又撑了二两金子, 托报庭喜到银匠殿里, 打造一支金杯, 上课雁夺樱桃四个字, 特为奖赏正魁官。 黄平须知郑樱桃非可清, 可敬之人也别的都把荷包, 银子, 汉金, 师善领了去。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 他相遇的大老官来看了榜, 都欣欣得意, 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 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喝的。 这个吃了酒, 那个又来吃, 足吃了三四天的喝酒。 自此, 传遍了水溪门, 闹动了淮青桥, 这位杜师七老爷名震江南。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风流才子之外更有其人, 花酒陶情之余, 富多运势。 本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平, 使男子后亭生人, 天下可无妇人。 慎卿当道此二句, 引用红无语不伦。 前写肖金炫三人, 此又皆写宗子相, 郭铁笔, 生不愿见贵人, 金不姓贱女, 是所谓不得人意者, 此类事也。 想见慎卿兄中作恶之甚。 明记华案, 是一部板桥杂记, 胡亭大会, 又是一部燕兰小谱。 黄平, 燕兰小谱不足言书, 评者何其漏夜。 启平, 传云, 国风好色, 星号而不银星号。 西人曾辨词语, 以为银星号与好色星号相去几何。 不知色星号有男女之分。 女色星号之, 不当银星号者, 皆不当好者也。 若其当好, 又不得目之为银星号, 亦不必自明, 其不银星号也。 为男色星号即, 不能不好, 必不当银星号。 好色星号不银星号, 数己得之。 慎青之品地花岸, 是慎青在着魔之际, 情不自禁, 故落其玄中, 急至会见来到事, 方石勿晓, 写其情景, 真神妙笔墨。 第三十六章, 天长县同访豪杰赐树楼大罪。 话说杜慎青做了这个大会, 暴听喜看见他用了许多的银子, 心里惊了一惊, 暗想, 他这人慷慨, 其评, 慷慨二字, 正与慎青相反, 慎青是用前级有斟酌谋算的人。 少卿乱用, 又不足云, 慷慨, 也我何不取个遍, 问他借几百两银子, 仍旧团起一个班子来做生意过日子。 天二平, 此一文清索, 不肯为主义已定, 每日在河房里效劳, 杜慎青着实不过一塌。 那日晚间谈到密处, 夜已深了, 小厮们多不在眼前, 杜慎青问道, 报师父, 你毕竟家里日子怎么样过? 还该寻个生意才好。 天二平, 见慎青是身心人, 非一位风雅, 暴听喜见他问道这一句话, 就双膝跪在地下。 杜慎青就吓了一跳, 气平, 吓了一跳四字可谓入骨, 正是慷慨反面扶他起来, 说道, 这是怎待? 听喜道, 我在老爷门下, 蒙老爷问道这一句话, 真乃天高地厚之恩。 但门下原是胶班子弄行头出身, 除了这时, 不会做第二样。 如今老爷照看门下, 除非肯恩借出几百两银子, 仍旧与门下坐这细行。 门下寻了钱, 少不得报笑老爷。 杜慎青道, 这也容易。 你请坐下, 我同你商议。 这交班子弄行头, 不是数百斤做得来的, 至少也得千斤。 气平, 心中吓了一跳, 口中这也容易, 如此等人最多。 横竖自己不花钱, 所幸, 星号再说多些, 何妨这里也无外人。 我不瞒你说, 我家虽有几千线银子, 我却收着不敢动。 为什么不敢动? 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药中。 七平, 可谓和盘托出。 天二平, 钟可以自己做主。 黄平, 钟可以拿得定, 其故可知, 然却说得不露迹象, 一以细子不知其中诀窍, 故不防告之中了, 那里没有使唤处。 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 而今你这弄班子的话, 我转说出一个人来于你, 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 你却不可说是我说的。 七平, 自己不慷慨, 却会康他人之楷, 还说只当是我帮你, 神情真是势入能人。 天二平, 自己既不能帮而转见于人, 又隐以为己功, 又怕人说出心事殊不坦白。 以邻国为贺, 楼老爹所谓也不是什么厚道人也抱听喜道, 除了老爷, 那里还有这一个人。 杜慎清道, 莫慌, 你听我说。 我家共是七大房, 这座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 七房的太老爷是众国状元的。 后来一位大老爷, 坐江西赣州府之府, 这是我的伯父。 赣州府的儿子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 他名叫做姨, 黄平, 先出名字, 又一入守法号叫做少卿, 只晓得我两岁也是一个秀才。 我那伯父是个清官, 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 伯父去世之后, 他不上一万银子加私, 七平, 不上万把加私却说千把银子手道拿来, 真是说话不顾前后, 如红小儿, 也他是个呆子, 自己就像十几万的。 文音九七他都认不得, 又最好做大老官, 黄平, 天下大老官原是呆子, 呆子未有不穷者, 听见人向他说些苦, 他就大捧出来给人家用。 天二平, 此等说话, 少卿安德而知之, 而彼之于书。 然则, 此书非少卿者所作, 可知已。 平不清平, 此等说话, 未必出自清然, 安知敏轩不能自转自嘲。 孝山四位作者, 平者所欲, 而今你在这里帮我些时, 道秋凉些, 我送你些盘缠投奔他去, 包你这千把银子手道拿来。 黄平, 康他人之楷, 后文楼换文所言也, 不是什么厚道人, 可知不如少卿报庭喜道, 到那时候, 求老爷写个书子与门下去。 杜慎轻道, 不相干, 这书断然写不得。 他做大老官是要独作, 自照顾人, 并不要人帮着照顾。 我若写了书子, 他说, 我已经照顾了你, 他就赌气不照顾你了。 七平, 扯出别人卸去自己, 妙, 妙如今, 去先投奔一个人。 报庭喜道, 却又投那一个。 都慎轻道, 他家当初有个奶公老管家, 姓邵的, 这人你也该认的。 天二平, 下文是教他头王胡子, 却又牵连出邵乃公, 无畏。 平不清平, 邵乃公定系, 邵卿之父尚在, 此语正观洞前后闻, 不得云无畏报庭喜, 想起来道, 是那年门下父亲在日, 他家接过我的戏, 去与老太太做生日。 赣州府太老爷, 门下也曾见过。 杜慎轻道, 这就是得狠了。 如今这少奶公已死, 他家有个管家王胡子, 是个坏不过的奴才, 他偏声听信他。 我这兄弟有个毛病, 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 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黄平, 此等毛病, 天下有几人业, 你将来先去会了王胡子。 这奴才好酒, 你买些酒与他吃, 叫他在主子跟前, 说你是太老爷急欢喜的人, 他就连三的给你银子用了。 他不欢喜人叫他老爷, 你只叫他少爷。 他又有个毛病, 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 说人有钱。 黄平, 凡此皆是毛病, 天下又能有几人有职者。 为带子使患此病, 呆也, 否也, 像你受向太老爷的恩惠这些话, 总不要在他跟前说。 总说, 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大老官, 肯照顾人。 他若是问你, 可认得我, 你也说不认得。 七平, 少卿虽呆气, 然其代父执救人煞有智性心号, 慎卿虽乖巧, 然其兄弟之间莫无丝毫关切。 作者毗里阳秋, 正子分明也。 天二平, 此一番传述, 是为少卿写照, 然而度士足以平常, 慎卿以亲口招任一番话, 说得抱听喜满心欢喜。 在这里又笑了两个月老, 到七月进监, 天气凉爽起来, 抱听喜问十七老爷, 借了几两银子。 天二平, 效劳了数月还说借了几两银子, 慎卿银子贵重可知, 只是声色星号场中不惜索费而收拾衣服行李, 过江往天长进发。 黄平, 即由慎卿地道绍卿, 却以抱听喜为真谢。 第一日过江, 谢了星号星号谢。 第二日起早走了几十里路, 到了一个地方, 叫做四号墩。 天二平, 京卫之四了口, 也抱听喜进去坐下, 正带药水洗脸, 只见门口落下一层轿子来。 轿子里走出一个老者来, 头戴方巾, 身穿白纱直多, 脚下大红绸鞋, 一个通红的酒糟笔, 黄平, 活化出一个老酒糟来, 一步大白胡须, 就如银丝一般。 那老者走进店门, 店主人慌忙接了行礼, 说道, 维斯太爷来了。 黄平, 又先出性情里面坐。 那维斯太爷走进堂屋, 抱听喜立起身来施礼, 那维斯太爷还了礼。 抱听喜让维斯太爷上面坐, 他坐在下面, 问道, 老太爷上姓氏为, 不敢拜问贵楚是那里。 维斯太爷道, 见姓为, 必处除舟乌一镇, 掌兄尊姓贵楚, 今往那里去的。 听喜道, 在下姓报, 是南京人, 今往天长渡状远府里去的, 看渡少爷。 维斯太爷道, 是那一位, 是慎卿, 是少卿, 抱听喜道, 是少卿。 维斯太爷道, 他家兄弟虽有六七十个, 只有这两个人召接四方宾客, 其余的都闭了门在家, 守着田园做举夜。 天二平, 旧家如此一难得我, 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 两个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 慎卿虽是雅人, 我还嫌他尚待这些姑娘气。 七平, 姑娘气者不爽快, 与人交接款恰也。 天二平, 维斯太爷豪迈, 故嫌慎卿为姑娘气。 其实不止姑娘福, 黄平, 姑娘气, 一语种地少卿, 是个豪杰。 我也是到他家去的, 和你长兄吃了饭一同走。 豹亭喜道, 太爷和杜甫是亲戚。 维斯太爷道, 我同坐赣州府太老爷, 自小同学拜盟的, 极相好的。 黄平, 二十年前盟弟兄, 此却是真的, 且不止二十年豹亭喜听了, 更加敬重。 当时同吃了饭, 维斯太爷上教, 豹亭喜又雇了一个驢子, 骑上同行。 到了天长县城门口, 维斯太爷落下叫说道, 豹兄, 我和你一同走进府里去吧。 豹亭喜道, 请太爷上教先行。 在下还要会过他管家, 再去见少爷。 维斯太爷道, 也罢。 上了轿子, 一直来到杜甫。 门上人传了进去, 杜少卿慌忙迎出来, 请到厅上拜见, 说道, 老伯相别半载, 不曾到的镇上来请老伯和老伯母的安。 老伯一向好, 维斯太爷道, 脱笔粗安。 新秋在家无事, 想着尊府的花园, 桂花一定盛开了, 所以将来看看师兄要杯酒吃。 天二平, 又大雅, 又豪爽。 好胡子。 天下后世九人当住金氏之, 维斯太爷行径颇尽牛玉谱, 而开口自不俗。 黄平, 明说要杯酒吃, 非食可可比, 且说得风雅, 此等老辈九人, 金义不可多得杜少卿道, 奉过茶, 请老伯到书房里去坐。 小四捧过茶来, 杜少卿吩咐, 把维斯太爷行礼请进来, 送到书房里去。 较前赋予他, 轿子打发回去吧。 请维斯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向内, 区区折折走进去, 踩到一个花园。 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 左边一个楼, 便是店员宫的次书楼。 楼前一个大院落, 一座牡丹台, 一座韶药台, 两树极大的桂花, 正开得好。 河面又是三间厂县, 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 一个大荷花池, 池上搭了一条桥。 过去又是三间密屋, 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黄平, 一一写来, 如深入其中, 我已久幸薄发。 当请维斯太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 这两树桂花就在窗戈外。 天二平, 恐怕相似他维斯太爷坐下, 问道, 楼翁上在尊府。 黄平, 顺手带出楼幻文杜少卿道, 楼老伯进来多病, 请在内书房住。 方才吃药睡下, 不能出来会老伯。 维斯太爷道, 老人家既是有样, 师兄何不送他回去。 杜少卿道, 小植已经把他令郎, 令孙都皆在此侍奉汤药, 小植也好早晚问候。 维斯太爷道, 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 可也还有些续姬家里置些产业。 杜少卿道, 自仙君赋任赣州, 把舍下田地房产的账目, 都交付于楼老伯。 美因钱出入, 据是楼老伯做主, 先君并不曾问。 楼老伯处每年修金四十两, 其余并不沾一文。 没收租时候, 亲自到乡里店户家, 店户被两样菜与老伯吃, 老人家退去一样, 才吃一样。 凡他令郎, 令孙来看, 只许住的两天, 就打发回去。 盘缠之外, 不许多友谊闻钱, 林行还要搜他身上, 恐怕管家们私自送他银子。 只是收来的租到利息, 遇着设下困穷的亲戚朋友, 楼老伯便极力相助。 天二平, 人情势力, 只肯帮东家省钱积聚, 那肯如此。 若果如此, 主人翁罪客不原意。 士兵士主, 皆不易得先君之道也不问。 有人欠先君银钱的, 楼老伯见他还不起, 楼老伯把借券进行烧去了。 天二平, 士兵士主, 天下己然。 到而今, 他老人家两个儿子, 四个孙子, 家里仍然赤贫如洗, 小侄所以过瘾不去。 为四太爷叹道, 真可谓古之君子了。 天二平, 楼老为人, 为为四太爷, 一言为定平。 黄平, 如果少卿所言是真, 真是古之君子, 特恐少卿受骗儿。 然写之楼患文之死, 中间却无谓此, 评者未是暗要, 未必然又问道, 慎卿兄在家好吗? 杜少卿道, 家兄自别后, 就往南京去了。 正说着, 家人王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红手本, 站在窗子外不敢进来。 杜少卿看见他, 说道, 王胡子, 你有什么话说?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王胡子走进书房, 把手本地上来, 并道, 南京一个姓报的天二平来了。 不知王胡子吃了多少酒, 若为胡子尚未见杯子面, 也他是领系般出身, 他这几年是在外露生意, 才回来嫁, 他过将来叩见少爷。 杜少卿道, 他既是领班子的, 你说我家里有客, 不得见他。 手本收下, 叫他去罢。 王胡子说道, 他说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 定要当面叩些少爷。 杜少卿道, 这人是先太老爷抬聚过的吗? 王胡子道, 是, 当年少奶公传了他的班子过将来, 太老爷着实喜欢这报庭席, 曾许着要照顾他的。 七平, 一排便上。 天二平, 来所旧债。 黄平, 王胡子酒吃足了杜少青道, 既如此说, 你带了他进来。 黄平, 慎经之语焰以为四太爷道, 是南京来的这位暴兄, 我才在路上遇见的。 王胡子出去, 领着报庭席, 捏手捏脚, 一路走进来。 看见花园宽阔, 一望无际。 走到书房门口一望, 见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里, 头在方巾, 身穿玉色星号, 袈裟只多, 脚下珠缕, 面皮微黄, 两枚箭树, 好似画上官夫子眉毛。 黄平, 心, 如在墓前, 却是豪爽人相貌王胡子道, 这便是我家少爷, 你过来见。 报庭席进来跪下叩头, 杜少卿扶住道, 你我故人, 何必如此行礼? 起来桌衣, 桌衣过了, 又见了维斯太爷。 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 报庭席道, 门下蒙仙老太爷的恩典, 粉身碎骨难报, 又因几年穷忙, 在外做小生意, 不得来叩见少爷。 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 求少爷恕门下的罪。 杜少卿道, 方才我家人王胡子说, 我家太老爷极其喜欢你, 要照顾你。 启平, 此等处未免竟是呆子口气你寄到这里, 且诛下了。 我自有道理。 王胡子道, 习已齐了。 禀少爷, 在那里坐。 维斯太爷道, 就在这里好。 杜少卿愁愁道, 还要请一个客来。 阴教那根书房的小司家爵, 去后门外, 请张相公来吧。 家爵应诺取了。 少客, 请了一个大眼睛黄胡子的人来, 头戴瓦棱帽, 身穿大阔布衣服, 扭扭捏捏做些假思文像。 黄平, 大眼睛黄胡子, 前在胡州已曾写过, 做假思文, 应前文也。 阅者猜是何人? 进来坐一坐下, 问了维斯太爷姓名, 维斯太爷说了, 便问, 长兄贵姓。 那人道, 晚生姓张, 见字郡民, 久在杜少爷门下。 晚生略知一道, 连日蒙少爷相约, 在府里看楼太爷。 因问, 楼太爷今日吃药如何? 杜少卿便叫家爵去问, 问了回来道, 楼太爷吃了药, 睡了一觉, 醒了, 这会觉得清爽些。 张俊民又问, 此位尚兴, 杜少卿道, 是南京一位抱朋友。 说吧, 摆上席来, 奉席坐下。 维斯太爷首席张俊民对坐, 杜少卿主位抱挺喜坐在底下。 真上酒来, 吃了一会。 那摇转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 极其精洁。 那中有沉过三年的火腿, 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包出来快了蟹羹。 众人吃着, 维斯太爷问张俊民道, 你这道义自然着实高明的。 张俊民道, 熟读王书和, 不如林郑多, 不瞒太爷说, 晚生在江湖上胡闹, 不曾读过什么一书, 却是看得正不少。 七平, 张铁碧又会武剑, 又会看病, 较之全物用备, 自始能忍。 天二平, 孔仁考他, 故如此说。 此张俊民乖处, 金智笨贼却偏要绞几句, 云内经, 外经, 恰好露出马脚来, 进来蒙少爷的教训, 才晓得书是该念的。 所以, 我有一个小儿, 而今且不教他学医, 从先生读着书, 做了文章, 就本来给读少爷看。 少爷往常赏个批语, 晚生也拿了家去读书了, 学些文理。 将来再过两年, 叫小儿出去烤个斧, 现烤, 骗两回粉汤, 包子吃。 将来挂招牌, 就可以称如意。 黄平, 与在胡州说话全不同, 真是骗子手。 天二平, 说得却也爽快松动, 唯似太爷听他说这话, 哈哈大笑了。 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 并道, 北门汪延商嘉明日筹生日, 请县主老爷, 请少爷去做陪课, 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 杜少清道, 你回他, 我家里有课, 不得到席。 这人也可笑得紧, 你要做这热闹事, 不会请县里爆发的举人, 尽是陪, 我那得功夫替人家陪官。 黄平, 可见真身身份, 却全与二楼不同, 王胡子应诺去了。 杜少清向维似太爷说, 老伯酒量极高的, 当日同仙君一吃半夜, 今日也要尽醉才好。 维似太爷道, 正是。 世兄, 我有一句话不好说, 你这摇转是荆棘的了, 只是这酒试试买来的, 身份有限。 府上有一坛酒, 今年该有八九年了, 想是收着还在。 杜少清道, 小侄竟不知道。 维似太爷道, 你不知道。 是你令仙大人 在江西道任的那一年, 我送到船上, 尊大人说, 我家里埋下一坛酒, 等我做了官回来, 同你老痛饮, 齐平, 雅人去世。 天二平, 时刻在念。 黄平, 真会骗吃酒, 然骗得风雅, 我所以记得。 你家里去问。 张俊明笑说道, 这话, 少爷真正该不知道。 杜少清走了进去。 维似太爷道, 杜公子虽则年少, 实算在我们这边的豪杰。 张俊明道, 少爷为人好极, 只是手太松些, 不管什么人求着他, 大捧的银语人用。 天二平, 只送你用, 便不算手松。 黄平, 是垂涎语, 非为少卿吸银子抱亭喜道, 便是门下, 从不曾见过, 像杜少爷这大方举动的人。 杜少清走进去, 问娘子可晓得这谈酒, 娘子说不知道。 便问这些家人, 婆娘, 都说不知道。 后来问到少老鸭, 少老鸭想起来道, 黄平, 少老鸭自是少管家之妻, 年纪已大, 故之此久。 老鸭者, 天长途与辱妇也是有的。 是老爷上任那年, 做了一坛酒, 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 说是留着维似太爷同吃的。 天二平, 少老鸭想及少奶公之妻, 不是他说出, 此坛酒至今上在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来的二十斤酿, 又对了二十斤烧酒, 一点谁也不掺。 而今埋在地下, 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 这酒醉的死人的, 弄出来也不要吃。 七平,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古今同此一探。 黄平, 是老家人赋予杜少清道, 我知道了。 就叫少老鸭拿钥匙开了酒房门, 带了两个小丝进去, 从地下取了出来, 连坛抬到书房里, 叫道, 老伯, 这酒熏出来了。 维似太爷和那两个人都起身来看, 说道, 是了。 打开坛头, 咬出一杯来, 那酒喝曲壶一般, 堆在杯子里, 闻着喷鼻香。 天二平, 必要写到十二分, 令读者垂险。 可恶。 黄平, 我以流浅以为四太爷道, 有趣。 这个不是别样吃法。 世兄, 你再叫人在街上买十斤酒来掺一掺, 放可吃得。 天二平, 胡子真老酒鬼。 黄平, 真是酒人, 真会吃今日, 已是吃不成了, 就放在这里。 明日吃他一天, 还是二位同享。 张俊民道, 自然来奉陪。 报厅喜道, 门下何等的人, 也来吃太老爷一下的好酒, 这是门下的造化。 说吧, 叫家爵拿灯笼送张俊民回家去。 报厅喜就在书房里, 陪着维似太爷歇宿。 杜少卿候着维似太爷睡下, 方才进去了。 此日, 报厅喜清晨起来, 走到王胡子房里去。 家爵又和一个小厮在那里坐着。 王胡子问家爵道, 维似太爷可曾起来? 家爵道, 起来了, 洗脸里。 王胡子又问那小厮道, 少爷可曾起来? 那小厮道, 少爷起来多时了, 在楼太爷房里看着弄药。 王胡子道, 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 黄平, 出奇一吐雨, 油盐奇怪, 也一个楼老爹, 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 他既害了病, 本过送他几两银子, 打发他回去。 为什么养在家里当作祖宗看待, 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 那小厮道, 王叔, 你还说这话里? 楼太爷吃的粥和菜, 我们喂了, 他儿子, 孙子看过还不算, 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 才送与楼太爷吃。 人参调子自放在奶奶房里, 奶奶自己喂人参, 要是不消说。 一早一晚, 少爷不得亲自送人参, 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与他吃。 天二平, 厚道极矣, 精细极矣。 奶奶肯如此, 意义不可及。 古之人与今之人盖有行之者, 而今已矣。 背负, 背负, 独至此, 何能不哭? 黄平, 写少卿成独至此, 然过犹不及你要说这一句话, 只好惹少爷一顿骂。 说着, 门上人走进来道, 王叔, 快进去说声, 赃三爷来了, 坐在厅上要回少爷。 王胡子叫那小私道, 你楼老爹房里去请少爷, 我是不去问安。 黄平, 楼宦文管账认真, 王胡子想来没钱赚, 顾其言如此, 暴停喜道, 这也是少爷的厚道处。 那小私进去, 请了少卿出来, 毁赃三爷, 坐一坐下。 杜少卿道, 三哥, 好几日不见, 你文会做得热闹。 赃三爷道, 正是, 我听见你门上说道远客, 慎卿在南京乐而忘返了。 天二平, 上气不接下气, 满胸一个王父母老师, 口头只是勉强筹对杜少卿道, 是乌一维老伯在这里。 我今日请他, 你就在这里坐坐。 我和你到书房里去吧。 赃三爷道, 且坐着, 我和你说话。 县里王父母是我的老师, 他在我跟前说了几次, 仰慕你的大财, 我几时捅你去会会他。 杜少卿道, 向着拜之县做老师的事, 只好让三哥你们坐。 不要说先曾祖, 先祖, 就先君在日, 这样之县不知见过多少。 他果然仰慕我, 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 道叫我拜他。 七平, 少卿傲骨于此可见, 所以不愿埋没于家乡, 而必到南京唱其胸襟, 也况且岛运做秀才。 天二平, 谁教乳做秀才? 黄平, 做秀才而约岛运, 妙, 妙见了本处之县, 就要称他老师, 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近视, 他拜我做老师, 我还不要, 我会他怎跌? 黄平, 是真相身, 然与二楼迥异, 所以北门王家今日请我去陪他, 我也不去。 赃三爷道, 正是为此。 昨日, 王家已向王老师说明, 是请你做陪课, 王老师才肯到他家来, 特为要会你。 你若不去, 王老师也扫兴, 况且你的客住在家里, 今日不陪, 明日也可陪, 不然我就替你陪着课, 你就到王家走走。 天二平, 请酒的是王家, 请的是王之县, 请的陪客是杜少卿, 与赃三哥这么相干, 如此着急, 看他十分要好, 只图向王父母老师邀功耳。 黄平, 仍要如此说杜少卿道, 三哥, 不要道熟话。 你这位贵老师, 总不是什么尊贤爱才, 不过想人拜门生, 受些礼物。 黄平, 快谈他想着我, 叫他把梦做醒谢。 况我家今日请客, 喂得有七斤重的老鸭, 黄平, 他何尝知道赤瓷等菜, 只知吃鸽蛋燕窝寻出来的 有九年半的陈酒, 汪家没有这样好东西吃。 不许多话, 同我到书房里去玩。 七平, 赏心乐事起可与九十地狱 同日而雨灾。 天二平, 大老关牲口, 此等俗物, 何必一定拉他吃? 少青呆串, 不分黑白, 所以如此拉着就走。 脏三爷道, 站着, 你乱怎的? 这位老先生不曾会过, 也要写个帖子。 杜少青道, 这道使得。 叫小丝拿笔宴, 帖子出来。 脏三爷拿帖子写了个年届 卷同学晚生脏图。 黄平, 借出名字, 为厚文大忌用仙教小丝拿帖子到书房里, 随即同渡少青进来。 维四太爷迎着房门, 坐一坐下。 那两人先在那里一同坐下。 维四太爷问脏三爷, 尊子。 杜少青道, 脏三哥尊子了斋, 是小侄, 这学里乔楚, 同慎清家兄也是同会的好友。 维四太爷道, 久莫, 久莫。 脏三爷道, 九阳老先生, 幸运。 张俊敏是彼此认得的。 脏了摘天二平, 杜少青书房内有张俊敏, 脏三爷, 于华轩书房内有二堂, 姚成, 此臣服着事之所以苦也又问, 这位尊姓。 报厅喜道, 在下姓报, 方才从南京回来的。 脏三爷道, 从南京来, 可曾认得府上的慎清先生。 报厅喜道, 十七老爷也是见过的。 黄平, 只得淡淡过去, 以慎清曾有盐也。 当下吃了早饭, 维四太爷就叫把这檀酒拿出来, 兑上十斤新酒, 就叫烧许多红炭, 堆在桂花树边, 把酒坛炖在炭上。 天二平, 此贵休矣。 胡子酒鬼沙风景过一顿饭时, 渐渐热了。 张俊敏领着小厮, 自己动手, 把六扇窗戈进行下了, 把桌子抬到檐内。 天二平, 于此用得着张铁臂, 大家坐下。 又备得一袭新鲜菜。 杜少卿叫小厮拿出一个金杯来, 又是四个玉杯, 坛子里咬出酒来吃。 维四大爷捧着金杯, 吃一杯, 赞一杯, 说道, 好酒, 吃了半日, 天二平, 可知只有他之酒味。 黄平, 是大量, 是知味者, 此等酒需请此等人吃, 方不辜负。 王胡子领着四个小厮, 抬到一个箱子来。 杜少卿问是甚吗? 王胡子道, 这是少爷与奶奶, 大相公新做的秋衣箱子, 才做完了, 送进来与少爷查件数。 裁缝宫前已打发去了, 天二平, 明知他此时一定不查杜少青道, 放在这里。 等我吃完了酒茶, 才把箱子放下, 只见那裁缝进来。 王胡子道, 杨才逢回少爷的话。 杜少青道, 他又说甚吗? 站起身来, 只见那裁缝走到天井里, 双膝跪下, 磕下头去, 放声大哭。 杜少青大惊道, 杨死物, 这是怎的? 杨才凤道, 小的这些时, 在少爷家做工, 今早领了工钱去, 不想才过了一会, 小的母亲得个报病死了。 黄平, 不知有母亲否晓的, 拿了工钱家去, 不想到有这一遍, 把钱都还了柴米店里。 而今母亲的棺材, 衣服, 一件也没有。 没奈何, 只得再来求少爷, 借几两银子与小的, 小的慢慢做着工算。 天二平, 衣箱才送进来, 随脚付进来回话, 而又云领去工钱, 都还柴米店里, 还钱之后, 其母一会报死, 而后到杜甫求见。 时候不合, 情势不对, 其伪显然。 若欲甚轻, 历变其伪, 即下人才工, 亦不敢如此尝试也。 音箱内并无衣服, 唯恐酒后茶点, 故吐起胡落, 随后进来取出, 情势婉然杜少清道, 你要多少银子。 裁缝道, 小户人家, 怎敢忘多。 少爷若肯, 多则六两, 小则四两罢了。 小的也要算着 除工钱够还。 杜少清惨然道, 黄平, 真真惨然, 所以难得 我那里要你还。 你虽是小本生意, 这父母身上大事, 你也不可草草, 黄平, 一呆至此。 此等情景来骗少清, 可谓揣摩蜀矣, 少清拿得不上当将来, 就是终身之恨。 几两银子如何使得? 至少也要买口十六两银子的棺材, 衣服, 杂费, 供需二十斤。 七瓶, 血尽呆气。 天二瓶, 全部知人情世事, 我这几日一个钱也没有。 也罢, 我这一箱衣服, 也可当得二十多两银子。 王胡子, 你就拿去同杨丝物当了, 一总把与杨丝物去用。 又道, 杨丝物, 这是你却不可记在心里, 只当忘记了的。 黄平, 不劳吩咐, 谨遵抬命你不是拿了我的银子去吃酒, 赌钱。 七瓶, 你又何以得知他不去吃酒赌钱, 这母亲身上大事, 人熟无母? 这是我该帮你的。 黄平, 真切至此, 杨才奉童王胡子抬着箱子, 哭哭啼啼去了。 七瓶, 真好看杜绍卿入席坐下。 维斯太爷道, 师兄, 这是真是难得。 报听习吐着舌道, 阿弥陀佛, 天下哪有这样好人? 当下吃了一天酒, 赃三爷酒量小, 吃到下午就吐了, 扶了回去。 维斯太爷这几个直吃到三更, 把一坛酒都吃完了, 方才散。 只因这一番, 有分叫, 清才好事, 异乡多吉有朋, 月地花天, 四海又闻豪杰。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沈卿, 绍卿, 俱是豪华公子, 然两人自是不同。 沈卿纯是一团康爽气, 黄平, 加沈卿以康爽自大谬, 加以呆自郑和。 绍卿可谓呆乙, 然纯是康爽, 其呆义不可及, 绍卿却是一个呆串皮。 一副笔墨, 却能分毫不犯如此。 娄太爷是暗要, 为太爷是明痴, 致裁凤, 王胡子, 个个有算计少卿之法。 事情恶薄, 形容尽致。 卧平, 娄太爷不见破绽, 不可夺以小人之父, 观其不与王胡子通气, 胡子虽恨之, 意味说出他不是处也。 维斯太爷光明磊落, 绝无渣子, 岂可与张俊敏, 赃了斋, 裁凤, 王胡子被同论。 或曰, 不知裁凤果死母亲否。 曰, 岂但无死母亲事, 并无乡中衣服。 该是亏恐本钱无以赔偿, 串通王胡子, 料定必不查点, 作此把戏。 却也亏他装得像。 我于孟子, 孝人一节物质。 第37章, 杜绍清平居好举楼换文林去。 话说众人吃酒散了, 维斯太爷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来, 向杜绍清辞别药去。 说道, 我还打算到你令书, 令兄各家走走。 昨日扰了师兄这一吸酒, 我心里快活极了。 别人家料想, 也没这样有趣。 我要去了, 天二平, 诚信而来, 兴进而返, 颇有近人风度。 胡子快人, 有此快语。 此老又磊落又风质, 我可惜五九年半的陈九请他连这新朋友也不能回败, 师兄替我质疑他吧。 杜绍清又留住了一日, 次日雇了教夫, 拿了一支玉杯和干州公的两件衣服, 亲自送在维斯太爷房里, 说道, 仙君拜蒙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 此后要求老伯常来走走。 小只也常到镇上请老伯安, 这一个玉杯, 送老伯带去吃酒。 这是仙君的两件衣服, 送于老伯穿着, 如看见仙君的一般。 黄平, 非众一人想不到此维斯太爷欢喜受了。 报庭喜陪着又吃了一壶酒, 吃了饭。 杜绍清拉着报庭喜, 陪着送到城外, 再叫钱做了衣。 维斯太爷去了。 两人回来, 杜绍清就到楼太爷房里去问候。 楼太爷说身子好些, 要打发他孙子回去, 只留着儿子在这里福带。 杜绍清应了, 心里想着没有钱用, 叫王胡子来商议道, 我虚理那一宗田, 你替我卖给那人罢了。 王胡子道, 那乡人他想要便宜, 少爷要一千五百两银子, 他只出一千三百两银子, 所以小的不敢管。 杜绍清道, 就是一千三百两银子也罢。 王胡子道, 小的要禀明少爷才敢去。 卖得见了, 又惹少爷骂小的。 天二平, 竟给你用如何杜绍清道, 那个骂你。 你快些去卖, 我等着要银子用。 王胡子道, 小的还有一句话要禀少爷, 卖了银子, 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 若是几千几百的白白的给人用, 这产业卖了也可惜。 黄平, 似忠于少卿杜绍清道, 你看见我白把银子给那个用的。 你要赚钱罢了, 黄平, 即刻看见他。 却又知, 王胡子赚钱说这许多鬼话。 天二平, 诚如君言, 快些替我去。 王胡子道, 小的禀过就是了。 出来悄悄向暴婷洗道, 好了, 你的是有指望了。 七平, 形容绝道, 可知笑人, 反唇并无别语, 尚是三代人物。 天二平, 不过吃了他几顿酒罢了, 如此用心而尽, 我到须里去卖田, 卖了田回来, 替你定主意。 王胡子就去了几天, 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 拿烧带装了来家, 并少爷道, 他这银子是九五对九七色星号的, 又是市平, 比钱平小一千三分半。 他那里又扣了他那边中, 用二十三两四千银子, 画自去了二三十两, 这都是我们本家要去的。 黄平, 好大开销, 而今这银子在这里, 拿田平来, 请少爷当面对。 杜少清道, 那个耐烦你这些疙瘩掌, 黄平, 故意疙瘩, 明知他不耐烦去评, 此位烟传西宗计两计拿来, 有对身吗? 收了进去就是了。 王胡子道, 小的也要禀明。 杜少清收了这银子, 随即叫了娄太爷的孙子到书房里, 说着, 你明日要回去。 他答应道, 是, 老爹叫我回去。 杜少清道, 我这里有一百两银子给你, 你瞒着不要向你老爹说。 你是寡妇母亲, 你拿着银子, 回家去做小生意养活着。 你老爹若是好了, 你二叔回家去, 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 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着, 把银子藏在身边, 谢了少爷。 此日辞回家去, 楼太爷叫指称三千银子与他做盘缠, 打发去了。 杜少清送了回来, 一个乡里人在厂厅上站着, 见他进来, 跪下就与少爷磕头。 杜少清道, 你是我们公祠堂里看祠堂的皇大, 你来坐甚吗? 皇大道, 小的住的祠堂旁边一所屋, 原是太老爷埋于我的。 而今年代多, 房子倒了。 小的该死, 把坟山的死树搬了几棵回来添补粮柱。 黄平, 妙是死树不想被本家这几位老爷知道, 就说小的偷了树, 把小的打了一个臭死, 叫十几个管家到小的家来搬树, 连不到的房子多拉倒了。 小的没处存身, 如今来求少爷向本家老爷说声, 宫中弄出些银子来, 把这房子收拾收台, 赏小的住。 杜少清道, 本家向那个说, 你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爷埋于你的, 自然该是修理。 如今一总倒了, 要多少银子种盖? 黄大道要盖须的百斤银子。 如今只好修补, 将旧些柱也要四五十两银子。 杜少清道, 也罢, 我没银子, 且拿五十两银子与你去。 你用完了, 再来与我说, 拿出五十两银子递与黄大。 黄大接着去了, 门上拿了两副帖子走进来, 并道, 赃三爷明日请少爷吃酒。 这一副帖子, 说爷请报师父去做做。 杜少清道, 你说拜上三爷, 我明日必来。 次日, 同报庭喜到赃家, 赃了斋办了一桌起整菜, 恭恭敬敬, 奉作请酒。 席间说了些闲话, 到西江中的时候, 赃三爷蒸了一杯酒, 高高奉着, 走过席来, 坐了一个衣, 把酒地与杜少清, 便跪了下去, 说道, 老哥, 我有一句话奉求。 气平, 真来了, 杜少清吓了一跳, 慌忙把酒丢在桌上, 跪下去拉着他, 跃道, 三哥, 你疯了, 这是怎说? 赃了斋道, 你吃我这杯酒, 应允我的话, 我踩起来。 杜少清道,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起来说。 报庭喜也来帮着来他起来, 黄平, 不拖报庭喜, 戏赃了斋道, 你应允了。 杜少清道, 我有什么不应允? 赃了斋道, 你吃了这杯酒, 杜少清道, 我就吃了这杯酒。 赃了斋道, 候你干了, 站起来坐下。 杜少清道, 你有甚话说罢。 赃了斋道, 穆金宗师考卢州, 下一棚就是我们。 我前日替人管着买了一个秀才, 总是有人在这里懒这个事, 我一把三百两银子兑于了他。 后来他又说出来, 上面严谨, 秀才不敢卖, 倒是把考等地的开个名字来补了领吧, 我就把我的名字开了去, 今年这领事我补。 但是这买秀才的人家, 要来退这三百两银子。 我若没有还他, 这件事就要破。 身家性性耗命关系, 我所以和老哥上议, 把你前日的田价借三百与我打发的这件。 黄婷, 怕他推辞, 将田价先说出, 又硬派他允了, 比强盗打劫, 还凶我将来慢慢地还你。 你方才已是一了。 杜少卿道, 呸, 我当你说什么话, 原来是这个事, 也要大惊小怪磕头礼拜的。 什么要紧, 我明日就把银子送来于你。 报庭喜拍着手道, 豪爽快, 豪爽快, 拿大杯来, 再吃几杯。 天二平, 报庭喜此时怡嚷吉矣, 分明受王虎子之托, 故赃三爷请他来插磕, 恐少卿不允, 得以于中撮合当下拿大杯来吃酒。 杜少卿醉了, 问道, 赃三哥, 我且问你, 你定要这吝生做甚吗? 赃了摘道, 你那里知道。 吝生, 一来中的多, 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 十几年供了, 朝廷试过, 就是去做支县, 推官, 穿螺丝结底的靴, 坐堂, 撒签, 打人。 像你这样大老官来打秋风, 把你关在一间房里, 给你一个月豆腐吃, 争死了你。 七平, 此等无赖之语, 少卿偏听的劲, 若甚倾听之, 定必摇头耳。 黄平, 骗他还要骂他杜少卿笑道, 你这匪类, 下流无耻极矣。 天二平, 赃三下流无耻已非一日, 少卿何以与之乡霞抱挺喜又笑道, 笑谈, 笑谈, 二位老爷都该罚一杯。 天二平, 插可打混是戏子面目, 我为文青一哭, 当夜席散。 次早, 叫王胡子送了这一箱银子去。 王胡子又讨了六两银子赏钱, 回来在鲜鱼面店里吃面, 遇着张俊民在那里吃, 叫道, 胡子老官, 你过来, 请这里坐。 王胡子过来坐下, 拿上面来吃。 张俊民道, 我有一件事托你。 王胡子道, 什么事? 医好了楼老爹, 要谢礼。 张俊民道, 不相干。 楼老爹的病是布得好的了。 王胡子道, 还有多少时候? 张俊民道, 大约不过一百天, 这话也不必讲他。 我有一件事托你。 王胡子道, 你说罢了。 张俊民道, 而今宗师将到, 我家小儿要出来应考, 怕学礼人说是我冒急, 托你家少爷, 向学礼, 相公们讲讲。 王胡子摇手道, 这是贡总没重用。 我家少爷, 从不曾替学礼相公讲一句话。 他又不欢喜, 人家说要出来考。 黄平, 即此可见少卿之品, 你去求他, 他就劝你不考。 张俊民道, 这是怎样? 王胡子道, 而今道有个方法, 等我替你回少爷说, 说你家的确是冒考不得的。 但凤阳府的考棚, 是我家先太老爷出钱盖的, 少爷要送一个人去, 谁敢不易。 这样记着他, 他就替你用力, 连铁钱都是啃的。 黄平, 果然。 七平, 所谓摸着脾气, 如提傀磊一般张俊民道, 胡子老官, 这是在你做法变了。 做成了, 少不得言深寸。 王胡子道, 我那个要你谢,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小侄。 人家将来进了学, 穿戴着促心的方巾, 蓝衫, 替我老叔子多磕几个头就是了。 天二平, 杜绍清与张俊民为友, 而其奴之言如此, 张俊民之为人可知。 黄平, 张俊民身份可想说罢, 张俊民还了面钱, 一起出来。 王胡子回家, 问小子们道, 少爷在那里? 小子们道, 少爷在书房里。 他一直走进书房, 见了杜绍清, 并道, 银子已是小的, 送与赃三爷收了。 着实感激少爷, 说又替他免了一场是非, 成全了功名。 其实这样是别人也不肯做的。 杜绍清道, 这是这么要紧的事, 只管跑了来捣熟了。 天二平, 大老官胡子道, 小的还有画饼少爷。 像赃三爷的林, 是少爷替他补, 宫中看祠堂的房子, 是少爷盖。 眼见的学院不日来考, 又要寻少爷修理考棚。 我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 白白便宜众人。 少爷就送一个人去考, 众人谁敢不一? 杜绍清道, 同生自会去考的, 要我送怎的? 王胡子道, 假使小的有儿子, 少爷送去考, 也没有人敢说。 黄平, 先是一句杜绍清道, 这也何销说。 这学里秀才, 未见得好似奴才。 七平, 少卿一度疲昂脏气, 不过出脱了家产, 好像别出浪有耳。 天二平, 片番飞动。 黄平, 骂杀王胡子道, 后门口张二爷, 他那儿子读书, 少爷何不叫他考一考? 杜绍清道, 他可要考。 胡子道, 他是个冒级, 不敢考。 杜绍清道, 你和他说, 叫他去考。 若有吝声多话, 你就向那吝声说, 是我叫他去考的。 天二平, 傻角王胡子道, 是了。 硬诺了去。 这几日, 楼太爷的病, 渐渐有些重起来了, 杜绍清又换了医生来看, 在家心里忧愁。 忽一日, 赃三爷走来, 立着说道, 你晓得有个新闻。 县里王公坏了, 七平就不趁他老实了, 昨晚摘了印。 新官压着, 他就要出衙门, 县里人都说他是个混账官。 天二平, 王父母是贵老师, 而今是混账官, 不肯借房子给他住, 在那里急得要死。 杜绍清道, 而今怎样了? 赃了摘道, 他昨晚还赖在衙门里, 明日再不出, 就要讨没脸面。 那个戒屋与他住, 只好搬在孤老院。 杜绍清道, 这话果然吗? 教小司叫王胡子来, 向王胡子道, 你快到县前向工房说, 叫他进去禀王老爷, 说王老爷没有住处, 请来我家花园里住。 他要房子甚急, 你去。 天二平, 一味傻气, 王胡子连忙去了。 赃了摘道, 你从前会也不肯会他, 今日为什么自己借房子与他住? 况且他这是有拖累, 将来百姓要闹他, 不要把你花园都拆了。 杜绍清道, 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 人人知道。 就是我家藏的强盗, 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 这个, 老哥放心, 至于这王公, 他既知道仰慕我, 就是一点造化了。 七平, 英雄自负, 往往由此见地我前日若去拜他, 但是自成本县之县, 而今他官已坏了, 又没有房子住, 我就应该照应他。 黄平, 何尝没有道理, 赃三合族之之他听见这话, 一定就来。 你在我这里候他来, 同他谈谈。 天二平, 无畏。 说着, 门上人进来禀道, 张二爷来了。 只见张俊民走进来, 跪下磕头。 杜少青道, 你又怎待? 张俊民道, 就是小儿要考的是猛少爷的恩典。 杜少青道, 我已说过了。 张俊民道, 各位林生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得说, 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工, 门下那里捐得起, 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 杜少青道, 只要一百二十两, 此外可还在要。 张俊民道, 不要了。 杜少青道, 这容易, 我替你出。 黄平, 白送去考不算, 仍要他银子, 少青之待不必言, 独恨人心狠于强盗, 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工求入籍的城子来。 赃三哥, 你替他送到学里去, 银子在我这里来取。 赃三爷道, 今日有事, 明日我和你去罢。 张俊民谢过去了, 正迎着王胡子飞跑来过, 王老爷来拜, 已到门下叫了。 杜少青和赃了斋迎了出去。 那王之县沙冒遍符, 进来作一再拜, 说道, 九阳先生不得一面。 金帝在困厄之中, 蒙先生凯然以尊斋相见, 令帝赶愧无地, 所以先来谢过, 再细细请教。 恰好赃年兄也在此。 杜少青道, 老赴台, 歇小之事, 不足介意。 荒斋原事空闲, 敬请搬过来便了。 赃了斋道, 门生正要同必有来后老师, 不想返劳老师先师。 王之县道, 不敢, 不敢, 打工上轿而去。 杜少青留下赃了斋, 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来递与他, 叫他明日去做张家这件事。 赃了斋带着银子去了。 次日, 王之县搬进来往。 又次日, 张俊民备了一锡酒, 送在杜甫, 请赃三爷同报师父陪。 王胡子四向报厅喜道, 你的话也该发动了。 我在这里算着, 那话已有个完的意思, 若再遇个人来求鞋去, 你就没账了。 你今晚开口。 当下课到齐了, 把席摆到厅旁书房里, 四人上席。 张俊民先捧着一杯酒, 谢过了杜少青, 又真酒作衣, 谢了赃三爷入席坐下。 席间谈着许多事故, 报厅喜道, 门下在这里大半年了, 看见少爷用银子像糖水, 连裁缝都是大捧拿了去。 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 白浑鞋酒肉吃吃, 一个大钱也不见面。 我想这样干灭片也做不来, 不如开开眼泪, 别处去哭吧。 门下明日告辞, 七平, 道己而出之。 天二平, 此以少青之大义, 反应慎清之用心, 杜少青道。 报师父, 你也不曾向我说过, 我晓得你什么心事。 你有话说不是? 天二平, 一出源说我自有道理, 而今要请个道理了, 报厅喜忙真意被酒递过来, 说道, 门下父子两个都是交戏班子过日, 不幸父亲死了。 黄平, 此语从杨才凤的来门下, 消折了本钱, 不能替父亲争口气, 家里有个老母亲, 又不能养活。 天二平, 未报老太太户, 未亡老太太户, 门下是该死的人, 除非少爷赏我个本钱, 才可以回家养活母亲。 黄平, 哪知他养活太太杜少卿道, 你一个离园中的人, 却有思念父亲, 孝敬母亲的念, 这就可敬得很了。 我怎么不帮你? 报厅喜站起来道, 难得少爷的恩典。 杜少卿道, 坐着, 你要多少银子? 报厅喜看见王胡子站在底下, 把眼望着王胡子。 天二平, 恶极王胡子走上来道, 报师父, 你这银子要用得多礼, 连叫班子, 买行头, 怕不要五六百两。 少爷这里没有, 只好将就弄几十两银子给你, 过将无起几个猴子来, 你再跳。 七平, 都用反击之笔, 可谓各有身段。 天二平, 不过请你几顿酒, 喝苦进口帮衬杜少清道, 几十两银子不计时, 我竟给你一百两银子, 天二平, 仍不够拢班子, 你拿过去浇班子。 用完了, 黄婷, 他也用完了, 你也用完了, 你再来和我说话。 包庭喜跪下来谢, 杜少清拉住道, 不然我还要给你些银子, 因我这楼太爷病重, 要料理他的光景。 我好打发你回去。 当晚赃, 张二人都赞杜少清的慷慨, 吃罢散了。 自此之后, 楼太爷的病一日重一日, 那日, 杜少清坐在他跟前, 楼太爷说道, 大相公, 我从前挨着, 指望病好。 而今看着光景, 病是布得好了, 你要送我回家去。 杜少清道, 我一日不曾尽得老伯的情, 怎么说要回家? 楼太爷道, 你又呆了。 我是有子有孙的人, 一生出门在外, 今日自然要死在家里。 难道说你不留我? 天二平, 实情实理, 杜少清垂泪道, 这样说我就不留了。 老伯的受气是我背下的, 如今用不着是不好带去了, 另拿几十两银子何惧受气? 衣服, 被褥是做停荡的, 与老伯带去。 楼太爷道, 这棺木, 衣服, 我受你的。 你不要又拿银子, 给我家儿子, 孙子。 我这在三日内就要回去, 坐不起来了, 只好用床抬了去。 你明日早上, 到令仙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 说楼太爷告辞回去了。 我在你家三十年, 是你令仙尊一个知心的朋友。 令仙尊去后, 大相公如此奉事我, 我还有什么话? 你的品行, 文章, 是当今第一人。 你生的个小儿子, 黄平, 写少经游子尤其不同, 将来好好教训他, 成个正经人物。 天尔平, 不说举人尽事, 便见此老见解, 但是你不会当家, 不会相遇朋友, 这家也是断然保不住的了。 黄平, 一眼看定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 我心里喜欢, 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人。 齐平, 议论明白透彻, 然少卿却别有见解也。 天尔平, 知人不义, 难言之以像你这样做法, 都是被人骗了去, 没人报答你的。 虽说施恩不忘报, 却也不可这般险否不明。 黄平, 嫌否不明事的平, 西湖河不早劝你, 相遇这张三爷, 张俊敏都是没良心的人。 近来又添一个报庭喜, 他做戏的, 有什么好人, 你也要照顾他。 若管家王胡子, 就更坏了。 银钱也是小事。 黄平, 撇却银钱才是正论我死之后, 你父子两人 适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 德行若好, 就没有饭吃也不妨。 七平, 此番话, 毕竟是老辈人口气。 黄平, 观此语, 楼焕文何可厚非, 你平生最相好的, 是你家慎卿相公, 慎卿虽有才情, 也不是什么厚道人。 黄平, 不错你只学你令先尊, 将来断不吃苦。 天二平, 一番遗言, 予予切实, 无福太守公之之人, 你眼里又没有官长, 又没有本家, 这本地方也难住。 黄平, 知己如此, 少卿富士之, 饰演南京是个大帮, 你的才情, 到那里去, 或者还遇这个知己, 做出些事业来。 天二平, 少卿前往南京之举, 盖一发之于楼太爷, 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 黄平, 一眼看定大相公, 你听信我言, 我死也瞑目。 黄平, 自自怯重少卿之病, 难得难得杜少卿流泪道, 老伯的好话, 我都知道了。 忙出来, 吩咐雇了两班饺子, 抬楼太爷过南京到桃红镇, 又拿出百十两银子, 来赋予楼太爷的儿子, 回去办后事。 第三日, 宋楼太爷起身,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经师持管, 又看俊杰来游, 江北家乡, 不见阴贤好举。 毕竟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写少卿全没一分计较, 可谓艰难地造者一哭。 黄平, 楼唤文云, 银钱是小事, 则少卿却不在此。 齐平, 都少卿浪至祖产, 忘事滥用, 粗看之, 似于二楼好客不问来厉便与结交同一枚分小眼, 此正顽固习气。 然二楼因不能早得磕地, 积成牢骚, 未免尽于热衷, 齐品不高。 少卿因身居僻壤小义, 所见所闻, 无非雍夫俗子, 不获斩其胸襟志趣, 故遂挥金如土, 辽薄故乡赶颂, 比一中早半必居记矣。 观后文王胡子逃走, 复之一笑, 而为南京有山水朋友之乐, 可知早有成见。 况其不应征兆, 亦比二楼为高。 故族为全书第三人也。 楼唤文邻居一番言论, 真能身识少情心事。 少卿是以痛哭流涕耳。 黄平, 少卿只是一个呆子, 其智性星号血尘, 天下有几人在。 观后文, 我以为庄少光不若也。 第38章, 杜少卿夫妇游山池恒山朋友。 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楼太爷回家之后, 自此就没有人劝他, 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 天二平, 此特别也, 见楼太爷平日非不劝钱相已完, 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 二千多银子, 随手乱用。 又将一百银子, 把报庭喜打发过江去了。 天二平, 一百银子交戏子则不足, 跳猴子则有余, 孔王太太又在家等候吃人伸了王之县, 尸体已清, 退还了房子告辞回去。 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 银子用得差不多了, 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于本家, 要到南京去住。 黄平, 弃祖业, 离乡里, 此少卿之词也和娘子商议, 娘子依了。 人劝着他, 总不肯听。 黄平, 娘子却太无主意, 然却是夫畅妇随足足闹了半年, 房子归并妥了。 除还债赎当, 还落了有千把多银子。 和娘子说道, 我先到南京, 会过卢家表侄, 寻定了房子, 再来接你。 当下收拾了行李, 带着王胡子, 同小厮夹绝过江。 王胡子在路见不适时, 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 天二平, 天去其极, 而元气以丧杜少卿赴之一笑。 七平, 也只好如此, 只待了家绝过江。 到了苍巷里外祖卢家, 天二平, 少卿为之甚清已去, 而不妨甚清, 先至卢家, 至其平日泛泛表执卢华士出来, 迎请表叔进去, 到厅上见礼。 杜少卿又到楼上拜了外祖, 外祖母的神主。 见了卢华士的母亲, 叫小厮拿出火腿, 茶叶土仪来送过。 卢华士请在书房里摆饭。 请出一位先生来, 是华士, 今年请的夜师。 那先生出来见礼, 杜少卿让先生首席坐下。 杜少卿请问, 先生贵姓。 那先生道, 贱姓池, 明君, 子恒山。 天二平, 此回以后, 即太伯祠诸人渐渐聚集, 而池恒山畅见太伯祠, 又亦定祭礼, 乃罪药之人, 故于此先出。 少卿以秘乌故, 先到卢家, 而恒山乃卢家息息, 故先见面, 提纲窃领, 叙事自然请问先生贵姓。 卢华氏道, 这是学生天长度家表书。 池先生道, 是少卿, 先生是海内英豪, 千秋快逝。 黄平, 八字赞少卿, 可见少卿妃, 银钱买来者, 只到文明不能见面, 何图今日邂逅高闲。 站起来重新见礼, 杜少卿看那先生细瘦, 通眉长长, 双眸炯炯, 致他不是雍流, 便也一见如故。 吃过了饭, 说起要寻房子来住的话, 池恒山喜出望外, 说道, 先生何不敬寻几间何房住? 杜少卿道, 这也极好, 我和你借此, 先去看看秦怀。 池先生叫华氏在家好好坐着, 便同少卿布了出来。 走到状元境, 只见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 那有一个写道, 立刻沉没池韵, 出舟马纯上, 嘉兴驱申夫同选。 七评, 晚和前文。 天二评, 马二先生是泰伯祠第三县, 故于此先出, 又带出驱申夫。 黄评, 此后便将大忌中人, 渐渐拢来杜少清道, 这驱申夫是南昌渠太守之孙, 是我毕师兄。 既在此, 我何不进去会会他? 便同池先生进去。 驱申夫出来续了事意, 彼此道了些乡木的话。 马纯上出来续礼, 问, 先生贵姓。 驱申夫道, 此乃天长殿员公孙杜少清先生, 这位是巨荣池恒山先生, 接江南名谈领袖, 天二平, 定要说道名谈总并跟小弟被恨相见之晚。 吃过了茶, 持恒山道, 绍清兄要寻居亭, 此时不能酒谈, 要相别了。 同走出来, 只见柜台上扶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诗, 指着书上道, 这一首诗就是我的。 天二平, 我一不问, 而知其必是井兰江四个人走过来, 看见他旁边放着一把白纸诗扇。 驱申夫打开一看, 款上写着兰江先生, 驱申夫笑道, 是井兰江。 黄平, 顺手带出井兰江, 知其已至南京, 为大计用也井兰江抬起头来看见二人, 作一问姓名。 杜少清拉着持恒山道, 我没且去寻房子, 再来回这些人。 当下走过淮青桥, 持恒山路熟, 找着房崖子, 一路看了几处河房, 多不中意, 一直看到东水关。 这年是湘氏年, 河房最贵, 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 杜少清道, 这也罢了, 先租了住着, 再买它的。 南京的风俗, 是要付一个禁房, 一个押月。 当下房崖子同房主人, 跟到苍向卢家写定租约, 付了十六两银子。 卢家摆酒, 留持恒山同杜少清坐。 坐到夜深, 持恒山也在这里宿了。 次早, 才洗脸, 只听得一人在门外喊了进来, 杜少清先生在那里。 黄平, 文笔不平, 月看请猜是谁人。 七平, 突兀有神。 天二平, 狗头的信偏快, 杜少清正要出去看, 那人已走进来, 说道, 且不要通姓名, 且等我猜一猜看。 定位一会神, 走上前一把拉着少清道, 你便是杜少清。 七平, 学红楼梦比义, 比是之粉气, 赐有豪爽气。 黄平, 认得官夫子眉毛杜少清笑道, 我便是杜少清, 这位是持恒山先生, 这是舍表直。 先生你贵姓。 那人道, 少清天下豪事, 英气逼人, 小弟一见丧胆, 不似持持先生老成尊重。 黄平, 两面圆道, 真是乖人, 所以我认得不错。 小弟便是纪尾肖。 黄平, 此子却也可人持恒山道, 是定离元榜的纪先生。 九阳, 九阳。 纪尾肖坐下, 向杜少清道, 令兄已是北行了。 黄平, 一笔撇却慎清, 此笔莫减省之法, 人却一呼。 天二平, 慎清北行从尾肖口中说出, 此句借力元榜来杜少清京道, 几时去的, 纪尾肖道, 才去了三四日, 小弟送到龙江关, 他加了贡, 进京相识去了。 少清兄挥金如土, 黄平, 真是挥金如土, 然而那椅为什么躲在家里用, 不拿来这里, 我们大家玩玩。 七平, 正是不得其地。 天二平, 鹰伯爵牲口杜少清道, 我如今来了。 现看定了河房, 到这里来居住。 纪尾肖拍手道, 妙, 妙, 我也寻两间河房, 同你做邻居, 把剑内也接来同老嫂作伴, 这买河房的钱, 就出在你。 黄平, 一剑就骗, 迟了迟了。 天二平, 又似脏三度少清道, 这个自然。 天二平, 还是老官口气虚余, 卢家摆出饭来, 刘继伟消同吃。 吃饭中间, 谭节哄生清看到事的这一件事, 天二平, 得意知笔众人大笑, 把饭都喷了出来。 才吃完了饭, 便是马唇上屈身夫, 锦兰将来拜, 会着谭了一会, 送出去。 才进来, 又是萧金炫, 诸葛天身, 祭田义来拜, 黄平, 又顺手带出三人, 以便联络, 且为大祭用祭伟消, 也出来同坐。 谭了一会, 继伟消同三人一路去了。 杜绍清写家书, 打发人到天长接家眷去了。 次日清晨, 正要回拜继伟消这几个人, 又是郭铁笔同来道士来拜。 天二平, 来道士不遇大祭, 而此处处之者, 所以应待前文, 又欲为无乎绝粮食福一救星, 也杜绍清迎了进来, 看见道士的模样, 想起昨日的话, 又忍不住笑。 道士足弓了一回, 拿出一卷诗来, 郭铁笔也送了两方图书, 杜绍清都收了。 七平, 这是见面里吃过茶告别去了。 杜绍清方才出去回拜这些人, 一连在卢家住了七八天, 同持恒山谈些李乐之事, 黄平, 李约二字, 打动大忌甚是相和。 家眷到了, 共是四只船, 拢了河房。 杜绍清辞别卢家, 搬了行李去。 次日众人来贺, 这时三月初旬, 河房建好, 也有萧管之声。 杜绍清备酒请这些人, 共是四席。 那日, 纪尾萧, 马纯尚, 屈申夫, 纪田义, 池恒山, 卢华市, 景兰江, 诸葛天参, 萧金炫, 郭铁比, 来辖市都在习。 黄平, 大忌诸人, 又先小聚, 一回金东亚市和房邻居, 拜网过了, 也请了来。 黄平, 金东亚住和房, 前文已有伏笔本日, 查出仙道, 报庭喜打发新教的三元般小戏子, 来磕头, 见了杜少爷, 杜娘子, 赏了许多果子去了。 随即房主人家, 见了一个卖花堂客, 叫做姚奶奶来见, 天二平, 姚奶奶留坐后, 用杜娘子留她坐着。 道上昼时分, 刻意到齐, 将合房窗子打开了。 种客散坐, 或平栏看水, 或绰明闲谈, 或拒暗关书, 或积聚自逝, 各随其变。 七平, 一时雅吉只见门外一顶轿子, 报庭喜跟着, 是送了她家王太太来问安。 黄平, 王太太于波王太太下轿进去了, 姚奶奶看见她, 就忍笑不住, 向杜娘子道, 这是我们南京有名的王太太。 她怎肯也到这里来。 王太太见杜娘子, 着实小心, 不敢抗礼。 天二平, 王太太正过了。 黄平, 王太太尽于道义, 一笑杜娘子, 也留她坐下。 杜少青进来, 姚奶奶, 王太太又叩见了少爷。 鲍亭喜在河房见了仲客, 口内打混说笑。 天二平, 故事戏字本色星号, 然而文青无知。 文青是世袭戏子, 亭喜则本是人之子, 且不过领班而已。 而相去天渊, 此一世风升降之一端, 也闹了一会, 席面已齐, 杜少青出来奉席坐下, 吃了半夜酒, 各自散气。 鲍亭喜自己打着灯笼, 赵王太太坐了轿子, 也回去了。 黄平, 至此使了王太太。 又过了几日, 娘子因出到南京, 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 杜少青道, 这个使得。 当下叫了几声轿子, 约瑶奶奶做陪客, 两三个家人婆娘, 都坐了轿子跟着。 厨子挑了酒席, 借清凉山一个瑶园。 黄平, 大约是后来之隋园, 这瑶园是个极大的园子, 天二平, 此即后来隋园也。 园义不甚大, 而称极大, 盖界景于园外, 简斋故以自言之。 然, 诗话中又冒称其 《红楼梦》之大官园, 则又严贡生, 匡超人, 牛蒲郎被比一野。 平不清平, 瑶园集后来隋远, 诗话又冒称大官园, 则飞进去一座黎门, 黎门内是鹅卵石砌城的路, 一路珠红栏杆, 两边绿柳眼影, 过去三间厅, 便是他卖酒的所在。 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 过厅便是一路山径, 上到山顶便是一个八角亭子。 西柏在亭子上, 娘子和姚奶奶一般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 一边是青梁山, 高高下下的竹树, 一边是陵影棺, 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 十分好看。 坐了一会, 杜绍青也坐轿子来了。 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 摆在桌上, 珍奇酒来, 拿在手内, 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息息, 平在栏杆上流连痛饮。 这日渡少卿大醉了, 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圆门, 一手拿着金杯, 大笑着, 在青梁山岗子上走了一里多路。 齐平, 好景良辰, 不愧雅人身智。 黄平, 狂态与慎卿不同, 此作者特特写作两样, 一件文笔一毫不可反复也背后三四个妇女, 嬉嬉笑笑跟着, 两边看得人目眩神窑, 不敢仰视。 杜绍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窑奶奶和这几个妇女踩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 也跟上去了。 杜绍卿回到河房, 天色星号已晚, 只见卢华氏还在那里坐着, 说道, 北门乔庄表伯听见表叔来了, 急于要会。 明日请表叔在家作一时, 不要出门, 装表伯来拜。 杜绍卿道, 绍光先生是我所失事之人。 黄平, 绍卿是书中第三人, 先写, 此出装绍光, 第二人, 再出于博士, 第一人, 我因他不耐同这一般此刻相聚, 所以前日不曾约他。 天二平, 此其, 所以为装绍光之己, 不似近人请客, 加七加八尽此一席, 我正要去看他, 怎反劳他道来看我。 先知, 你坐速回去打发人致意, 我明日先到他家去。 华氏应诺去了, 杜绍卿送了出去, 才关了门, 又听得打的门响。 小丝开门出去, 同类一人进来, 禀道, 楼大相公来了。 杜绍卿举眼一看, 见楼换文的孙子, 穿着一身笑, 哭败在地, 说道, 我家老爹去世了, 特来报之。 天二平, 绍卿急于会装韶光, 读者一急于两人会合, 作者偏见楼老爹是缓之, 以自今其文法, 真无可奈何之事。 然而, 天下无可奈何之事盖场有之, 作者窃取其一耳杜绍卿道, 几时去世的。 楼大相公道, 前月二十六日, 杜绍卿大哭了一场, 吩咐连夜至北纪礼, 次日清晨, 坐了轿子, 往桃红镇去了。 黄平, 接鞋与庄绍光相会贤职, 将楼换文之死, 急于此处了结, 恰好继尾萧打听得的事, 绝早走来访问。 天二平, 不知要来, 插科打混些什么, 混些九十二亿之道, 以往桃红, 畅畅而返。 杜绍卿到了桃红, 在楼太爷就前大哭了几次, 拿银子几天佛事, 超度楼太爷升天。 楼家把许多亲戚请来陪, 杜绍卿一连住了四五日, 哭了又哭。 黄平, 此等至诚感人, 天下有几桃红一阵上的人人人叹息, 说, 天长杜甫厚道。 黄平, 写少卿全是一片天真, 我觉得忠少光断不能极右有人说, 这老人家为人必定十分好, 所以杜甫才如此尊重报答他。 为人虚向老人家, 方为不愧。 天二平, 此楼老定平, 以借帮人说出, 而平者由恒生议论, 盖魏曾戏辩杜绍卿, 又拿了几十两银子交予他儿子, 孙子, 买地安葬楼太爷。 楼家一门男男女女都出来拜谢, 杜绍卿又在旧钱痛哭了一场, 方才回来。 到家, 娘子向他说道, 自你去的第二日, 巡抚一个差官, 同天长县的一个门斗, 拿了一脚文书来寻。 我回他不在他, 住在饭店里, 日日来问, 不知未甚事。 杜绍卿道, 这又齐了。 黄平, 真齐。 文笔不平, 令人应接不暇, 正疑惑间, 小思来说道, 那拆官和门斗在何房里要见? 杜绍卿走出去, 同那拆官见礼坐下。 拆官道了恭喜, 门斗送上一脚文书来。 那文书是拆开过的。 黄平, 细度少卿拿出来看, 纸件上写道, 巡抚部院里, 为举荐贤士, 亲奉圣旨, 采访天下如休。 本部院访得天长县, 如学生员杜仪, 品行端纯, 文章典雅。 为此斥之, 该献如学教官, 即敦请该生, 即日树桩赴苑, 以便考验, 伸走朝廷, 引荐着用。 无为。 速速, 杜绍卿看了道, 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 原是我的士叔, 所以建局我。 黄平, 建局出之私恩, 却不妨直说, 此一少卿不可急处我怎么敢当。 但大人如此厚意, 我即刻料理起身, 到园门去谢。 天二平, 回家将卫会装少光仪, 却又坐一折留拆官吃了酒饭, 送他几两银子做盘成。 门斗爷给了他二两银子, 打发先去了。 在家收拾, 没有盘缠, 把那一支金杯当了三十两银子。 黄庭, 虽是金杯尽俗, 然当了做辞争辟用, 又绝雅甚带一个小厮, 上船往安庆去了。 到了安庆, 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 过了几日才回来, 杜少卿投了首本, 那里开门请进去, 请到书房里。 李大人出来, 杜少卿拜见, 请过大人的安。 李大人请他坐下, 李大人道, 自老师去世之后, 我常念诸位师兄。 久闻师兄才禀过人, 所以朝廷仿古争币大典, 我学生要借光, 万物推辞。 杜少卿道, 小植匪才寡学, 大人物采虚名, 恐其有电剑毒。 李大人道, 不必太迁, 我便向浮现取节。 杜少卿道, 大人垂哀, 小植岂不知。 但小植迷路知性, 心好, 草也惯了, 尽有多病, 还求大人另访。 李大人道, 世家子弟, 怎说的不肯做官? 我访得不差, 是要见的。 齐平, 此言而义正, 极是难得。 慎经欲知, 必欣然道谢义, 此少卿所以高野都少卿, 就不敢再说了。 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 拿出许多诗文来请教。 此日辞别出来, 他这番盘程待少了, 又多住了几天, 在圆门上又被人要了多少洗钱去, 叫了一只船回南京, 船前三两银子也欠着。 一路又遇了逆风, 走了四五天, 才走到吴湖。 到了吴湖, 那船真走不动了。 船家要钱买米煮饭, 杜少卿叫小厮寻一寻, 只剩了五个钱。 天二平, 曲曲折折, 要大老官烧之干苦, 杜少卿算计, 要拿衣服去当。 黄平, 孝道, 然而有趣, 拂谁知之心里闷, 且到岸上去走走。 见事极详寺, 因在茶桌上坐着, 吃了一开茶。 又肚里讹了, 吃了三个烧饼, 倒要六个钱, 还走不出茶馆门。 天二平, 吃的时候不曾算椰, 只见一个道士在面前走过去, 杜少卿不曾认得清。 那道士回头一看, 忙走进前道, 黄平, 写无意中相遇, 最妙杜少爷, 你怎么在这里? 杜少卿笑道, 原来是来侠凶。 天二平, 笑着, 犹豫甚轻是也你且坐下吃茶。 黄平, 以前诸人作为大忌用, 为道是无用, 便于此处了之来侠士道, 少老爷, 你为什么独自在此? 杜少卿道, 你几时来的? 来侠士道, 我自掏扰之后, 因这吴湖县张老赴台写书子, 接我来作诗, 所以在这里。 我就遇在石周亭, 黄平, 石周亭俗称八角亭, 甚有景致, 可以望江。 少老爷道我下处去坐坐。 杜少卿道, 我也是安庆去看一个朋友, 黄平, 对道士不说出见局, 是急回来从这里过, 阻了风。 而今和你到尊玉玩玩去。 来侠士会了茶钱, 两人同进石周亭。 庙里道士走了出来问, 那里来的尊客? 来到世道, 是天长杜壮园府里杜少老爷, 道士听了, 着实恭敬, 贴二平, 杜壮园于微震于疏俗。 黄平, 不必恭敬, 一文句无, 一笑请坐拜茶。 杜少卿看见墙上贴着一个斗方, 一首十周亭怀骨的诗, 上写霞士道兄较正, 下写燕里为铲丝悬稿。 黄平, 借师引出维四太爷, 恰好, 借出维四太爷名字杜少卿道, 这是楚州乌一镇维四太爷的事。 他几时在这里的。 道士道, 维四太爷陷在楼上。 天尔平, 先呼, 先呼, 从天而降, 读者亦可念久矣。 黄平, 大庙, 宁悦者亦代为之喜度, 少卿向来辖士道。 这样, 我就同你上楼去。 便一同上楼来。 道士先喊道, 维四太爷, 天长杜少老爷来了。 维四太爷答应道, 是那个。 要走下楼来看。 杜少卿上来道, 老伯, 小侄在此。 维四太爷两手抹着胡子, 哈哈大笑, 说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少卿。 黄平, 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随意写来, 吾不入庙你怎么走到这荒疆地面来。 天尔平, 出场便有趣。 颇念燃翁别来无恙, 且请坐下, 带我抨起茶来, 絮絮阔怀。 你到底从那里来? 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话告诉几句, 黄平, 见维四太爷方说出件举事, 是极诱道, 小侄这回盘成带少了, 今日只剩的五个钱, 方才还吃的是来老爷的茶, 船钱, 饭钱都无。 维四太爷大笑道, 好, 好, 今日大老关闭了。 七平, 正所未上场总有下场时。 黄平, 大老关必至于此, 然少卿必不悔, 也但你是个豪杰, 这样是何必交心? 且在我下处坐着吃酒。 我因有教的一个学生住在吴湖, 他前日进了学, 我来喝他, 他谢了我二十四两银子。 你在我这里吃了酒, 看风转了, 我拿十两银子给你去。 天尔平, 我为少卿一块杜少卿坐下, 同为四太爷, 来辖市三人吃酒。 直吃到下午, 看着江里的船在楼窗外过去, 窗上的钉风旗渐渐转动, 为四太爷道, 好了, 风云转了。 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里, 看了一回, 太阳落了下去, 反照照着几千根桂杆半截通红。 天尔平, 真景, 妙无庄适宇, 话所不到。 黄平, 是吾湖江口景致, 令我相思之勃然。 然以金思之, 又惨然以杜少卿道, 天色星号已晴, 东北风夕了, 小植告辞老伯下船去。 维四太爷拿出十两银子地语杜少卿, 同来辖士送到船上。 来辖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诸位朋友, 说吧别过, 两人上岸去了。 杜少卿在船歇速, 事业无骨, 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 船家车起棚来, 乘着顺风, 直走了半天, 就到白河口, 杜少卿赴了船前, 搬行李上岸, 坐脚来家, 娘子接着, 他就告诉娘子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 娘子听了也笑。 次日, 便到北门桥去拜庄少卿先生。 那里回说, 浙江巡抚徐大人请了游西湖去了, 还有些日子才得来家。 天二平, 比例如怒马不可饥乐。 黄平, 紧接拜庄少卿仍不见面, 在座一曲, 杜少卿便到苍向卢家去回池衡山。 卢家留着吃饭。 池衡山闲话说起,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页, 若会做两句师父, 就算雅极的了。 放着经史上李、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 天二平, 李月冰农事文章里辞早, 如何当真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 大功不差四汤, 五、七平, 绝大议论。 天二平, 只恐未济汉唐, 和论汤武, 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 少卿兄, 你此番争辟了去, 替朝廷做些正经事, 放不愧我辈所学。 杜少卿道, 这争辟的事, 小弟已是辞了。 正为走出去, 做不出什么事业, 徒惹高人一笑, 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 七平, 少卿如真出去一不能为, 落得做个高人。 天二平, 言之康然, 古之人量而后入, 免得断送头皮。 黄平, 此事作书本只持恒山, 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说道, 这一件事, 须是与先生商量。 杜少卿道, 什么事? 持恒山道, 我们这南京, 古今第一个闲人, 是吴泰伯, 黄平, 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 不要功名富贵的, 故以大计为全书之主, 却并不曾有个专辞。 天二平, 大文章发端那文昌殿, 关帝庙, 到处都有。 小弟一死, 邀约些朋友, 各捐几何, 盖一所泰伯辞。 春秋两重, 用古礼古乐至迹, 借此大家喜学礼乐, 成就出些人才, 也可以铸一铸正教。 天二平, 正中正大, 是真如见识, 但建造这词虚数千金, 我表了个手卷在此, 愿捐地写在上面。 少卿兄, 你愿出多少? 杜少卿大喜道, 这是该的。 接过手卷, 放开写道, 天长杜一捐, 饮三百两。 持恒山道, 也不少了。 我把历年作馆的修金 节省出来, 也捐二百两。 就写在上面, 又叫, 华氏, 你也勉力出五十两。 也就写在卷子上。 持恒山卷起收了, 又坐着闲谈。 只见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 天长有个差人在河房里, 要见少爷, 请少爷回去。 杜少卿辞了持恒山回来。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一时贤士, 同辞绝路之谜, 两省名流, 重修里乐之事。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杜少卿乃豪荡自喜之人, 似乎不与持恒山同气味, 然一见恒山, 便互相倾倒, 可知有真性性好情者, 亦不必定在气味之相投也。 黄平, 气味合得不同, 所好不同, 而恒山之鱼, 少卿之狂, 皆如玉之有侠。 每玉以无侠为贵, 而有侠正见其为真玉。 夫子为故之民有三级, 又以鱼鲁验目四子, 可见人不唤其有毛病, 但问其有何如之毛病。 黄平, 平少卿, 此言得知。 天一平, 孔子取狂倦, 孟子有匡张, 而皆不取, 无非无次之相怨以此。 石周亭遇见来辖世, 又遇见为思玄, 另观者耳目为之一块。 子美云, 图穷仗有生, 人不亲历此等境界, 不知此中之苦, 亦不知此中之去。 黄平, 为之委屈, 谁人能解想, 作者学太史宫读书, 便立天下名山大川, 然后聚此种胸襟, 能写出此种境况也。 契太波茨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术, 凡作一部大书, 如将食之营宫事, 必先聚结构于胸中, 书为厅堂, 书为卧室, 书为书斋, 造就, 一一布置庭档, 然后可以新宫。 此书之计太波茨, 是宫市中之厅堂也。 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明氏, 写到于博士是其结学处, 故计太波茨亦是其结学处。 譬如, 明山岛江, 智夫浅缘是大总会处, 以下又以礼而入于海。 书中之有太波茨, 由智乎江汉之有夫浅缘也。 天二平, 江宁府摇志, 文愿传, 梵明指, 自圣摩, 一字枕庭, 勾容人, 博学而经思。 其与古人李乐车福, 皆考核而致其器, 有受教者, 举弃以示之, 不图为空颜也。 著书似是于众, 游享金石之学。 第39章一里乐明流访有备功经天子。 话说杜少卿别了, 持恒山出来, 问小司道, 那差人他说甚吗? 小司道, 他说, 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 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 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 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 差人说, 请少爷在家里, 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 杜少卿道, 既如此说, 我不走前门家去了, 你快叫一只船, 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 当下小司在下福桥雇了一只粮棚, 杜少卿坐了来家。 忙去一件就衣服, 一顶就帽子, 穿戴起来, 拿手帕包了头, 天二平, 好的微黄面皮, 不用荷叶水染睡在床上, 叫小司, 你向那差人说, 我得了报病, 请邓老爷不用来。 黄平, 一部书中人听见做官未有不习者, 少卿读如此必知, 一族当第三人之墓, 我病好了, 慢慢来谢邓老爷。 小司打发差人去了, 娘子笑道, 朝廷叫你去做官, 你为什么装病不去? 杜少卿道, 你好待。 七平, 少卿平日行为向呆, 此等话头却非待。 天二平, 娘子故意问你, 并不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 留着我在家, 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 好不快活。 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 京里又冷, 你身子又弱, 一阵风吹得冻死了, 也不好, 还是不去得妥当。 黄平, 辞官之意对妇人说不明白, 只以细语答制。 小司进来说, 邓老爷来了, 坐在河房里, 定要回少爷。 杜少卿叫两个小司搀扶着, 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 路也走不全, 出来拜谢之县, 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 天二平, 杜少卿平生不作假, 只此一遭去庄德相, 先者真不可测之县, 慌忙扶了起来, 坐下就道, 朝廷大典, 李大人专要戒光, 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 不知己师可以勉强就到。 杜少卿道, 至晚不幸大病, 生死难保, 这事断不能了。 总求老夫台带我啃辞, 袖子里取出一张成子来地语之线。 天二平, 自己尚能写成子业。 不知何时遇写, 此间颇有细漏之线看这般光景, 不好久坐, 说道, 地且别了先生, 恐怕老神。 这时, 弟爷只得被文书降附上去, 看大人意思何如。 杜少卿道, 急蒙台爱, 数至晚不能恭送了。 知县作别上轿而去, 随即背了文书说, 杜生伟系患病, 不能救到。 深降了李大人, 恰好李大人也调了福建巡抚, 这时就罢了。 天二平, 早些调任, 免得人家装病了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 心里欢喜道, 好了, 我做秀才, 有了这一场结局, 将来相识也不应, 磕, 岁也不考, 逍遥自在, 做些自己的事罢。 天二平, 秀才有何不解决? 想怕碎考尔, 然尚未旧征, 恐不能免。 杜少卿因托病辞了支县, 在家有许多事不曾出来。 这日, 古楼街薛香身家请酒, 杜少卿辞了不到, 持恒山先到了。 那日在座的客是马纯上, 屈申夫, 纪尾肖, 都在那里坐定, 又到了两位客, 一个是扬州肖伯全, 明树姿, 一个是采石鱼魁, 自和声, 是两个少年名士。 这两人, 面如腹粉, 纯若屠珠, 举止风流, 方蓝净体。 天二平, 西慎卿未见此这两个名士, 独有两个绰号, 一个叫于美人, 一个叫萧姑娘。 黄平, 西慎卿已去, 未见此二人, 两位会了众人, 坐一坐下。 薛香身道, 今日凤邀诸位先生小坐, 怀青桥有一个姓钱的朋友, 天二平, 竟说朋友我约他来陪诸位玩玩, 他偏生的今日有事, 不得到。 继尾肖道, 老伯可是那座正生的钱麻子。 薛香身道, 是。 赤恒山道, 老先生同是大夫宴会, 那黎原忠人也可以许他一席同坐的吗? 黄平, 借恒山之鱼一问, 见高老先生之非人薛香身道, 此风也久了。 七平, 世人借口美事此语地, 今日请的有高老先生, 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谈吐, 所以约他。 天二平, 汉林脾气持恒山道, 是那位高老先生。 继尾肖道, 是兴号兴号的现任汉林院士读, 说着, 门上人进来禀道, 高大老爷到了。 薛香身迎了出去, 高老先生沙帽蟒衣, 黄平, 正是正生打扮, 无怪其洗钱麻子进来, 与众人作衣, 首席坐下。 任得纪尾肖, 说道, 纪年凶, 前日罔顾, 有失营亚。 成会佳作, 尚不曾捧读。 便问, 这两位少年先生尊姓? 天二平, 独仙问两少年, 其意可知。 心里只有此一件事与美人, 小姑娘各道了性命。 又问马, 瞿二人, 马纯尚道, 书方李选, 立刻沉没持运的, 便是婉生两个。 天二平, 比赛, 马二先生他心里只有此一件事与美人道, 这位瞿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 先父曾在南昌作府学, 瞿先生和婉生也是师弟兄。 天二平, 急于攀附问完了, 才问到池先生。 池恒山道, 见姓池, 自恒山。 即为肖道, 池先生有治理作乐之才, 乃是南邦名宿。 天二平, 既萧萧以微觉知, 故作周玄宇, 高老先生听罢, 不言语了。 天二平, 高汉林兄中亦有礼乐, 则唱戏事, 亦有治理作乐之才, 则前麻子事。 黄萍, 恒山自是持众不同, 故不己问之, 即为肖以治理作乐为言, 如何乐闻。 吃过了三遍茶, 换取大衣服, 请在书房里坐。 这高老先生虽是一个前辈, 却全部做身份, 最好玩耍, 同众位说说笑笑, 并无顾忌。 才进书房, 就问道, 前朋友怎么不见? 天二平, 秋贤若可薛香身道, 他今日回了不得来。 高老先生道, 没去, 没去, 今日满座倩雅矣。 齐平, 正不知所谓雅者何在? 黄萍, 反说倩雅, 骂杀汉林。 薛香身摆上两席, 奉席坐下。 席间, 谈到浙江这许多名士, 以及西湖上的风景, 楼氏弟兄两个许多结交宾客的故事。 于美人道, 这些事我还不爱。 我只爱身符家的双红姐, 说着还齿家生香。 天二平, 身符文之以为何如纪尾消道, 怪不得, 你是个美人, 所以就爱美人了。 萧伯全道, 小弟生平最喜修补纱帽。 可惜鲁边修公不曾会着, 听见他那言论风采, 到底是个正经人。 若会着, 我少不得着实请教他。 可惜已去世了。 屈身符道, 我楼家表叔那番好举, 而今再不可得了。 天二平, 鹰斗糊糊, 人头会乎即尾消道, 申兄, 这是什么话? 我们天长度视弟兄, 只怕更胜于令表叔的好举。 持衡山道, 两位中是少卿更好。 黄平, 戒贤坛将二楼二度相较高老先生道, 诸位才说的, 可就是赣州太守的奶郎。 持衡山道, 正是, 老先生也相遇。 天二平, 开口便有不然之意, 衡山城时, 不识起立, 多次一问高老先生道, 我们天长, 星号星号是接壤之地, 我怎么不知道? 诸公莫怪学生说, 这少卿是他度假第一个败类, 他家组上几十代行医, 广基, 英德, 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 到了他家店员工, 发达了去, 虽做了几十年官, 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 天二平, 既已发达, 仍不寻钱, 便如不发达到他父亲, 还有本事中个进士, 做一任太守, 已经是个呆子了。 做官的时候, 全部晓得敬重上司, 只是一味稀徒着百姓说好, 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 劝农丧的呆话。 这些话, 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早, 他竟拿着当了针, 七平, Q真是妙谈。 天二平, 与上门治理做乐话, 针锋相对, 正是借张骂礼。 黄平, 此等与非汉林不能道, 骂杀骂杀惹的上司, 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 混穿混吃, 和尚, 道士, 工匠, 花子都拉着相遇, 却不肯相遇一个正经人。 黄平, 钱麻子却是正经人, 绝倒不到十年内, 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 天长县站不住, 搬在南京城里, 日日携着奶卷上酒馆吃酒, 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 就像讨饭的一般。 不想他家敬出了这样子弟。 学生在家里, 往长焦子之门读书, 就以他为戒。 每人读书的桌子上, 写一纸条贴着, 上面写道, 不可学天长度仪, 天二平, 须学怀青桥前麻子。 黄平, 却也学不到。 学老先生便一学, 就到池恒山听罢, 红了脸道, 近日朝廷争辟他, 他都不救。 天二平, 恒山又顿又于高老先生冷笑道, 先生, 你这话又错了。 他果然肚里通, 就该中了去。 黄平, 骂沙, 飞完事也, 正是集市之身又笑道, 争帝难道算得正途出身吗? 齐平, 以科帝娇人, 与鲁边修儒出一口消摆全道, 老先生说的是, 向众人道, 我们后生晚辈, 都该以老先生之言为法。 天二平, 当云都该以钱麻子为法, 当下又吃了一会酒, 说了些闲话。 习散, 高老先生坐脚先去了。 众位一路走, 持恒山道, 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 分明是骂少卿, 不想倒替, 少卿添了许多身份。 齐平, 正是大残大好, 小残小好的对面。 天二平, 一位必然众位先生, 少卿是自古极尽难得的一个奇人。 天二平, 顿及马二先生道, 方才这些话, 也有几句说的事。 黄平, 此段非血高是毒, 正是血少卿, 而马二先生, 依然是马二先生继位肖道, 总不必管他。 他河房里有去, 我们几个人明日一起到他家, 叫他买酒给我们吃。 天二平, 只有这个狗头关于河生道, 我们两个人也去拜他。 当下约定了。 此日, 杜少卿踩起来, 坐在河房里, 邻居金东牙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书讲章来请教, 摆桌子在河房里看。 看了十几条, 落后金东牙指着一条问道, 先生, 你说这杨枣是甚吗? 杨枣即杨甚也。 苏语说, 只顾杨卵子, 不顾杨姓星好命, 所以曾子不吃。 七平, 真乃绝世奇闻, 可惜此书不传。 天二平, 葬三, 张俊敏, 裁凤, 王胡子都是吃羊卵的, 今日纪尾霄带着许多人来吃羊卵。 黄平, 书半讲四书, 本书可笑, 只此一条辩足。 当日想必时有其人杜少卿笑道, 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 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 正说着, 池恒山, 马纯尚, 屈身夫, 肖伯全, 纪尾霄, 于和声一起走了进来, 坐一坐下。 都少清道, 小弟许久不曾出门, 有书诸位先生的叫, 经和姓群衔毕至, 便问, 二位先生贵姓, 于, 肖二人各道了姓名。 都少清道, 兰江怎地不见。 屈身夫道, 他又在三山街开了个投金店做生意。 黄平, 安顿景本会, 为大忌用人而小厮奉出茶来。 继位肖道, 不是吃茶的事, 我们今日要酒。 天二平, 要养卵下酒, 杜少清道, 这个自然, 且先谈着。 池恒山道, 前日成见次, 诗说, 极其佩服。 但吴兄说, 诗大指, 可好请教一二。 肖伯全道, 先生说的可单是你题。 马二先生道, 想试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 黄平, 写马二先生学问, 滴滴归原, 总不失为马二先生。 天二平, 什么鸟便指什么生吃横山道, 我们且听少清说。 杜少清道, 朱文公解经, 自立一说, 也是要后人与朱儒苍看。 而今丢了朱儒, 只依朱柱, 这是后人固陋, 与朱子不相干。 七平, 通儒之论, 小弟便懒朱儒之说, 也有一二思见请教。 即如凯封一篇, 说妻子之母想再嫁, 我心里不安。 古人二世而嫁, 养到第七个儿子, 又长大了。 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 那有想嫁之礼。 所谓不安歧视者, 不过因衣服, 饮食不衬心, 在家吵闹, 妻子所以自认不适。 天二平, 五十多岁, 想嫁也未必无。 然孟子, 言亲之过小则非, 此之谓。 范家乡, 三家诗时宜, 引召其孟子, 祝云, 莫为母心, 为母心不悦也。 范云, 不悦盖有心苛虐, 少慈恩。 此与少卿一和。 平不清平, 三家诗时宜, 应作诗神。 能案, 作者言独孝子之诗, 而无孝子之母, 与心有不忍烟云云。 下述条巨见, 文目山坊诗说, 本书中少经言行, 实为作者自壮, 这话前人不曾说过。 池恒山点头道, 有礼。 杜少卿道, 女约鸡鸣一篇, 先生们说他怎么样好。 马尔先生道, 这是正风, 只是说他不引星号。 还有什么别的说? 黄平, 马尔先生断无一解 吃恒山道, 便是也还不能得起身位。 杜少卿道, 非也。 但凡是君子, 恒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 便先要骄傲妻子。 妻子想做夫人, 想不到手, 便事事不遂心, 吵闹起来。 七平, 曲终是情, 你看这夫妇两个, 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 黄平, 认真论是非小说矣, 妙在不失本职, 谈琴饮酒, 知命乐天。 这便是三代以上, 修身齐家之君子。 天二平, 此事少卿献身说法这个, 前人也不接说过。 屈身夫道, 这一说果然妙了。 天二平, 鲁小姐闻之未必未然杜少卿道, 据小弟看来, 秦伟之师也只是夫妇同游, 并非银行耗乱。 黄平, 以上数条并是竹茶翁之论, 作者借座少卿说诗纪为肖道, 怪到前日老歌同老嫂在瑶园大乐, 这就是你谈琴饮酒, 采蓝赠勺的风流了。 天二平, 何尝不然众人一起大笑? 池恒山道, 少卿妙论, 令我闻之如隐啼壶。 鱼和声道, 那边啼壶来了, 众人看时, 见是小厮捧出酒来。 当下摆起酒窑, 八位坐下小饮。 继伟消多吃了几杯, 醉了, 说道, 少卿兄, 你真是绝世风流。 据我说, 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 看花饮酒, 也觉得扫兴。 天二平, 伟消俗物何能知此俱拟的 才名, 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 何不娶一个标志如君, 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 及时行乐。 天二平, 又是才子佳人, 伟消为人至此, 以底里尽路。 黄平, 继伟消见解不过如此, 杜少卿道, 伟兄, 岂不闻燕子云, 今虽老而丑, 我顾及见其娇且好也。 岂平, 即此, 便见少卿甚卿相聚天壤, 况且娶妾的事, 小弟觉得罪伤天理。 天下不过是这些人, 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 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小弟为朝廷立法, 人生须四十五子, 方许娶一妾, 此妾如不生子, 便遣别嫁。 天二平, 此法可行。 贫家有女, 之一则门户相当者妻之, 父家有必至年长, 亦则人为配。 自取妾者多, 儿徒高攀, 托阿那者居为其货以示者等样, 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 也是陪补元气之一段。 肖伯全道, 先生说得好, 一篇风流经济。 持恒山叹息道, 宰相若肯如此用心, 天下可立志太平。 天二平, 此人之余, 无药可救, 当下吃完了酒, 众人欢笑, 一同辞别去了。 过了几日, 持恒山独自走来, 杜少卿会着。 持恒山道, 那太博慈的事, 已有个规模了。 将来行的礼乐, 卧槽了一个底稿在此, 来和你商议, 替我斟酌起来。 杜少卿接过底稿看了, 道, 这是还需寻一个人斟酌。 持恒山道, 你说寻那个。 杜少卿道, 庄少光先生。 持恒山道, 他前日浙江回来了。 杜少卿道, 我正要去, 我和尼尔金同去看他。 当下两人坐了一只凉棚船, 到了北门桥。 上了岸, 建一所朝南的门面房子, 持恒山道, 这便是他家了。 两人走进大门, 门上的人进去禀了主人, 那主人走了出来。 这人姓庄明尚志, 自少光, 黄平, 叙少光, 郑重而出之, 不同他人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 这庄少光十一二岁, 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父, 天下接文。 此时已将及四十岁, 冥满一时, 他却庇护著书, 不肯妄交一人。 天二平, 未有妄交而能庇护著书者, 这日听见是这两个人来, 方才出来相会。 黄平, 至此少卿使会装少光, 只见头戴方巾, 身穿宝兰袈裟直多, 三柳姿虚, 黄白面皮, 出来恭恭敬敬同二位坐一坐下。 黄平, 恭恭敬敬者, 言不以繁重待二人也装少光道, 少卿兄, 相别数载, 却习补居秦淮, 为三山二水声色星号。 前日又多了晚江这一番缠绕, 你却也辞得爽快。 齐平, 正所为义驱同宫。 黄平, 少光未尝不为少卿感动, 故有慈患之举, 杜少卿道, 前番正要来相会, 恰于故有之丧, 只得去了几时。 回来时, 先生以浙江去了。 庄少光道, 恒山兄常在家里, 怎么也不常会。 吃恒山道, 小弟为太博慈的事, 奔走了许多日子, 今已略有规模, 把所定要行的礼乐送来请教。 秀里拿出一个本子来递了过去。 庄少光结果, 从头细细看了, 说道, 这迁究大事, 小弟自当赞助效劳。 但今有一事, 又要出门几时, 多则三月, 少则两月便回。 那时我们细细考定, 持恒山道, 又要到那里去。 庄少光道, 就是这副徐穆轩先生, 今生少宗伯。 他把剑明剑了, 奉旨要剑, 只得去走一遭。 持恒山道, 这是不得救回来的。 庄少光道, 先生放心。 小弟就回来的, 不得悟了太博慈的大忌。 杜少清道, 这祭祀的事, 少了先生不可, 专后早回。 持恒山叫江底抄戒出来看。 小厮取了出来, 两人同看。 上写道, 礼部侍郎徐, 未见举贤才是, 奉圣旨, 庄上至着来经引荐。 亲此。 两人看了, 说道, 我们且别, 后入都之日, 再来奉送。 庄少光道, 相悟不远, 不劳相送。 说罢出来, 两人去了。 庄少光晚间至久, 与娘子作别。 娘子道, 你往常不肯出去, 今日怎的闻命就行。 庄少光道, 我们与山林隐移不同。 既然奉旨召我, 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 七平, 真正淫者, 子路尚且责备丈人, 何况学校中人。 然少卿不去, 又有少卿的道理, 你但放心, 我就回来, 断不为老来子之妻所孝。 黄平, 见识便不错, 不愧第二人。 又与少卿达娘子与不同次日, 应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门来催破。 庄少光悄悄叫了一声小叫, 带了一个小丝, 脚子挑了一旦行李, 从后门老早就出汉溪门去了。 庄少光从水路过了黄河, 雇了一辆车, 小型夜宿, 一路来到山东地方。 过衍州府四十里, 地名叫做新嘉义, 住了车子吃茶。 这日天色星号未晚, 催着车夫还要赶几十里地。 店家说道, 不满老爷说, 近来咱们地方上响马甚多, 凡过往的客人需要持行早住。 老爷虽然不必有本钱的客商, 但是也要小心些。 庄少光听了这话, 便叫车夫, 静住下坝。 小丝捡了一间房, 把行李打开, 扶在炕上, 拿茶来吃着。 只听得门外罗铃乱响, 来了一起银鞘, 有百十个牲口。 内容一个解冠, 五元打扮。 又有同伴的一个人, 无尺以上身材, 六十外岁年纪, 花白胡须, 头戴一顶粘栗子, 身穿剑衣, 腰叉弹弓一张, 脚下黄牛皮靴。 两人下了牲口, 拿着鞭子一起走进店来, 吩咐店家道, 我们是四川节响进京的。 今日天色星号将晚, 住一宿, 明日早行, 你们需要小心伺候。 店家连忙答应。 那借官都率着脚夫, 将银鞘搬入店内, 牲口赶到槽上, 挂了鞭子, 童大人进来, 向庄绍光施礼坐下。 庄绍光道, 尊驾是四川界想来的, 此位想是贵友, 不敢拜问尊姓大名。 谢官道, 在下姓孙, 刀人守备之职, 必有姓肖, 自浩轩, 成都府人。 因问庄绍光晋京贵干, 庄绍光道了姓名并赴赵锦京的缘故。 萧浩轩道, 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 是当今大名士, 不想今日无意中相遇, 即道其倾倒之意。 庄绍光见萧浩轩气宇轩昂, 不同流俗, 也就着实亲近。 天二平, 于此见萧浩轩亦非常流, 又符后萧云仙是因说道, 国家承平日久, 近来的地方官办事, 渐渐都是虚音故事。 向这道贼横行, 全不肯讲究一个 米道安民的良法。 天二平, 有智人无智法, 仅无智人虽有智法, 亦无如智何也已。 米道安民一文章里 此早听见前路响马甚多, 我们需要小心防备。 萧浩轩笑道, 这是先生放心。 小弟生平有意搏迹, 百步之内, 用担子击物, 百发百中。 想马来时, 只消小弟一张弹弓, 叫他来得去不得, 人人送命, 一个不留。 天二平, 未免浅路孙谢官道, 先生若不信必有手段, 可以当面请教一二。 七平, 凡人有才不可自路。 官此一段事, 真是一人不少。 天一平, 解官更是貌事人庄绍光道, 急要请教, 不知可好惊动。 萧浩轩道, 这有何妨? 正要献丑。 虽将弹弓拿了, 走出天井来, 向腰间铜袋中取出两个弹丸拿在手里。 庄绍光同孙谢官, 一起步出天井来看, 只见他把弹弓举起, 向着空阔处, 先打一弹弹子, 抛在空中, 续将一弹弹子打去, 恰好与那一弹弹子相遇, 在半空里打得粉碎。 庄绍光看了, 赞叹不已, 连那店主人看了, 都吓一跳。 天二平, 吓吗? 都吓。 黄平, 伏笔。 然萧浩轩年已六十, 灌走江湖, 不应好事自选奇迹, 智有厚文之师萧浩轩收了弹弓, 进来坐下, 谈了一会, 各自吃了夜饭住下。 赐早天色星号未明, 天二平, 四字见下, 此刻山孙解官便起来催促罗夫, 脚子搬运银鞘, 打发房前上路。 庄绍光也起来洗了脸, 叫小丝栓树行礼, 会了账, 一同前行。 一群人重行了有十多里路, 那时天色星号未明, 小星游在, 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有人走动, 那些赶翘的罗夫一起叫道, 不好了, 前面有贼, 把那百十个罗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 萧浩轩听得急忙把弹弓拿在手里, 孙解官也拔出妖刀拿在马上, 只听得一只响剑飞了出来, 响剑过处就有无数骑马的 从林子里奔出来。 萧浩轩大喝一声, 车满弓, 一弹子打去, 不想呱啦一声, 那条弓弦蹦为两段。 七平, 叙事有风发全勇之至那响马贼数十人, 齐声打了一个呼哨, 飞奔前来。 解官吓得拨回码头便跑。 黄平, 好解官那些罗夫、 脚子, 一个个爬幅在地, 近着响马贼赶着百十个牲口, 拖了银鞘往小路上去了。 庄少光坐在车里, 半日也说不出话来, 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做得是些什么勾当。 天二平, 争军下坏了。 萧浩轩因弓弦断了, 使不得力量, 拨马往原路上跑, 跑到一个小店门口, 撬开了门。 店家看见, 知道是遇了贼, 因为老爷昨晚住在那个店里。 萧浩轩说了, 店家道, 他原是贼头赵大一路坐线的。 黄平, 厚文府比老爷的公衔, 必是他昨晚弄坏了。 萧浩轩醒悟, 悔之无极。 一时人急至生, 把自己头发拔下一柳, 天二平, 拔宜当作歌。 此宫头发颇长, 灯石把弓弦续好。 天二平, 惠家不忙飞马回来, 遇着孙谢官, 说贼人已投向东小路而去了。 那时天色星号已明, 萧浩轩策马飞奔, 赶了不多路, 望见贼众拥护着银翘慌忙的前走。 他便加鞭赶上, 手之弹弓, 好像暴雨打荷叶的一般, 打得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 丢了银翘, 如飞地逃命去了。 七平, 游绝爽力知智, 他依旧把银翘童谢官慢慢地赶回大路, 会着庄少光竖其背戏。 庄少光又赞叹了一回。 同走了半天, 庄少光行礼轻便, 遂辞了销, 孙二人独自一辆车子先走。 走了几天, 将到卢沟桥, 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子来, 遇着车子, 问, 车里边这位客官尊姓? 车夫道, 姓庄, 那人跳下骡子, 说道, 莫不是南京来的庄征军吗? 庄少光正要下车, 那人败倒在地。 只因这一番, 有份教, 朝廷有道, 修大礼以尊贤, 如者爱身, 欲高官而不受。 毕竟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高氏独是鲁边修一流人物, 故有鲁边修之怪楼氏弟兄, 即有高氏独之怪度少卿。 何者, 物之不同类者, 美不能相容也。 然鲁边修之怪楼氏, 与上和平, 氏独之怪少卿, 与太极烈矣。 以少卿教之二楼, 似少卿之锋芒太露, 故其兽怪又加于二楼一等。 昌黎卫, 小得意则小怪之, 大得意则大怪之, 盖不读文章为然矣。 黄平, 不切, 说经一段是真学问, 不可做败官草草读之。 血庄少光丰流儒雅, 高出诸人义等, 笔墨之高洁, 难从不知者所解。 欲响马一段, 纵横出没, 及文字之奇观。 西人卫, 左传, 最善续战功, 此书应是不愧。 最妙在少光才说, 有思无米到安民之法, 几乎亲身遇到, 几乎破散魂飞, 藏身无地, 可见书生纸上空说, 未可认为经济。 此作者毗里阳秋, 真难从不知者所解也。 天二平, 真种子, 未如林痛下一针。 你到安民, 非匹夫之勇所能, 况无负激利者护。 此不足以为装少光病。 其平, 敦孝帝, 劝农丧, 乃教养题目中此早, 此等说话, 竟可大庭广众言之, 实文取世之流弊, 乃至于此。 作者戴凯忽言之矣。 第四十章,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军辞诀。 话说庄征军看见那人跳下骡子, 摆在地下, 慌忙跳下车来跪下, 扶住那人, 说道, 足下是谁? 我一向不曾认的。 那人拜坝起来, 说道, 前面三里之遥便是一个村殿。 老先生请上了车, 我也奉陪了回去, 到殿里谈一谈。 庄征军道, 最好, 上了车子, 那人也上了骡子, 一同来到殿里, 彼此见过了礼座下。 那人道, 我在经诗里, 算着征辟的旨意到南京去, 这时候该是先生来的日子了, 所以出了张仪门, 遇着罗教车子, 一路问来, 果然问着。 金姓的接大叫, 庄征军道, 先生尊姓大名, 贵乡何处? 那人道, 小弟姓鲁, 明德, 自信侯, 胡广人士。 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 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 藏在家里。 平守平, 又是一种好名, 然如此牢牢, 未免太苦, 不如瞿公孙安坐得之, 更不如牛普郎, 只用两方图章, 变成名士。 何也, 大小虽书, 而其无关学问, 则一眼二十年了, 也寻得不差什么的了。 只是国书四大家, 只有高清秋, 是备了祸的, 文集人家是没有, 只有京师一个人家收着。 小弟走到京师, 用重价买到手, 正要回家去, 却听得朝廷征蔽了先生。 我想, 前辈已去之人, 小弟上要访他文集, 邝先生是当代一位名贤, 岂可当面错过? 因在京后了许久, 一路问得出来。 庄征军道, 小弟肩握白门, 缘无心于仕途。 但蒙皇上特恩, 不得不来一走, 却喜谢后中得见先生, 真是快事。 但是我两人才得相逢, 就要分手, 何以为情。 今夜就在这殿里, 全住一宵, 和你连床谈谈。 又谈到名人文集上, 庄征军相卢信侯道, 向先生如此读书好谷, 岂不是个吉讲求学问的? 天尔平, 不足为学问, 亦不足为读书好谷, 但国家禁令所在, 也不可不知避迹。 清究文字, 虽其中并无诽谤朝廷的言语, 既然太祖恶其为人, 且现在又是禁书, 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 施史平, 本不看他的著作, 不过寻来家里藏着 好名而已小弟的余剑, 读书一试, 要由博而返之约, 总以心得为主。 齐平, 的是学问人语。 天尔平, 新德弹和荣毅先生如回贵府, 便到网架过涉, 还有些捉住慢慢地请教。 卢信侯应远了, 次早分别, 卢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庄征军进了张仪门, 遇在护国寺。 徐侍郎即刻打发家人来后, 便亲自来拜。 庄征军会着, 徐侍郎道, 先生屠戮辛苦, 庄征军道, 山野笔姓, 兴号, 不惜车马之劳, 兼之浦柳之姿, 望秋仙灵, 长途不绝尾顿。 所以不曾便来尽业, 返劳大人先师。 徐侍郎道, 先生素为料理, 恐三五日内就要召见。 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过了三日, 徐侍郎将内阁抄出圣旨送来。 上写道, 十月初二日, 内阁奉上玉, 镇成祖宗红叶, 戊媚求贤, 以资质道。 镇文师臣者王, 古今通义也。 金礼部侍郎徐姬所见之庄上至, 终于初六日入朝引荐, 以光大典。 钦此, 到了初六日五谷, 与林卫士百列在五门外, 鲁布全辐射了, 用的船炉的一致, 各官都在五门外候着。 只见百十道火把的亮光, 知道宰相到了。 五门大开, 各官从夜门进去。 过了奉天门, 进到奉天殿, 里面一片天乐之声, 隐隐听见红炉四唱, 台班。 镜边想了三下, 那官一对对捧出金炉, 焚了龙咸香, 宫女们持了宫膳, 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 一个个松呼舞蹈。 庄征军带了巢金, 穿了弓服, 跟在班墨, 松呼舞蹈, 朝拜了天子。 当下乐止朝散, 那二十四个驼宝平的像, 不迁自走。 真是花莹见佩星出落, 柳福族齐路未干。 各官散了。 庄征军回到夏处, 脱去衣服, 徜徉了一会, 只见徐侍郎来拜。 庄征军便付出来, 会着。 茶坝, 徐侍郎问道, 今日皇上升殿, 真乃矿殿。 先生要在玉镜座, 恐怕不日又要召见。 过了三日, 又送了一个超的上玉来, 庄上智者于十一日便殿朝剑, 特赐尽中乘马。 亲此。 到了十一那日, 徐侍郎送了庄征军到了武门。 徐侍郎别过, 在朝房候着。 庄征军独自走进武门去, 只见两个太监牵着一匹御用的马, 请庄征军上去骑着。 两个太监跪着坠等。 后庄征军坐稳了, 两个太监拢着缰绳, 那扯手都是这黄颜色星号, 慢慢地走过了秦清门。 到了宣征殿的门外, 庄征军下了马。 那殿门口又有两个太监传指出来, 宣庄上致进殿。 庄征军屏息进去, 天子便服坐在宝庄, 庄征军上前朝拜了。 天子道, 朕在位三十五年, 信托天地祖宗, 还与生平, 边疆无事。 只是百姓未尽温饱, 士大夫一未见能行礼乐。 这教养之事, 何者为先? 所以, 特将先生起自田间, 望先生悉心卫震筹划, 不必有所隐晦。 庄征军正要奏对, 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 着实难忍, 黄平, 连篇泪读奏对非小说已, 只如此过去最妙。 欧安, 此隐吴康斋士, 只得躬身奏道, 陈蒙皇上轻问, 亦是不能调奏, 容臣细思, 再为启奏。 天子道, 既如此, 也罢。 先生勿须为朕家义, 只要事事可行, 疑于谷, 而不利于金罢了。 说罢, 起驾回宫。 庄征军出了秦政殿, 太监又拢了马来, 一直送出五门。 徐侍郎接着, 同出朝门。 徐侍郎别过去了。 庄征军到了下处, 除下头巾, 见里面有一个蝎子。 庄征军笑道, 脏仓小人, 原来就是此物。 看来我倒不行了。 天二平, 末尾脏仓, 正是保全庄征军名, 劫次日起来, 焚香灌手, 自己叠了一个诗, 使得天山顿。 天二, 平不清平, 用珠子式庄征军道, 试了。 便把教养的诗, 细细做了实册, 又写了一道恳求恩赐海山的本, 从通正司送了进去。 自此以后, 九卿六部的官, 无一个不来, 拜望请教。 庄征军会的不耐烦, 只得各衙门去回拜。 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 南京来的庄年兄, 皇上颇有大用之意。 老先生何不邀他来学生这里走走? 我欲收之门墙, 以为讨礼。 黄平, 大言不惭。 天二平, 微老先生口气。 清晰文集, 由上公保某公书。 平不清平, 吉文和侍郎不好唐突, 把这话晚晚向庄征军说了。 庄征军道, 是吴孔子, 不当在弟子之列。 邝太保公吕主李维, 汉怨门生不知多少, 何取晚生这一个野人? 这就不敢领教了。 齐平, 不亢不卑, 善于措辞。 天二平, 弥子曰, 孔子主我, 魏清可得侍郎, 就把这话回了太保, 太保不悦。 又过了几天, 天子做便殿, 问太保道, 装上治所上的实册, 朕细看, 学问渊深。 这人可用为辅弊吗? 太保奏道, 装上治果系出群之才, 蒙皇上旷典书安, 朝也虚悦。 但不由近世出身, 骤其轻二, 我朝祖宗无此法度, 黄庭, 高士独之论相同。 原来太保及头巾中蝎子, 且开天下, 以性敬之心。 天二平, 故事科目中人见识, 然为开天下性敬之心, 未始不然。 非常之才须, 非常之主, 然后能举非常之点, 符厚圣采。 天子叹息了一回, 随教大学士传旨, 庄上治允令环山, 赐内躺银五百两。 将南京远武湖, 赐予庄上治著书历说, 鼓吹修明。 传出圣旨来, 庄征军又到武门谢了安。 辞别徐侍郎, 收拾行李回南。 满朝官员都来见诵, 庄征军都辞了。 依旧叫了一辆车, 出张仪门来。 那日天气寒冷, 多走了几里路, 投不着速投, 只得走小路, 到一个人家去借宿。 那人家住着一间炉房, 里面点着一盏灯,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站在门手。 天二平正是手足无措, 非看野井庄征军上前和他作一道, 老爹, 我是行路的, 错过了速投, 要借老爹这里住一夜, 明早拜那房金。 那老爹道, 客官, 你行路的人谁家顶着房子走? 借住布房, 只是我家只得一间屋, 夫妻两口住着, 都有七十多岁。 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 没钱买棺材, 现停在屋里。 客官却在那里住, 况你又有车子, 如何拿得进来? 中征军道, 不妨, 我只需一席之地将就过一夜。 车子叫他在门外罢了。 那老爹道, 这等, 只有同我一床睡。 庄征军道, 也好。 当下走进屋里, 见那老妇人尸首直将将停着, 旁边一张土炕。 庄征军扑下行李, 叫小思同车夫睡在车上, 让那老爹睡在炕里边。 庄征军在炕外睡下, 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二平, 不能不动心到三更半后, 只见那死尸剑折动起来。 庄征军吓了一跳, 定睛细看, 只见那手也动起来了, 竟有一个坐起来的意思。 庄征军道, 这人活了, 忙去推那老爹。 推了一会, 总不得醒, 庄征军道, 年高人怎地这样好睡? 便坐起来看那老爹时, 见他口里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已是死了。 回头看那老妇人, 已站起来了, 直着腿, 白瞪着眼。 原来不是活, 是走了尸。 天二平, 邪老妇走尸, 老翁咽气, 双管齐下, 一丝不乱, 庄征军慌了, 跑出门来叫起车夫, 把车拦了门, 不放他出去。 天二平, 还算有主意, 庄征军独自在门外徘徊, 心里懊悔道, 急凶悔吝声呼动, 我若坐在家里, 不出来, 走这一番, 今日也不得受这一场虚惊。 又想到, 生死亦是常事, 我到底一里不深, 故此害怕。 七平, 鬼身生于人心, 一里一身便无畏惧, 孟子所以似是不动心, 也定了神, 坐在车子上。 黄平, 是庄征军身份一直等到天色星号大亮。 那走的尸也到了, 一间屋里纸横着两个尸首。 庄征军感伤道, 这两个老人家就穷苦到这个地步。 我虽则在此一宿, 我不殡葬他, 谁人殡葬。 阴教小司, 车夫前去寻了一个侍警, 庄征军拿几十两银了来买了棺木, 世上雇了些人抬到这里, 把两人练了。 又寻了一块地, 也是左近人家的, 庄征军拿出银子去买。 买了, 看着掩埋了这两个老人家。 天二平, 非欲以此事得, 以此望报也。 所谓人既有不忍人之心, 而已掩埋已毙, 庄征军买了些生理, 之前又做了一篇文。 庄征军洒泪祭奠了, 仪式上的人都来罗拜在地下, 谢庄征军。 黄平, 忽写此一段, 不过为庄征军出经孔太直律, 聊以此事动悦者之目, 别无关系。 天二平, 可谓人至义尽, 借此义足见庄征军为人。 出书门有赵大一节, 归时又有此节, 故事作者天此曲折已毙直律, 然皆天下敬有之事, 非如他书, 便有许多荒谬不惊之谈。 庄征军别了胎儿庄, 叫了一只马溜子船, 船上颇可看书, 不日来到扬州, 再超关住了一日, 要换江船回南京。 次早才上了江船, 只见岸上有二十多城, 骑整轿子歇在岸上, 都是两槐总商来后庄征军投进帖子来。 庄征军因船中窄小, 先请了十位上船来。 内中几位本家, 也有称书公的, 有称尊兄的, 有称老书的, 坐一奉坐, 那再坐第二位的, 就萧伯全。 众言商都说是, 皇上要重用台翁, 黄平, 台翁是扬州称呼台翁不肯做官, 真乃好品行。 萧伯全道, 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 老先生报复大财, 要从正途出身, 黄平, 及窃取高士独议论, 不屑者争辟。 今日回来, 留待下科论员, 皇上既然知道, 将来定假渴望, 七平, 真所谓井蛙之箭。 天二平, 雍恶漏裂, 比俗不堪, 反不如众言商好品行三个自装征军孝道, 征闭大典, 怎么说不屑? 若说论员, 来科一定是长兄, 小弟肩卧烟霞, 静听好音。 萧伯全道, 在此还渐渐怨, 道吗? 天二平, 当面抢白, 他还不懂, 好个蠢姑娘庄征军道, 帝归心甚急, 就要开船。 说吧, 这十位坐别上去了, 又坐两次, 会了那十几位。 庄征军甚不耐烦, 随即是严院来拜, 严道来拜, 分寺来拜, 扬州府来拜, 江都县来拜, 把庄征军闹得急了。 送了个官上去, 叫坐宿开船。 当晚总商凑齐六百银子, 到船上送盘缠, 那船已是去得远了, 赶不着, 银子拿了回去。 黄平, 如此不愧第二人。 庄征军遇着顺风, 到了燕子鸡, 自己欢喜道, 我今日复见江山嘉丽了。 叫了一只梁鹏船, 载了行李, 一路荡到汉西门, 叫人调着行李, 步行到家, 拜了祖先, 与娘子相见。 笑道, 我说多则三个月, 少则两个月便回来, 今日如何? 我不说慌吗? 齐平, 也亏脏仓之力。 天二平, 度家一对夫妻, 庄家一对夫妻, 真是家偶, 令人献杀娘子, 也笑了。 当晚被撒洗尘, 次早起来, 才洗了脸, 小丝进来禀道, 信号信号, 高大老爷来拜。 黄平, 汉林也来拜征军, 庄征军出去会。 才会了回来, 又是布正司来拜, 应天府来拜, 义道来拜, 上江二县来拜, 本城香绅来拜, 哄庄征军穿了血又脱, 脱了血又穿。 齐平, 此时大苦事, 庄征军恼了, 向娘子道, 我好没来由。 朝廷记把元武胡刺了我,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 和这些人缠? 我们作素报到胡上去受用。 当下商议料理, 和娘子连夜搬到元武胡去住, 天二平, 恐不能连夜搬否。 此作者绿笔, 书中此类不少。 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 和西湖也差不多大。 左边台城, 望见鸡明寺。 那湖中灵, 哦, 连, 欠, 每年出几千担。 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 南京满城梅枣卖的都是这湖鱼。 湖中间五座大洲, 四座洲住了图籍, 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 赐予庄征均住, 有几十间房子。 园里荷豹的老树, 梅花, 桃, 礼, 芭蕉, 桂, 桂, 四十不断的花, 又有一圆的竹子, 有树碗杆。 园内宣窗四起, 看着湖光山色星号, 真如仙境。 门口寄了一只船, 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 若把这船收过, 那边飞也飞不过来。 庄征均就住在花园。 一日, 童娘子平栏看水, 笑说道, 你看这些湖光山色的星号, 都是我们的了。 天二平, 与范太太看见家资食物, 都是自己的童此一喜, 而有仙凡之别, 我们日日可以游玩。 不像杜绍卿, 要把尊湖带了清凉山去看花。 七平, 由他说嘴, 绍卿文之音回哨此一行否, 也闲着无事, 有斟酌一尊酒, 把杜绍卿作的诗说, 叫娘子坐在旁边, 念语他听。 黄平, 作者不就洪伯科, 故设此幻想幻境。 孤安的如此神仙之月 也念道有去处, 吃一大杯, 彼此大笑。 庄征军在湖中着实自在。 湖一日, 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 这里放船去渡了过来, 庄征军迎了出去。 那人进来拜见, 便是卢信侯。 庄征军大喜道, 途间一别, 可想到今。 今日怎滴到这里? 卢信侯道, 昨日在尊府, 今日我方到这里。 你原来在这里做神仙, 令我献杀。 庄征军道, 此间与人士绝远, 虽非武陵, 意义差不多。 你且在此住些时, 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 当下备酒同饮。 吃到三更时分, 小思走进来慌忙说道, 中山王府里发了几百兵, 有千把支火把, 把七十二支渔船都拿了, 渡过兵来, 把花园团团围住。 庄征军大惊, 天二平, 小题大做, 官场往往如此, 若果有江阳大盗, 又不敢过问矣。 黄平, 故作惊人之笔, 威胁庄绍光不可谓高适, 也又有一个小思进来道, 有一位总兵大老爷静听上来了, 庄征军走了出去, 那总兵见庄征军失礼, 庄征军道, 不知设下有什么事, 那总兵道, 与尊府不相干。 便富尔迪言道, 因卢信侯家藏, 高清秋文集, 乃是禁书, 被人告发。 七平, 藏清秋文集便有罪, 何以瞿公孙客清秋诗话又无人说? 想是不写清元维尔经里说, 这人有吴勇, 所以发兵来拿他。 黄平, 闭言有吴勇所以发兵, 其实转悦者尔今日伟着, 他在大老爷这里, 所以来要这个人, 不要使他知觉走了。 庄征军道, 总爷, 找我罢了, 我明日叫他自己头肩, 走了都在我。 天二平, 得提那总兵听见这话, 道, 大老爷说了, 有什么说? 我便告辞, 庄征军送他出门, 总兵号令一声, 那些兵一起渡过河去了。 庄征军已听见这事, 道, 我是硬汉, 难道啃走了戴累先生? 我明日自头肩去。 庄征军笑道, 你只去全坐几天, 不到一个月, 包你出来逍遥自在。 天二平, 又与全物用事向照, 未免有些卖弄庄信侯头肩去了。 庄征军悄悄写了十几封书子, 打发人进京, 去便脱巢里大佬, 从部里发出文书来, 把卢信侯放了, 反把那出手的人问了罪。 黄平, 此之位高视卢信侯谢了庄征军, 又留在花园住下。 天二平, 卢信侯虽失之好名, 非身通叛逆之笔, 邵光为之解分意识平情论事, 非党思也。 过两日, 又有两个人在那边叫渡船渡过湖来。 庄征军迎出去, 是持恒山, 渡少卿。 庄征群欢喜道, 有趣。 郑玉清谈文克制, 邀在湖庭上去坐。 持恒山说, 要所定计泰伯祠的礼乐。 庄征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 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定得端端正正, 叫与持恒山拿去了。 转眼过了年, 到二月半间, 持恒山曰童马纯上, 屈身夫, 纪尾肖, 肖金炫, 金东衙, 在杜少清河房里, 商议祭台博慈之事。 众人道, 却是寻那一位做个主祭。 持恒山道, 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 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 方为不愧。 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 众人道, 是那一位。 持恒山叠着指头, 说出这个人来。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千流万派, 同归黄河之园, 玉镇今生, 进入黄中之馆。 毕竟此人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庄少光是极有学问的人, 然却有几分作作。 何以知其有学问? 如像卢信侯所说术语, 非读书十年, 氧气十年, 必不能领略至此。 此等学问, 书中唯有于博士术己能知, 若杜少卿上见不及此。 黄平, 少卿一位必不见其, 是以忠少光断断推为书中之第二人。 何以知其有作作? 如见徐侍郎, 居然不以门生里自处, 黄平, 和必定认门生。 回复大学士, 其言四傲而实功, 天二平, 如平者处此, 将以门生里自处邪。 回复太宝境, 傲然不顾邪。 正如鸿门宴上, 凡快叫让项羽, 而与不怒者, 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 又如卢信侯背带, 少光作书至经师, 要人以解释至, 此起湖中高士之所为。 黄平, 此平德之于故约, 却有几分作作。 天二平, 卢信侯为师之好名, 非身通叛逆之笔, 既有几处头肩, 亦当为之出力。 少光本非山林隐翼, 不当则以高士之行。 作者于少光舞爪词。 平家吹毛求词, 诗之过客, 此作者以龙门妙笔, 旁见策出以写之, 所谓岭上白云, 纸字以悦, 原不欲所解于天下后世矣。 天二平, 据小苍山房级, 成棉庄墓之名, 称, 乾隆秉臣肇事, 有欲招之出门下者, 正色星号巨之, 以此不入选。 平不清平, 小苍山房诚挚无此四句, 宜孝山物济他书, 外史所言, 即此一世也。 所居尽清晰, 故以明吉, 此乃以后胡当之。 然乾隆欣慰, 又被精明行修之见, 年庄时两次出山, 不得利以引逸。 第四十一章, 常熟县真如匠生太博此名弦。 话说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 叫做林浮镇, 黄平, 于博士是书中第一人, 故令立传, 林浮言此人, 便可算得外史中之, 圣人以镇上有二百多人家, 都是务农为业。 只有一位姓渝, 在成化年间读书进了学, 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 只在这镇上教书。 这镇离城十五里, 渝秀才出应考之外, 从不到城里去走一遭, 后来直活到八十多岁, 就去世了。 他儿子不曾进过学, 也是教书为业。 到了中年, 尚无子嗣, 夫妇两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 梦见文昌亲手第一纸条与他, 上写着一经一句, 君子以果行御德。 天二平, 正为明氏顶门一针, 当下就有了身, 到十个月满足, 生下这位于博士来。 泰翁去谢了文昌, 就把这新生的儿子取名御德, 自果行。 这于博士三岁上就丧了母亲。 泰翁在人家教书, 就带在馆里, 六岁上替他开了懵。 于博士长到十岁, 镇上有一位姓齐的齐太公, 包了于太翁家去教儿子的书, 殡主甚是相得。 教了四年, 于太翁得病去世了, 林薇把于博士托于齐太公。 天二平, 据言此诗于博士, 年方十四岁。 齐太公道, 于小巷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 如今先生去世, 我就请他做先生, 教儿子的书。 七平, 齐太公独具之眼, 当下写了自己齐连的明帖, 到书房里来拜。 天二平, 郑重其是, 就带着九岁的儿子来拜于博士做先生。 于博士自此, 总在齐家教书。 常熟是极出人文的地方。 此时有一位云青川先生, 古文诗词天下第一。 于博士到了十七八岁, 就随着他学诗文。 齐太公道, 于相公, 你是个韩士, 单学这些诗文无意, 需要学两件寻饭吃本事。 齐平, 不博书良知言, 我少年时, 也知道地理, 也知道算命, 也知道选择, 我儿今都教了你, 留着以为旧级之用。 于博士尽心听寿了。 齐太公又道, 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 将来出去应考, 进个学, 管也好作些。 于博士听信了齐太公, 果然买些考卷看了。 到二十四岁上出去应考, 就进了学。 次年, 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 每年三十两银子。 正月里道馆, 到十二月仍旧回齐家来过年。 又过了两年, 齐太公说, 尊翁在日, 当初替你定下的皇府上的亲事, 而今也该取了。 天二平, 于博士顾善已, 如齐太公一起易得栽, 当时就把当年余下十几两银子管金, 又借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的管金, 合起来就取了亲。 夫妇两个仍旧借住在齐家, 满月之后就去道馆。 又坐了两年, 积攒了二三十两银子的管金, 在齐家旁边寻了四间屋, 搬进去住, 只雇了一个小小私。 于博士道馆去了, 这小小私没早到三里路外镇市上 买些柴米油盐小菜之类, 回家与娘子度日。 娘子生儿育女, 身子又多病, 管钱不能买医药, 每日只吃三顿白粥。 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 于博士到三十二岁上, 这年没有了管。 娘子道, 今年怎样? 于博士道, 不妨。 我自从出来作馆, 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 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值得二十几两, 我心里交不足, 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 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 或是来看文章, 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 天二平, 非貌为矿大, 实体验见道理, 假使那年正月多奖的几两银子, 我心里欢喜道, 好了, 今年多些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 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 可见有个一定, 不必管他。 七平, 悟到此里便是学问一身。 天二平, 可谓乐天之命矣。 黄平, 知足安分。 过了些时, 果然齐太公来说, 远村上有一个姓正的人家, 请他去看葬坟。 于博士带了罗盘, 去用心用意地替他看了地, 葬过了坟, 那正加卸了他十二两银子。 于博士叫了一只小船回来。 那时正是三月半天起, 两边岸上有些桃花、柳树, 又吹着微微的顺风, 于博士心里舒畅。 又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 一船鱼鹰在河里捉鱼。 于博士扶着船窗子看, 天二平, 此正形容于博士金淮护剑那边岸上一个人跳下河里来。 于博士吓了一跳, 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来。 天二平, 平地一波救上了船, 那人淋淋淋淋淋一身的水, 幸得天气上暖。 于博士叫他脱了十衣, 叫船家借一件干衣裳与他换了。 请进船来坐着, 问他阴慎寻这短剑。 那人道, 小人就是这里装农人家, 替人家做着几块田, 收鞋道, 都被田煮糊的去了。 父亲的病死在家里, 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 我想我这样人还活在世上做甚吗? 不如寻个死路。 于博士道, 这是你的孝心, 但也不是寻死的事。 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 也是人送我的, 不能一总给你, 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盘缠。 七平, 安详知智我而今送你四两银子, 你拿去和邻居亲戚们说说, 自然大家相帮。 天二平, 并非一时豪举伯慷慨之名。 若杜少卿当死, 毕青囊已赴, 不暇后顾以你去殡葬了你父亲就罢了。 当下在行李里拿出银子, 撑了四两, 递宇那人。 那人接着银子, 败谢道, 恩人尊姓大名。 于博士道, 我姓于, 在林福村住, 你做素料理你的事去, 不必只管讲话了。 那人败谢去了。 于博士回家, 这年下半年又有了馆。 天二平, 果然如是道东底生了个儿子。 因这些事都在齐太公家做的, 因取名叫做赶齐。 一连又做了五六年的馆。 于博士四十一岁, 这年相识, 齐太公来送他, 说道, 于相公, 你今年想是要高中。 于博士道, 这也怎见得? 齐太公道, 你做的事有许多因得。 齐平, 要终须有因得, 这话便是可忠之人了于博士道, 老博, 那里见得我有甚因得。 齐太公道, 就如你替人葬坟, 真心实意。 我又听见人说, 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亲的人, 这都是因得。 于博士笑道, 因, 智就像耳朵理想, 只是自己晓得, 别人不晓得。 齐平, 更深一层, 而今这是老博已是知道了, 那里还是因得。 齐太公道, 到底是因得, 你今年要中。 当下来南京相试过回家, 于博士受了些风寒, 就病起来。 放网那日, 暴露人到了镇上, 齐太公便同了来, 说道, 于相公, 你中了。 于博士病中听见, 和娘子商议, 拿几件衣服荡了, 妥其太公打发暴露的人。 天耳平, 只是行所无事, 与周进, 范进绝不同过几日病好了, 到京去填写亲供回来, 亲友, 东家都送些贺礼。 料理去上京会事, 不曾中进士。 恰好常书有一位大老康大人, 放了山东巡抚, 便约了于博士一同出京。 住在衙门里, 带坐些诗文, 甚是相得。 衙门里同事, 有一位姓游名姿, 自资深, 鉴于博士文章品行, 就愿拜为弟子, 和于博士一房同住, 朝夕请教。 那时正知天子求贤, 康大人也要想见一个人。 天耳平, 于博士在眼前而不见, 康大人者亦可知已游资深道, 而今朝廷大典, 门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见了老师去。 于博士笑道, 这争辟之事, 我也不敢当。 邝大人要见人, 但凭大人的主意, 我们若去求他, 这就不是品行了。 七平, 此理极明, 耐人不查耳。 黄平, 古已有公孙段以游资深道, 老师就是不愿, 等他见到皇上面前去, 老师或是见皇上, 或是不见皇上, 辞了官爵回来, 更见得老师的高处。 天耳平, 既目于博士文章品行败为弟子, 而又动以此等举动, 何也? 然孟子之门亦有尘代, 故不足怪。 黄平, 此曾正对庄少光而言, 虽非求见, 来常不自以为高以于博士道, 你这话又说错了。 我又求他见我, 见我到皇上面前, 我又辞了官不作。 这便求他见不是真心, 辞官又不是真心。 这叫做什么? 七平, 语即正大, 又即和平, 真不可及。 黄平, 庄都二人拥有 争必二字存于胸中, 于博士并不以为义, 所以为第一人。 作者盖剑荡日红博, 策马副照, 不求文达者甚多, 雇注为此书以剑之说罢, 哈哈大笑。 在山东过了两年多, 看看又进京会事, 又不曾中, 就上船回江南来, 依旧教管。 又过了三年, 于博士五十岁了, 借了杨家一个姓严的管家跟着, 天二平, 前后无所谓姓杨者, 恐杨乃其之物在进京去会事。 这科就中了进士, 殿士在二甲, 朝廷要将他选作汉林。 那只这些进士, 也有五十岁的, 也有六十岁的, 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 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更五十岁。 天子看见, 说道, 这于玉德年纪老了, 折他去做一个闲官罢。 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健博士。 于博士欢喜道, 天二平, 他人以为妻, 取返欢喜南京好地方, 有山有水, 又和我相相近。 我此番去, 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栓着, 强如做个穷汉林。 当下就去辞别了房师, 做师和同乡这几位大佬。 汉林院士读, 有位王先生拖道, 老先生到南京去, 国子健有位贵门人, 姓武明书, 自正字, 这人弑母至孝, 极有才情。 老先生道笔, 照顾照顾他。 天二平, 除武书又换一笔法。 王老先生何人业? 能做事与? 此语周进既寻美, 又不同于博士应诺了。 收拾行李来南京道任, 打发门斗道长淑街家眷。 此时公子于赶齐, 已经十八岁了, 跟随母亲一同到南京。 于博士去参见了国子健祭酒李大人, 回来升堂做工作。 监李的门生纷纷来拜见。 于博士看见帖子上有一个武书, 于博士出去会着, 问道, 那一位是五年兄会输的。 只见人从里走出一个矮小人, 走过来达道, 门生便是武书。 于博士道, 在京师久仰年兄客敦行校, 又有大财。 从心同他见了礼, 请众位坐下。 武书道, 老师文章煽斗, 门生被今日得瞻话语, 实为侥幸。 于博士道, 递出道此间, 凡事聚望指教。 年兄在奸几年了。 武书道, 不满老师说, 门生少姑奉饰母亲在乡下住。 只身一人, 又无弟兄, 衣服饮食都是门生自己整理。 所有仙母在日, 并不能读书应考。 即不幸仙母见辈, 一切丧葬大事, 都亏了天长杜少卿先生相助。 天二平, 一开口便滔滔历数, 急于自献耳, 并不曾说道, 其母结形门生, 便随着少卿学士。 天二平, 不比。 黄平, 便递到少卿, 邵光于博士道, 杜少卿先生, 向日帝曾在游滋身暗头, 见过他的诗集, 果实奇才。 少卿就在这里吗? 武叔道, 他现住在立舍桥河房里。 于博士道, 还有一位中少光先生, 天子赐他缘五湖的, 他在湖中住着吗? 武叔道, 他就住在湖里, 他却轻易不会人。 于博士道, 我明日就去求见他。 天二平, 武叔正在自述, 却因于博士听见杜少卿三字, 加入词粮问答, 再入武叔语, 正式断面覆续。 武叔道, 门生并不会做八股文章, 因是后来穷之无奈, 求个管也没得做, 没奈何, 只得寻两篇念念, 也学做两篇, 黄平, 此阶浅语随便去考, 就进了学。 天二平, 字数不清, 无非欲显其聪明立考高等尔后来这几位宗师, 不知怎的, 看见门生这个名字, 就要取作一等第一, 补了脸。 天二平, 安知非王先生之理, 王先生或者也曾放过学刹, 或是南京本地人素知武叔者门生那文章, 其实不好, 屡次考师傅总是一等第一, 前次一位宗师合考八学, 门生又是八学的一等第一, 天二平, 沾沾自喜。 吴书初见于博士如此, 后乃渐渐收敛, 见于杜诸人陶冶之功。 黄平, 虽戏自夸, 却与严大老官诸人不同, 且后文便不如此, 自是博士少卿陶荣之力。 悦者亦获, 顾表出之所以送进监里来, 门生觉得自己诗文到底不在行。 于博士道, 我也不耐烦做诗文。 吴书道, 所以门生不拿诗文来请教。 平日考的师傅, 还有所做的古文一解, 以及各样的杂说, 写齐了来请教老师。 于博士道, 足见年凶才名, 令人心服。 若有师傅, 古文更好了, 荣日细细捧读。 令堂可曾经表过了吗? 天二平, 急欲问此句, 鉴于博士本义所中武书道, 先母是何力的? 门生殷家寒, 一切衙门史非无出, 所以迟是今日。 门生时事有罪。 于博士道, 这个如何迟的? 便叫人取了笔焰来, 说道, 年凶, 你便写起一张成子截掠来。 其传书办到面前, 吩咐道, 这武相公老太太截笑的是, 你做素办妥了, 以便背文深详。 上方使用, 都是我这里处。 天二平, 不愧诗如书办硬落下去。 武书寇谢老师, 众人多替武书谢了, 辞别出去。 于博士送了回来。 次日, 便往远武湖去拜庄征军, 庄征军不曾会。 于博士便到何妨去拜杜少卿, 杜少卿会着。 说起当初杜甫殿员工在长书过, 曾受于博士的祖父为门生。 殿员乃少卿曾祖, 所以少卿称于博士为诗书。 彼此谈了些往事。 于博士又说起, 仰慕庄征军, 今日无缘, 不曾会着。 杜少卿道, 他不知道。 小侄和他说去, 于博士告别去了。 次日, 杜少卿走到远武湖, 寻找了庄征军, 问道, 昨日于博士来拜, 先生怎么不会他。 庄征军孝道, 我因谢绝了这些官盖, 他虽是小官, 也懒和他相见。 杜少卿道, 这人大事不同, 不但无学勃弃, 尤其无尽士气。 他精怀冲淡, 上而博矣, 柳夏慧, 夏儿陶静杰一流人物。 你会见他便知。 齐平, 精神到处闻张老。 学问深时意气平, 此境正不易到庄征军听了, 便去回败, 两人一见如故。 于博士爱庄征军的田氏, 庄征军爱于博士的魂雅。 两人结为信心耗命之交。 天二平, 田氏, 魂雅, 两人品提巨当。 又过了半年, 于博士要替公子避音。 这公子所聘就是齐太公的孙女, 本是于博士的弟子。 后来联为庆家, 以报其太公相爱之意。 齐府送了女儿倒数完音, 又赔了一个丫头来。 自此如人才得有使女听用。 喜事已毙, 于博士把这使女就配了姓严的管家。 管家拿进十两银子来交使女的身价, 于博士道, 你也要备些床杖, 衣服。 这十两银子就算我与你的, 你拿去备办吧。 严管家磕头卸了下去。 转眼新春二月, 于博士去年到任后, 自己亲手栽的一束红梅花, 今已开了几只。 于博士欢喜, 叫家人备了一喜酒, 请了杜少青来, 在梅花下坐, 说道, 少青, 春光已见几分, 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 即使我和你邪尊去探望一回。 天二平, 自有天去, 非以土木行孩为道学者杜少青道, 小侄正有此意, 邀约老叔同装少光兄, 做静日之游。 说着, 又走近两个人来。 这两人就在国子建门口住, 一个姓楚, 叫做楚信, 一个姓一, 叫做一昭, 是积年相遇学博的。 黄平, 相遇学博, 不过为学博生财, 于衷取利于博士见二人走了进来, 同他见礼让座。 那二人不见度少青的座。 坐下, 摆上酒来, 吃了两杯。 楚信道, 荒春头上, 老师该做个生日, 收他几分礼过春天。 天二平, 正欲清谈, 偏来恶物, 往往有此。 黄平, 到处皆然, 至今此风游在一昭道, 禀明过老师, 门声就出单去传。 于博士道, 我生日是八月, 此时如何做的? 一昭道, 这个不妨。 二月做了, 八月可以又做。 于博士道, 岂有此理? 这就是笑话了。 二位且请吃酒。 杜少青也笑了。 齐平, 真可复之一笑。 于博士道, 少青, 有一句话和你商议。 前日中山王府里说, 他家有个猎女, 托我做一篇碑文, 折了个碑断表里, 银八十两在此。 我转托了你。 你把这银子拿去做看花买酒之资。 杜少青道, 这闻难道老叔不会做。 魏慎转托我。 于博士笑道, 我那里如你的才情。 你拿去做做。 黄平, 说的运见, 其实知其平尔因在秀里拿出一个劫掠来, 帝与杜少青, 叫家人把那两封银子交与杜老爷, 给家人带去。 家人拿了银子出来, 又禀道, 汤相公来了。 于博士道, 请到这里来坐。 家人把银子递与度假小厮, 便进去了。 于博士道, 这来的是我一个表直。 我到南京的时候, 把几间房子托他住着, 他所以来看看我。 说着, 汤相公走了进来, 黄平, 又添一个恶物, 坐一坐下。 说了一会闲话, 便说道, 表叔那房子, 我因这半年没有钱用, 是我拆卖了。 于博士道, 怪不得你, 今年没有生意, 家里也要吃用, 没奈何卖了, 又老远的路来告诉我坐啊。 汤相公道, 我拆了房子, 就没处住, 所以来同表叔商量, 借些银子, 去当几间屋住。 黄平, 拆了人家房子不算, 还要另借银子, 无礼至此。 妙在于博士总一, 他与博士又点头道, 是了, 你卖了就没处住, 我这里恰好还有三四十两银子, 明日与你拿去, 点几间屋住也好。 七平, 此等出私太假象, 然于不讲理之人, 除了装呆, 别无他法, 看其全不动火, 便是氧气到家。 天二平, 既是表亲, 在家时起不知其为人, 而以房屋脱脂, 于博士于此, 泼进少卿汤相公, 就不言语了。 黄平, 与杜少卿同一寿妻, 一是浑厚, 一是豪爽, 却大不相同。 杜少卿吃完了酒, 告别了去, 那两人还坐着, 于博士进来陪他。 依昭问道, 老师与杜少卿是什么的相遇? 于博士道, 他是我们市郊, 是个极有才情的。 依昭道, 门声也不好说, 南京人都知道, 他本来是个有钱的人, 而今弄穷了, 在南京躲着, 专好车谎骗钱。 他最没有品行。 天二平, 湘宇学博, 张叉带, 打偏手, 最有品行。 黄平, 不于知悔于博士道, 他有什么没品行。 依昭道, 他时常同乃卷上酒馆吃酒, 所以人都笑他。 于博士道, 这正是他风流文雅处, 俗人怎么得知。 七平, 可谓当面发挥。 天二平, 当面骂他俗人, 畜生不以为奸, 若约人固不可以不俗处信道, 这也罢了。 倒是老师下次有什么有钱的诗文, 不要寻他做。 他是个不应考的人, 做出来的东西, 好也有限, 恐怕坏了老师的名。 我们这件里, 有多少考得起来的朋友, 老师托他们做, 又不要钱, 又好。 天二平, 看了八十两头, 心中动火, 回家还要做梦于博士正色性浩道, 这倒不然。 他的财名是人人知道的, 做出来的诗文, 人无有不服。 每常人在我这里托他作诗, 我还沾他的光。 就如今, 这银子是一百两, 我还留下二十两给我表纸。 两人不言语了, 辞别出去。 黄平, 两人与少卿何仇, 不过气不过八十两头儿。 次早, 应天府送下一个剑生来, 犯了赌, 伯来讨收管。 门斗和牙役, 把那剑生看守在门房里, 进来禀过, 问老爷, 将他锁在那里。 于博士道, 你且请他进来。 黄平, 妙在门斗问锁在哪里, 老爷说请他进来, 一锁一锦, 而门斗无钱, 可额以那剑生性端, 天而平, 其人性端, 下文如此叙述, 冤枉自现是个乡里人, 走进来, 两眼垂泪, 双膝跪下, 诉说这些冤枉的事。 于博士道, 我知道了, 当下把他留在书房里, 每日同他一桌吃饭, 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 次日, 到福尹面前, 替他便明白了这些冤枉的事, 将那剑生释放。 那剑生叩谢, 说道, 门生虽粉身碎骨, 也难报老师的恩。 于博士道, 这有什么要件? 你既然冤枉, 我原该替你变白。 天而平, 行所无事, 非遇见得那剑生道, 变白固然是老师的大恩, 只是门生出来收管时, 心中疑惑, 不知老师怎样处置, 门斗怎样要钱, 把门生关到什么地方受罪。 怎想老师把门生带做上课? 门生不是来收管, 竟是来享了两日的福。 这个恩典, 叫门生怎么感激的借? 于博士道, 你打了这些日子的官司, 坐宿回家看看吧, 不必多讲闲话。 那剑生辞别去了。 又过了几日, 门上传进一副大红联名全帖, 上写道, 晚生持军, 马静, 计还, 瞿来寻, 门生武书, 于魁, 士之杜仪, 同顿守败。 于博士看了道, 这是什么缘故? 慌忙出去会这些人。 只因这一番, 有份叫, 新圣词内, 共观大理之光, 国子剑中, 同仰斯文之主。 毕竟这几个人来作甚嘛, 且听下回分解。 卧平, 此篇纯用正笔, 直笔, 不用一旁笔, 曲笔, 是以文字无窍把灵价处。 然细想此篇最难错笔, 于博士是书中第一人, 纯正无私, 如太更远久, 虽有一牙, 无从失其烹饪之巧。 故古人云, 话诡异, 话人物难。 黄平, 只言栽盖人物乃人所共见, 不容丝毫假借于其间, 非如鬼怪, 可以任意增减也。 常为太史公一生好奇, 如成英立照顾诸事, 不知见字何书, 极力点缀, 聚聚欲活, 极作下本纪, 亦不得不恭恭敬敬将, 上书录入。 非子常之才, 常于写秦汉, 短于写三代, 正是其量体才一, 相提立格, 又不得不辱此者而。 天二平, 汤相公一劫, 正与杜绍卿看凡人相对, 以有用之吟冲无底之贺, 智者不为。 技术表直, 亦以交之, 图捐银以自其浪费, 人而尽语。